第1122集 那棺材也并不是随便开启的 需要当班的两名狱卒同时使用各自的钥匙 这才能打开 不过那些狱卒松懈 两把钥匙都落入了继小心一人之手 光当一下掀开棺材 入眼竟然是一个动人的风韵女子 那女子躺在棺材中 全身被各种锁链死死的扣住 最致命的是脖子上的那条铁圈 那铁圈中伸出无数的针刺 扎进犯人的脖梗 铁圈背部的一根铁刺最长 直接扎进犯人的颈椎深处 堵住子府和身体的连接 让人的现实无法调动汽海的先缘 无法反抗 那女子也不知关了多少年 承受了多少年的折磨 感觉到棺材打开心中已惊 难道行妻到了 不过很快她就明白过来 行妻不可能到 早得很呢 再一看外边 站着一个年轻狱卒 她就想到了什么 开口笑道 年轻的狱卒哥哥 是不是闲着无事啊 不如放开姐姐 姐姐一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啊 姐姐啊 什么招式都会玩 当年那些臭男人 没少为老娘拼命 小狱卒 姐姐就便宜你了 这个女犯人 还以为我是想玩弄她 真是臭不要脸 这季晓晴和夜空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小的不好色 更不会怜香惜玉 当下冷笑一声道 这位大姐啊 你身材相貌不错 不过呢 我却需要你其他的东西 那女犯 见她眼神不善 心中惊慌起来 说道 小哥 你要何物 姐姐当初攒了不少鲜玉 还有啊 姐姐还在一个地方藏了宝物 别 别 姐姐还有一种天道之力 啊 可一只大手死死地 按在她的脸上 只见那手指指缝里 慢慢渗出金色的光芒 越来越亮 而伴随着那女人 凄厉的惨叫声 女人体内的仙力 被季晓晴疯狂地吸走 随着季晓晴杀生之力的 强大和娴熟 她杀人夺利的方法 也更加多样 以往只是随便杀死仙人 可以得到百分之一的力量 而现在她有了更多的方法 先是这种应抽仙人的做法 她可以得到对方百分之五的力量 而且多余的仙人用不掉 也不会浪费 可以淬炼仙体 最后还能冲进空仙狱中 没一会儿 那女人已经是奄奄一息 只是抽干她的仙缘力量 她的外貌倒没有什么改变 她喘着气说道 小子 你够狠 老娘修理了多少万年的修为 都被你吸走了 你就放老娘一巴掌 季晓晴却是冷笑道 我也想放过你啊 只是杀生之力必须你死 我才能得到力量 我需要的不是仙缘 而是你的命 她说完 开手猛地在女人脑门上一击 将女人生生震死 元神震散 这时 女人口鼻中才钻出一缕黑气 这就是季晓晴等待的杀生之力了 刚才吸收那么多仙缘 其实都没有用 最有用的 还是这最后一丝黑气 那黑气飞到季晓晴的面前 她一张嘴 将那黑气全部吞下 这才心满意足地笑了 之前九成多的仙缘 最后都要溜走 而那最后的黑气 却进入了季晓晴的气海 简单地炼化一下 就成为了季晓晴自己的力量 季晓晴得到力量 这才对那女人的尸体冷横一声 要你给我天道之力 杀生之力 才是最好的天道之力 她说完 立即用御检上的法子 开始祭练女犯的尸身 大约一个时辰后 哐当一声 铁牢的大门打开 一个年轻的狱卒 带着满族的微笑走出 那个法子还真不错 想不到死人也会哼哼哈嘿 疼你哼个两年 小楼 小心我也差不多可以进入贤军境了 季晓晴一兴奋 竟然把自己的原来的名字 差点说出来 杀一个竟然没能突破到上等罗天上线 无妨 那我再去杀一个去 铁玉山真是个好地方 想不到没有先主 盘桃会也能如此成功 叶总管 举功至尾啊 叶总管 那我就先告辞了 等下次再会 走了走了 天庭出口 祥云飘飘 天庭历程两列 叶振豪站在门口双手抱拳 务实地送走一批批的客人 本次盘桃会已经结束 经过半个月的相聚 有人交换到了心仪的宝物 有人听到了最新修炼资讯 还有人前来显摆了一大把 此刻大家都是若有所得 告辞离去 这次收获最大的业大官人 也带着众手下 拉着大狱的小手 走出了天庭 那就是当众殴打天庭守卫的 铁玉山业玉点 据说此人在夏季 就是别人惹不起的角色 来到仙界更是天不怕地不怕 这种人呢 我等啊不要惹麻烦 还是早早离去 经过这一次 叶某人算是天下闻名了 当然了 他这人不好惹 连天庭的人都敢打 这些消息也在流传 不过这倒不是坏事 本来想打夜空主意的人 现在也退避三舍 给夜空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夜空 送我们车 远处 一架采缝拉着的飞车 车上一个身材不错的动人女子 正对夜空招手 正是代表北地府 来参加盘桃会的楚依依 她和夜空亲近 一个人路上无聊 当然喊夜空通行 那你们坐铁玉山的车 跟在后边就是 夜空吩咐了一声 拉着大狱走过去 不过大狱挺不待见楚依依 松开手道 我还是坐铁玉山的车吧 夜空倒是没理解 大狱为何不去 愣了一下 独自上了北地府的车 外边那些仙人 看见此景 又少不得互相嘀咕 一一仙子啊 都说五大仙子中最清纯的是西陵仙子 最有个性的是纸宁 最天然呆的是原分仙子 最具有亲和力的是若兰仙子 而最辣身材最好的就是一一仙子了 是啊 那身材 哎呀 我要是拥有这个女人呢 就是死都值得了 你想撒你们 被他们听到了 你全家都要死光 啊 那夜玉典真是有福 前些天看他跟纸宁仙子 逛湖边 今天又跟一一仙子同车 你们说 他们会不会在车上及时行乐呢 管他呢 我喜欢的可是西陵仙子啊 那才是青春动人 世间任何男人都不能染指 和西陵仙子一别 其他仙子都矮了一头 那夜空有本事得到西陵仙子的青睐吗 行了行了 别说了别说了 西陵仙子真的出来了 好美啊 北地府飞车上 并没有其他人想得那么不堪 楚依依正在给自己 描上老太婆的伪装 口中则是有一搭 没一搭地和夜空聊天 你那小水龙 是不是也喜欢你啊 夜空愣了一下 说道 哪有 大玉才十几岁啊 哼 十几岁 楚依依吃到 他飞升仙界都有六十年了好不好 夜空道 他是龙族 神兽 成长比较慢 楚依依道 总之呀 我一眼就看出他对你有意思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女生看这个特别准 他绝对有意思 如果你也有意思 那就无所谓了 可是 如果你真的只把他当成妹妹 那你就不要跟他太亲热 否则呀 很伤人的 楚依依对镜化妆 嘴里喋喋不休 好像他多么有恋爱经验似的 夜空哪有心思想这些啊 充耳不闻 这飞车并没有闲阵 夜空顺手撩起车帘 目光呆呆地看着外边 心中不知想着什么 其实夜空在想事情 不但听不见楚依依的唠叨 就连眼睛也看见当作没看见 不过当他眼前白影一晃 他迷糊的眼神顿时清明了许多 散射的瞳孔也收紧起来 这才看见视线看着的 原来是一条动人的身影 只见一个如同白莲花一样的女子 那么青春 那么温婉 就算最粗鲁的人 看见这样的女子 她立即就会优雅起来 就算最邪恶的男人 看见这样的女子 也绝不会有邪恶的想法 而是很单纯的爱 很单纯的喜欢和欣赏 在很多人心里 这才是真正的仙女 冰清玉洁 不染尘埃 这就是五大仙子之首的西陵仙子 他作为西地府的代表 来到天庭以后 就泡在天庭的图书馆中 很多人拜访都没得到回音 直到今天才出来 才让大家看见 他款款走出天庭 白裙飘飘 唇洁动人 那淡淡的微笑 让人目眩神迷 让人觉得亲近 却绝不会有人生出邪念 他目光总是注视前方淡定从容 仿佛他从来不会被这世上任何的事情吸引注意力 不过不是这样 他的目光停滞一下 他看见那个车帘先挤一脚露出的半张脸 他注意到某人目光看着这边 心思却飘远 不知为何 他心中猛地移动 他不懂那是什么感觉 他只是想唤醒他 要他知道 自己的存在 他都没有思想 就那么突然张开一双洁白的羽翼 飞进苍米 哇 好美啊 早听说西林仙子用月光之力凝结的洁白赤鱼 今天终于看见了 太美了 在场那些仙人全部目中流露出欣赏和痴迷的表情 确实 西林仙子本就美丽纯洁到极点 加上这一双白色的翅膀 那就跟梦中天仙一般 而西林仙子的目的已经达到 夜空可不知道西林仙子的心思 不过他确实被这个大动作吸引了注意力 别说那些仙人 就算是叶老魔看见西林仙子扇着巨大的洁白羽翼飞进苍鸣 他的心里都是砰的一下 动了 不过他只是微微一笑 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错 他马上就会攻打白毛玉 他和西地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他和彭文考的关系不可调和 大家注定是敌人 这一切的一切 又怎能让他心中留有疑念 夜空 看什么呢 你看我现在这样像不像老婆婆 词一依询问的声音传来 你 你真是吃饱了撑的 你为什么非要和人家老婆婆过不去呢 夜空探了一声回过头来 而在苍鸣中 那位白天使一样的仙女回头来看 却只见到飞车窗帘无情落下 哎 我这是怎么了 还是赶紧回去吧 他收拾混乱的思想 化成一道白光消逝在苍鸣深处 铁玉山天字号铁玉 马玉卒 张玉卒 怎么你们今天晚上都来当班了 哎呀 铁玉卒也来了呀 哎 你是不知道 听说盘导会结束了 叶宇典他们都回来了 我们要是继续吊儿郎当 那不是找抽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可是听说呀 回来的只是几杯富裕典 叶大人直奔雪成兴去了 哦 你们说叶大人 是不是真的要做北地女婿啊 我可是听说 他跟若兰仙子青梅竹马呀 这些八卦就与我等不相干了 我只知道 现在叶大人不在 各位富裕典忙着调兵浅交 准备去除翟宗亮的眉头 而你们 刚好去玩几把骰子 好好好 你这次昨日赢了我百多块鲜鱼 今日我定要赢回来 喂 季狱族啊 下边就交给你了啊 我赢了仙鱼明早给你带好吃的 几个狱族听说没人管到他们 一个个又恢复了放松的状态 直接把天字号铁鱼交给了居心颇措的季小新 木 好的 站在下边楼层的季小新应了一声 看得出他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按说季小新听说夜空没有回来 狱族们继续点儿郎当 他行事也更加方便 他应该开心才是啊 为何心情不好呢 关键是季小新最近两天遇到些郁闷的事 这事说倒霉并不算倒霉 可就是烦得很 要说什么事 那就是耳边总有人说话 有人说莫非是季小新练杀生之力 练到走火入魔 耳鸣了 这位道友你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 仙人除了受伤是不会生病的 什么耳鸣之类是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的 那季小新是什么病呢 其实季小新没病 他耳边真的有人说话 不是耳鸣 不是心魔 更不是精神分裂 说话的乃是住在这铁玉山最底层 总统套房的那位哥们 事情要从前几天说起 那天晚上守最下层的那位狱卒 请季小新代班 季小新也就去了 却没想到到了半夜 耳边就听那老实唱歌银式的 天子一号犯人对他说话 这位小仙人秀为不错呀 季小新心里一惊 他现在表面看只是上等金仙 他隐藏修为的方法比较特殊 别人一般看不出来 季小新不说话 没理那个一号犯人 可那家伙又道 一个距离先军还差一级的上街 居然跑到铁玉山来做人 人可以使唤的狱卒 你别有图谋吧 季小新吓了一跳 心说这天子一号果然非同一般 一眼就把自己的秘密看穿了 你不要胡说 我才是上等金仙的修为 什么距离先军还有一级 有言获重 季小新终于忍不住 开口反驳道 不过那天子一号犯人道士 并没有闭嘴的觉悟 而是开声笑道 你不要隐藏了 你越是隐藏 我越是知道你另有目的 虽然你隐藏修为的方法很特殊 应该是一种 可以隐藏修为的天道之力 有了这种天道之力 你隐藏了修为 就算先帝先主也看不出来 这是一种符合天道的隐藏方法 所以谁都不能发现 听那家伙说话 季小新越来越是心惊 确实 他之所以能隐藏修为 不给别人发现 那就是因为他得到了一种 可以隐藏修为的天道之力 天道之力远超十万种 其中离弃的天道之力 也是非常的多 像季小新得到的这种隐藏修为的天道之力 就是从来没有记载过的 甚至连这种天道之力的名字都没有 没想到如此神秘稀少的事情 那天子一号监牢的犯人 竟然都能知道 从内心里 季小新还是蛮佩服那人的 不过季小新却是不能承认 他冷横荡 胡言乱语 哪有这种天道之力 这是扯淡 隐藏修为的天道之力 我还有天下无敌的天道之力呢 那犯人确实笑了起来 说道 天下无敌的天道之力 你以为没有吗 我告诉你有 人爱之力 杀生之力 古仙天道 永生天道 我告诉你 天下无敌的天道之力 不要太多 只是现在的人 一代不如一代 一个比一个愚蠢 季小新听了案子心动 却没想到 这世上竟然还有那么多 匪夷所思的离奇天道之力 不过他开心的是 他所有的杀生之力 竟然也被成为 天下无敌的一种 不过他却更加小心起来 怀疑这犯人 是不是已经看出 他拥有杀生之力 所以才这样说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总之我就是一个 非常普通的上等金仙 你爱信不信 季小新对天子一号 关押的犯人早有二问 知道这家伙不是好人 所以季小新也是小心防备 天子一号犯人又笑道 你不要否认了 那天你在天子牢的第十四层 突然从中等罗天上仙 生计为上等罗天上仙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告诉你 要不是不生存实泄露的气息 连我都不知道 你竟有如此高的修为了 季小新心里一惊 心到如果这家伙 也不知道是不是 知晓自己杀犯人的事 如果他把这个消息 到处乱说 那自己就死翘翘了 顿时季小新的眼中 闪过一丝杀机 第1124集 想杀我 你真的比我见过的所有人 还愚蠢 我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你想不想学几种 天下无敌的天道之力 还有 我感觉到你能隐忍 你心中有仇恨 你来到这铁鱼山 是有目的而来 那么好吧 相信我 我可以帮助你 我也能隐忍 我的心中也有仇恨 我可以帮你实现你的目的 只要你帮我 你帮我一次 我还你仪式的荣华 我还能送你去神界 我 季小新不厌其烦 大声吼道 滚 我不是为你而来 我的仇恨我自己会解决 非生神界对我来说 并不是那么难 你想要挟我 对不起 我不受要挟的 你可以大声说出你的猜测 那杂种仙主遇到这种人 也是没有办法 他就算大声喊说 季小新已经是上等罗天上仙 也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所以他明智地选择保守秘密 而是每天不停地 在季小新的耳边 嘀嘀咕咕 让季小新不厌其烦 季小新就这样 在每天的骚扰中 杀人修炼 修炼杀人 中地领域北部黄石星 骑着一匹通体白毛暴行仙兽的骁勇 正驱使坐下仙兽 来到一座高高的黄石巨山上 目光凌厉地看着眼前 这片荒凉的黄石平原 而在那里 正不停有着各色各样的飞车驶来 停下 然后从车上 车下一对对穿着明晃晃仙甲的兵士 这些兵士各个动作敏捷 训练有素 他们丝毫没有因为来到一个陌生星球而好奇 他们就好像常来常往的一样 迅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队的位置 然后取出材料 布置阵法 设置帐篷 站在黄石巨山上 骁勇看着越来越多的白色帐篷 整整齐齐 树立在黄石平原上 他粗犷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这些是南方先帝 麾下最好的兵士 这些都是来自西秦兴的好儿郎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骁勇很是自信地 自言自语道 说得不错 西秦兴有一个很是出名的兴 位于南地领域和西地领域接壤的位置 不过却在南地领域境内 想当年 南地前有人为了得到这颗兴 甚至不惜于彭霸天翻脸 所谓和气生财 能让前有人这个生意人 要和彭霸天翻脸 由此可见西秦兴的重要 那有人要说了 西秦兴是不是出产什么宝物呢 不错 西秦兴就是出产先兵 别看西秦兴的先人修为高的不多 可是他们却旱不畏死 听从指挥 行动整齐划衣 绝不拖泥带水 简直就是天生的兵士 真正的先人打仗和凡人打仗也是一般 个人的力量在战斗中作用不大 重要的是团体力量 所以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就显得格外重要 而这一次 前有人就是派出先界文明的西秦兴军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 西秦兴军都是装在各种各样的飞车中运来 而经过的中地领域也是三不管地带 所以十万大军来到这里 可谓神不知鬼不觉 看着手下士军们有条不紊地开始驻扎 萧勇没有回头 只是一抬手 给叶大人发传书 叶空接到先见传书的时候 正在雪成兴和北帝说话 楚伯 西帝手下西秦先军将领 萧勇发来传书 说他们已经到达驻扎的黄世兴 何时出兵 只等我一句话 北帝楚小鱼也是已经 没想到南地的人来得这么快 楚小鱼笑道 这个精明的生意人 他已经等不及了 不过这样也好 所谓兵贵神速 现在翟家派人盯着铁玉山方面 司空仲平盯着我们这边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还会有另外一路打军 一夜空点头道 我之前已经让吴勇 提前进入白毛域 联络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 当我们大举进攻 他们就会摇旗呐喊 内外呼应 想必那翟东亮支撑不住多久 楚小鱼点头道 嗯 如此甚好 等你们发兵以后 就可以让狂鹏 在铁玉山宣布 宅东亮的罪行 并带领狱卒也进入白毛域 这样于公于私 都占据有利的位置 同时铁玉山的公文下来 应该没人敢收留 宅东亮 形势一片光明 不过夜空却是皱眉 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那南地 虽然他说得不错 可我还是不放心 北地道 为商之人 重力轻易 是得有所防范 不过你无需担心 告诉你吧 我这些年 已经参透了不少手下 进入白毛域 别人不知道 很多星球的严肥头目 就是我麾下仙教 到时候他们会拥兵呼应 所以就算前有人 到时候想纠缠雀草 抢摘桃子 那也是痴心梦想 原来这老家伙 也早就在打白毛域的主意了 这种渗入 可不是一天两天 可以做到的 夜空点头到 如此说来 那就最好了 这次就不用楚伯人手 到时候万一 前有人真的突然翻脸 那我也有个应对 楚小鱼也点点头 转头对楚依依说道 那你就跟夜贤之 一起出发吧 没想到楚依依摇头道 不去 我哪有时间啊 我已经做好所有准备 就这几天 去仙光湖下 收服那守护骨藤呢 那守护骨藤 还是当年夜空和楚依依 和练的时候那颗 要说收取 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从当初仙光湖下修炼 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 楚依依还没有得逞 不过楚依依已经感觉快到了 那守护骨藤 长在仙光湖下边 仙光不知照射了多少年 如果得到 楚依依依必定实力大增 因此楚小鱼也不勉强 又换来二品仙将吴贵宝 让吴贵宝陪着夜空去黄石行 毕竟夜空出兵 他们北地府 一个人不派也不可能 夜空和吴贵宝也是老熟人 两人告辞北地出了北地府 上来飞车 飞向铁玉山方向 不过这只是虚晃一枪 来到仓名之中无人处 夜空和吴贵宝下了飞车 夜空放出七彩云带上吴贵宝 化成一点彩光 直奔中地领域而去 七彩云速度飞快 就算有人跟踪在飞车后 也跟不上七彩云 不知道夜空到底飞向何方 夜空两人没几日 便已经来到中地领域 眼前出现了一颗黄灯灯的星球 吴贵宝当 夜大人 前边就是黄石星了 那黄石星盛产一种黄石 整个星球表面都是这种石头 没有水也没有树木 全部都是这种黄石 最可惜的是 这种黄石仙解多得很 根本不值钱 所以也没人来开采 因此这颗星球是了无人焉 萧勇等人 选择此处 看来已经经过深思熟虑 夜空点头道 这地方人迹很智 却离白毛玉又只有一天路程 还真是一个好地方 两人站在黄石星刚说几句 立即就有几个仙将 不知何处露出身形 飞过来行礼道 请问可是铁玉山 夜空玉点 夜空微微点头 那些人立即在前边引路 带着夜空他们飞进黄石星 去见他们最高将领萧勇 夜空打量了一下此人 这萧勇个头不高 无短身材 不过却面色威严 不够言笑 坐下一匹高大白豹 凶猛无比 果真是一个威武将军 说实话 萧勇心里倒是有些不爽 毕竟这一打仗 不知要死多少儿郎 而这一仗 却是为别人而打 自己手下那不是白死一片 所以他有些怨言 不过怨言不当 因此在他看来 那些严匪 不过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见过叶大人 萧勇还算是恭敬 丹西跪下道 在下南方先帝麾下 二品先将萧勇 带领十万西秦姓县军 听后叶大人拆遣 夜空连忙扶起道 萧勇将军一身战甲 不用如此大礼 萧勇起身道 不知大人准备 何时出兵啊 属下带领十万先兵 必将一举扫平白毛 与宅家燕飞 这萧勇见面就要出兵 倒是精神可嘉 不过夜空却是知道 那宅家并不是那么好攻打的 他开口笑道 萧勇将军 目前我们最大的麻烦 是白毛玉外的白毛雪 不知你可有方法 萧勇傲然道 不就是一些雪吗 我们西秦县军 害怕这些风雪 夜空一听这话 就知道这哥们 不知白毛雪的厉害 请萧将军 拿一套普通兵式的 仙甲和仙兵来 夜空开口说道 那萧勇也不知何用 皱皱眉头 命人送来一套单兵装备 这正是南地府仙兵的 标准配置 四品的仙剑 三品的仙甲 要说南地府确实有钱 一般其他仙地府 给下边兵式的配戟 一般都是三品仙剑和二品仙甲 就算那些精锐部队 最多也是三品仙剑和三品仙甲 像南地府这样 给底层仙兵就配置四品仙剑和三品仙甲的 可谓全仙界绝无兼有 不过就算这样的配置 在毒眼血的侵蚀下 也是不堪一击 像南地府这样 给最底层仙兵就配置四品仙剑和三品仙甲的 可谓全仙界绝无仅有 说得上财大气粗了 不过就算这样的配置 在毒眼血的侵蚀下 也是不堪一击 夜空的储物界里还有些毒眼血 当即将仙剑仙甲放在桌上 在其表面撒上一层毒眼血 大约一柱相使尖 夜空这才微微一笑道 请萧将军示剑 萧勇仙将拿起那把仙剑 这才发现刚才撒上去的白色盐血 已经全部粘在了剑刃之上 而且粘得非常紧 就好像已经生长在剑刃上 这些东西傅着力竟然如此之强 萧勇有些吃惊 用手指勾住结块的毒眼血一角 想用力将其剥下仙剑 却没想到哐当一声 四品仙剑应声断成两截 这 萧勇顿时瞪大了眼 就算他力气再大 想变断四品仙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是在毒眼血的侵蚀下 这把仙剑已经变得比普通身体还脆弱 夜空微微一笑又道 再请萧将军试试这仙甲 萧勇这次都没用武器 只是用手拿起那件仙甲 然后轻轻一撕 仙甲竟然如同纸片一般 被撕开一条大口子 再看仙甲表面 已经布满密密麻麻的虫眼一样的小洞 这毒眼血竟然如此厉害 萧勇目瞪口呆 常驻仙界南方的他才知道这毒眼血非同一般 旁边仙将无贵宝盗 这还不算什么 若是毒眼血再多点 时间再久点 那些仙气仙甲恐怕就会被腐蚀的扎都不设 萧勇第一次觉得此仗并不好打 所谓兵士有兵刃在手才叫兵士 如果自己的兵士全部赤手空拳 没有防具也没有武器 那还打什么仗啊 那简直就是送死 萧勇想想问道 那我等可以使用飞车 装好兵士躲避白毛血 吴贵宝摇头 不行 这毒眼血可以腐蚀所有具有先例的物品 所以那种仙震的飞车进入毒眼血中 就无法开机阵门 也无法让人员进出 如果这时候遇到宅家鲜柄伏击 很可能会全筋覆没 那 不知叶大人准备如何应对这腐蚀毒眼呢 不知不觉中 萧勇的口气客气了许多 而且不是装出来的客气 是真正的客气 夜空却是微微一笑 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白毛玉掩五星 杨泉山上劫匪山寨 寨中一对夫妇首领 却是正在烦恼不已 高大哥 这宅家到底什么意思 非要逼着各家山寨 带领所有仙人加入他宅家 否则就带兵剿灭 这不是逼得我们没有活路吗 一身紧装女侠打扮的仙妃 你与晴站在桌边气道 大当家高文鹏苦笑道 还不是那铁鱼山 玉典叶大人 外界又传说 他已经发动铁鱼山 先兵羽卒 即将来讨伐宅家 所以宅东亮 这才匆忙整合各家仙妃 对抗强敌 那你与晴又叹道 想当初我们还收留 夜空 没想到一百多年 他竟然成了铁鱼山玉典 我觉得那夜空也是 重情重义之人 要我说 他打进来 对别人不敢说 对我们可是好事啊 嘘 你休得胡言乱说 高文鹏吓得站起来 低声对老婆道 这些话你知道就好 干嘛说出来 宅家的犬祥 说客还在身上 我全身上下千口人 怕是要全部报失山野 高文鹏说完 口快的你与晴 这才想起 宅家已经给美家 有规模地派去了 犬祥睡客 这些睡客其实就是 强迫各个山头 下山加入宅家武装 若是执意拒绝 或者发现有人勾结夜空 那这些说客 就变成刀客 毫不留情痛下杀手 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只有放弃 这里的基业 下山却给宅东亮做炮灰 正在他们烦恼的时刻 却听见外边一阵喧闹 他们还在疑惑 就看见守门的鲜肥 跌跌撞撞地进来 说道 大灯家 二灯家 有两个人非要见你们 同胞都等不及 那个小女孩 力气可大了 我被她推了一下 竟然像个球一样 滚了进来 外边的人确实动作快 这仙匪还没有说完 就有两人站在院中 左边是一个铁塔般的汉子 右边却是一个 打着两个童子记的小姑娘 高文鹏在一看二人修为 发觉二人都是上等金仙修为 当初夜空在时 高文鹏和尼宇晴都是中等金仙 经过了百年 他们都升到了上等金仙 所以看见来人只是两个上等金仙 高文鹏心中一松 不卑不亢 抱拳道 杨泉山高文鹏 你与晴 不知二位道友 其实来的是吴勇和大狱 他们进入白毛狱 怕被人注意 所以都隐藏了修为 吴勇是下等罗天上仙 大狱是中等大罗金仙 不过此刻在外人眼里 都是上等金仙 所以在吴勇的眼里 这什么大当家二当家 根本不算什么 抬手扔出一道绿光 说道 二位 我是受你们的故人所托 送一封信给你们 高文鹏接过御简 往里一探 顿时就是一惊 指着吴勇道 你们是 高文鹏点头道 不错 能否进去说话 走进屋内 秉退左右吴勇这才道 御殿大人派我来联络一些朋友 在他进宫时 大家也纷纷起誓 内外呼应 他也没有忘记二位 他说这次还要一中二位 同时请二位帮忙 寻找白毛玉的星图 和白毛玉规律表 这个 高文鹏皱眉不语 心说这种事我要考虑一下 如果被翟家知道 这一山人的性命不保 你们嘴里说的简单 你们进宫时 我们摇旗呐喊 可如果你们进宫失败呢 那翟东亮回过头来 我们岂不是死定了 却没想到 他老婆却是一口硬道 可以 白毛玉的星图 以及星盘我们都有 只是那白毛水的规律表 却是翟家机密 无从得知 老婆都说话了 高文鹏也只好点头笑道 确实是这样 只是不知叶大人 这次实力如何呢 吴永白首道 具体情况那是保密的 我是不知道的 不过我只告诉二位一句话 叶大人这次是下定 决心扫平翟家的 他这样一说 高文鹏心中烧鞍 叶空是铁玉山玉点 那也是仙界最顶层的人物了 他既然下定决心 应该还是有所把握的 高文鹏心中有了主张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会联系一些认识的首领 到时候一状声势 其实叶空并没指望 这些严匪帮多大的忙 只是希望他们到时候举其呐喊 这样翟东亮溃败以后 就跟过街老鼠一样 此举实际是 是防止翟东亮打游击战的 听说高文鹏和你与琴答应 吴永站起来抱拳道 那就感谢二位大义了 大人说了 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好 吴某这就告辞了 不过这时 大乌外却传来一声冷横 想走 没这么容易 刚好给李某捉了你等 送去严守兴拿赏 听这人一说 高文鹏和你与琴的脸上变色 吴永对着外边也是冷笑了一声 何方鼠背 口出狂言 敢说捉拿吴某的还没有几个 高文鹏连忙巧声说道 外边那人正是翟家派来说服 和监视我们的说客李延 乃是一个下等大罗金仙 吴永迟道 快不得如此大的口气 原来是下等大罗金仙 真是吓死个人 我还以为是哪家贤弟上门呢 外边的李延顿时大怒 他得到汇报 说来了两个上等金仙 他也不敢来捉人 毕竟那边有四个上等金仙 自己只是一个下等大罗金仙 以一对四恐怕取胜不易 不过巧的是刚好来了一个好友 这个好友名叫潘世明 也是翟家的爪牙 修为比他还高 竟然已经进入了中等大罗金仙 所以李延大喜 立即邀上好友 这就来捉人立功了 当高文鹏和尼宇晴走出大屋 看见外边不但有李延 还有一个潘世明以后 他们两人顿时面如土色 这如何是好啊 高文鹏脸上色变 如果只是一个李延还好对付 可是那潘世明乃是中等大罗金仙 那就不是他们可以对付的了 不过那潘世明和尼宇晴倒是认识 甚至当初潘世明还追求过尼宇晴 于是潘世明怪笑了两声 走出来说道 宇晴啊 当年你做了错误的选择 选择了这个花枕头高文鹏 不过我比较大度 我就不计较了 只要你转头我潘某的怀抱 我潘世明答应 一定可以保你不死 你宇晴气道 你这种张头鼠目趁人之威的东西 宇晴就是再有一万次选择 也不会选择你这样不人不鼠的东西 那潘世明尖嘴猴塞一副老鼠模样 最狠人这样骂他 目中射出狠力之色道 那你们四人今天死定了 他咬牙切齿地说完 却发现两个铁玉山间隙依旧悠哉悠哉 他大怒吼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们全都要死 宇晴虽然嘴上说得厉害 不过心中还是很绝望 毕竟四个上等金仙 如何面对两个大罗金仙呢 他只好和高文鹏手拉手 准备共赴生死 不过这时 却有一个清脆的女娃娃声音响起 那个猫鼠脸 大鱼不喜欢你 大鱼要揍你 你与井扭头看去 只见那个一直没开口的小姑娘 正用小手指着对面的潘世民 潘世民哈哈大笑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可笑的笑话 一个上等金仙竟然说 要奏一个中等大罗金仙 难道这孩子以为大罗金仙 是尼捏的不成 不过他的笑声并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他看见那个小女孩 从小红袄的兜里 取出一副白手套 然后认认真真 一丝不苟地戴在手上 喂 李燕 我是不是看错了 那个手套是 李燕也呆住了 难难道 我也觉得不可能 可是我的眼睛告诉我们 看得没错 把柄嫌弃 两人同时发出了惊呼 高文鹏和李宇晴也是一惊 没想到这个一直没开口的可爱小姑娘 一出手竟然就是八品仙气 要知道 他们夫妇到现在还拿三品仙气呢 这小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所有人都是这样想 不过潘世民却是冷横一声 还你什么来头 总之这八品仙气 我要定了 潘世民贪婪的双目中 只有八品仙气 出手也毫不留情 直接放出他的五品仙气 直取大狱的脑袋 想要将这小姑娘一举斩杀 夺过那八品仙气 小心 你与秦连忙提醒 要知道 对方乃是中等大罗金仙 而大狱武器再好 不过是个上等金仙 他真的担心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会遭毒手 潘世民看见八品仙气 心中早已疯狂 哪顾的什么小孩子 就想一举将大狱劈死 抢夺那副手套型的八品仙气 历令止婚 他忘记了 如果眼前这个小姑娘 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等金仙的话 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宝物 只见穿着小红袄的大鱼 迈开小腿 迎着五品仙剑就冲了上去 小心啊 你与秦这一声呼喊已经迟了 而高文鹏也愤怒地看着吴勇 心说你这么大个人怎么当的 遇到强敌自己挤不上 让一个矮矮小小可爱的小姑娘上 你要不要脸 不过就在此刻 却听场中就是一声清脆的当 清脆的声响中 白光一闪 只见那把五品仙气竟然笔直地弹飞出去 飞向远处的天空 越来越远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潘世明凶狠的一击 锋利的五品仙剑 竟然被这个人畜无害的小姑娘一击打飞 飞到肉眼都看不到的地方 可想而知这一击的力量 快回来呀 潘世明使劲想调动五品仙剑 指挥他飞回来 可是大狱这一击力量太大 那五品仙剑直接打出数十里 已经超越潘世明先时的控制的范围 再不受他控制 其实潘世明也是个穷人 身上所有的身家 最后就换了这五品仙剑 现在仙剑被打飞 连冰刃都拿不出 而那个穿着小红袄的小姑娘 却正把两只肉肉的小拳头撞在一起 对着他怒戎满面 王树莲 大月要揍你 潘世明终于发现 这句话并不是那么好笑 这小姑娘也不是那么好惹 不过显然他发现得迟了一些 随后大狱的身影骤然扑上 两只肉肉的小拳 鱼点一样打在潘世明的身体上 可怜他穿着三品仙剑 竟然连大狱一击都没扛下来 一下就崩溃了 看着潘世明被一个小小姑娘暴打 李延真的希望自己眼睛有问题 他从来不知道 原来一个中等大罗金仙 竟然可以窝囔到如此地步 不过他也看出来了 这小姑娘不是凡人 他能打潘世明 马上就能打自己 那还是赶紧逃吧 那个 潘兄啊 在下囤人尿急就先行一步了 李延无耻地想要逃走 不过一抬头 却发现那个铁塔一样的上等金仙 已经挡在他的面前 这位导友 借过借过啊 李延就想逃走 不过眼前汉子却是冷笑了一声 导友 何必急着走呢 刚才看见八品仙剑 是不是很开心 老吴我这里 还有九品仙剑一把 也想拿出来 让你见识见识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级 那李延都要哭了 八品仙剑就已经打得潘世明不像人了 如果真的有九品仙剑 那自己不是要被一刀两断 让他哭不出声的是 眼前这大汉竟然一抬手 真的取出一对九品仙剑 妈呀 爷爷 小人狗眼不是泰山啊 小人给爷爷磕头了 那李延倒也服软得很 知道眼前这人很可能是隐藏修为啊 否则怎么可能有九品仙剑 要知道八品仙剑 已经相当难得了 而九品以上的仙剑 更是每一件都有记录在案 都是仙剑名人持有 从来没有一件九品仙剑 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一个上等金仙手中 再回头去看那潘世明已经被大狱打得奄奄一息 那高文鹏心中记恨着小子惦记自己老婆 上来一件 斩杀了潘世明 然后赶紧跪下道 简单位前辈 刚才都有失礼之处 还请前辈多担待 吴永辉手道 嗯 无妨无妨 而大狱却是举着小肉拳走过来 对着李妍神气道 胖子 大狱要揍你 李妍真的是想死了 大狱的小肉拳比吴永的大腹还可怕 他跪地通通磕头 口中掌 姑奶奶姑奶奶 饶脚尖一命 小鲜再也不敢了 吴永一斗手中杀生之斧说道 孙子 要饶你一命 倒也不难 只要你拿出白毛玉中白毛血的规律表 爷爷我就饶你一命 要说这白毛玉苍鸣中白毛血 那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几个点某个方位会有血 范围多大 时间多久等等 只要掌握了这个规律图表 就能最大限度地躲避白毛血 进入白毛玉 不过 这可是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代白毛玉 有心人的记录 对宅家来说可是秘密中的秘密 又怎会被外人得知 像李妍这样的低级鲜肥 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吴永也是没有办法 这才急病乱投医 却没想到那李妍连忙磕头的 要说别人想得到此物真的不易 那翟东亮把此物随身携带 任何人也别想沾手 不过我爷爷却在翟东亮得到此物以前看过 他曾经跟我说过 里边的内容他大致记得八成 我是我爷爷的独孙 你们不要杀我啊 我爷爷会告诉你们的 求你们了 吴永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得到 本来他还急着去严守兴碰运气呢 如此甚好 你速速修书一封 将你爷爷骗来 于是吴永和大狱就在阳泉山暂且住下 命人将李妍的信送回去 李妍的爷爷修为不错 乃是上等大罗金仙 不过在吴永的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 只要骗来 不愁那老儿不说 不过等李妍的爷爷李瑞恩老仙过来一谈 才发现这老仙人竟对翟东亮一家多有不满 当即表示 愿意提供一切帮助 帮助讨伐大军进入白毛域 如此甚好 吴永大喜联盟取出专门的仙剑 给夜空把李瑞恩回忆出来的 规律周期图给松了过去 同时仙剑传输过去的 还有白毛域的星图 星图也是很重要的 要知道白毛域中 第一可怕的就是白毛血 第二可怕的就是迷路了 黄石欣赏 夜空等了好几天也有点烦躁 如果吴永再不来消息 他就要另想办法了 甚至他有想过用琵琶珠装人 不过他还是否决的 顶位面空间这东西太重要 不怕一万就怕稳疑 万一人被认出来 那自己的麻烦可就真的大了 可就在这时 却接到了吴永的传书 夜空顿时机长笑道 好 发兵白毛雨 白毛雨苍鸣中 大片大片的白毛雪 正在苍鸣中飘落 站在那茫茫大雪中 就算仙人也分不清 东南西北左右上下 就算星盘在其中都会失效 所以这白毛雪 就是白毛雨的屏障 这么多年也没被任何一方的先帝占去 而在茫茫大雪的外侧 一排排先兵正在等待 他们各个仙甲长脊 腰弦仙剑 面色肃木 一声不发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消杀气息 坐在一辆没有仙阵的飞车内 夜空眼看车窗外 心中暗赞 这西勤星仙军果然训练有素 这十万仙军站在这里一个时辰 竟然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甚至那仙将的坐骑 都是一声不可 别说夜空 吴贵宝也是眼热得很 要知道 就算北地最精锐的八千仙帝侍卫 也不过如此 可人家却有十万 甚至更多 有了这西勤星仙军 整个仙界都能够扫清 吴贵宝低声说道 夜空笑笑没说话 人家南地好心帮自己 自己要把他人马给吃话了 那不成了农夫和蛇里边的那条蛇吗 夜空不好意思这样干 正在说话间 骁勇仙将骑着白豹 出现在夜空的窗口道 叶大人 根据计算 马上这白毛雪就会停下 我们将会分成十个小队进入 每队有一万仙兵 有一位三品副统领 大人 您是领头还是殿后 因为这白毛雪发生频繁 如果十万仙军一起行动 就可能发生前队躲避了白毛雪 后队却在雪中的情况 因此仙军分成十个小队进入 夜空道 那我还是带路打头吧 死刑前方局势不明 发生突然情况 我也可以及时应对 萧勇道 那样最好 萧某殿后就是 他这句话说完 又道 叶大人若有任何事情 请紧急通知在下 其实萧勇本来准备领队的 毕竟领队的责任 要比殿后大上许多 不过他没想到夜空 你以为为将带兵是那么容易吗 就让你在前阵 等你遇到措手不及 才知道不是这么简单的 虽然萧勇有 看夜空出阳相的心理 不过毕竟这些都是他的兵士 所以他后来又补充了一句 发现问题及时叫他 一会之后 虽然白毛雪说停就停 看来那李瑞恩老先生的规律图 经过了几万年 并没有太大改变 敌队出发 一名副将以声令下 便有排列整齐的先兵鱼贯进入 分局事先规划好的路线 进入白毛域 夜空的飞车也跟了进去 位置就在第一队的中部 前后都是踩着脚踏云 整整齐齐的先兵 一万兵士数量还真的不少 前后都看不到边际 率队的副将 也是大队的先锋官 名叫张绍宇 也是一员猛将 外表彪悍 高大不下鱼无勇 坐下棋的一匹 倒不是什么真棋一兽 而是匹鸟爪马 鸟爪马 夜空当初也骑过 不过却没有这个马 副将的这一匹大 这副将骑的这匹 个头顶上两三只 普通鸟爪马那么大 煞是威武 那有劲的爪子也是锋利的要命 吴贵宝说了 这是通过特异的方法 为时贵重仙草宝物 这才养出的便宜鸟爪马 价值不凡 夜空心道 这南地果然有钱 打造这些精兵强将 也不知打起仗来 是不是那么牛叉 夜空看那些仙兵 人人一块脚踩云 笑道 我曾见过那种大号的脚踩云 每个上边可以占几百上千人 为何这些仙兵不使用 而是每个人一个小的脚踩云 这样不是不整齐了 第1128级 吴贵宝道 仙兵行走苍鸣 最容易遭受攻击 别看此刻还在平静一片 说不定马上就会有 不知哪儿来的敌人 驾着大鸟猛禽 快速地攻击 若是兵士们 集中于一朵胶菜云之上 就会躲闪不及 鸟城惨剧 哦 原来是这样 夜空单打独斗久了 对这些仙兵行军之事 倒是所知不多 不过吴贵宝的目光 却是看着后边 只见跟随在夜空的飞车之后 也是有一匹车架 那车并没有车上建筑 而只是一辆大板车 板车上 架着一面大鼓 鼓大树杖 鼓面竟是金光四射 竟是金色萌皮 而仔细看 可以看见金色萌皮上 还有细小致密的鳞片 夜空早就看见 回头看了一眼道 魁牛鼓 南帝腐质宝 当初在夜诊豪杜小天节的时候看到过 想不到南帝倒是大方 听说只宁仙子求来 倒是欠下他几次人情 魁牛鼓这东西 对夜空可有可无 他向来是单打独斗 要着大鼓何用 不过像吴桂宝 这样的统兵仙将来说 那就是至宝 他看得几乎都要流口水了 说道 魁牛鼓 以上股魁牛皮蒙面 以魁牛两条后腿骨为锥 堪称君中至宝 宝中至宝啊 其不但因功效果强大 最重要的是 此鼓一雷 三军将是热血沸腾 气血激荡 将军充满勇气 兵士汉不畏死 就算是老弱病残 也能成为虎狼之师啊 这些话夜空倒是听 指宁仙子说过 不过回头想想也有不妥之处 想当初夜诊豪先军度节 使用此鼓 当此鼓雷动 当时已经是大罗金仙的夜空 仍是感觉到心中气血翻滚 有些吃不消的感觉 试想眼前这些仙兵 最弱者不过中等金仙修为 此鼓若是雷动 那些仙兵如何吃得消 就算鼓音强行激发了他的力量 可是战斗之后 那些仙兵会安然无恙吗 会受伤 会死 还有的会永远不能提升修为 听夜空的问话 无贵宝道 所谓磁不掌兵 对将军来说 只要战斗胜利 哪管死多少兵吗 那些兵士被魁牛骨 激发了体内的钱呢 当然会遭受内伤 有人可以恢复啊 很多人就不会恢复了 所以兵士们害怕魁牛骨的 夜空道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我看这魁牛骨 倒不算是什么保护 无贵宝笑道 那也不一定 其实这魁牛骨的威力 是可以调节的 你使用的威力低 激发兵士的潜力少 他们就不会受伤 将军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兵族受伤 所以只有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才会发动魁牛骨最大的威力 那样对兵士的后果就很可观了 吴贵宝说着伸手一指道 你看见那大骨下边挂着的三副棒锤吗 第一副乃是南木棒 乃是最低级的 发动的威力也最小 是用来激发士气 第二副是金铁棒 可以用来攻城掠地 第三副那最丑最黑的 才是魁牛腿骨 作为背税一战之用 严守兴宅家 作为白毛玉的实际统治者 翟东亮把自己家修建得 如同先帝府一般 严守兴主城中央 有一大片建筑群 高高的宫墙 连绵的宫殿 那就是翟家的所在了 其实倒并不是翟东亮如何奢侈 熟悉的人都知道 翟东亮所住的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小庭院 把自己家建成这样 主要是为了安全 常在江边走 不怕不吃鞋 翟东亮虽然是彭霸天的狗腿子 可是那是暗地里的身份 他明面上的身份 那就是个严匪 仙匪 翟东亮也有觉悟 想到早晚有人要来缴他 所以他这住处看似宫殿 实则堡垒 今天这个堡垒中 那是繁忙一片 无数代甲兵士奔来走去 翟家兵士的衣甲也和各仙帝府差不多 都是正面一个兵字 背面一个宅字 快快快 就到了 快呀 那些忙碌的先兵之中 还不时有人发出催促声 那些兵士更是来来往往奔得带劲 有人说 莫非翟东亮发现了夜空他们偷袭的计划 已经在立兵莫马 积极准备抵抗了 不是 看那兵士手中拿的物品就知道不是 只见那些来来回回的兵士 手中拿的都是黄颜色的灯笼 金色的月光石 金黄的欢迎调服 事实情况是 某位贵客即将到访宅家 而在他快要来到前 翟东亮又突然想起 那位姓黄的贵客 他喜欢的颜色也是金和黄 所以紧急命令之下 所有人都忙了起来 红灯笼变成了黄灯笼 红地毯成了黄地毯 就连大门口的立柱围墙都刷成了金色 远一看 就看见那边金灿灿黄灯笼 金笔辉黄 复礼堂皇 十之正五金色的中门大开 翟东亮领头 大小头目紧随其后 一个个都是金一金讲 倒跟画中之人似的 依次走出门来列队迎接 未来人群一阵喧哗 翟东亮也是面上一席 抬头看向天空一角 只见那边 有一把黄颜色的玉如意 缓缓飞来 那玉如玉两头高中间低 两头各站着一对金童玉女 而在中间却盘腿坐着一个黄沙遮面的女子 看见此女 翟东亮心头大定 这次惹了铁玉山夜空 翟东亮就去西地府寻求帮助 可惜西地彭霸天竟然说闭关等待神节 连面都不见 最后只得派些先兵先将过来帮忙 翟东亮倒是无所谓先兵 试想铁玉山有多少兵 就算夜空全带来也没他多 他需要的是高手 想他翟东亮不过是中等大罗上限 那夜空可是上等罗天上限 所以翟东亮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高手 震慑住夜空的嚣张企业 不过西地不能帮他 西地现在一门心子飞升神节 哪管得上他这破事 更何况西地也不想去触夜空的眉头 他知道夜空得到了预知罪纤索 他若再去和夜空动手 不是自找麻烦吗 翟东亮背后的大靠山都不帮他 他正在焦头烂额 就接到了消息 说自己死鬼儿子翟文丰世尊 要下界来给徒弟报仇了 所以翟东亮顿时大喜起来 就准备巴结上黄羽瑶这棵大树 有个更大的靠山 这黄羽瑶资格很老 比彭霸天还高上半倍 多少年前就感悟到天地法则 只是运气不好 在天神训练营一直没抢到神格 所以一直没走掉 最近这些年他大概是闲得无聊 不时下来观光购物 某次遇到了幼年的翟文丰 觉得此子天赋异禀 资至上家 便动了收徒之心 直接带去了天神训练营 这翟文丰会装乖孩子 很讨人喜欢 黄羽瑶也是喜欢的姐 连自己的食品仙气 七煞葫芦都赐给了她 却没想到翟文丰回家 没半个月就被人杀了 所以黄羽瑶心中打怒 做了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这就带着一对童子 下来寻仇了 第1129集 看见玉如意飞过来 翟东亮连忙带人跪下 磕头道 小心翟东亮带全家后辈属下 给黄婆婆行礼了 恭迎黄婆婆 他这一磕头 后边人等全部磕头 同时翟家内部各有烟花射出 在天空中绽放一片片仙气之花 同时更有金字大旗赶生气 尚书 恭迎仙界前辈黄婆婆 丽林严守兴 加上金灿灿的房屋 布满鲜花的厅堂 这迎接规模 果然很有档次 不过让翟东亮担心的是 那黄婆婆也不知 是不是来了立驾 貌似心情不好 当玉如玉停下 他才站起 青苔连步走下玉如意 这黄婆婆虽然是婆婆 可是那身段比大姑娘还大姑娘呢 风白杨柳似的 有一种说不出的婀娜多姿 确实 他和姚婆婆那是当年仙界 最富盛名的两大仙子 模样怎么能不好看呢 仙界之人可以永生 看不出年纪 黄婆婆跟黄姑娘一样 也不出奇 黄婆婆穿着白色 又淡黄边的飘逸长衫 那份初晨之美 确实震惊当场 一阵微风撩起她脸上的黄纱 可以看见 那小巧的下巴 珠圆玉润 红艳艳的樱桃小口一开 说道 平街搞得不错啊 哼 跪着的翟东亮心说你这是什么口气 是想夸我还是骂我呢 不过黄婆婆说了一半却不说了 一回头 只见好些围观的仙人 墓中有贪婪之色 有欣赏之色 也有银邪之色 不过不管眼中有什么色的 黄婆婆今天不爽 白手道 算了 留条命吧 说完就走进了宅家 众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只见他身后一对童子却动了起来 也不知他们用的什么法术 只见就那么的抬手一招 那些围观者的眼珠子顿时暴力 啪啪的脆响声和痛苦惊恐的呼喝声 同时响了起来 那童子见那些围观的仙人 很多成了瞎子 这才冷横道 哼 婆婆要好生之得 留你们一条命 不然你们全不该死 别好了 否则婆婆改主意 说不定就杀了你们全家了 翟东亮和手下人等 都是心中暗自害怕 黄婆婆手段如此狠毒 人家不过是看他一眼 就抱人双眼 还说已经是仁慈了 不过翟东亮又想到 这样也好 哼 叶寇 你等着吧 翟家外边那些围观者 大多都是严匪 平日里也是崇尚武力 好勇都狠 却没想到 这仿佛风吹变倒的柔弱女子 竟然如此狠毒 比她们很多了 所以这些人都被吓到了 一个个不管瞎没瞎 都赶紧走吧 再不走 命都没了 瞎了自认倒霉吧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围观者很快散去 一个人都没有 其实那些贵着的翟家人等 心中也很想走 这什么黄婆婆 简直就是个大魔头 留在这里 一不小心弄得她不愉快 怕是连做瞎子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没办法 围观的可以走 她们不能走 还得跪着 黄婆婆不发话 翟东亮都不敢起 可惜 就算是跪着都犯错 就听黄婆婆站在大殿中怒道 都跪着干什么 你们的腿都没有用吗 没用留着干什么 有用有用 翟东亮赶紧站起来 心说慢一步 老子的腿恐怕就没了 那些翟家人等也跟着站起来 都低着头 别说看黄婆婆 就连呼吸声音都不敢太大 不过翟东亮毕竟是家主吧 害怕也得上啊 赶紧小跑进入大殿中 陪笑道 见过黄前辈 大家都是心情激动 才有所失态的 激动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好像死了娘 黄婆婆冷横一声 翟东亮赶紧回头怒道 你们家里都死人了吗 那些人心说 你家人才死了呢 不过脸上却是不敢表现出来 而是一个个表现出 很激动很开心的样子 要多开心有多开心 悲剧的是 貌似黄婆婆也不喜欢 他们开心的样子 冷横一声 笑 死到临头还笑 真是一群蠢货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翟东亮真想问一句大姐 你不准哭又不准笑 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 你太难伺候了你 不过借他一个胆子 他也不敢这么说呀 而是恭声行礼道 谢皇前辈看在我儿的份上 指点愚蠢的翟毛 翟东亮说得如此客气 又把死鬼儿子抬了出来 黄婆婆也不好再恶言恶语 而是一抬手打出一个水晶道 你自己看 翟东亮不看是小 一看大惊失色 只见水晶中 一队队整齐有序的仙兵 踏着脚踩云 正在苍鸣中行进 镜头从那些面色肃穆的 兵士头上经过 只见又来了一架飞车 再砍飞车中 正是夜空意气风发 他和旁边吴贵宝讨论着什么 这是 翟东亮顿时大惊 黄婆婆冷横道 他的仙头部队已经距离这里五日路程了 哈 只有五日路程 可是我听说铁玉山还在动员 雪成星也没有动静 他哪来的兵马呀 是南方先帝借他的兵马 上次和家主说过 师爷汪骏上前说道 黄婆婆也不是时时发怒的 点头道 不错 看见那魁牛谷就应该知道 是前有人的兵马 我看这些兵士气势不错 多半是西秦星的仙军 大约有十万 黄婆婆话还没说完 翟东亮就已经要脑血栓发作了 西秦星兵士十万 翟东亮和在场所有翟家人等 都是小腿打颤 他们翟家兵士不过是些严肥 从声势上就矮了一截 如何抵抗精气神饱满的西秦星兵士 从数量上来说 严守兴兵士才五万 若是被夜空透洗得手 怕是一夜之间 翟家就给扫平了 翟东亮一阵后怕 连忙跪下道 翟某替我翟家上下 感谢前辈提醒 只是那夜空还有五日就到了 我调兵可能来不及 调回来也不一定打得过 请前辈救救我等 翟东亮一跪 翟家晚辈和那些属下全部跪道 口中哀求道 前辈救命啊 黄雨摇咒眉道 不是我不帮你等 而是当日我答应红定方 不管仙界的纷争纠葛 那夜空杀我徒弟 我倒是可以报仇 可是南地的兵马 我却不好出手对付 翟东亮连忙磕头道 那就请前辈成竹恶守夜空 黄婆婆却是怒吼一声 我如何行尸 叫你教我 翟东亮不敢再说 那黄婆婆又道 如果让夜空小儿直接杀到这里 那也太不好玩了 好吧 我就小小的助你一番 不过 袭击他们还是得由你的人出手 翟东亮听说黄婆婆肯出手 连忙命人去查夜空进攻的方向 同时请黄婆婆上了翟家施法台 那翟家施法台是一个金字塔形的高台 这里是翟家城堡的控制中枢 而且施法台上布置着反所无比的阵法 据说在台上施法 可以让仙术更加强大 十之正午 阳光灿烂 烈日当空 翟东亮等人都站在施法台下 黄婆婆一袭鹅黄山子 停停走上施法台 等他站在施法台上 环顾四周 暗自点头 本来还担心自己的法术没有那么远 现在有了施法台就有保证多了 只见他一抬速手 白白的手心 出现了一块方方的灰色布片 那布片大约是方形 不过两个脚是有棱角的 还有两个脚是圆角 气象神代 给我起 黄婆婆用另一只手打上仙诀 就看见那布片鼓了起来 原来竟然是一个口袋 圆角的那面是缝合的 棱角的那面是开口的 去 黄婆婆轻轻一脱 那气象神代立即飞了起来 而且越来越大 没一会儿那小小的布片 竟然仿佛一个超级巨大的水缸 贴倒在半空 如果从正面看去 可以看见这个大口袋里 有风与雷电雾各种气象 风 黄婆婆抬手又一只 顿时平地起风 那狂风还不是一阵 而是没完没了越来越大 那个巨大的口袋 就好像一只巨大的鼓风鸡 翟东亮眯起眼 摇看高台上的黄婆婆 被风吹动衣衫 仿佛一只黄蝴蝶 心中暗想 不错 那一夜空静有 躲开白毛雪的方法 那我们就把白毛雪 给它吹过去 看它往哪儿躲 那气象神态果然威力非凡 要风得风 要多大 有多大 只见整个眼守星 都被这狂风洗一卷 到处都是飞沙走石 那些眼守星的人 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都吓得躲在家中 而这股狂风越来越大 最后吹出眼守星 直接吹进苍鸣中 卷起无数白毛雪 带着强大的力量 直扑数十万里外的西秦先军 十万大军分成十队 飞行在茫茫的苍鸣之中 十万大军不管是在哪个世界 这都是一个不小的军队 排成长龙 恐怕可以称得上是 前不见头 后不见尾 幸好有李瑞恩老先生 提供的白毛雪规律图 加上大家计算得当 所以进入白毛狱五天来 十只小队 基本没有遇上白毛雪 就算偶有遇上 也是很小的白毛雪 穿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披风 也就能挡住了 第一支万人队 夜空的飞车 正在列队中央向前行进 车上吴贵宝开口笑道 进入白毛狱五天了 按照计划 再有五天 我们就能看见严守心 我想当翟东亮 突然看见 如此多的先兵出现 他会不会吓得 立即投降呢 夜空笑道 那倒是安逸 不过我突然想起一点事 夜空想起的是 严守心上的红梦妮 如果万一交战 那红梦妮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本来夜空想着 红梦妮和丹王有些关系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不过接近严守心 夜空心里 却又忍不住担心起来 当下连忙发出了一个 先见传输给吴勇 让他在五天之内 去一趟严守心 最好把红梦妮和丫鬟 接到炎五星 这样就比较安全一些 夜空的先见传输 刚发出 吴勇就回信了 说他知道了 立即就去炎守心 他收到吴勇的先见传输 心中也就放心了 吴勇这人办事 还是可以放心的 更何况他对白毛玉 还是很熟悉的 夜空心中又想到 红梦妮的丫鬟李雪 好像对吴勇有些意思 也不知道 能不能撮合一番 正在夜空思绪 纷飞的时候 突然不知 哪儿来的一阵微风 刮来几片细碎的白毛雪 落在车窗的窗台上 夜空开始并没有注意 不过很快 这一对的将军 先锋官张绍宇 骑着高大的鸟爪马过来 凑在窗口说道 叶大人 是不是计算错误啊 今天这白毛雪 怎么越下越大 而且还有狂风 大家伙穿着的披风 根本挡不住啊 夜空抬头去看 却发现车窗外 已经一片白茫茫 夜空的心顿时一沉 没一会儿后边 九个分队的消息 全部都传了过来 说他们全部都 遇到了白毛雪 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 一身是雪的 萧勇也骑着白色猎豹 飞驰过来 进来就赶紧把身上的 白毛雪使劲打开 无贵宝道 莫非是那 李老仙人的 规律图有物 这图是夜空提供的 所以萧勇也不好 跟夜空发脾气 只好叹了口气 说道 叶大人 这军情大事 岂能儿戏 现在走在雪中 如何是好 夜空看看 吴贵宝和萧勇 开口缓缓道 若是李瑞恩老先生的 情报错误 那还是小事 我怕 难道 这是宅家玩的花样 萧勇吃了一惊 不过随后立即摇头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我们西秦兴兵士 赤猴探子是最好的 不可能我们被人发现 他们还不知情 吴贵宝略一思索 却也是眉头紧锁到 如果是李老先生的 情报有物 或者是计算出错 那也不可能我们 十支小队 都遇到白毛雪吧 而且你们看 外边白毛雪 借助风势 从各个方面席卷 而来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一件事 萧勇也点头道 对啊 以前遇到的白毛雪 都没有风 可是这次大家遇到的白毛雪 都是被狂风吹来的 很可能是有人故意针对我们 正在他们说话间 就看见张绍宇又一次骑着鸟爪马过来 苦笑道 叶大人 萧将军 我们的兵士都是南方刑狱的人 哪里受得要这种天机啊 而且那披风已经挡不住了 大家伙把仙器收起 可是仙甲却不能收 而现在大家的仙甲都已经在损坏 那有什么办法 萧勇怒吼道 在这种鬼地方 连个藏身之地都没有 损坏就损坏了 大家继续前进 谁有咽言 杀一井百 张绍宇和其他几个副将 听见此言 都吓得不敢多言 扭头去了 吴贵宝看他们走开 低声说道 叶大人萧将军 恐怕这次我们有麻烦了 如果真的有人发现我们 是宅家对我们出手 首先那出手之人 不知藏约何处 能控制如此范围的苍鸣范围 怕是绝对不是普通人 其次 如果有人对我们出手 那么这白毛血是不会停的 我们走到哪里都逃不掉 最后如果有一骑 一兵马 借着对这里的熟悉 穿行在其中 等待我们兵士的一脚破损 然后突然发动袭击 那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萧勇听完 脸色都发黑了 现在身处白毛血中 前进后退停下 全都不行 就连他这个老将 都不知道如何办了 夜空思索一下 却是赶紧拿出星途 开口道 事不宜迟 现在计划有变 我们不能继续前往 岩守星了 否则五天下来 就算没有人袭击我们 到了地方 我们也变成赤手空拳了 大家打开星图一看 发现星图上靠近的 有两个星 一个叫做岩九星 是一颗大星 根据情报上边 驻扎的宅家仙兵不少 而在另一侧稍远些 有一颗小星 叫做岩五十六星 非常的不起眼 估计是那种 渺无人烟的废弃星球 无贵宝道 岩九星好 又比较靠近 现在我们能少挨一会儿 白毛血就少挨一会儿 骁勇也道 不错 就算那星球上 驻扎些宅家兵士 也不用担心 我们西秦星兵士 怕白毛血 却不怕打仗 夜空却是有思索一番 最后摇头道 不妥 敌人既然发现我们 就没有道理 不知道我们的位置 我们知道岩九星好 他们就不知道吗 我看他们此刻定在 岩九星布置了一个大陷阱 等我们进入呢 第1131计 骁勇一想 心中也是有些后怕 夜空说的没错 敌人也会看星图 如果那边真的设下陷阱 拿自己这班兵马 就是去送死了 夜空道 所以我决定 立即转向 前往最近的岩五十六星 夜空刚说完 就接到吴勇的先键传输 说他去不成岩首星了 因为本来好好的传送门 竟然在中午时分被关闭了 岩首星和岩五星 所有联系中断 夜空捏碎光预检 点头道 看来 我们真的被发现了 战斗要提前来了 传令下去 改变方向 前往岩五十六星 左右兵士小心戒备 不得卸甲 全速行军 赤猴小队 扩大侦察范围 及时汇报敌情 特别注意严九星方向 随着萧勇发出一条条的命令 十万仙军仿佛一条长龙 顿时掉转龙头 在风雪中 行向另一个方向 而在巨龙的身边 无数的赤猴散出 冲进风雪中 要说西秦兵士 确实训练有素 那一条条命令 立即被执行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而在岩首星上 从水径中看到 这一切的宅东亮 眼中更是恐惧 说道 这西秦兵士 果然不可消失 若是被他们 接近我岩首星 我如何能抵挡 不行 一定要把他们 消灭在外围 这是一个暴眼 胡须男走出 说道 大当家 可惜那夜空小儿 精明过人 竟然选择躲去 岩五十六星 否则我们有很大把握 重创西秦先军 翟东亮探道 三当家呀 当日我就知道 那夜空狡猾无比 诡计多端 竟然从我手中逃出 才酿下如此大祸 这是师爷 汪骏上前一步道 家主 此时不是感怀之事 还请早做决断 翟东亮点头道 师爷所说不错 他说完命令道 通知阎九星守卫 立即放弃原先的计划 全力出击西秦先军 哪怕他手下兵士死光 也要尽量把他们拖在苍铭中 同时通知附近的阎七星 阎十五星 阎二十五星 迅速集结人马赶过去 务必将其消灭在苍铭中 得令 翟东亮说完 立即有翟家兵士前去传令 汪骏心中暗道 这翟东亮确实有些大将风范 虽然有些慌张 不过命令倒是不错 那西秦兵士猛于猛虎 绝不能让他们登陆星球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拖延在白毛雪中 损坏其装备武器 然后一举破之 想到这里 汪骏有些担心起来 不知道西秦先军能否度过此次劫难呢 阎九星 这里正是下午 星球外的白毛雪 跟他们没太大关系 阳光普照在这颗星球的表面 那些寸草不生的山头上 都反射出金属一样的光线 这些都是阎山了 不过这时 却看见灵光闪动 那些阎山竟然全部动了起来 大片的阎山表面 就好像一层盖子被掀开 露出下边的掩体和弓石 还有一对又一对的兵士 还好夜空他们没有来到这里 否则等他们降落下来 就会遭受猛烈的攻击 那大片的阎山中 全部埋伏着兵士 竟有近百万众 十万先兵有什么了不起 就想要来扫盗我白毛雨 阎九星宅家守将 姚志峰怒横一声 看着集结过来 手下先兵自言自语道 西秦先军真是大名鼎鼎 我姚志峰倒要看看 你们凭什么以一等时 说着 他的目光又移向另一个方向 脸上顿时露出得意的微笑 那就让你们尝尝 我们宅家的秘密武器吧 白毛雨的儿郎们 出发 去给那些南方的孬种 指命一击吧 苍鸣中 列队整齐的先兵 在风雪中艰难地行走 没有去过白毛雨的人 真的无法体会到 其中的痛苦 西秦星的先兵们算是知道了 他们的四品先剑都已经收起 不过为了防止偷袭 手中还是拿着长脊 不过此刻 长脊上已经都长出了白毛 不知道真正敌人来到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烧火棍 长脊损坏没有关系 他们还有先剑 让他们担心的是 自己身上穿的先甲 如果不是萧将军下命令 否则他们早就脱下先甲 收起来先甲外边的披风 虽然裹的是那么紧 可是在大风大雪中 还是不停有白毛雪被吹进来 损害着他们的先甲 这可是保命的先甲呀 几乎所有的兵士都心疼地想着 别说这些底层的兵士 就算那些将官们 也是心中恨不得喊出一句 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可是这鬼地方 貌似并不是那么好离开的 目标沿五十六星距离这里 有整整一天的行程 将官们心说 等这一天下来 恐怕自己手下的兵士 全部都要齿身裸体了 那还怎么打仗 渐渐地 就连训练有素的西勤兵士 也开始有埋怨和咒骂声 再有半天 就可以到达炎五十六星了 南地府二品仙将 骁勇心中暗自想到 如果到了星球上 那就好办多了 星球上就算有白毛雪 那也可以挖个掩体躲进去 至少不会在苍鸣中 这样无处躲避了 再坚持半天就好 正在骁勇想着 就看见有一匹仙马 飞速来不 报告大将军 事后第八组传来消息 在我们背后方向 大约千里 有大队兵马 正在追赶而来 骁勇眉头一皱 其实他早已料到 会遇到敌人的追击 而大军的背后方向 正是炎九星 显然夜遇点大人说的没错 炎九星本来准备 伏击的仙兵 现在已经变成了追兵 传我命令 等十万人队 留下五千人 结阵营敌 萧勇刚说出 却又改变了主意 说道 不用你传了 我自己亲自去说 我倒是要看看 宅家的兵士 到底有多强 十万先兵 分成十个万人队 走在最后一个的万人队 正是被袭击的目标 不过萧勇并不想和对方在这里战斗 所以只有弃足宝鞠 留下五千人抵挡一下 其他人继续前进 一般来说 这五千人就是炮灰 只死无忧了 不过打仗就是这样 叫你死你就得去死 更何况大将军萧勇也留下了 其实萧勇倒并不是让五千人去死的念头 他还是有些轻视宅家兵士的 谁都知道 西秦军是先界最强的兵士 以强胜弱那是惯例 五千人打五万人也不是没干过 劫勇果然彪悍 面对偷袭 采取的竟然不是手势 而是主动进攻 那些西秦仙军早被白毛雪折腾得不堪其反 心中正有气没地方撒 得到命令以后 纷纷抽出各自四品仙剑 猛地扑向后边追上来的宅家兵士 萧勇喊道 我们的兵器仙甲怕腐蚀 他们营养 啥呀 第1132集 他们竟然杀回来了 那些宅家的兵士 本来想冲上去杀一把就逃走 却没想到 自己还没冲上人家就杀回来了 最重要的是 这些宅家兵士 把仙甲仙器都厚厚地包裹起来 本来作为袭击方 他们完全有时间取出武器 可惜的是情况变了 被袭击的一方反成为主动攻击的一方 占据仙基 仙基一顺即逝 杀 骁勇仙将大吼一声 催动坐下白色仙豹 竟然一马当仙 一头扎进敌阵 随后 西秦先军的风使阵 就好像一把匕首 狠狠地扎进敌人的阵营 那些宅家兵士 大多是严肥改投的乌合之中 平日训练的也是很少 现在遇上真正的战斗 顿时就乱了根脚 冲进敌营之后 西秦先军的风使阵依然没乱 他们已经换下白毛斑斑的长颈 换上锋利的四品仙剑 那些仙剑都是特制的 比一般仙剑长出很多 最重要的 这些四品仙剑还能放出化虚为实的剑光 各种颜色不同的剑光 成为四十五度斜斜的指向阵外 就好像一根根闪着光滑的长矛 威力丝毫不落于长颈 杀 伴随着风使阵中将官的一声命令 风使阵外围一圈兵士 立即举着四品仙剑杀了出去 同时阵型保持不变 第二排就成为外围 杀呀 杀死一个西秦兵士 上仙于一百 一个宅家小将大声叫喊 其在白色仙报上的萧勇确实大怒 我西清军士就值这点仙吗 真是可恶 要知道 每名兵士手上四品仙剑要上千仙于啊 萧勇作为一个下等罗天上仙 杀死这些金仙就跟切菜砍瓜一样 没一会儿就打开了一条通道 杀到那小将面前 小将已经吓得面无人色 想要逃走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哪里走 萧勇手中一松 仙剑如同一道流光 瞬间从人群中擦过 追上那小将 就把他身体攻了个对穿 封石镇中心的将官又是一声令下 要说苍鸣中作战也是和陆地有不同 这里没有重力 死人和死人的兵刃 包括断枝残壁 鲜血脑浆 全部浮在空中影响战斗 一声推刺以后就看见封石镇中 伸出无数的肠杆 这些肠杆也是特制的仙气 顶端放出的力量可以将附近这些死人 和碎片全部推向敌方 不但保证了自己人的行动 而且影响敌方的行动 所以是件很实用的工具 那些宅家兵士拿懂这些 也没有这些经验 不过对于推来的大堆死人 他们不但没有躲闪 反而一拥而上 冲上去抢死人的仙剑和乾坤袋 封石镇中 那将官又喊道 换 一声过后 刚才脱离阵行的西秦兵士 立即退了回来 阵行涌动 这些兵士立即卷进阵中休息 而阵行外围的第二部仙军又一次攻了出去 封石镇果然好阵 西秦仙军名不虚传 迟疑不赶来的宅家仙将 姚志峰不由地心悦诚服地赞了一句 确实 这是他不得不承认的 眼前自己的兵士在哄抢自己战友尸体上的职钱物件 而西秦兵士却是对哪些财物不屑一顾 他们的眼中没有钱财 只有杀戮 这才是真正的士兵 而他手下的根本不能算是士兵 土匪永远是土匪 不过姚志峰并没有回心 虽然他的兵士不行 可是他有秘密武器 好多的兵士啊 可惜了呀 姚志峰目中有冷冽闪过 他非常希望这是自己的士兵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只有将他们毁灭 侧名战车 给我射 他一声令下 只见远远的苍鸣中 忽然飞来一大片的黑色 远一看 仿佛是大海中的一艘巨舟 而这艘巨舟非常的奇特 它的表面全部被不知名的金属覆盖 而在金属的表面上 又有着无数的洞口 那什么东西啊 骁勇看着远处那个巨大的东西 心中有一丝不好的感觉 正在这时 突然就看见那巨舟有了动静 只见那边明亮的光线一闪 从巨舟的孔洞中 竟然射出了数以万计的仙器箭矢 第一波还没有到达 第二波又一次射出 没一会儿 一片又一片的箭头 就跟雨点一样的洒了过来 这边风使镇早有准备 立即生出两面大盾 大盾升起迎风而涨 挡住镇中兵士 倒是翟家那些兵士 被射死一大片 不过骁勇还顾不上开心 却发现那些射在大盾上的箭矢 全部融化开来 原来那第一波箭矢 全部是毒眼血中提取的 不知什么物质所造 对仙器的腐蚀作用很强 只一会儿的功夫 大盾上就烂出了 无数的大小窟窿 就连举盾的仙兵 也触到了哪些液体 他的仙甲和武器 一下就变得秀气斑斑 而随后而来的第二波 那才是真正的攻击 失去仙甲和大盾保护的 西勤兵士大量重剑 五千兵士割麦子一样 一片片地倒下 萧勇看得眼中发热 怒吼一声 臭死 说完他坐下白色仙暴闪电一样的跃出 带着他直扑黑色巨舟 教会我曾战车 你做梦 姚志峰也是一催坐下仙马 迎头赶上 这萧勇仙将统兵可以 个人实力倒是普通 也是下等罗天上线的修为 和同样修为的姚志峰打起来 虽然略占上风 可是想要击败对方 却并不容易 看着自己手下五千仙兵已经死了大半 萧勇心中焦急 奈何眼前这仙将死活缠住他 不让他攻击巨舟 正在此刻 从后方却飞来一朵七彩祥云 一个轻衣男子正手执一把绿色的巨大仙弓而来 叶大人 萧金哪 萧勇暗急 心说这是打仗不是单打独斗 你来凑什么热闹 万一不小心有个三长两短 我如何回去交代啊 大概是夜空的七彩祥云太过出名 千里外的那艘巨舟也发现了夜空 顿时目标从兵士一向夜空 无数的箭矢好像密密麻麻的飞黄一样 铺天盖地 不但如此 那巨舟上方竟然又生起两根投石器一样的东西 呼的一下 把一大块腐蚀性超强的毒烟穴就对着夜空砸来 而站在七彩云上的夜空却是神然一笑 和我玩远程攻击 趁是瞎了你们的太和精狗眼 箭矩 箭矩 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则 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则 火灭 天盗 一点耀眼豪光在茫茫的黑色苍鸣中 穿透风堆的白毛雪急射而去 与对面射来的大片黑色箭矢相比 这一点豪光虽然明亮 可是却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七彩箭矢和黑色箭矢交错而过 到底谁的远程攻击更有效一些呢 就连正在对战的萧勇和姚志峰 都不由地放慢了动作 关注起来 到底是夜空射坏巨舟 还是巨舟将夜空射成刺猬呢 姚志峰对自己的秘密武器 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巨舟使用的是百炼钢筋 由好几个罗天上仙 慢慢从百炼钢铁里提炼出来的 那钢铁本来就是经过讲师 数百次炼制 然后由罗天上仙 从中提炼出最精华的钢筋 硬度惊人 最重要的是 这东西还可以很好的防御白毛血 所以在白毛玉作战 这种什么都不怕的苍铭坦克车 还是很有优势的 不过很遗憾 他遇到的是夜空 第1133集 夜空现在是上等罗天上仙 信念之力一发 更是实力超出普通仙君 此刻完全把断仙路 这把九品仙器的威力发挥出来 更何况 这一剑还附带了破灭天道 巨舟的动作实在是很迟钝的 所以对着夜空的一剑他根本没法躲 他也不想躲 从千里之外看 就看见一点细小的光芒 如同一根绣花针一样 一下消失在椭圆形的巨大黑色巨轴的身体里 萧勇和姚志峰的战斗已经停止 全身贯注地看着一边 姚志峰先笑了 就知道夜空这一剑没用 我的苍宁战车如此庞大 你那小小的一剑能奈我何 你最多在上边射个窟窿而已 有用吗 萧勇却是心中一阵失落 暗道 这是战争不是单打独斗 你这一剑射死三五个人有用吗 不过就在这时 那边却有了惊天动地的反应 巨响声中就看见那庞大的巨舟 仿佛一个气球被猛地吹起 一下膨胀了起来 然后那一边整个全亮了 那么耀眼的一片 仿佛苍鸣中的星球撞在了一起 那么巨大的一个苍鸣巨剑 全部炸成一寸大小的方块 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向四面八方 不可能 姚智峰的笑容凝结在脸上 表情仿佛被人打了个耳光 他喃喃道 一剑之威竟然如此的巨大 他是心地吗 看他发愣 骁勇抓住战机 手中仙剑一挥 大喝一声 去 只见他坐下的白豹 竟然放出一道虚幻的光影 电射而出 轰在猝不及防的姚智峰身体上 这是骁勇的杀手锏 坐骑仙剑引爆炮 每次和人对战 趁人不备放出这一击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那姚智峰被夜空手段震慑 又遇到如此的偷袭 根本没有应对 轰的一声摔下仙马 骁勇不再等待 吹动白色仙宝铺上 手紧见落 一下将落在地上的 姚智峰的脑袋给砍了 临死到底姚智峰双目瞪得老大 他看着夜空心想 如果能弄死夜空 自己死的也不冤 刚才巨舟上那么多箭矢射过来 相信总有能射中夜空的 不过他却是绝望了 只见夜空站在七彩云上 从容地将两手搅在一起 随后打出一个金刚手印 他的身体四周 又瞬间出现了几层厚厚的高墙 将那些攻击全部排除在外 他的实力太强了 这是姚智峰最后一个想法 萧勇杀了姚智峰 尸体当然就被夜空收入囊中 这是下等罗天上仙的尸体 奥特曼那小子很爱吃的 倒是萧勇看夜空有异样 大概是把他当成 龌龊的尸体收集着了 苍鸣战车被摧毁 严九星守将被灭 那些宅家兵士 全部都吓得以轰而散 什么百万代甲 其实都是些土雞瓦狗 乌合之众 一下全部逃了个美影 在严守兴上 从水晶里看到 这一切的宅东亮 面如土色 他没想到只是 一百多年过去 当年的中等金仙 此刻竟然具有如此大的力量 一箭射爆苍鸣战车 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自己手下竟然如此之弱 近百万人居然被人家五千人给击败了 这仗输得也实在太惨了 这野空如此之强 没有先帝出马 岂有我们命在 翟东亮不由地开口探道 三当家抱眼胡须男出来说道 大家休要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那姚志峰手下 本来就是被裹挟来的严匪 都是不堪一击之辈 落得如此下场 也在预料之中 师爷汪骏又道 三当家说得不错 我们有皇前辈相助 要比先帝更强的 而且家主别忘了 现在追击夜空的可不是只有一只人马 我们还有好几只人马都是精锐 特别是岩石五星出来的 那是我宅家战斗力最强的黑狼军 相信只要他追上 那西秦县军和夜空小儿定会吃不消 听这一说 翟东亮略为安心 那黑狼军确实是翟家的精锐 翟东亮打造这支先兵可没少投钱 不但将士们的装备是最好的 而且军中每个人的坐骑 都是一匹成年的毒炎星黑狼 毒炎星黑狼是白毛玉特有的兽类 各个彪肥体壮 各大如马 性格凶猛是血 最重要的 这些白毛玉特有的兽类 他们常年在毒炎雪中行走 不但不怕毒炎雪 反而更喜欢毒炎雪 特别适合在大雪中作战 你们说的不错 是我太过担心那野空小儿了 翟东亮点点头 又对着水静担忧道 可是姚志峰没有起到 拖延野空的作用 我怕其他增援的人马赶不上 如果让他们到达炎五十六星 那我们的袭击效果就会大大折扣 三当家胡须男却是笑了起来 大当家您又忘了 白毛雪可不但会腐蚀 他们的仙气仙家 而且所有通过仙力催动的东西 在白毛雪中也会需要加倍的仙力 这种作用开始不会注意 可是时间一长 他们就会感觉出来 我才等到我们增援的力量赶到 说不定他们十万仙兵 一个个都累成了以贪烂泥了 翟东亮这才完全放心 叹道 我真是关心责乱啊 连这个头晃气了 十万大军飞行在茫茫的白毛雪中 后方的短暂交战 并没有影响大部队的行进 又是一个时辰的急行军 炎五十六星已经摇摇在望了 夜空和萧勇等人全部都松了一口气 只要再坚持一个时辰 应当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到了那里 大家就可以修整一番商讨对策 不过正在此时 前队的先锋官张绍宇匆匆奔来 说道 不好了 在白毛雨中 崔东脚彩云竟然耗费太大的先缘 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现在前队很多人已经心力耗尽 疲惫不堪 走不动了 萧勇怒道 这些偷懒的家伙 这有什么走不动的 崔东脚彩云又需要多少先缘 夜空也是支支不多 回头去看吴贵宝 吴贵宝道是知道 开口道 我好像有些印象 说脚彩云不合适 在白毛雪中长时间飞行 因为仙人催动脚彩云 必须消耗先力 而白毛雪却刚好消耗先力 所以催动脚彩云的同时 就有一部分先力被白毛雪所消耗 这种情况开始没有感觉 只是觉得先力损失 比以前略多一些 可是时间一久 就会突然发现 自己的先力竟然消耗得如此之多 这时候再想催动脚彩云 已经没有什么先力了 还有这种事 萧勇大闹又问道 那我刚才催动先剑进攻 为何没有感觉到先力不尽 吴贵宝笑道 你是什么修为 那些外边的兵士又是什么修为 在白毛雪中 不管催动先剑还是脚彩云 都是加倍消耗先力 而且刚开始并不会被人察觉 你的情况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不能使用先起先家 就连脚彩云都不能用 这白毛雪可真是可恶之急 萧勇开口大骂了一声 而夜空却也是皱起了眉头 外边这些兵士不过都是金仙修为 他们的先力本来就不是很强 在白毛雪中消耗那么大 还有一个时辰的路 他们又如何撑得下来呢 第1134集 传我命令 所有人不想走的可以自行留下 若是先力不足 大可以补充仙俞 要命要钱你们自己看着办 萧勇倒是简单直接 不过夜空却是加了一句 到了地点 所花费的先欲时时报销 出来打仗的 怎么能让兵士们自己出钱呢 就这样继续行进 又过了半个时辰 情况愈加得糟了 十支万人队 都有不少人三三两两地停下休息 实在瞅不动了 而且他们先缘越来越少 就算不断地补充先欲 都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军速度 更加可怕的是 厌战的情绪好像瘟疫一样 飞快地在全军传染 不时传出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打仗 这样的咒骂和埋怨 飞车中 众人都是面面相去 束手无策 骁勇怒道 这些杀财 竟丢老子的脸 传令下去 人不走头带走 建立军法队 傻一井白 吴贵宝却是阻拦道 小将军 不妥呀 现在决心已经不稳 若是弄得大家当场滑变 那我们整个军队就全丢在这里了 夜空也是懊恼万分 眼看还有半个时辰 再坚持下去就到了 而且他不是不允许大家休息 关键是宅家的人也能猜到他们所遇到的情况 后边必定有数只大军追来 停下休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萧勇来回夺步 任他打了一辈子的仗 却也不知如何应对 扭头想问夜空 却发现夜空已经离开了飞车 错愕间 听见车外 咚的一声鼓响 震得所有人都是心头一跳 萧勇走出车来 寻声望去 只见夜空已经站在后边的大车之上 手持木质双锤立在鼓前 用魁牛鼓 萧勇心中早有想法 不过目前的情况用木质锤来敲 恐怕效用不大 而其他的鼓锤 对自己的兵士又有伤害 所以他一直举棋不定 不过夜空击鼓 却并不是以魁牛鼓的力量 强催大家的潜力 而是想以言语鼓励大家 所以这才拿起威力最小的木质棒锤 全军将士都听见了这声鼓响 正在愕然间 听见夜空大声道 听说你们都是西秦兴的勇士 五十万年前 目前的先帝讨伐老先主 你们的前辈立下赫赫功劳 打出西秦兴兵士的威名 而如今 你们依然是西秦兴的勇士 可是我看起来的却是抱怨 却是厌战 却是逃避 却是懒惰 不是我不让大家休息 而是后边有着重重追兵 我们只有到达目的地 我们就胜利了 而如果停下 就是等死 想想你们的妻子正在祈福啊 想想你们的青梅竹马恋人 如果回不去 他们会成为别人的老婆 你们愿意吗 没有一个人回应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只听东的一声 夜空又一击鼓朗声道 万里富荣基 观山杜若飞 朔气传金拓 寒光照铁衣 兵战自古凶险 不知多少父母等不到儿子回家 又不知多少儿女 不知父母是谁 你们不想回去吗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南帝派你们脚平白毛玉严匪 现在白毛玉还没有进入 你们就厌战未战 没有得到胜利而返回 你们有脸回去吗 十万仙军寂静无声 只有夜空一人声音震龙发聩 不知从哪里开始发出一声无意 随后迅速传染开来 羞愧哭泣 响成一片 叶大人 骁勇单膝跪下 肃然道 叶大人 我们想回去 想得到胜利回去 想保留着西秦军使的荣誉回去 听凭叶大人指挥 那好 夜空一阳鼓锤指着前方道 炎五十六星就在前边半个时辰的地方等我们 只要到达那里 我们就有了胜利的希望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力量 坚持到底 尽快到达目的地 所有的消耗的先遇 叶某发誓 全部给你们报销 夜空这样一说 大家全都心里一松 正在此刻 却又听见 东的一声鼓响 夜空开始击鼓 放声吟道 启悦无依 与子通跑 亡于兴事 修我割魔 夜空一鼓一句 吟声充斥在茫茫白毛雪中 不知不觉 越来越多的兵士 开始出声相喝 声音越来越大 慢慢的 有坐地的兵士 开始站起来 催动脚踩云 开始行进 夜空说到第二遍 大家全部记得 就连骁勇也一边前进 一边大声揭 启悦无依 与子通则 亡于兴事 修我毛己 十万仙君轰然皆生 在夜空的鼓声中 放声高歌 启悦无依 与子通常 亡于兴事 修我假兵 与子歇行 一边唱着 一边行进 果然效果不错 伴随着振奋人心的古典 那些西秦仙君 竟然越走越有劲 半个时辰 仿佛一晃就那么过去了 等看见不远处那颗黑色的星球 十万仙君 齐声欢呼 萧勇脸上露出笑容 又回头看看 那依然站在 魁牛大鼓前的青衣人 心中对夜空夜不由的 多了几分佩服 没想到凭着几句诗文 就能激发 三军将士的热血 增加他们的气力 确实是萧勇 所没有想到的 而且萧勇 佩服夜空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想不到夜遇点的文才 这么好 你看他随口说出的 那些诗文 听着多有劲啊 当然 虽然萧勇 不太明白意思 萧勇心里佩服 可也不会因此耽误事 连忙换来赤猴 带一队人马 先去阎五十六星打探 寻找落脚点 虽然看似遥远 可是路在脚下 再远的路也挡不住脚 又过了一会儿 先头部队 已经抵达了阎五十六外 打探的赤猴 已经找到一处 合适的主军之地 正是星球上的一处盆地 四周环山 一守南宫 周围只有一条小溪 不怕水工 却又刚好提供饮水 最重要的 盆地里没有可恶的毒盐血 随后十万大军分批次下去 进入盐五十六星 建设攻势 撑搭帐篷 简单地休息一番 夜空的鼓手工作 也终于停止了 打了一个小时的鼓 累倒是不累 他没有运用先例打鼓 也不会被白毛血影响 不过他还是蛮难受的 因为那鼓声太大了 他又靠得近 所以这么久打下来 他也是耳朵里嗡嗡响 头昏脑胀 很不舒服 进入盐五十六星 夜空放下鼓锤 揉揉耳朵 立即让吴贵宝 负责给将士们 报销仙玉消耗 既然答应了 就赶紧给人家 这种事越快越好 有铁玉山那么多犯人 整天冲仙玉 又有北地府的支持 夜空从来不缺钱 身上带的仙玉 也是数量巨大 当然了 有命十三的经营下 夜空的顶位面空间里 已经有了好多条矿脉 等到以后有了产出 夜空就真的不筹钱了 将仙玉交给吴贵宝 尤其带了一队人马 分别去十个万人队 只要有空仙玉的 都可以拿出来换满仙玉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夜空以歌声激励的方法 确实有效 那些仙兵 居然只用了很少的仙玉 夜空不管这事 他要对整个队伍负责 时值延五十六的傍晚 天空有一抹绚丽的火烧云 他架着七彩云飞起 观察这个星球 第1135集 这是一个有大气层的小星球 不过环境不好 没有什么绿树花草 因此无人居住 连野兽都没有 而遍布星球表面的是各种矿坑 看来这个星球本来是不错的 只是无节制的开采毒岩 导致环境彻底破坏 成为不适合人居住的星球 这样的星球 夜空倒是很满意 没有人最好 没有人就意味着没有敌人 难道还指望在这里找到朋友 夜空现在的修为已经接近仙界顶层了 所以只要他放出神石 可以整个覆盖这样的小星球 又观察了一番这才降落下去 那些看他下来的兵士都纷纷跪下行李 夜空知道 这些兵士已经认可了他 现在兵士们都已经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长级损坏得太严重 都扔了发放新的 这些夜空早有准备 只是仙甲价值昂贵 不可能给每个人都重新发放 不过军中有修理师 可以修理重练 倒也问题不大 夜空巡视一番来到大帐 里边已经收拾好了 大家都是仙人 带桌以物品都很方便 夜空进去还有兵士 送上香喷喷的茶水 萧勇坐下机长道 我们这次出兵 可谓神不知鬼不觉 为何会给宅甲发现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无贵宝道 被发现倒是小事 关键是何方神圣 竟能调用苍鸣中的气象啊 而且我们还不能发现 她是在哪儿做法 这人的实力 实在可怕 他们还不知道 那黄婆婆竟然是在 极其遥远的 严守心做法 夜空道 想不通就不要想了 那人既然有 那么大的神通 可以在苍鸣中兴风作浪 发现我们也不稀奇了 无贵宝道 莫非是彭霸天 那个老不死的 亲自来白毛雨帮助宅家 夜空摇头道 不可能 我们铁玉山密子好消息 彭霸天在西地府 坐月子一样 谁都不见 宅东亮上次去 连面都没有见 怎么可能亲自出手 仙界仙帝就那么几个 谁也想不明白 到底是谁出手 夜空又道 偷袭失败 那我们只有执行 其他的机会 宅家有高人坐镇 我们不利于 长距离行军 看来只有稳扎稳打 向严守心推荐 正在他们研究星图之事 外边有兵族进仗道 禀业大人 萧将军 又有一队人马 进入了阎五十六姓 那些兵族看上去 彪悍深战 每人骑着一匹黑字大狼 来人大约两万种 萧勇和吴贵宝对视一眼 心中都是暗自心惊 没想到对方来得这么快 如果是在苍鸣中 被他们袭击 那就胜负难测了 不知不觉中 萧勇等人对夜空的 仙剑之名更加崇拜 萧勇道 骑着黑狼的虎狼之军 我西秦儿郎 又不是没见过 准备出击 那兵族 却是回到 他们进入 阎五十六星 可是距离我们 却是非常的远 是否要出兵奔袭 夜空立即放出现实 发现那些黑狼军 行动也迅速 过来黑狼军 黑狼军也是疲惫不堪 一夜无事 这一夜 又有好几支援兵来到 不过夜空注意了一下 后来的虽然人多 可都是乌合之众 最要小心的 还是黑狼军 到了第二天一早 黑狼军 终于出动 领头一个大胡子仙将 骑着一匹 比老牛还大的黑狼 一杆六品长枪 横在身前 带着后边 两万黑狼军猛扑过来 背后卷起冲天的烟尘 夜家小儿 看我宅家黑狼军统帅 多宝大仙陈海平的厉害 夜家小儿 爷爷乃是宅家将军 名叫陈海平 自号多宝大仙 有本事出来 和爷爷战胜三百回合 一大早 黑狼军就冲到了 西秦军的营地外 黑狼军的首领 是一个大胡子 骑着一只硕大的黑狼 倒是很有脉象 挺凶残的样子 随着陈海平的谩骂 那些黑狼军的兵士 也都骑在黑狼背上 开口大呼小叫 夜公小儿 快回去吃奶吧 景夜大 白毛玉不是你们仨也的地方 不但黑狼军来了 那些半夜赶来的乌合之众 也跟了上来 这些家伙出现在西秦军营地 其他的方向 看来是协助黑狼军进攻的 在西秦军营中 西秦军兵士倒是训练有素 并没有受外边的影响 而是一个个整齐地站着 面色不惊 不过他们的心里 却是一个个都憋着一股劲 要知道昨天一天 那实在是憋剧 被压在白毛雪中 他并不怕战斗 他们讨厌的是白毛雪 现在好了 白毛雪没有了 现在是他们发威的时候了 不但这些小兵心里 憋着一股气 就连那些将领 也个个憋足了劲 就等着今天找人撒气呢 大仗中 夜空坐在当中 旁边是西秦军将军 萧勇 本来萧勇不太看得起夜空 不过现在已经心血成福 把指挥大权都让给了夜空 主座副座都有人了 吴贵宝有张椅子远远地坐着 他毕竟是北地府的先将 不方便掺和 而在仗前 则站着西秦军十多个将领 叶大人 让我们出去撕了那撕的嘴 叶大人 还是我们第三队去 我们一队 就可以扫平那些狗屁黑狼军 第一万人队的张绍宇先将出列道 叶大人 在下先锋官 理应由在下出战 何况那陈海平是一个上等大陆金仙 和在下修为相当 由在下出战 正是杀鸡不用牛刀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其实说实话 夜空自己都想出去揍那个陈海平 以及那些严肥 这些鸟丝的嘴实在太坏了 不过对方是一个上等大罗金仙 夜空一个上等罗天上仙出去 那确实杀鸡用牛刀了 不过这军队的事夜空倒不好安排 抬手示意了一下 还是让萧勇安排吧 萧勇点了下头道 夜空本以为军情安排是很复杂 现在看来倒是简单的劲 想想也是 自古打仗多了去了 不是每次都需要主将那么阻止多谋 萧勇说完 各队将领分头去忙 夜空又赶紧叮嘱了一句 张绍宇先将 那敌将字号多宝大仙 怕是仙气不会少 小心行事 张绍宇抱全道 在下知道了 张绍宇立即出仗 奔向自己的营区 上了那大号的鸟爪马 点了手下先兵 分成前阵后阵 就本山口而去 这里是一个盆地的形势四周略高 高岭上又有先兵建起城墙一样的营寨围墙 而在盆地的一处缺口 建了一个木栅栏的营寨门 看见营寨围墙上站了几个人 陈海平猜测那就是夜空了 开口吼道 夜空 你这无知小儿 你铁玉山带得多好 你非要来白毛遇送死 别以为 你上等罗天上线有什么了不起 我多宝大仙 陈海平不怕你 夜空站在营寨墙头上 心中恶然 不知这陈海平狂的是哪门子 难道他一个大罗金仙 真的有什么牛叉的杀手锏 倒是骁勇酒精战场 孝道 夜大人 不用担心 军中这号人多得很 自以为了不起 谁也不怕 可真的等到对方高人出马 他逃得比谁都快 打仗就是需要这种人 他这一喊 不管输赢 气势先出来了 夜空点头道 原来还有这样的说道 这时 营寨墓门打开 一队人马奔了出来 其实那陈海平 倒真是担心夜空亲自出手 毕竟他只是一个上等大罗金仙 对一个上等罗天上仙 傻子也知道谁输谁赢啊 看见对面也是一个上等大罗金仙 陈海平心中大喜 倒不是说他在这个级别无敌了 而是他出门时 从自己师尊那边借了一个宝物 只要和对方战斗的正在激烈时 使用那宝物就可得胜 如果敌人级别太高 他怕自己东西还没有出手 就被人杀了 所以看见张绍宇这样跟得势军力敌的 他就开心了 来者何人 小爷我手下不杀无名之人 陈海平对着来人开口一声怒吓 张绍宇停下鸟爪马 这才发现对面的仙将虽然是个大胡子 不过年纪并不大 当即哈哈笑道 小爷 老爷我叫张绍宇 你这小子乳秀未干 就留一大把胡子出来骗人 害得爷爷我现在才认识你这孙子 孙子 跟爷爷回家去吧 打仗很危险的 陈海平冷笑道 危险你还来 老不死的 也不怕摔断你的老胳膊老腿 张绍宇大笑道 这孙子还真是孝顺 头这样了还担心爷爷 陈海平大怒道 休要占小爷便宜 死去吧 陈海平一家狼狈 那匹黑色大郎顿时冲出阵来 张绍宇早等着此刻 也是催动鸟爪马迎上 这两人一个是黑色大郎 一个是便衣鸟爪马 都是个头惊人 再加上两人都是长脊 舞得也好看 乒乒乓乓就站成一团 他们在中间打得热烈 两边的兵士都是鼓劲互骂 骂得那叫一个脏啊 夜空这种流氓都听得受不了了 杭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萧勇一看到 我说那陈海平虚张声势 还挑战业大臣 我看他在五百招以内必败给张绍宇 吴贵宝也点头道 不错 这一仗张先锋官赢定了 对面那个陈海平口气不小 可是修为还是插进 可能是刚升层进入上等大罗金仙 现在他还能凭着一口气影称 不过三百招以后 先例一有不尽就会掰下针来 不说夜空他们 就说正在激战的陈海平自己心中最清楚 没想到对方这叫做张绍宇 倒是一员猛将 不过 陈海平趁着和张绍宇僵持 黑黑一笑 把一只手缩进衣襟 随后掏出遗物 小子 我当你有多么的了不起 原来是银枪辣样头 中看不中用 张绍宇口中骂着 手中长脊又是一勾 拉得陈海平身体一个猎切 张绍宇顿时哈哈打笑 哼 中看不中用 那我就让你看一看 陈海平阴冷的脸上 闪过一丝得意 看陈海平的表情 张绍宇心中已经 按道这小子还有什么杀手捡不成 张绍宇有所警觉 不过已经迟了 只见陈海平话音一落 右手立即从仙甲的衣襟下 掏出遗物 张绍宇都没看清是什么东西 就看见一道好耀眼的强光 顿时刺得他眼前一片白 什么都看不见 陈海平一看得计收了宝物 用长脊对着张绍宇胸口就是一紧 口中骂道 去死吧 张绍宇跟前一片白茫茫 根本无力抵抗 被陈海平一紧戳中 不过好在 他的仙甲不错 轰的一声挡住了陈海平的长脊 陈海平居心杀人的 当然心不甘 手中长脊顺势一挑 就把张绍宇从鸟爪马上挑翻在地 看你死不死 陈海平大喝一声 坐下黑狼上前一步 手中长脊闪出一道寒光 高举以后对着地上翻滚的张绍宇刺去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电光火石之间 夜空他们就看见白光一闪 张绍宇就倒地了 想要救援已经来不及 小子 你找死 萧勇直接骑着白色仙豹 从城墙上就冲了出去 不过就算这样 也是赶不及救援 眼看张绍宇要挂 他那变异的鸟爪马 到掩饰中心 稀烈烈地鸣叫了一声 一下子窜出 挡在主人的身前 处人 你找死 陈海平眼中一阵怒火 不然这一挤下去 张绍宇必死无影 盛怒的陈海平 一挤送进鸟爪马的身体 双手握挤 又是那么一脚 接着先例放出 轰的一声 庞大的鸟爪马 马背震得四分五裂 鲜血横飞 这时张绍宇眼睛恢复了一些势力 刚好看见此景 双目顿时血红一片 口中怒吼 贼子 你要折命 那我先要了你的命 陈海平举挤又是一戳 不过张绍宇势力恢复身体一个翻滚 躲开长脊 陈海平手中先立右方 长脊在地上轰的一声 又炸开一块地面 张绍宇只有躲闪之力 形势依然危急 可这时 萧勇已经到达 手中长刀劈面砍来 蚊子 吃我一刀 陈海平知道不是萧勇对手 此刻已经错过杀张绍宇的机会 于是他也不勉强招架一下 催动黑狼逃回阵中 陈海平回去阵中 手下副将道 今天已经有收获 我们还是见好就收 他们修为高得太多 再战不至 陈海平和萧勇对了一击 知道不是对手 而且城头上还有一个夜空 所以他开口大骂了一声 爷爷今天手战得胜累了 回头再收拾你等 小的们 得胜回营 这些家伙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一下就逃了个赶紧 萧勇心中挂念手下爱将 也没有追赶 救了张绍宇 就赶紧带回了营 张绍宇回去把情况一说 大家都表示 没见识过这种 伤人势力的先保 最重要的是 那陈海平就用了一次 速度飞快 谁也没有看清 那宝物啥模样 所以想要对付此物 倒是有些棘手 不过西秦军倒是有个仙将说道 我曾经听人说过 远古有位大仙 有一个天赋神珠 死珠放出 可以放出强广 让人顺剑失明 非常的了得 防不胜防 这个仙将 这个仙将也只是听说过这个传说 多余的就不知道了 而其他连传说都不知道 不过夜空听了 这个天赋神珠倒是有了些线索 连忙给铁玉山狂鹏发传书 让狂鹏去查 铁玉山密子号不但负责情报收集 而且对很多仙宝和奇闻异事 都有所收集 在得到天赋神珠四个字以后 密子号的狱卒顿时忙碌了起来 当然了 他们也没有地球网络这么先进 什么事问一下杜娘就行 不行啊 密子号没有这么先进 只是有很多狱卒开始查探那些 仙宝类的预检资料 这样查了半天功夫 终于总结了一些情况 用仙剑传书给夜空送来了 天赋神珠又叫药木珠 食品仙器 为仙界十四星君排名第七的天赋锁裂 据说乃是收取神界流落仙界的一缕神光 明在宝珠之中 等到对敌时拿出 可谎下对方的眼球 端得是厉害非常 防不胜防 不过此珠在天赋行军的后人手中毁坏 摔成无数块 而六有神光碎片的只有三块 其中两块不知所踪 其中最大的一块 据说被四大人亡的力王得到 重新系练成伪药木珠 最后保留了药木珠的五成为力 不能弄瞎人眼 只能使人短暂失明 伪药木珠为八品仙器 夜空看完冷横一声 厉王 上次的事情还没有了结 没想到你又掺和到了这件事情里 这次要跟你心仗老仗 一起算 此刻又到傍晚 军营之中气氛不太好 大家都为着大早的一战而烦恼 就连那些最底层的兵士也是知道 对方小将有个仙宝非常的厉害 首战失败 对于士气的伤害还是不小的 而一间白色的营帐中 失败回来的先锋官张绍宇 更是苦不堪言 本想首战立功的 却没想到大败于敌手 最可恨的 忠心耿耿的坐骑 竟然为自己丧命了 还死得那么惨 这是耻辱 是他张绍宇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他觉得丢人抬不起头 所以他白天将自己坐骑的尸首 捡回来埋了 然后就躲在营帐之中不敢出去 他看见别人观看失败者的那种目光 其实倒不是张绍宇心里素质不好 毕竟谁失败了都不好受 正在张绍宇在营帐中长须短叹 就听外边有个熟悉的声音问道 张绍宇先将在这里吧 守门的仙兵点点头掀起仗帘请叶空进来 张绍宇连忙担心跪倒说道 罪将欠过叶大人 叶空哈哈一笑坐下问道 何罪之有啊 张绍宇道 大人不必安慰我了 我们西秦军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只要失败了就是有罪 没有那么多理由 失败就是有罪 有些道理 叶空点点头道 那你想不想戴罪李公呢 张绍宇眼睛一亮 戴罪李公 叶空点头道 不错 那就是现在带兵前去挑战 擒下那陈海平 报仇血恨 洗刷耻辱 你可敢 宅家阵营营寨中 陈海平得胜回营激动了一天 晚上也没闲着 就差人弄些酒肉庆祝一下 天色渐晚 庆祝活动就开始了 营帐之中 月光时放出光明 各路援军的仙将都聚在这里 举着酒杯 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快活飞肠 多宝大仙果然名不虚传 一出手就轻松得胜 在下佩服 敬大仙一杯 等到明日大仙直接出马 干脆把那野空也打败 那我等就全安逸了 陈海平虽然嚣张 可是倒也是精明 开口道 那野空已经是上等罗天上仙 让我跟他打 那与宋子无异 我等目前的任务已经完成 不如躲在营寨中 等厉害的人物到来 那些其他援军部队的仙将 谁愿意出头啊 听他这一说 都是点头称势 正在他们喝的热闹 外边突然传来喧哗 陈海平 使用点雕虫小技 损什么本事 有本事 我们再战一次 陈海平 你这个胆小鬼你出来啊 陈海平一口酒饮完 大步走出营帐 一看来人是上午 被自己打下马 差点挂掉的张绍宇 顿时哈哈打笑 这次居然还敢来挑战 当场活得不耐烦了 也罢 小爷这就送你去死 有手下提醒道 大县 那小的白天吃了败仗 现在居然还敢主动来挑战 怕是其中有什么玄机啊 陈海平笑道 他能有什么玄机 我这药木珠厉害万分 其中存的乃是神光一缕 就算他闭着眼睛 我这神光都对他有效 更何况现在天色已黑 更是药木珠发挥威力的时候 怕他作战 陈海平说完 骑上黑色大狼 带着几千的黑狼军 就冲出灵战 两人白天说过话 也互相通了性命 没啥可说 见面就直接开打 陈海平本身实力 比张绍宇差一些 没打一会儿 他就觉得自己 有些落于下风了 既然我有药木珠 还跟他打个什么劲啊 陈海平这就想使用宝物了 不过他再一看 又皱眉了 原来白天张绍宇 做起鸟爪马被子打碎 所以晚上出来 张绍宇竟然骑上了 骁勇的那只白色仙豹 这只仙豹堪称珍惜 等级实力比白天鸟爪马更强 所以陈海平有些担心 晚上再次上演白天的一幕 又一次让张绍宇逃走 不过陈海平略一思索 就有了办法 身形一动 竟然飘飞起来 浮在空中和张绍宇对打 而他坐下的独颜黑狼 也张牙舞爪 对着张绍宇袭来 陈海平和他的坐骑 分开对张绍宇攻击 张绍宇也不示弱 陈鹤一声 白灵豹 交给你了 说完 他也扶起来 让白灵豹和独颜黑狼对战 而他则是扶在空中 和陈海平打成一团 陈海平心中暗息 心说这张绍宇果然蠢得很 只要把他诱到半空中 到时候一出药木珠 让他失明 那么高的空中 坐骑想要救主 就没可能了 在陈海平的故意带动下 张绍宇越飞越高 两人都是使用长颈 黑沉沉的夜空中 就看见天空中两个黑影之间 不时爆出耀眼的金结撞击光芒 陈海平看着已经飞得很高 于是一手吃长颈 右手就悄悄深入仪金下 他的眼睛还注意着张绍宇 不让张绍宇发现 这东西越突然越好 张绍宇没有发现 陈海平大喜猛的一把将药木珠掏出 顿时就看见空中猛的一闪 那种感觉就好像沉静的黑夜里 突然有闪光灯一闪一样 明亮的耀眼的白光让人眼前一白 这东西毕竟不是真的药木珠 对远处没什么伤害 主要是近处 按道理张绍宇应该立即失明 眼前一片白光啥也看不见 这小子自己吵死 陈海平得意地横了一声 手中长脊就戳向了张绍宇的面门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张绍宇竟然双眼睁得大大的 他举起手中长脊 当得一声挡开对方的长脊 这小子他看得见 陈海平顿时就是一愣 不过他在一想 不看到 这药木珠里是神光 神光啊 下界没有仙气可以打的呀 一定是刚才没使用好 你小子可敢再看 陈海平有些心虚地怒吼一声 张绍宇微微一笑 只要你敢掏出来 爷爷就敢看 有种你别闭眼啊 告诉你闭了也没用 陈海平大怒 又一次把手伸入衣襟下摆 将那东西拽了出来 半空中又是白光一闪 张绍宇这回看清了 这是一个巴掌大的半圆镜子 然后里边有一个珠子的碎片 而镜子后边是一根皮筋 绑在腰带上 随时需要随时拉出来 不用的时候一松手缩回去 药木珠 是伪药木珠吧 拿个破烂货就想出来显摆 你做梦 第1138集 听张绍宇这一说 陈海平都要晕死了 这药木珠怎么失灵了 不但没要瞎对方的眼睛 反让对方看清了自己的宝物 不过他还是不信邪 把药木珠又不停掏进掏出 半空中刷刷刷 不时亮起耀眼的白光 到后来 陈海平都感觉到自己眼睛都花了 可张绍宇的眼睛还是那么的清澈 终于 张绍宇玩腻了 开口道 别掏了 一面破镜子而已 救不了你 张绍宇说完 举起长急猛的披下 那陈海平心思全在药木珠上 根本无心战斗 被张绍宇这全力一击顿时打落半空 不过他还有仙甲保护还没死 天空上方张绍宇目光一凝 口中大喝一声 给我的坐骑成命吧 说完 身体化成一道光芒 从半空直追而下 来到陈海平的上空 手中长急猛然刺入 陈海平的仙甲彻底风景 长急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张绍宇目中满是冷力 让你和我的鸟爪马一样的死发 说完 手中仙力一放 将长急猛的一脚 陈海平的身体扑得从冲间炸开 四分五裂 半空中一片血雾 看见这一景 宅家阵营里边的仙将仙兵 全部惊待 没想到多宝大仙就这样轻易地死了 黑夜之中 张绍宇首提长急 一旋战半空 这才低声道 死鬼 我告诉你 我之所以不怕药木珠 那是因为叶大人在我眼中 也刺了一丝神光 光神之光 要比你的神光强百倍 想不到那陈海平 竟然穷得可以 除了手中仙剂和那块镜子 竟然在无其他宝物 拖宝大仙 名不符实 整个就有一穷鬼 张绍宇鄙视一生 这才取了两件宝物 刚想离开 又想到曾经听说叶大人 有收集尸体的爱好 所以将陈海平的尸体 也捡了 带了回去 其实张绍宇是不知道 这多宝大仙 还真是穷鬼一个 就连那伟药木珠 也是跟他师尊借的 不是他的 当然了 现在到了张绍宇的手中 按照以往西秦军的规定 谁杀敌战利品就归谁 不过这次张绍宇 却不能这样 因为这是叶大人 帮他胜的 若是没有叶大人 赐他一丝神光藏于眼中 他又如何得胜呢 不过张绍宇对叶大人 那真是越发的尊敬 不说其他 就这种抬手 能放出光神之光的手段 仙界有几人能够做到 所以张绍宇决定 把宝物交给叶大人处理 叶空最开心的是尸体 上等大罗金仙 又够奥特曼那家伙 吃一段时间了 最近那家伙尸体吃了不少 身上的黑色外壳 竟然开始变色了 叶空猜测 这是要进化了 不过叶空倒不敢给他 吃低阶仙人的尸体 阻止他进化 不到最高境界 看着叶大人对尸体 如此有碍 张绍宇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叶大人什么都好 就是这爱好太灵类了呀 尸体收集者好恐怖 叶大人 我这里还有其他的两件宝物 一件是一把六品仙级 还有一件就是那奇特宝物 为妖目珠了 叶空对仙级无所谓 这种东西他用不上 而且六品的东西对他来说 已经看不在眼里了 他接过相当于八品的药木珠 倒是好好的打量了一下 这一看不由的失效 估计这玩意儿真是那 立王那个老匹夫自己练的 粗糙 太粗糙了 简直就是一个粗质烂造的 三流货色 那个吸收了药木珠碎片的镜子 竟然都不是圆的 最扯的是 后边还带着一根皮筋 没事系在腰上 感觉就跟裤腰带上 拴了一只闹钟似的 可以说全仙界 没有这么土的仙气了 看见这种东西 夜空倒真的不想要 扔给张绍宇道 既然是你缴获的 那给你就是了 张绍宇连忙道 大人 您留着吧 这东西虽然寒酸 可是拴在腰间 挂在腹下 打仗时突然从衣巾里掏出来 还是能出其至上 夜空吃道 哼 听你这一说 大人我更不敢用了 没事挂在裤裆里 有事往外一掏 是你仙人版了 那不是跟撒尿一般 别说张绍宇 就连在场的 吴贵宝 萧勇等人 也全部哈哈大笑 要说夜空的比方还真是 那多宝大仙 一会儿先衣巾往外一掏 一会儿又撩起来 往外一掏 吴贵宝笑道 刚才我还想你们 不要就给我 现在一听啊 还是不要了 我吴贵宝打仗 从来都是用拳头 而不是用这个 他这一说 大家都笑得更厉害了 虽然他说的粗鲁 不过在场都是当兵的丘八 哪个不粗鲁呢 更何况 他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他们当兵的更喜欢 以武力胜过对方 而不是这种偷鸡取巧 吴贵宝 萧勇都不要 那张绍宇自己的六品仙脊 在白毛雪中受了损 所以也只要了那把仙脊 搞得这件八品仙脊 倒送不出去了 一夜空吃道 怎么说也是一把八品仙脊啊 算了 你们都不要 那我就收着了 不过 你们可别小看这件仙脊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破阵的 确实 对面宅家阵营中的主心骨 陈海平虽然挂了 不过他们还有阵法 他们布下了防御仙阵 所以夜空想要剿灭他们 首先就要击破仙阵 大家都知道 阵法乃是汇万千人的力量 引天地间的仙气 并不是那么容易破的 有些防御阵法 就算仙帝来应攻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击破的 不过有了这耀母珠 就轻松了好多 只要派人假意去那边和谈 等那边阵门一开 就立即使用耀母珠 晃下对方人等的眼睛 然后强冲进去夺得阵门 就可以一举攻下 有了这个主意 立即有仙将去实施 那些看见张绍宇 立下手工的西情军仙将 也都有了机会 有人去骗门 有人去埋伏 大家各显灵通 没有几日 对面大阵被迫 宅家先兵仓皇而逃 当然了 大多都没有逃掉 有的被俘虏 有的被杀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那些黑狼军倒真是有点本事 让他们逃走了 原来陈海平被杀后 黑狼军就知道要遭 可能等不到援兵了 如果他们出阵逃走 不够意气不说 反而会成为西情军攻击的目标 所以他们悄悄地挖了一个通往阵外的通道 等到夜空的军队大举进攻时候 黑狼军就从通道逃走 冲进苍米 不过夜空也精明 立即带了一万仙兵在后边紧追不舍 夜空倒并不是非要剿灭那黑狼军不可 而是他料定宅家必定投鼠忌器 不会再用白毛雪攻击 试想 如果宅家再用苍鸣风吹来白毛雪 首先倒霉的是前边的黑狼军 最后翟东亮也没舍得这样干 所以夜空带着一万仙军出了炎五十六星 跟着黑狼军来到了炎九星 炎九星的镇守先将之前 在苍鸣中追杀西秦军士 被骁勇杀掉了 不过那个副将倒也是有些心计 立即在炎九星主城 撑起了一个强大的防御先阵 那两万黑狼军一到炎九星 就钻进了仙镇中 夜空也是没办法 只好在主城不远 也占了一个小城 当作在炎九星的注点 白毛雪这一打起来 整个仙界都震动了 先是铁玉山对全仙界 发出缉拿宅东亮的通告 要求各大仙地府配合 北地府立即表明立场 全力支持夜空预点 接着南地府响应 东地府虽然没说支持或者不支持 可是东地和北地控制的区域边界 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而紧张对质起来 西地府更是什么反应也没有 不过背地里却是增派了大量的先兵 进入白毛浴 不知道西地是怕自己成为下一个 宅东亮 还是西地觉得黄婆婆会帮助 宅家取生 总之西地这边也积极了许多 而宅家也没有坐以待毙 众赏招募仙界中有本事之人 公然对抗铁玉山 放出话来 要夜空有来无回 夜空带领十万先军 击退宅家黑狼军和其他四支大军 占领炎五十六星 随后又紧急击溃了黑狼军 占领白毛浴大兴炎九星 这才算站稳脚跟 因为炎九星是已经被夜空所控制 目前正在谋划着向炎首星进发 这么说我们炎首星可就危险了 可不是吗 这次宅大当家 可真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人了 炎首星一家九楼中 几个大罗金仙左右修为的仙人 正在高谈阔论 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白毛浴到处都有人谈论这场战事 九楼中各是大家交流小道消息的主要场所 这几个人正在谈得带劲 引起旁边一桌人的注意 旁边这一桌坐着一个青年男子 正端着一个酒杯 不过桌上摆的却都是素材 青年男子转过身子笑道 我看几位道友不必如此悲观 那夜空占了炎九星大步 不过主城却一直在黑狼军的手中 所以这就挡住了夜空前进的步伐 如果他向炎首星进发 势必要考虑背后的黑狼军 因此他不解决黑狼军就不会继续前进 那几人叹气道 黑狼军被困在炎九星主城之内 便是一件死物 一只捆兽 早晚都要被消灭 能挡住夜空一时 又不能挡住夜空一世 那青年男子却是乐观得很 开口笑道 等挡一时那还不够吗 那夜空虽强 可是宅家也不弱 明里有实力超过先帝的黄婆婆帮忙 暗地里有东地西地相助 我看这边的胜算还更高一些呢 青年男子这一说 那几个谈论的大罗金仙都未知一愣 不过随即 其中有一个仙人摇手道 这位前辈 你是外遇来的吧 你可不知道 那黄婆婆虽然修为高 手段狠 不过脾气也是非同一般 她就在刚才炎首星的那一天出了手 接着就自己闭关去了 现在宅大当家 不但指望不上她 反而还要像孙子一样伺候她 哎呀 其他众人也是一声叹息 摇头道 以那黄婆婆的修为 要啥野空应该不难 可是却不知为何 她就是不出手 青年男子听了也是有些疑惑 饮下一杯酒自言自语道 是啊 是有点奇怪 不过 她说完还是饮进杯中酒道 不管怎么样啊 还是先去宅家再说吧 那青年男子结账出了酒楼 直奔宅家而去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宅家门外 来这儿一看 好家伙 这里人山人海 青年男子仔细一看才知道 这些都是来投靠宅家的先人 原来宅家为了对抗夜空的强势 便向全仙界高家招募助权者 所谓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宅家经营了这么多年的盐业 有的是钱 开的价钱那叫一个高 因此整个仙界的贤汉都来了 不过青年男子左右看了一下 来的人数不少 可是质量堪忧啊 很多人修为低劣 却夸夸其谈 还有些修为不错 却是睡眼惺忧 根本不像是来帮忙的 倒像是来白痴的 他叹了一声 走去了宅家的大门口 大门口是排队的 对于这个插队者 大家都很是不乐意 不过再看此人修为 就没人敢开口了 他走到门前 一个色眼朦胧的 中等大罗金仙 正在喋喋不休 王某精通十八种房中 不对 不是房中树啊 是天岛之力 都是非常强大的天岛之力 我跟你说 你们可别小瞧我 请你们速速通禀 宅大当家 像我这种人才 只要五万仙玉 一个月的供奉 青年男子 鄙视的看看这人 站都站不稳啊 五万仙玉的供奉 真是有脸开口的 当下他一脚将此人踢开 给守门兵士递上一个遇见 那些守门兵士往里一探 顿时脸色已惊 立即恭敬道 原来是苏前辈啊 行 接着 有人带路 引着这位苏前辈走进宅家 那个色眼惺忪的王大仙 顿时怒道 那人不过 也是中等大罗金仙 为何他可以进去 我不可以进去 莫非他不要供奉 守门君士冷横道 他不是不要供奉 而是他有着东方先帝的信函 你有吗 宅家内院 宅东亮喜笑颜开地迎出来 笑道 苏道友 不知东帝陛下可有什么吩咐啊 姓苏的青年盲行礼道 哦 通帝倒是没有吩咐 只是让我来助宅兄一臂之礼 你 宅东亮看看这个青年 面色似有不幸 这青年不过是个中等大罗金仙 宅东亮还以为他是传送消息的 却没想到东帝竟然派这种修为的人来帮助自己 这就是比较扯淡了 宅东亮再缺人 也不会把一个中等大罗金仙当一回事 而且让宅东亮不悦的是 这个姓苏的口气大大咧咧 要知道他宅东亮已经快要进入上等罗天上仙了 而这个姓苏的居然不称呼前辈 不行礼 反而叫自己为宅兄弟 感觉他是自己大哥一样 姓苏的青年看出宅东亮的疑惑 微微一笑身子一晃 露出了本来的修为 宅东亮一看 顿时脸上露出吃惊的喜色 抱拳道 哎呀 苏前辈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原谅则哥 那姓苏的也客气的一抱拳道 宅东亮呀 东帝特使 上等罗天上仙 苏四盟 见过大当家 拼凭大当家差遣 宅东亮不过是 中等罗天上仙的顶峰 现在一看来了一个 上等罗天上仙 如何不开心呢 要知道 他目前的阵营里 除了黄婆婆 就属苏四猛修为最高了 这可是大大的助力呀 想西帝不过给他 派了两个中等罗天上仙 而一直没有什么交情的东帝 竟然送来一个 上等罗天上仙 他如何能不感动 宅东亮感激替领导 没想到东帝陛下如此帮我 宅某真是当初瞎了狗眼 不知道和陛下亲近亲近 那苏四猛却是笑着白手道 无妨 不瞒大当家在下个人来说 那夜空乃是我的大仇人 大家正应同仇敌开 在白毛玉产出这个温神 宅东亮听说此人不但有公务 还有私仇时 他开心大笑道 请 后边已经置办了韭菜 给苏大哥引荐几位道友 苏四猛却道 东帝陛下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他派的人 还有我吃素的 宅东亮连忙点头道 好的好的 炎九星主城 白毛玉的星球名字很有意思 都是炎字开头 然后后边带上编号 那就是一颗星球的名称了 这样给星球命名 虽然少了些浪漫的气息 不过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好分别 只要一听星球的名字 就能知道其中很多特点 比方说 炎十星 以前那都是比较大的星球 炎三十星以前是中等星球 炎五十星以前是小星球 而到了炎五十星以后 那就是无人星球了 另一个 根据星球的代号 也可以计算出星球的位置 最大的炎首星 位置在白毛玉最里侧 距离它最近的大星球 就是炎二星 接着就是炎三星 以此类推 所以这样来说 炎九星距离炎首星 那还是比较远的 而现在 夜空和他的十万大军 此刻就被堵在了 这颗比较远的星球上 正是清晨时分 这颗星球上的人们 又度过了担心的一夜 虽然两方军队 都没有袭扰普通百姓 可是遇到打仗 谁的心里都没底 小城的城头上 骁勇仙将和吴贵宝仙将 两人并肩而立 都看着远方那座 气势雄伟的主城 两人的眉头都是紧锁 从炎五十六星过来 被挡在这颗星球上 半个月了 不是因为那些 黑狼军太厉害 而是因为这些家伙 闭门不出 而那仙阵 有端的是强横 吴贵宝一巴掌 拍在城墙上怒道 要不是这座驻城 我们此刻怕是 至少已经到达 炎五星 和吴勇他们策反的 炎匪会师了 骁勇苦笑道 是啊 就连叶大人 也拿他们没办法 据说这是一个 经历了无数年的远古先阵 被宅家发现 因此在先阵下修建城池 若是我们强攻 怕是攻上石头八年 也无法将其击破呀 吴贵宝道 确实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 不理这座驻城 等我们离开 他们就会从我们背后 发动袭击 所以最好 还是要拿下此城 这也是叶大人的想法 骁勇无奈道 我也想拿下 可是他们笔门不出 这先阵又是如此的坚固 我们等到何时呢 说到这里 吴贵宝却是哈哈一笑道 哼 最坚固的城池 也都是从里边攻破的 我们还是等待起机吧 骁勇没听懂什么意思 刚想详细询问 却听见身边小将惊呼 有人进来了 抬头看去 只见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飞车 一头扎进大气层 只往主城猛冲过来 而在飞车之后 是大批的西秦军先人 驾着脚踩云锥杆 显然这是一辆从外星过来 想要增援沿九星宅家阵营的飞车 想进来 没门 萧勇怒横一声 当下月上身边白色仙豹 轰轰 直插主城上方意图挡住那飞车 吴贵宝愣了一下 心说不好 自己应该拉住萧勇才是 不过萧勇动作太快 他也不好再拉 只好也驾云跟了上去 那飞车速度飞快 普通的脚踩云根本追不上 不过萧勇先将 脚下的白色仙豹 却不是普通货色 加上小城距离主城 不过十里距离 所以萧勇片刻之间 就飞临了主城上空 挡住飞车入城方向 不过那飞车也是霸道 竟然没有刻意绕开萧勇 而是从空中猛地向萧勇冲撞而来 找死 萧勇没想到对方如此胆大 冷喝一声 一阵手中欺品尝紧 稳稳地站在半空 直指飞车的拉车仙马 如果这一下撞上 仙马肯定惨死 不过萧勇也肯定要被撞伤 但是飞车也肯定入不了城 越来越近 眼看飞车就要撞上下方萧勇 而萧勇却魁然不动 天神一样挡在半空 而在车里的人就要选择了 一是和萧勇对撞 同归于尽的打法 二是迅速绕开萧勇 不过这样就绕路 很可能被西秦兵士重重围困 不过这两者都不是飞车里的人想要的 只听飞车中传出一声冷横 匹夫之勇 苏某如果被你拦住 还算什么上到罗天上仙 原来这车中坐的 正是接受翟东亮命令 来严九星担任镇守仙将的苏斯蒙 同在一车的 还有另一个也是自荐的白毛玉罗天上仙 中伏平 苏斯蒙为正 中伏平为父 一个上等罗天上仙 一个下等罗天上仙 两人也该可以挡住夜空的大军了 外边眼看就要冲撞 那中伏平和苏斯蒙却是正经危坐 动都不动 中伏平摇着扇子笑道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车里坐的是苏前辈 听着这句明显拍马屁的话 苏斯蒙心中得意 抬手取出一个巴掌大的七彩宝塔道 或者叫做七彩滑光塔 忠兄猜猜 他的功用是什么呢 中伏平摇着扇子看了一会儿道 一般塔座掀起宝物 那都是力量强 要不就是空间掀起 其中别有洞天 要不就是收人进入炼化 或者把人振在塔下 要不就是放出光滑 苏斯蒙哈哈大笑道 不对不对 都不对 中伏将 你就看好了 外边骁勇 微风凛凛 手指长紧 直指天空 目光冷立 大有一夫当官 万夫抹开的气势 不过就在飞车冲下来 即将撞上之时 那飞车中 却亮起了一道耀眼的滑光 而随后 在骁勇头顶正上方三尺处 却突然出现一个 七彩耀眼的发光体 发光体毫无征兆 垂直落下 正砸在骁勇的后脑勺上 站在不远处的吴贵宝 一个错愕 隐约看见那是一个 小宝塔形状的东西 不过背着一砸 骁勇竟然好像昏死了过去 一下就趴倒在 白色的仙豹背上 吴贵宝不敢怠慢 赶紧飞过去 一巴掌拍在白豹的屁股上 吹动白色仙豹赶紧逃走 等他再回过头来 那辆飞车已经大摇大摆地 飞向了严九星主城 飞车中的两人都是哈哈大笑 忠服平笑道 哎呀 想不到啊 真是想不到 如此精巧的小小宝塔 竟然作用是砸人后脑勺 苏四猛收回七彩滑光塔 得意道 和这宝塔放出的七彩滑光 可以隐藏那些仙甲的感应 所以砸过去仙甲都不会生效 一砸一个准 这时飞车已经快要进入主城阵法中 就听苏四猛回头大吼了一声 告诉叶寇 在下苏四猛 小心讲 小心讲 吴贵宝把伏在白仙豹背上的萧勇 送进大仗之中 好一番摇晃 可是却没用 萧勇依然昏迷不醒 这可如何是好 吴贵宝在营帐中搓手 因为此时想不到工程的办法 所以夜空闭了个小关 去重新练一下药母朱去了 所以十万仙军就由萧勇指挥 却没想到被那东西一砸竟然昏迷不醒 他一个北地府的仙将 指挥南地府的兵马 不过目前只有这样了 正在此刻 吴贵宝身前突然有白光一亮 一把古朴的仙剑幻影放着夺目的光滑出现了 吴贵宝一时记不起这是谁的仙剑模样 抬手一捞 仙剑光影消失 却有一块明亮的光电落在了他的指尖 是中浮平 吴贵宝眉头一挑 眉心中间深深褶皱顿时放平了 原来是这样 吴贵宝当年认识那中浮平仙将 还曾经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 不过五百年前听说中浮平犯错 被北地鞭打 中浮平仪器之下离开了北地府 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现在看来那中浮平使得苦肉鸡 从那以后就去了严守兴顶居 不过并没有加入宅家 而是和普通仙人一样生活 这次一夜空攻打白毛玉 宅东亮手中人手不足 就想起了这个人 又想到此人在严守兴住了五年 和北地还有仇恨 貌似可以信任 去严九星坐镇不错 中浮平也就硬了 本想去严九星自己打开阵门 让夜空进入 却不想临走的时候 又出现个毛遂自荐的苏四猛 这下中浮平就头疼了 开阵县城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看来只有从长记忆 第1141集 吴贵宝缓缓缓捏碎光玉剪 眉头又皱了起来 他现在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城中有了内应 忧的是 中浮平说的那苏四猛 是上等罗天上仙修为 更有一个据说 可以御仙打仙 御神打神 专门打人后脑勺的七彩滑光塔 按道理说 像苏四猛这种距离先军 还有一步之遥的上仙 理应是很有名气的 可是吴贵宝却没听说过这号人 而且那离奇的宝塔也是闻所未闻 那苏四猛打婚骁勇也是得意 去了主城接管了黑狼军 屁股还没坐热椅子就道 通知黑狼军集结 随我去叫朕 那些黑狼军最近被夜空打得缩在城中 一个个喧嚣出城 跟着苏四猛冲到了小城面前 面对城外叫骂 吴贵宝站在城头吩咐道 所有兵士警戒 没有我的命令 不得出城应战 苏四猛在城外 远远看见青石城墙之巅 有个仙将 微微一笑一抬手 掌心有一只巴掌大的小塔 除啊 吴贵宝哪想到 那东西能打这么远 而且又那么神出鬼没 就看见城墙上的吴贵宝 头顶突然出现了七彩玩意儿 兵士一句小心还没喊出来 就听咣当一声 吴贵宝被打得晕倒在城头 小城里一片大乱 两员主将都被打晕倒了 这边赶紧把防御阵法升起 防止苏四猛打进城中 外边苏四猛也不急着攻城 在外边哈哈打笑 说道 我这七彩宝塔 任你天神降临也是要挨打 夜空 你别说着不出来 你有本事出来 你不是厉害吗 我告诉你 有苏某在 你就别想前进一步 说不定还要把命丢在这里 其实夜空只是闭一个小关 两三天的功夫 想把药木珠从镜子里弄出来 然后练在一件薄甲上 这样就更美观实用了 不用从裤裆去掏 到时候先立一催 立即发光 要人眼珠防不胜防 不过郁闷的是 没练成功 当药木珠露出来以后 其中封印的神光 竟然被夜空体内的光神之光 猛地吸收 吞了 而夜空在打进一道 光神之光剑药木珠 却没有了原来的效果 这就让人纠结了 一件好好的八品仙器 就这么给毁了 不过也有奇特的是 夜空的光神之光 吸收了那道神光 竟然有了变化 变化的不是光 而是光支持运行的人王甲 本身人王甲表面是很朴素的 不光滑的平板 灰黑色 造型显得霸道又大气 不过现在的人王甲表面 却隐隐有了丝丝的凹凸花纹 有些部位还生出了尖刺 浮现出身体 显得更加的酷了 虽然毁去了上股宝物碎片药木珠 可是让人王甲变得更加厉害 夜空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只是纳剑本来准备炼给大狱的仙甲 就只有以后再说了 等夜空闭关出来 才发现小城中一片大乱 他没想到闭关三天 竟然局势糜烂至此 在兵士的带领下来到了行军大仗 看着并排躺着的骁勇和吴贵宝 夜空面色一冷 刚才的好心情一下消失五宗 苏四盟 夜空咬咬牙 立即将苏四盟的名字和七彩光华塔 发给了铁玉山 不过很快消息来了 都没有查到他们的信息 这人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记录 而那个打人后脑勺的仙气 也是闻所未闻 这就有些麻烦了 不知其中的道理 又如何救这两人苏醒呢 夜空思索了一下站起身来 往大仗外走去 先锋关张少羽 却是赶紧拉住夜空 说道 夜大人 千万不要出战呢 吴贵宝仙将昏迷前吩咐说 那七彩华光塔 卑力惊人 欲仙打仙 欲神打神 没有把握 绝不能冒险 如果大人再被打晕 我们十万仙军 就连主心骨都没有了 欲仙打仙 欲神打神 夜空倒是不太相信 七彩华光塔 冲击量就是一仙气 能打天神 能无视神甲 夜空不信 而且就算那东西 不能引起神甲的主动防御 那我将神甲浮出体外 就不信他还能打到 夜空虽然信心十足 可是那些西秦仙将却是怕了 生怕夜空也倒下 一个个全部跪下 不让夜空出战 夜空苦笑 他从开始修仙到现在 还没这样被人打得不敢应战呢 正在僵持 外边有人汇报 说有人求见 夜空白手道 你们都起来吧 我看看是谁要见我 等兵士把求见之人带上 却是夜空没想到的人 小蔡仙 夜空没想到 来到严九星找到自己的小城里 竟然是小姑娘蔡仙 当然了 夜空总觉得她是个小姑娘 其实也不小了 当初只宁仙子 让她跟着气王 庄明志学习练气修炼 开始庄老园外 只同意她做个烧火丫鬟 不过后来烧火十年 气王老人家 觉得这丫头在练气上 还算有些资质 于是干脆收作了关门弟子 精心培养 至今也有了近百年了 现在蔡仙已经是一个 下等大罗金仙了 她的修炼资质一般 所以就算庄明志 费了大力培养 她至今也才这个修为 不过她练气的本事 应该学到了不少 毕竟气王最精通的不是修炼 而是智气 至于外貌 当日那个黑黑瘦瘦的小蔡仙 现在已经是 平平玉丽的大姑娘了 皮肤白如雪 乌发黑如铺 盈盈的小腰 仿佛柳枝一般 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叶大哥 蔡仙看见夜空也是很开心 不过那么久不见 又有些羞涩 夜空刚才抑郁的心情 也放松很多 笑道 我们的小蔡仙 怎么来到白毛玉找我来了呀 莫非是学艺不经 被亲王老人家赶回来了 哪有 蔡仙称了一句 说道 白毛玉可是我的家乡呢 听说夜大哥进攻白毛玉 我就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刚好师尊也说我进击大罗金仙之后 也需要出来历练一下 于是我便直接来了白毛玉 夜空点头 不管怎么样 白毛玉的炎武星可是他的家乡 现在他离家一百多载 想回来看看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夜空却找不到他可以帮忙的地方 毕竟他才是下等大罗金仙 在这样的战斗中 他的修为帮不上什么忙 就当他故地重游 衣锦还乡 回来玩玩吧 夜空没指望他能干什么 和他寒暄了几句 听说弃王又在捣鼓什么 超远距离的传送仙气 夜空心中倒是想起 自己的那个传送通道 通往神界的梅建城 通往地球的被毁坏 那以后是不是可以请弃王帮忙修理呢 不过那是后事 现在夜空也只是想想 暂时忙不到那个 夜空和蔡仙聊了几句炼气的道理 没想到这丫头倒是得了气 王真传 说话都很有道理 对各种仙气仙宝 天才地宝 竟然大多都有了解 夜空灵机一动 开口问道 有没有听说过一种 名叫七彩华光塔的仙气 专门打人后脑勺 而且被打之人 仙甲不会自动防御 最离奇的是 被打婚以后就无法苏醒 怎么弄都不行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级 铁玉山秘字号都没有记录的东西 可是蔡仙确实知道 开口道 有的 我曾经听师尊说过 当初他师从著名志气大师 卢斥大师时 他和他的师弟偶然得到了一块 非常神奇的七色光泥 当时师尊和他师弟将光泥一分为二 各取一半 师尊那块一直没舍得用 可是他的师弟却练了一座七彩华光塔 内塔使用七色光泥炼制 可以屏蔽仙甲对塔的感应 所以 砸人后脑勺时 仙甲不会防御 而且内塔有阵魂作用 所以被打以后 立即昏迷不行 除非用七彩华光塔来唤醒 否则 就只有用强力击打昏迷者 使其魂魄阵醒 而这种唤醒方式 很可能会造成昏迷者二次受伤 夜空听完后恶然 感情是七彩华光塔 还有庄老前辈的事 夜空立即又问道 那庄前辈的师弟是何人 不知跟拥有七彩华光塔的苏思蒙 有什么干系啊 菜心道 师尊说过 他那师弟比他更吃鱼之气 而且 制出来之后 很多仙器也不用 就收藏在自己的仓库中 没事把玩 所以外人也不知道 夜空点头 怪不得七彩华光塔没有记录 感情是人家自己的收藏品啊 菜心又道 师尊的师弟为人又小气 练出的东西从不送人 也不出售 却喜欢显摆 所以数万年前被人害死 仓库里大量奇特的仙器宝物 丢失一口 师尊曾经查探 不过却没找到凶手 夜空眼睛一亮道 那七彩华光塔在苏思蒙手中 就意味着他也有杀人嫌疑 菜心点头道 不错 如果能帮师尊 找到那杀人夺宝的仇敌 也算我没有白出来 夜空皱眉道 可是我听说那东西 欲仙打仙 欲神打神 就算是天神来了 也不能幸免 菜心笑道 那些都是吹嘘出来的 仙器就是仙器 怎么能打神 哦 就好像用下界的法器来打仙人 有用吗 或者有用 不过那威力就实在太差了 夜空点头觉得不错 打个比方 现在拿下界的敌品法器来杀他 就算他站着不动 也是杀不死的 夜空听完顿时信心打增 我就说那东西对我无用 那些仙将却不肯让我去 等会儿你好好跟他们说说 不过菜心确实说道 叶大哥 我想请你不要出手 还是让我出手 让我亲自抓到这个杀我叔叔的嫌疑犯 夜空大惊 连忙摇头道 那怎么行 你不过才下等大罗金仙 他已经是上等罗天上限 这相差的太多了 约六级挑战 就算是我 都没有玩过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不过菜心却是淡淡一笑道 若是其他人 或许我还不好对付 不过这个人 我确实有办法搞定 夜大哥 你就放心吧 而且我还有护身宝物呢 就算是先军一级的 也别想轻易伤我呢 菜心说完 只见他身体外流光飞舞 无数道各种颜色的彩光 围绕着他翩翩飞动 就好像有无数的发光蝴蝶 在围着鲜花跳舞 接着那些蝴蝶 突然全部停止 一动不动 就好像吸在了花朵上 夜空明神一看 只见菜心已经穿上了 艳丽动人的战甲 明亮的颜色 瘦窄的腰身 笔直的长腿 这件仙甲真是漂亮 不过夜空仔一看 顿时惊呼出声 食品仙甲 菜心道 使尊怕我万一遇到危险 所以把这件 他珍藏的蝶舞百花甲 送给我了 夜空笑道 智宁仙子真是给你找了一个好师傅 食品的仙气看过不少 食品的仙甲还是头一次见 气王庄明智 果然才大气粗 夜空啊 想不到你居然这么胆小 当苏四猛看清外边挑战他的 不过是个只有下等大罗金仙水平的小姑娘 她有种几乎要晕倒的感觉 甚至她有些怀疑对方 是不是刻意地隐藏了修为 不过想想 这个时候隐藏修为 貌似也没有很大作用 苏四猛还是摇了摇头道 夜空还是你出来吧 一个下等大罗金仙 我剩了也没什么意思 菜心却是开口道 姓苏的恶贼 我请问你 那七彩花光塔从何而来 苏四猛没想到这姑娘一开口就问这个 愣了一下说道 管你什么事 菜心道 穷有此物的就是杀我师叔的仇人 苏四猛奇道 你师叔是谁啊 叫什么 我师叔叫什么我不知道 不过 我师尊 庄明智 人称弃王 苏四猛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仙界恐怕没有人没听说过弃王大名 心中顿时响起 送他七彩花光塔那人叮嘱他 不要说是齐送的 苏四猛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没想到那个万人之上的人 竟然是杀害弃王师弟 夺取宝物之人 不过苏四猛脸上并没有表现 冷横道 弃王我倒是听说过 不过真的没听说过什么弃王的师弟 姑娘 莫不是认错人了 蔡心道 不管对错 先请下你再说 说完 只见他全身光滑亮起 仿佛无数蝴蝶飞舞 等大家发现蝴蝶停止 这才注意到他身上 已经穿了一件食品仙甲 在场人等 个个都跟夜空钢材似的 全都张大嘴 恐怕在场没有一个人 以前看过食品仙甲 食品仙甲 仙界最顶级的防御仙气 如果说食品仙剑是屈指可数的话 那么食品仙甲 那就是凤毛麟角 仙甲要比仙气之浅 所以食品仙甲的价值远超食品仙剑 苏四猛的双眼中顿时射出贪婪的光线 他开口道 我本来还不相信你是启王的弟子 不过我现在信了 他冷笑一声咬牙道 真是财动人心哪 不管你师尊是谁 这件仙甲我要定了 蔡新微微一笑道 只要你有这个本事 当众显露出自己拥有的食品仙甲 这倒不是蔡新太高调 而是他穿着这仙甲能伤害他的人已经不多了 就算是一般的仙军也无法对他构成伤害 除非是那种修为非常高的仙军或者仙帝 要不然一般的大仙上仙想要杀他 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了 以他的修为 想发挥这件仙甲的力量差得太远 不过 这难不倒汽王 早在仙甲中装上了仙玉辅助动力 苏瑟蒙冷横一声心中想到 食品仙甲又如何 我这七彩华光塔 欲仙打仙 欲神打神 你穿着这个 我照样打你 想着 他嘴角浮起一股淡淡的笑意 一抬手 七彩华光塔已经在他的手心 他根本没给蔡新反应的时间 取出七彩华光塔 就催动起打向蔡新 作为一个顶尖高手 对后辈如此 那简直就跟偷袭一样的无耻 不过苏瑟蒙无所谓了 他只想尽快解决 这个小姑娘得到仙甲 食品仙甲呀 仙界都绝无仅有的吧 得到以后 就远走高飞 让那什么气王满世界找去 反正没人知道自己的底绩 苏瑟蒙主意打得好 不过遗憾的是 攻击不能奏效 只见他放出七彩华光塔 他手心的宝物一闪消失 随后 一个闪着七彩奇光的塔形物体 从蔡新的头顶砸落 看见此景在场所有的西情军兵士 都是吸了一口凉气 当初骁勇将军和吴贵宝将军 都是被这一下砸中 修为那么低的柔弱小姑娘 她能有办法躲过一劫吗 不过蔡新却是一声娇斥 猛地举起纤细的手臂 而她高高托起的手心 却有一个也是散发着七色彩光的东西 当蔡新把那个东西举起 半空中的七彩光华塔 顿时停在了半空 苏瑟蒙立即就觉得心里一沉 连忙催动七彩华光塔砸下 不过她发出的命令竟然如同泥牛入海 屡试不爽的东西 突然不灵了 苏瑟蒙吓了一跳 赶紧大喝一声 收 与此同时 对面的小蔡新也开口了 斥了一声 收 只见那七彩华光塔 好像是铁块遇到了吸铁石 一下子被吸了过去 吸到蔡新的手心 跟她手心的七彩光紧紧地吸在了一起 苏瑟蒙大惊失色 没想到对面小姑娘竟然如此厉害 一个照面就把她的重宝给收走了 她顿时大怒吼道 小姑娘 你用的是什么妖法 蔡新道 少你死个明白 我可不是使用妖法 而是你塔上的七色光泥和我手中的七色光泥 原先本来是一对 这么多年不见 想要见面亲近一下 聊聊天 喝喝茶 夜空看见蔡新一举手就把对方的宝物给收了 她的心中也是很开心 终于看见了小蔡新的成长 想当初若不是她把自己从毒炎学里拖回来 说不定她就死在荒凉的炎场中了 所以夜空心里也很希望看到小蔡新能够长大 能够有本事 所以夜空为她开心 苏瑟蒙已经知道这丫头邪门不敢恋战 冷横一声 酸一狠 说完就想逃走 不过却没想到蔡新在短暂的一瞬里 已经用手中七色光泥将塔上的仙石抹去 又打上她自己的仙石 所以这回轮到她举起七彩华光塔道 捉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苏瑟蒙以前用七彩华光塔打人 却没想到有一天能打在自己的头上 只听当的一声 苏瑟蒙应声栽倒 从坐下的仙马上跌下来 激秦军这边顿时群情激昂 大家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外表娇柔的大罗金仙级的小姑娘 竟然如此的厉害 一个回合就把上等罗天赏仙给撂倒了 赫贼 过来吧 蔡新放出仙边捆了苏瑟蒙回头就走 蔡新也是很少作战 经验并不丰富 她虽然控制了七彩华光塔 不过她的修为实在太低了 不能发挥出塔的力量 而苏瑟蒙又高了她太多 所以她这一塔并没有将苏瑟蒙打昏 苏瑟蒙跌倒只是假摔 她被蔡新拎住 心中却是得意 小丫头 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佛祖在上 我苏瑟蒙指天发誓 今日必杀这小姑娘 如若做不到 我苏瑟蒙吐血而死 请佛祖保佑 苏瑟蒙猛地爆出这一声 夜空心中已经脱口道 马尼叫 两边观战的兵士全都是金额 没想到事情到此竟会有所反复 当苏瑟蒙施展灭世佛印 夜空就是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个苏瑟蒙竟然是马尼叫的余孽 苏瑟蒙本来就有罗天上仙的修为 又使用了灭世佛印 他的修为顿时暴涨三倍 所有人诧异惊悚的目光中 苏瑟蒙轻松地进入仙军境 而且修为还在暴涨 到最后修为竟然可以 比肩进入仙军境几十万年的老仙军 甚至实力距离仙帝也不远了 如此强大的实力的苏瑟蒙冷横一声 蒙的一个翻身 凌空乐器 同时他的双手接连打出数道仙决 包围蔡仙周围的空间 不让他逃走 接着他单手放在蔡仙头顶战甲之外 冷横道 听你说只有仙帝才能突破你的食品仙家 而我现在已经有了接近仙帝的修为 如果我全力以击打在你的头顶 我看你死不死 在场人等全都惊呆了 根本没想到事情逆转至此 也没想到这样的战场 竟然能有先帝级别的高手出现 而夜空更是心中电转 像苏瑟蒙这样的修为 以前剿灭玛尼教的时候 为何没听说过 还有 一般灭世佛印 只能一下提升一倍多的修为 而这苏瑟蒙却能提升这么多 苏瑟蒙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夜空踏着七彩云飞起 苏瑟蒙哈哈大笑 夜空 不怕告诉你 我就是玛尼教的成一鹏 当初被你这小子奸计偷袭 不过好在我有一魂草 我花费二十年重生 修为又恢复到中等螺天上线 没想到竟然因祸得福 我又感悟到了新的天道之灵 又遇到了明主赐我的七彩 华光塔 还指点我改进灭世佛印 虽然被苏瑟蒙胁迫 蔡新却是大声鹤问 何人送你的七彩花光塔 苏瑟蒙哈哈一笑 争鸣道 想知道吗 死了 我就告诉你 死吧 他已经发下了誓言 如不见识 他将吐血而死 所以他根本没留情 以全部的力量聚在一处 从掌心猛地轰击 向蔡新的头顶 只见从苏瑟蒙的掌心 突然发出明亮的白光 那白光瞬间变得巨大 把苏瑟蒙和蔡新全部包裹 再接着 白光猛地膨敞 剧烈地爆炸 在场所有人都睁不开眼 等不到白光消退 就听见白光中有人发疯的喊道 人呢 人到哪里去了 一空 你这混蛋 一定是你在高鬼 不过 他的话音没说完 在场所有人 都有感觉到天崩地利 他们睁眼一看 只见天空变得血红 地面在剧烈的地震 地面上不知道有多少气流形成的泉涌 这些混乱的先例仿佛喷泉水珠 冲破地面 笔直冲向天空 而天空中的红云也仿佛在震颤 布满了波纹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难道就是世界末日吗 那兵 也当然 西秦军的兵士这才看见 天空的另一侧 夜空盘腿坐在七彩云上 高悬天边 他双目紧闭 宝像庄严 背后一座佛像金光惨灿 与此同时 一股悲悯而强大的气息 铺天盖地而来 让善良者都想跪地膜拜 让凶恶者心生惬意 正在此刻 却见夜空双目一睁 仿佛怒目金刚 开口无悲无喜道 降魔度恶意 可降使剑一起妖魔 地魔 天魔 阴魔 人魔 说完 夜空一身右手 他背后 巨打百丈的金色大佛光影 也是同样伸出右手 神魔 苏斯蒙 去吧 这一生带着无可争辩的强大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力量 就看夜空手掌一番 不 我是佛徒 我是最虔诚的僧人 佛祖 苏斯蒙惊慌失措 他没有想到 最后取他性命的 居然是他信奉的佛祖 一只大山一样的巨掌从天而降 一巴掌将这颗大星球打得抖动起来 烟尘冲天而起 历久不散 而在烟尘中央的地面上 留下一个深达数丈的手掌痕迹 而那苏斯蒙却已经被打得粉身碎骨 再也没有活命的机会 这就是夜大人的力量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莫名 夜空带西勤军出马白毛运 一直没出手 上次射穿铁甲船 没有几个人看见 所以甚至有些人都以为 他没什么实力 可是这次却把他们都惊呆了 不知不觉中 夜空已经有了 可以抗衡先帝的力量 降魔度恶印 果然强大到可怕 至于对面的黑狼军 顿时吓得心神不宁 赶紧逃回大阵 本来他们以为自己很牛叉了 修为不错 装备不错 带一条比马还大的黑狼 挺恐怖吧 可看见夜空的实力 才知道自己屁都不算 光夜空放出的那种气息 就让他们屁滚尿流了 苏四猛一死 忠服平当家 这家伙在白毛玉待了那么多年 就是为了今天立功 他看出那些黑狼军将领 心中恐惧 立即一番策反 到了傍晚时分 黑狼军和各路先将 竟然一致同意 开城投降 投靠夜大人 接着 西秦军入城 旧姓 萧永和吴贵宝 那忠服平可不满足现在的功劳 又出了一计 说趁着消息还没传出去 不如我带着黑狼军 去盐八星片开仙镇去吧 萧永道 不错 果然是好机 我们西秦军派三万人随后就到 事不宜迟 立即出发 他们忙着进攻下一个星球 而夜空却来到了琵琶珠中 在那千军一发的时刻 夜空竟然是将蔡新收进琵琶珠中 躲过一劫 不过就算这样 蔡新已经受了不小的伤害 虽然他有食品仙价 可是他的修为实在是太低太低了 所以他也受了伤 当蝶舞百花甲收进体内 可以看见 他衣衫震碎 露出动人的皮肤 而他的嘴角却有一丝烟红的鲜血 昏迷不醒 不过他只是受伤而昏迷 半天之后 他拿长长的睫毛睁开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碧绿的荷叶之上 那河叶飘在水中 闭波荡漾 四周有红色的蜻蜓飞来飞去 景色优美 仿佛只身画重 蔡新又一低头 看见自己已经换上了已身衣服 吹弹可破的脸上浮起朵朵桃花 这里是哪里啊 小蔡新赤着小脚 站在一朵碧绿的连叶之上 环顾这片湖水 只见四周碧水一片 上面覆盖几许的连叶 更有些白白的连朵 停停立在连叶之中 几只红蜻蜓悄悄飞来 在平静的水面上轻轻一踩 顿时荡出一圈脸衣 好美的景色 蔡新看得如痴如醉 她不知道自己来到了哪里 想不到白毛玉中 竟然有如此景色绝佳之处 不过她又觉得这里不是白毛玉 这里的仙气如此浑厚 竟然不下于仙光山附近的仙光城 不过也有不同 蔡新感觉到这里的仙气 有种古朴浑厚的力量 确实 夜空这个世界属于刚刚开启 有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 蔡新不知这里是哪里 飞身而起飞上半空 想打量这个世界 夜空有所感应身影移动 已经出现在琵琶珠中 夜大哥 这里是哪里 仙气好浓厚 真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呀 夜空笑道 这只是我的一个身内空间而已 别人的身内空间都只有装东西的功能 而你的身内空间里面竟然有如此雄厚的仙气 蔡新崇拜地看着夜空 夜空不太好意思骗人家小妹妹 尴尬地笑笑道 是啊 我这个是比一般的好 你现在好点没有 蔡新这才想起检查自己的伤势 看了一下 他还没看见伤势 却先是满脸通红 红得要滴血的那种 夜空奇道 蔡新妹子 你 蔡新低头咬着嘴唇道 夜大哥 敢问 是何人为我跟医啊 夜空的脸上也是尴尬了 笑笑抓头道 是我患的 军中没有妹子 而你又被苏思蒙打得一山破碎 蔡新的头耿低了 又含羞道 大哥为何要给妹妹 穿上那么羞人的小衣小裤 夜空听了要晕倒 真想说大姐 那是夏季最流行的女子内衣 你那什么小背心肚兜 泻裤不都过时了吗 夜空觉得过时 可蔡新不觉得 这种内衣裤比什么都不穿还难看 简直是死不要脸 臭流氓 夜空又到 当时你一山锦裂 为兄我也是没有办法 总不能从你乾坤袋里寻找吧 于是就从我自己的储物戒指里 找出了一身女子内外衣给你穿上 或许你不适合这些衣物的饰样 不过呢 当时也是事出突然 请妹子你不要介意 夜空说完 看蔡新低头不语 有些焦急 急到 蔡新妹子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就是夏季女子穿在里边的衣服 不进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衣服 蔡新脸上都要冒血了 夜大哥真是太会捉弄人了 羞死了 那些怎么能看呢 蔡新被他吓到连忙到 不用不用 我信 我看过 蔡新也是一急 把心里的秘密都说出来 当时夜空全身被毒眼血沾上 夜空给他擦身体的时候就看过 看过 那 那就好 夜空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也尴尬 不知道 看过就好是什么意思 接着两人都低头不语 实在是有些尴尬 虽然你看过我 我也看过你 不过都是没办法嘛 夜空终于开口道 蔡新啊 你要信任大哥 像大哥这样光明磊落的正直伟男子 人间少有 对于美色是马的 抵抗力极强 更不会趁人之威 偷看偷摸女孩子的身体 像你身材那么动人 我也不会偷看偷摸的 一夜某人说的阵阵有词 蔡新却是听得小耳垂都要低些了 心说你没使坏 又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他嘴上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只好点头道 夜大哥 你别说了我知道的 夜大哥 你永远都是蔡新新中的 伟男子大丈夫 绝不会被美色迷住心窍 更不会做出那些 无聊 出阁的事情的 夜某人听得心花怒放 说道 是啊是啊 看来了解我的 还是蔡新妹子 不料 却听蔡新又问道 可是 夜大哥 为什么你随身带着女子的贴身衣物呢 这个 任一夜空再是聪明机智 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回话 不过夜某人的性格就是这样 你把他逼急了 他就恼羞成怒了 他开口怒道 让你看看伤势的嘛 一下说这么多话 一句话都没说到重点 快点 看看需要什么丹药 别扯那些没用的 蔡新知道他是恼羞成怒 心中玩耳 低头悄悄一笑道 伤势还是有点重 治疗神识和经脉的丹药都需要 不过 夜大哥也不必担心 最多一个月就能康复了 听这样一说 夜空也就放心了 取出些丹药递给蔡新 这些丹药虽然不是 丹王炼制的 不过却是姚婆婆炼的 鲜光熔炉出来的丹药 效果不会比丹王差很多 这些丹药是离开北地府的时候 楚依依依给的 现在刚好拿出来给蔡新服用 蔡新其实自己有丹药的 气王的徒弟出门哪会没有丹药啊 不过气王炼丹还是差了一点 看见夜空拿出丹药 蔡新喜到 你这丹药药力很强啊 我怕只要半个月就好了 接下来的日子 蔡新休养 夜空继续带人往这严守行前进 要说一下 蔡新对于夜空杀了苏四猛 还是觉得有些美中不足 毕竟留下了活口 就能问出杀他师叔的凶手 现在苏四猛挂了 这事情就时辰大海了 线索断了 不过夜空也是没办法 当时情况太过紧急 夜空喊怒出手 哪顾得了那么多呢 此事只好暂时割下 半个月过去 夜空带着十万西秦仙军 卡在了严六姓 第1145集 苍鸣之中无比的空旷 到处的虚空 不过虚空之中 却有一颗旋转着的绿色星球 这是一颗个头非常大的星球 要比之前的岩九星 还要大很多 这颗星球 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于这颗星球的周围 竟然有很多苍鸣兽在飞行 这一天 这颗巨大的星球 依旧在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缓缓地旋转 而在苍鸣的另一个方向 却有一只大军 正在快速醒来 这是中福平带领的两万黑狼军 要说这中福平这次真是立了功 他先是带领黑狼军到达岩八星 然后假意说自己在岩九星吃了败仗 这才逃到了岩八星 岩八星一看黑狼军自己人呢 那守将也没想到这些货全都投靠了野空 连忙打开仙镇 迎接黑狼军 想不到中福平片开阵门 立即翻脸 直接杀进了城中 随后又有西秦军两万人马 大家前后加工 一天功夫就把颜八星给占了 中福平立了守宫 由此不满足 又带上两万黑狼军去颜七星 想顾忌重演 却没想到颜八星动静太大 人家颜七星早就收到了消息 避震不出 不过也没拦住人家中福平 原来中福平跟颜七星的守将竟然认识 还熟得很 于是多方谈判耽搁了十余日之后 颜七星守将率不起义 投降夜空 一仗没打又夺了颜七星 中福平凭借个人的本事 连得两星 自信心膨胀 在夜空面前拍着胸脯道 颜六星守将是一个女仙人 我更有把握 让我带领两万黑狼军 我绝对有把握 五天打破颜六星 夜空道 那好吧 你就去吧 你立了多大功 将来得到多少赏 我或者北地 都不会亏待于你 不过夜空还是不太放心 毕竟越往前进 星球就越大 星球越大 战线就越长 同时 对方可用的兵将就越多 所以夜空还是不放心 又让张绍宇带了两万西秦先军 在后边支援 如果颜六星真的是中福平所说 是个没用的女人 那四万先军也就够了 到时候就可以在颜五星会师了 听说吴勇和大狱带着一大群义军 搞得是有声有色 波澜壮阔 颜五星已经成为了义军的一个大本营 中福平也是很会做人的 不但自己立功 而且也和西秦军的将领关系都不错 大家都喜欢他 没办法 坐卧底都这样 前边两万黑狼军军起 骑着黑狼在苍鸣中前进 远远看见 一片奔腾的黑色 那气势毫不威武 两万黑狼军后边 有一辆白色仙马拉动着飞车 车里中福平和张绍宇两位主将相谈甚欢 张绍宇道 我看叶大人将来成就绝不在五位先帝之下 虽然现在还得借助南地北地的力量 不过等白毛玉打下来 我猜叶大人一定会自理门户 中福平点头道 嗯 这是肯定的 叶大人讨伐翟东亮 报仇是假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自己占一块地方 作为将来谋夺全仙界的根据地 张绍宇比较直爽 开口问道 那中大哥有什么想法 是日后跟随叶大人 还是回去北地府 中福平并不直爽 他笑笑说道 那边给我的好处多 我就去那边呗 倒是张兄弟你做何打算呢 我倒是想跟着叶大人 张绍宇叹了一口气道 叶大人的未来和前途 如何我不敢多说 不过他的形式作派 让我很是敬仰 不过我是西秦兴人 我家中几百口都在西秦兴 故土难离啊 说到这里两人唏嘘 都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再谈 张绍宇看看窗外笑道 中大哥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我想问你 为何这岩六星附近 有如此多的苍鸣兽 而这种景象 在仙界其他星球 却很少出现呢 中福平看看车窗外 遥远处的绿色星球 和星球上无数小蝙蝠 一样的苍鸣兽 开口笑道 其实早些时候 远古时期 仙界人口还不稠密的时候 彻虫景象多得很 到处是苍鸣兽在飞行 弱肉强食 代代繁衍 不过后来仙人越来越多 各个星球的主导权 都落入了仙人手中 仙人们霸占地盘 屠杀兽类 炼成仙器 那些苍鸣兽的窝 还是在星球上 所以被仙人这一屠杀 苍鸣兽只好把窝 改到了无人星球 不过随着人类的增加 无人的星球越来越少 加上苍鸣中飞行和陨输 都会遇到苍鸣猛兽的攻击 所以这又引得了仙人们 大肆屠杀 搞到最后仙界 已经几乎没有了苍鸣兽 不过仙界四周的 很多蛮荒星球 那里倒是能找到不少 苍鸣兽 张绍宇引了一杯酒 点头道 原来如此 不过仙人为了自身发展 吐露丸苍鸣兽 也无可厚非 我等修炼之人 就是要扫清所有影响 我们修炼和前进的事物 他说完又问道 那为何炎六星 还有那么多苍鸣兽呢 忠福平笑道 这颗星球有些奇特 不但苍鸣兽多 而且星球上的各种妖兽 也是多如牛毛 其中步伐非常强大的远古仙兽 简直就是兽类的乐园 仙界中的小妖精 这样 张绍宇有些好奇 问道 那无人猎杀吗 要知道那些远古仙兽和神兽 那是宝物啊 活得可以收作作奇 死得可以扒皮抽骨炼成仙气啊 忠福平摇头道 和你有一样想法的多了 不过大多都是有去无回 传说那里有非常强大的仙兽 如果去招惹了这些仙兽 恐怕先帝都吃不消 那些可是远古仙兽 张绍宇吃惊道 那我们去岂不是送死 忠福平道 我打听过了 那颗星球还是很安全 你不招惹那些妖兽仙兽 他们也不会惹你 所以我们别管兽类 只是攻打主城 岩六星不适合人类居住 主城人口稀少 兵士更少 守城的还是个女人 又一颗星球 收入囊中了 张绍宇也是开心笑道 那感情好 来 再喝一大杯 当两人喝酒时 却没注意到 岩六星四周的苍鸣兽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黑压压的一大片 仿佛要把整个岩六星都包围在内 岩七星主城 此刻正是上午 不过城里却并不忙碌 行人三三两两 平凡忙活的街道上 此刻也是少有人行走 透过覆盖在城市上空的 半圆形半透明的阵法 可以看见阵外 正在下着一场 一点都不温柔的毒岩雪 白毛玉中 除了岩首星 其他所有的星球都会下毒岩雪 不过主城里的人都是幸福的 因为主城外边有阵法保护 城里人可以不用担心毒岩雪的洗澡 其实毒岩雪对所有的仙气物品 都会有腐蚀作用 就连这大阵在毒岩雪中消耗的仙玉 也特别的多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主城里边有传送门 有阵眼 甚至还有大规模群工的仙气 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被毒岩雪淋的 所以就算多花些仙玉 大阵还是必须要撑起的 站在城中最高的建筑里 夜空和蔡新并肩站着 看着阵法外肆虐的毒岩雪 夜空莫名其妙地感觉到 心情并不是很好 蔡新倒是心情还不错 她已经站在夜空的身内空间休养了十五天了 那个地方虽然不错 可是太孤独了 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真是好难受的 怎么样了 身体是不是完全康复了 终于夜空从空中收回眼神 望着蔡新关切问道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集 康复是康复了 不过还是有点麻烦 蔡新点点头开口说道 哦 麻烦 夜空眉头一皱 蔡新道 现在体内经络和元神的伤势基本都好了 只是有几个主要的经络通道 在经络壁上竟然有一些裂纹 始终无法修不好 蔡新说着 看见夜空眉头越来越皱 她开口笑道 不过 没关系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没感觉到哪里不是很正常 叶大哥 你别太担心了 我想 是可能以前就是这样 自己一直没有注意到而已 虽然蔡新这样说 可是夜空还是慎重得很 因为这个问题虽然小 可是也很重要 特别是对蔡新这种资质不好的人 尤为重要 经络壁上有裂纹 这是很多修炼废材产生的原因 打个比方 经络就好像人的血管一样 是想一个人的血管上有一个大裂口 整天往外哗哗地流血 那这人还有得好吗 经络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修炼者的经络上出现一个裂痕 那他的修炼生涯就结束了 先路就断了 就是谁也不愿意收的废物 而如果不是裂缝 只是一些裂纹 那对修炼也是有很大的伤害 试想 你在那边辛辛苦苦地修炼 而背后有个洞持续24小时地给你漏气 你这不是瞎忙活吗 蔡新本来的资质就是不太好 修炼速度就不快 如果不能加油还漏油的话 那他的前途就一片地灰暗了 所以不管他裂纹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这都是一夜空不允许发生的 好了 我知道了 你自己也别担心了 我回头帮你打听一下 一夜空说完 拍拍蔡新的尖头 像个林家大哥一样的微笑道 放心吧 不管再重的伤势 我都有办法让你恢复 蔡新从琵琶珠出来 不愿再回到那个没有人气的地方 所以夜空就让他带着几个兵士 在城里逛逛看看 而夜空则是来到了 驻扎在城口内部的军营 来到城门口 外边就是阵门 和外边的毒眼血 只有一层薄薄的阵法相隔 夜空发现外边的毒眼血更大了 这让夜空心里更加的不爽 莫名其妙地竟然想起 带着四万人马的中浮萍和张绍宇 不过夜空觉得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 所以他摇摇头走进兵营之中 兵营大仗里 萧勇和吴贵宝正望着星途 制定今后的计划呢 这两个打仗狂人倒是很投缘 没事就用先力把星途催放出来 搞什么模拟推演 不但如此 还经常争论起来 越争越激励 今天两人又在争论 我觉得到时候攻打阎首星 最好的办法还是派遣小分队 去打开阎首星的传送大门 然后我们的大队人马 就在最近传送门阎五星这里等待 到时候传送门一开 我们大队人马就可以杀过去 吴贵宝一边指点着星途 一边煞有介事地说道 萧勇却是摇头道 我不赞成 你要知道 阎首星的传送门在翟家军营中 如果要杀入翟家军营 打开传送门 那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算成功 那也要损失不知道多少的兄弟 吴贵宝道 损失点兵士有什么关系 总比阎四星 阎三星 阎二星这样打过去强 这样要多打三仗 那要死多少人呢 萧勇还是摇头 我们西秦军不怕打仗 而且吴贤将 你不要以为多打仗就是不好 你看我们最近攻下的几个星球 不但我们的损失有限 反而是一打仗 我们的实力就增强一步 所以不要怕打仗 要稳扎稳打 就这样阎四星 阎三星 一路打下去 比你那个冒险的计划要强多了 吴贵宝还是坚持起见 说道 不对不对 你那样虽然稳妥 可是你忘记了 我们得防止翟东亮逃走 如果我们不能发动骑袭 等我们到达阎首星 他早就逃跑了 萧勇摇头道 你说的也是个问题 不过要从真正的坐镇计划讲 我的计划还是比你们有优势啊 你那算什么计划 你那是没有计划 看见两人又要吵 夜空连忙上前笑道 二位仙将 现在我们还在阎七星呢 现在谈阎首星 是不是早了呀 这话却换来两位仙将的一致反对 怎么能说早了呢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打仗的推演 那是越多越好 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到 到时候 出了任何的事情 都能及时地想出应对之策 夜空只好虚心点头挡 不错不错 是我错了 二位军事家 我今天来试问 关于你们经络上有列文的解决方法 随后 夜空拔蔡新的情况一说 吴贵宝先叹了口气 摇头道 蔡姑娘多好的姑娘 这怕是要废了 夜空惊倒 不是吧 有这么严重 骁勇倒 有这么严重 当初南帝陛下有个子职 也是这毛病 单王去看了 说要找到一年寒雨床睡一睡 不过就算是南帝那么才大气粗 最后也没有找到一年寒雨床 这样 夜空有些郁闷地抓抓头 突然就看见外边猛地奔进一个兵士 带来一个更不好的消息 攻击炎六星的先军 在炎六星外 遭遇了大批名兽袭击 我军惨败 两万黑狼军被歼一半 中复平和张绍宇二位将军 侥幸逃回 我军在接近炎六星附近 突然遭遇大批苍鸣兽攻击 前队黑狼军猝不及防 仓促应战 奈何苍鸣兽数量众多 黑狼军寡不敌众 后队西群军及时救助 不过那苍鸣兽数量实在太过重多 是救回了大批的黑狼军 仍有小批黑狼军死于苍鸣兽考 苍鸣兽数量超过百万 我军无力抵抗 中复平和张绍宇先驾 已经命令先军后退 不过仍有不少苍鸣兽不死不休 再后追随袭击 所以撤退速度受到了影响 我军进攻炎六星大败而回 此刻正在撤回的途中 听见回来报告的仙兵情况汇报 大仗里沉静一片 所有仙将的心头 仿佛都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黑狼军死伤近半 苍鸣兽数量超过百万 我军大败 这些话听在各位仙将的耳朵中 都是心情沉重 以前的进攻虽然有挫折 可是像这种遭受如此巨大的失败 还是第一次 骁勇仙将拍案怒道 大兵压境 我就不信 我们赶不过严六星那些苍鸣声口 吴贵宝确实说道 小将军 冷静啊 那苍鸣兽如此大规模的出动 非人力可及 说不定只是巧合 他这一说 在场仙将都点头称事 要知道 调动百万苍鸣兽 那是闻所未闻之事 一半的仙人 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于是有仙将开口道 如言兴 有毒言语 会发生以朝 这以朝的发生 不以人力为转意 谁遇到谁倒霉 我猜这次大批的苍鸣兽攻击 怕是也是这种情况 夜空微微点头 此人说的也有些道理 如果这事只是偶然发生 那就没必要大部队攻击 不过夜空想想又问道 以前可曾有这种情况发生 夜空看向那些 原先宅家的投城部队 这些人原先都是宅家仙将 所以对白毛玉里边的情况 都有了解 不过他们还是纷纷摇头道 闻所未闻啊 夜空思索了一下道 看来其中还是有所名堂 大家大意不得 夜空说完又问道 为何我没有听你们说 那炎六星的镇守仙将呢 他到底姓是名谁 什么修为 有什么仙宝 那些投城的仙将 却又都是纷纷摇头不知 其中一个仙将正是 炎七星的镇守仙将 他走出说道 那炎六星的镇守仙将 乃是一个女子 姓宋 不过姓名不知 听说有下等罗天上仙的修为 其他就不知道了 因为此人长期驻扎炎六星 深居简出从来不和外界联系 就连模样长相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第1147级 旁边一个仙将走出来道 不错 不但如此 那炎六星本来就是人际罕至 很少和外界星球联系 甚至那星球上连一个传送门都没有 所以那个新鲜的想来 真是有些神秘 是这样 夜空皱眉 没想到大家原先都以为 最轻松的炎六星 竟然是块硬骨头 而且如此的神秘 大家又是一番商议 最后决定骁勇带领五万西勤军 前去接应中福平和张绍宇 而夜空则是带领大量的投城部队 跟随在后 速度略慢一步 准备大举进攻炎六星 夜空本来只有十万仙军 不过炎九星 炎八星 炎七星 三个星打下来 夜空收获了大量的投城部队 此刻夜空手下没有百万 也有七八十万兵士了 如果把七八十万兵士都派上去 就算对方有百万苍鸣兽 那又如何 所以大家打的还是强攻的心思 事实就是这样 打仗很多时候 就是只有一个办法 强攻 议事结束 各仙将纷纷纷回去安排 夜空把炎六星的女仙将的信息 发回铁银鱼山 请密子号帮忙查询 随后夜空离开了军营大战 来到了城中他的赞助地 回来一看 刚巧看见菜心从外边逛了一圈回来 只见此刻的菜心模样大变 竟然穿起南庄长衫 手摇折扇 头上的乌黑绣发 被一根白色的丝韬竖竖着扎起 唇红齿白 颇有一副偏偏俗式家公子 潇洒和灵动 其实菜心这次出去 主要就是买衣服去了 她本来跟着芷宁仙子 后来又跟着契王学习 一直也没有时间给自己买衣服 所以在夜空的身内空间 疗伤的期间 全部都穿着夜空免费提供的流氓小衣 因此菜心一出来 就奔着卖衣服的地方去了 首先 她自然是买了几套 内里的贴身衣物换上 脱下那些丝带和小布片 组成的奇特衣衫 菜心这才觉得舒服一点 接着就是外套了 菜心去的时候 是穿的夜空的长衫 倒有点女扮男装的意思 所以那女老板 隆重推荐菜心穿男装试试 菜心这么一穿 觉得相当不错 另外她想起夜空说过 军营中都是男子 她觉得自己一个女子 也过于醒目了 所以也就买了一套 男子衣服穿了回来 还真像是一个翩翩少年 夜空就要出征 本想把菜心留下休养 却没想到菜心非要跟去不可 她来到白毛玉 就是想回来看看的 可是之前在夜空的身内空间 待了半个月 现在又要她待在延期行 她当然不愿 夜空笑道 她好吧 不过你可要听话 不要胡乱出展 要知道 就算你有食品仙下 也不能说仙气就没人可以伤你 菜心点头道 知道了 这次我已经受到了教训 不过我得到了那苏思猛的七彩华光塔 实力大增 若是有谁自找不痛快 我就在她后脑勺 夜空哈哈一笑 带着女扮男装的菜心 跟随大队出发 没想到的是 菜心这女扮男装 扮得竟然引出了一场美丽的误会 出征第二天 夜空就收到了铁玉山那边的传书 说查到了一点 颜六星首将的消息 要说铁玉山密子号 果然有些能耐 查到那女仙将 本来就是颜六星土生土长的 谁也不知道她的师承 就莫名其妙地出现 然后去宅家 要求做颜六星的首将 当时宅家 没人愿意去 那个人际罕至的鬼地方 宅东亮看那女子修为什么的 都不错也就同意了 于是那女仙将在颜六星一待 就是数万年 最离谱的是 这么多年 她竟然没有离开过颜六星 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 修为就是下等罗天上仙 正在颜六星外操练一面大番 据说是一面奇特的招妖反 夜空点头道 怪不得有百万苍鸣兽攻击 全来如此 叶大人 前方发现大两苍鸣兽 数目巨大 小勇仙将已经和那些 苍鸣兽交上手 大队人马出发第三天 就接应到了中福平和张绍宇 中福平吃了败仗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 主动承认轻敌的错误 夜空略坐惩处 这才带领大家继续往颜六星前进 又行了两天 终于看见了颜六星遥遥在望 同时也迎来了苍鸣兽的攻击 骁勇仙将带领的西勤军 贤军不过五万人 他们虽然训练有素 可毕竟数量太少了 百万苍鸣兽一涌而来 仿佛一道苍鸣中的洪流 一下把结成防御援阵的五万西勤仙军吞没了 那道由苍鸣兽组成的洪流覆盖了西勤军 依然滚滚向前直扑后队 后队就是夜空带领的大部队了 共计有数十万仙将带领的六十万人马 当然了 这六十万人马大多是乌合之中 战斗力和西勤军没法比 所以战斗素质这就显现出来了 西勤军五万人整个被苍鸣兽群覆盖 也没有惊慌 而后队六十万人却是乱成了一团 荒成一片 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竟然有很多人临阵脱逃 夜空站在飞车之顶 回头看着那混乱一片的队伍 心中大怒 本来知道这些盐匪不堪大用 现在没想到连小庸都没有 仗还没打就自乱阵脚 一个个奔走逃命 夜空怒吼道 组建军法队 后逃跑者一律处死 所谓兵败如山倒 那些盐匪平日哪有什么纪律 任那些将官大呼小叫 也是喊不住人 夜空的喊话大家都听见了 可是没人理会 这时候连军法队都组建不起来 何谈处死呢 可以想象六十万人慌乱起来是什么情景 那简直是混乱一片 人踩人 人推人 大家都想先逃走 正在这时 大片的兽群洪流就好像洪水一般 把一盘散沙打得七零八落 正在这时 却听见通的一声鼓响 在场所有人都是心头猛的一阵 魁牛鼓又一次响起 这次夜空并没有跟他们客气 上次鼓舞士气用的是木质鼓锤 而这次夜空用上了金铁鼓锤 如果再没用 夜空就准备用魁牛腿鼓制成的鼓锤了 那鼓锤的效果虽然最好 不过副作用也是出奇的强大 勉强一战以后 怕是再也没有人能站起来 金铁鼓锤一打 效用不错 那六十万大军整个就是一阵 立即止住了逃跑的趋势 这时又听夜空清脆的声音传来 百万苍鸣兽而已 何须惊慌 我有雄兵百万 每人杀一只就已经杀光了 何须惊慌逃窜 接着又是几声鼓响 通通通打在所有人的心砍上一半 那些严匪的心中气血也翻涌起来 接着夜空将鼓锤交给吴贵宝 他亲自杀进苍鸣兽群中 手起刀落 好几只苍鸣兽折翼隐秘 那些严匪被古银激励 加上又看见夜空身先士族 他们也都镇定下来 心中纷纷想到 夜大人说得不错 这里不过百万苍鸣兽 我们也有数十万人 每人杀两只苍鸣兽就可以将其杀光 何须害怕 杀 带队的将官大贺一声 也奋力杀兽 杀杀杀 那些严匪也抛开胆怯 勇气十足 奋力地杀向身边的苍鸣兽 虽然说起来百万苍鸣兽 一个人两只也就杀完了 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那百万苍鸣兽并不是一个种类 有的苍鸣兽个头小 一刀一个 可也有很多苍鸣兽个头巨大 双翼展开大到几百米 皮糙肉厚岂是那么好杀 而且还有不少苍鸣兽 还有法术攻击 有的墓中射出红光 有的口中喷出毒物 一下就有一片的严肥倒立 不过这些厉害的苍鸣兽 立即就会有修为高超的 讲官接下 与之缠斗 苍鸣兽展开了一场 规模空前的人寿大战 第1148集 这一场真的打得天昏地暗 整整六个时辰 十二个小时 等绝大部分苍鸣兽被杀 小部分的苍鸣兽逃走 苍鸣兽又恢复安静 再回头看去 只见苍鸣中好大的一片 全是支离破碎的苍鸣兽尸体 到处都是 全部漂浮在苍鸣中 一眼望去让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战斗过后 再看那些严肥 各个双目血红 面目争鸣 好像还没杀够 互相之间恨不得自己人 再杀上一场 这就是奎牛骨带来的副作用了 正在那些将官都压制不住时 却看见夜空背高数十丈 高高站在大家的头顶 接着盘腿坐鱼七彩云上 双目紧闭 宝像庄严 正当大家不明所以之时 突然看见夜空双手手指 纠结在一起 很灵巧的那么一番 而同时 夜空的双目猛然睁开 目中有慈悲 口中缓缓说道 宝生如来 宝平印 只见苍鸣之中数十万大军的头顶 夜空的身后 突然浮现出一个超级巨大 淡定色宝瓶 而那宝瓶 却是斜着乘四十五度出现 瓶口中流出水流 那些水流并不是液体 而是白色的光 这些光缓缓地流下 照在下边数十万大军的身上 他们癫狂的状态顿时消失 一个个的目光开始正常 红色开始消退 他们又恢复正常了 不再是疯狂地杀人 很多人一口气呼出 跌坐在脚踩云上 还有的取出先玉先宝 给自己补充力量 不过也有人开始冲进 苍明兽的尸体中 收集材料 要知道 仙界苍明兽几乎绝种 所以很多材料价格高昂 而有些凶猛的苍明兽 身上的材料更是昂贵 得到就可以发一笔小财 宝瓶印可以解除不良状态 却不能制止人的贪恋 越来越多的严肥 冲进去抢夺寻找值钱的材料 甚至发生了火拼 夜空也默许了他们 毕竟经历了如此危险的战斗 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夜空规定了一个时辰时间 同时也组建了军阀队 禁止他们互相残杀 要说对练起材料的了解 蔡新要超过在场的所有人 他看见现场那么多材料心中大喜 进入其中寻找一些他需要的材料 不过他不善与人争抢 等到了地方早就被人搜刮了一遍 哪有什么好东西留下 不过就在他没有收获的时候 却看见前方某处 他的双眼顿时一亮 啊 想不到那百万苍鸣兽都被收拾得干净 那夜空果然是下定决心 狠扫白毛玉了 在炎六行 某个阵法之中 一个身姿动人的女子 正斜躺在一块好像床一样的 碧绿色石面上 小慧 我看你还是不要缠和进这个事情里边了 石床边 一个老婆婆低声劝道 我们玉兔家族 信奉与人为善 不许与人争斗 虽然你现在的修为不错 不过 我劝你还是置身事外 把炎六行给守护好了 那个叫小慧的女子 却是摇头道 他们是玉兔家族 可我不是 再说了 当初我和翟东亮说好 将炎六行交给我管理 如果他有难 我一定会出来帮忙 怎能因为对方势大就放弃承诺 这不是我宋小慧所为 那个老婆婆还是劝道 小慧啊 虽然我们不是玉兔家族 可是我们受了玉兔家族的恩惠 法师要守护他们 所以我们不能把战火给引到炎六行啊 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仙人 可没几个兵将 如果那夜空真的杀到这里 我们拿什么抵挡他 那个叫做宋小慧的女子 皱眉说道 我本来以为弄一场苍明兽大袭击 就可以挡住他们 让他们绕道而行 却没想到这些家伙 竟然把百万苍明兽打得七零八路 他说完美眸却是一条 开口又冷横道 哼 就算他们杀进炎六行 那也是没有关系的 苍明兽没有了 可是这颗星球的妖兽却多得很 其中不乏实力强大的妖兽 更何况 这些年我早就防着战乱 早已布下八荒百兽大阵 任他再多士兵进阵以后 也会化枕为灵 让我们可以个个击破 那老婆婆又道 八荒百兽大阵 这也是玉兔家族 留下的神奇大阵吧 不过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修为高深 你一个人 可以支撑这么大的阵法吗 宋小慧咯咯一笑 坐在绿色玉床边笑道 婆婆难道忘记了 这玉兔家族一年寒玉床 只要躺在上面 再大的阵法我也能撑住 听这样说 那老婆婆也放松下来 她也有所感叹 说道 想当初 玉兔家族 那也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仙界大家族啊 却没想到 后来竟然越来越凋落 多少宝贝都散失了 好在我们还够一起 各他们的宝物 守护他们的后代 否则 这玉兔家族 早就消亡在这个世界了 宋小慧道 归根结底 还不是这群兔子太善良太好心 在这个弱强强势的世界 他们能长期存在 那才是奇迹呢 正在他们说话间 外边突然跑进一个 皮肤白白的小侍女 进来就小心地跪地说道 大长老二长老 族长请你们去一下 说小主人走失了 听他这一说 宋小慧立即皱眉道 是啊 小影下午应该是到我这里来的呀 怎么一直都没来呢 莫非这探完的丫头跑出去了 想到这里 他跳下寒玉床开口骂道 该死 他不会是跟着那些苍鸣兽 跑出去了吧 正在此刻 严六星外 叶空和萧勇等几位先将 也开始商讨 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宋小慧 三千年前被人看见时 是下等罗天上线修为 现在修为未知 此女拥有一件 不知道极品的仙器 据说实力非凡 名叫招妖帆 此帆高八丈八 帆上挂六面小帆 非常离奇 可以招妖 招兽 招古兽 招仙兽 招神兽 招苍鸣兽 为他作战 乃是仙界 难得一件的一宝 如果一定要排品级 怕是最少八级 听了夜空从铁 羽山得到的消息 众人都是大皱眉头 没想到这 炎六星神秘的女仙将 竟然有如此宝物 萧勇道 我看八品 评估太少了 此番的威力 至少可以排到九品 他什么妖兽 都能招来帮他作战 这是多么强大 一个人 顶上千军万马了 夜空孝道 可是关键 要在妖兽多的地方 若是那种荒芜人音 就好像炎五十六星 那样的地方 他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 吴贵宝孝道 可关键 这不是炎五十六星 这是炎六星 据说上边盛产的 就是妖兽 各种妖兽 什么样的都有 可能还有上古的古兽 他这一说 大家都是哀声叹气 要跟着整整一个星球 兽类为敌 还真是一件 让人头疼的事 夜空却是摇头倒 我看你们 不要夸大那些兽类的本事 兽类毕竟是兽类 刚才那数以百万计的苍鸣兽群 不是被我们消灭了 只要我们有信心 就可以将烈士变成优势 那些兽类没有脑子 可是我们仙人有脑子 我们可以想办法 夜空这一启发 大家都纷纷出谋划策 什么从空中攻击 什么建立防御大阵 等等计划 都一条条的列了出来 不多时 大忌定下 几十万仙军浩浩荡荡的 开向炎六星 夜空也回到了 他的仙镇之中 进去一看 发现菜心正逗着 桌上的什么东西 发现夜空进来 菜心这丫头 竟然还藏着掖着 把东西收进了袖子之中 他的动作虽快 可是夜空已经看见 是一只毛色雪白的小白兔 怎么 有好玩的东西不给我看啊 夜空假意怒道 菜心这丫头 不像别人那么大胆 若是楚依依 早就扔白眼砸人了 而菜心却是把小脑袋一滴 说道 他们都说是苍蝇兽云念 要杀了 夜空怒道 胡说八道 不过是一只小兔而已 你是在死亡的 苍蝇兽群中捡到的吗 夜空说着 倒也有些疑惑了起来 按道理 兔子这类东西 不是苍蝇兽啊 他也没有本事飞进苍蝇中了 当下心中倒是疑惑 抬手跟菜心把那兔子要来 菜心也不敢拒绝 只好把兔子交出 挨求道 夜大哥 你就别杀他了 夜空揪着小兔子耳朵 拿过来一看 倒是挺可爱 不像个坏人 不像个坏兔 再一看 还是只母的 就是只普通兔子 看上去蛮漂亮的 你就养着吧 不过发生什么问题 你要赶紧告诉我 夜空把兔子又递给菜心 那兔子大概看出了夜空不是好人 到了菜心的手上顿时开心起来 直接往菜心的胸口磨蹭 看得夜某人一阵眼热 是你仙人版了 感情是只流氓兔啊 第1149集 阎六星上一眼望去 到处是一片苍翠 一片绿色 郁郁葱葱 新鲜的空气中看着如此绿色 让人的视力都觉得舒服许多 好像是一幅完美的油画 当然了 如此美丽清幽的景色 流氓出身的夜某人 是不懂得欣赏的 不但如此 夜某人身边的一排鞭儿丘巴们 也是坟勤主贺的主 这一星球的树 如果都砍成柴火 不知道要烧多少年 是啊是啊 里边妖兽也不知道多少 都杀了买钱 也不知要买多少的鲜玉 听见夜某人和身边的兵爷们对话 菜心在背后 悄悄送给夜空两个白眼 这家伙真是不懂得欣赏 这里景色多美啊 要比我老家炎五星漂亮多了 你们就知道破坏 正在他赴匪间 就感觉到衣袖内一阵骚动 随后探出一个可爱的红色小鼻子 再接着又露出一对小眼睛 悄悄地看着外边 小强 这里就是炎流星了 听见菜心给流氓兔起个名字叫小强 夜空几乎要一个跟头栽倒 心说小强是蟑螂好不好 流氓兔就叫小新 蜡笔小新不错 再说了 哪有母兔叫小强的呀 女孩起个男孩的名 这样对孩子成长不利的 会净化成假小子的 不过菜心也有道理啊 她在琵琶珠里 已经见过了奥特曼了 所以给她的小兔起名叫小强 就是希望她将来 比奥特曼还强大 到时候就起个大名 叫做奥特强 夜空听见 直接当场晕死过去 感情这丫头给奥特曼 找了个假小子的兄弟 既然菜心执意叫小强 夜空也就作罢了 大不了以后改做小强 小强之类的 流氓兔好像已经认可了 小强这个名字 她伸出脑袋左顾右盼 这都让菜心误会了 哦 你喝了想吃草是不是啊 菜心赶紧去路边 揪起一把野草 然后迅速把野草和小强的脑袋 三件衣袖 口中急到 不好 又要打仗了 小强 你躲在里面小心一点 兔子小强在菜心的袖子里 安全倒是不用担心 不过让小强郁闷的是 面前的一把野草 天哪 你竟然让玉兔族南宫世家的 小公主吃野草 还是没有清洗的野草 那跟草叶上还有一滴鸟粪 和衣袖里的安逸不同 外边果然已经是剑拔弩张 那岩六星主城建在一个三面环山的深山傲之中 正门一面却是一片平原 正是一个极其易守南宫之地 而且那主城被一层不透明的光照整个覆盖在内 从外边根本看不见里边的情况 而夜空和他的数十万大军 就驻扎在正门对面远处的一座小山包上 整个小山包都是部队和营房 规模也是非同小可 双方隔着中间一处开阔平原对峙 首先出马的是中福平 他驾云飞到阵前大声喊道 岩六星镇守宋小慧可在 在下中福平原县宅家黑狼军副将 岩九星镇守 请宋上先听我一言 那翟东亮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他就好像窗户上胡的窗直一通就破 我们叶大人想要灭了他 就是轻壮的汉子吃面条 费不了多大的劲 夜空听的眼睛发白 这中福平还真够贫的 就听他又喊道 相信宋上先也看出来了 赶紧签案投名吧 我们叶大人优待俘虏 哦不对 是欢迎投诚 叶大人说了 不要继续和人民作对了 这样是没有好下场的 门康到底 此路一条 沿六星主城里 某个仙气缭绕的空间 一张泛着幽蓝光线的玉石床上 一个美貌的女子却是冷横一声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叛徒才没有好下场 女子骂完玉手一番 掌心已经多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帆 她默念先觉抬手一放 小帆化成一道飞银穿过阵法 穿过结界飞出主城 外边忠服平就看见对面阵法中 飞出一道乌光 她不敢大意 放出仙剑同时后退数十丈 准备迎战 却没想到 那乌光并没有攻击她 只是化作一面高达巴掌巴的 巨大黑色番气 其杆好像一棵笔直巨树 树顶又有一面巨大黑色番旗 番旗上写着三个金色大字 招妖番 而大番旗下 又悬挂着六面小番 这种奇特的番却是前所未见 正在夜空这边吃惊 就听城中传出一声娇斥 狐齿贼子 眼流星的儿郎们 给我好好揍他们 她所说的儿郎并不是兵将 而是那满山遍野的妖兽野兽 招妖番 可招六种妖兽 几乎把这星球上 所有的妖泪都涵盖了 顿时 就听见东南西北 各个方向都有寿吼响起 那声音仿佛打雷一般 此起彼落 也不知都是什么兽类 竟然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吼叫声 夜空飞出阵前 却是冷道 宋仙将 我乃铁玉山玉点 前来征讨翟东亮这帮严匪 我是官 他是贼 他才是仙界不容的贼子 我奉劝宋姑娘分清是非 不要负于顽抗 否则毁了这颗绿色的 原生态星球 就别怪本座了 那主城中的宋小慧 哪有夜空口齿伶俐 知道自己说不过夜空 只传出一声冷横 再无声响 夜空看见他这样 立在空中大手一挥 结阵 只见仙君驻扎的小山头 顿时被一层 透明的光照覆盖 这是一层 非常强劲的防御阵法 而在小山包四周 又有无数兵士机器 他们手中拿着森寒的仙级 组成一个又一个 小型的圆形阵法 这是由数百个小型攻击阵法 组成的外圈 这就是夜空和仙将们 研究出来的应对之策 想那些妖兽厉害 无非是数量巨大而已 所以关键是保存体力 夜空他们设下的子母连环阵法 就是中间大阵防御 四周小阵进攻 当妖兽过来 四周小阵就开始绞杀 等小阵中的仙兵累了 就有新的小阵 从大阵中冲出绞杀 而之前累了的 可以缩回大阵中休息 同时大阵之中 还有弓箭仙玉大炮 这种射击武器支援 天空中的飞禽妖兽 也可以消灭 所以这大小阵法 一起转起来 就好像一台绞肉机 不管多少妖兽 都能将其绞杀在其中 哗啦 从山上下来的兽群 真的犹如潮水一般 满山遍野 让人难以想象 那本来平静的群山中 竟然有如许多的兽类 这些兽类千奇百怪 有的是仙界熟知 常见的品种 有的很多外形 千奇百怪 简直是闻所未闻 不知道是什么兽 不过相同的是 这些妖兽 全部都双目血红 在招腰帆的作用下 它们的心智都已经迷失 只知扑向前边的仙人 疯狂杀戮 不知危险 有了上次对付 苍鸣兽的经历 那些严肥组成的乌合军队 此刻竟然也跟西秦军似的 临然不惧 更让人好笑的是 他们不但不恐惧 反而都是目中有贪婪之色 仿佛看见了 大堆的宝物一般 有严肥吼道 上次杀苍鸣兽 得到的宝物 可以回去发一笔小财 购买房子了 今天又有了发财的机会 这次一定要把 娶老婆的本给赚到 另一组严肥喊道 美老八 你从苍鸣兽尸体中 逃到不少好货 我啥也没捡到 这次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了 叫美老八的严肥大笑道 嘴上逞能算什么本事 等会儿看我们哪边杀得多 这些严肥各个目光仿光 看向兽群好像是看着一群活动的仙玉 而另一边 训练有素的西秦军却是面目冷酷 各个手握场景一动不动 仿佛是金铁的雕像一般 又好像是海中砥柱 任凭海浪再大 也无有畏惧 第一千一百五十几 眨眼之间 那片辽阔的洪流就汹涌而来 把这一边给彻底地淹没了 夜空他们数十万人 驻扎的小山包那也是不小的 能给好几十万人扎营的地方 想想有多大 可是再如许多的妖兽洪流下 这座小山包仿佛一下就变小了许多 成为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一般 不是小山包变小了 而是妖兽实在太多了 从天空往下看 这兽群洪流真的好像洪水一般 大河掘堤一样 本来满眼的绿色 一下就被兽群的褐色所席卷 站得高了 看那兽群密密麻麻 倒跟乙巢差不多 不过这还不是兽群的主力 来得最快的 那是附近山头上的妖兽 这些妖兽虽然数量不少 可是都是主城附近的 一些小型兽而已 眼睛再看向远方夜空都吃了一惊 远方目离尽头 还有更多的兽群 就好像海巢一样 一浪一浪地拍打过来 而在那些兽群中已经有了很多高达数十丈的巨兽古兽 这些不知存活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古董 竟然在那招腰帆的作用下 也出来嘚瑟了 夜空又放出仙石 说在夏界这样的星球 他的仙石完全可以做到全覆盖 不过这里是仙界 他只能覆盖小半个星球 他用仙石这么一看 好家伙 仙石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兽类全部都往这边赶来 调动全星球的妖兽发动攻击 这番果然非同一半 夜空也是被招腰帆的力量给吓到了 那是什么 夜空又一次惊呆 他仙石中竟然看见一座巨大的山峰 在缓缓行走过来 没错 就是行走 想不到这山都成了妖仙 现在被招腰帆吸引了过来 不过那山峰虽然块头大 可是行走速度实在不敢恭维 估计等他挪动过来 没有百年也得有大几十年 山峰妖兽行动太慢 不在夜空的考虑之内 但是有一只夜空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兽 却是挺有威胁 只见那巨兽身体好像羊一般 脑袋似龙飞龙 四肢手爪倒是有些像人类的手 屁股后边还有一条巨大的龙尾在摆动 那东西个头比大象还大 动作有些笨拙 不过意外的是 它竟然会飞 后边还带着一批飞鸟猛琴 恶狠狠地扑过来 巨大的爆裂声顿时在夜空脚下响了起来 那是兽群和仙山碰撞在一起的声音 那些兽群虽然数量众多 看似浩大 不过真的打起来却是被屠杀的一方 标准的屠杀 那些先兵先将一直杀到手软 直到夜空看见那龙头阳身的东西 带着一群巨兽和骨兽到来 这才开始真正激烈的战斗 龙头阳身的巨兽飞过来 并没有对天空中的夜空等人出手 而是吼叫一声一头扎下去 冲进先军人群 以强硬的皮肤撞散一组攻击阵法 接着他昂头大吼一声 随后大脑袋猛地砸下 轰得一声 大地都是一斗 只见那东西竟然是张着嘴砸下来 牙齿磕在地面上 诸位可别担心他牙齿会磕掉 这是不会发生的 他这一磕 却是把几个鲜兵和大块头的石头 含在了嘴里 他又兴奋地吼叫了一声 昂起头 把鲜兵和大块石头都嚼巴嚼巴吃了 接着又是下巴磕在地上 然后上下嘴巴之间 又罩住了几名鲜兵 看着这东西牙缝里全是烂泥 还吃得如此欢乐 夜空惊一道 这是何物 胃口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骁勇道 这就是远古奇数 滔铁 滔铁这东西的大名 夜空在地球经常听见 什么滔铁大餐 滔铁盛宴 可今天却是第一次看见 早知道这东西能吃 却没想到这东西吃食居然完全不讲究 什么泥土石头 照吃不 倒是一点都不挑食 骁勇大吼了一声 大家施法 何为阵法 困住他 陷雨大炮 给我射 顿时从防御大阵中射出树道光柱 打在滔铁的身上 不过仙界的大炮实在是烂得很 那些仙光轰击在滔铁身上 根本连个白印都没有留下 萧勇又大吼一声 所有人 全力 何力杀死这个东西 夜空倒是觉得这陶铁兽皮厚凶猛 若是收归己用 恐怕将来的战斗中会有大用 不过他才一说 骁勇孝道 不可能 从古至今 不知道多少仙人想收服这东西 不过最后都放弃了 夜空祈祷 为何 还能吃呗 养不起 夜空恶然 这倒是个问题 这玩意儿实在太能吃了 谁有那么多东西给他吃呢 恐怕就是有座山 也不够他吃几天 萧勇又道 他不但能吃 还能拉 还不干活 简直就是一个造粪机 你要吗 夜空吓了一跳 算了 这种东西啊 还是赶紧杀了吧 杀呀 大群的仙兵从阵法中冲出 无数仙剑长脊 刺想饕铁巨兽 不过这东西果真是远古异兽 端得是皮厚 竟然毫不在意这些攻击 继续欢畅的大吃大喝 看着不断有仙兵被他咬碎吃掉 其他仙兵已经士气大露 除了西勤军 已经没有仙军敢上前了 夜空吼道 让 下边那些西勤军兵士也是出了一口大气 这东西皮实在太后了 夜空也并没有自己出手 而是放出了死神巨帘 奥特曼 出来 现在的死神巨帘可非同往日了 本来他黑得发亮的身体 现在已经进化成灰白色 而且更有金属光泽 就跟全身覆盖钢板一般 而他的八把巨刀的刀锋 竟然隐隐现出血红色 在场人等除了蔡新 有谁见过死神巨帘 看见这东西出来都吓到了 死神巨帘也不知跟死神有什么关系 总之不管是人是兽 看见他就会心中想到死 就会心中恐惧 与生俱来的恐惧 所以那些严匪都是吓得双腿哆嗦 这啥反应啊 好高大 好可怕呀 你看那刀多大多亮 估计一刀下来 我长十个脑袋也没了呀 旁边人道 十个 你长一百个脑袋也没用 要不你去试试 不是了老哥 你当我傻呀 要不咱还是溜吧 你本来就傻 溜什么溜 这是叶大人的仙虫 哦 真是什么人玩什么鸟啊 也只有叶大人 这么有个性的人 才能养这种仙虫 别说仙兵害怕 就连那些妖兽也是下的一致 一直大吃大喝的饕餐 也甚至停下来 打量这个恐怖的生物 现场几乎所有人都停下 观望着这两个生物之间 将要发生的惊天大战 那饕餐个头高大 比大象还高很多 趴在那跟三层楼房似的 死神聚连也不逊色 六把大刀插在地上 高大的跟城墙一样 所有人都看着他们 更有些胆小的 已经缩在了防御大阵中 生怕这东西打起来 殃及他们 饕餐一双红色的牛眼 瞪着死神聚连 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 作为远古异兽 感觉还是很灵敏的 同样 死神聚连一双绿色的小眼睛 也死死地盯着饕餐 大概感觉到这家伙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骁勇低声道 叶大人果然不简单 也不知他这是什么妖手 竟然有死亡之息 恐怕并非我们这一界之物啊 要说他们也算是见多识广 能一眼看出死神聚连不是此界之物 就已经不简单了 第1151级 吴贵宝也点头道 此物绝对非同一般 不过我觉得他比起饕餐还差一点 你想 传说开天辟地有四大凶兽 乃是混沌 明 穷奇 饕餐 这饕餐是开天辟地时就有的凶兽 当然非同一般了 骁勇笑着摇头道 你是传说看多了 我还听说传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 饕餐就是其中一子 喜欢吃喝 不被龙所洗 那我问你 是先有龙还是先有饕餐啊 照你的说法先有饕餐 可照我的说法是先有龙才是 吴贵宝恶然 他们两个的传说都是仙界流传甚广 可是要说其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恐怕谁也不知道 他们没讨论出明堂 下边已经站成了一团 紫神巨连的速度飞快 仿佛一个闪着荧光的变形金刚 全身充满流线型的金属气息 他腾挪躲闪跳来跃去 八把巨刀捂得跟风车一样 明晃晃的刀光 在阳光下要得人眼睛都被刺痛 紫神巨连的大刀毫不留情地 皮斩在滔铁的身上 不过传出的声音确实很沉闷 那滔铁的皮竟然是软的 也不完全是软的 而是跟密度像胶一样 一刀砍上去居然一点都不能割破 而且它的皮充满弹性 你用的力气越大 弹力越足 可以看见死神巨连的大刀 无数次地被弹得高高举起 甚至死神巨连的身体 都好几次被弹得在半空中翻跟头 本来滔铁还在笨拙地躲闪 不过现在一看 没有躲闪的必要了 如果能的话 滔铁真想说 任你砍就是了 我让都不让 有本事你砍破老子一块皮 死神巨连郁闷了 他还从来没遇到这种事 死神变成了一个玩笑 这是他绝对无法忍受的 不过认他如何用力得到的结果 不还是反弹得更高一点 萧勇终于看不下去了 飞过去说道 叶大人 要不您亲自出手吧 您这东西收拾不掉饕铁 现在士气持续下降中啊 叶空却也不理他 对着下边冷横道 战斗要有技巧 要会动脑 难道小怪也要我出马吗 众人一听都吃惊地看向死神巨连 难道这可怕的东西开灵芝了 这东西本身就恐怖得很 速度 武力 风力 弹跳力 全部都高到极点 如果他再开了灵芝 天哪 其他兽类哪有活路 不过让其他兽类悲哀的是 死神巨连听了野空的话 竟然很人性化地停下攻击 歪着头 斜眼看着滔屉 天哪 他真的在思考啊 吴贵宝几乎惊呼出口 如果野空这个不知名的玩意儿 真的会动脑 那自己都斗不过这东西了 死神巨连的思考不到一分钟 他又一次蹦了出去 不得不说 他跳得非常高 而且在空中可以改变方向 做任何的动作 这一次他没有直接砍向滔屉 而是从滔屉身边擦过 同时他锋利的长刀 在滔屉身上猛的一拉 一条恐怖的红色大口子出现了 滔屉充满弹力的厚实皮肤被割开 露出里边红色的血肉 而滔屉更是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 发疯一样地扑向死神巨连 看见这一景 在场人等都觉得不寒而栗 这样恐怖的东西 如果再有个聪明的脑袋 天哪 别说是受累 就连人都没有活路了 而骁勇更是拍着自己的脑门倒 连我都没有想到不用砍用割的呀 叶大人 我算是服了 你的仙宠都比我聪明 死神巨连掌握了方法 那动作更加的利落 在滔屉身边跳来跳去 每一下 巨刀的长刀划过 滔屉身上都要出现一条恐怖的刀口 每一次大刀甩出 都撒下一排鲜血点点 阳光下触目惊心 滔屉完全跟不上动作 他就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被当众活寡了 这不是战斗 是虐杀 当那只巨大的滔屉骨兽 终于支撑不住 轰然倒地 在场所有仙军全部受到鼓舞 群情激愤 不管是那些训练有素的西勤军 还是那些投城过来的乌合之众 全部都兴奋起来 叶大人的仙宠就这么厉害 还有什么可怕的 大家杀呀 要说一下的是 让人非常意外 滔屉倒地时 竟然有一点金光逃出 想不到滔屉 还有上古传承的天道之力 不过夜空没有得到 这份天道之力被附近的一个 严匪兵士得到了 后来一问 竟然是十之天道 这也是一份非常奇特的天道 上古流传的天道 怎么能不奇特呢 十之天道 有这种天道之力的人 以后都不用修炼了 直接吃东西就能从食物中 得到先元先利 也就是说 只要吃东西就可以修炼 滔屉有这种天道之力 那是很正常的 不过落到人身上 并不是好事 因为这份天道之力 要吃很多东西才行 打个比方 人家修炼一天得到的先利 你就得吃几百斤的食物 这还是金仙时期的数量 如果是大罗金仙 你每天就得吃几千斤的食物 到了罗天圣仙 算了 你干脆撑死我吧 人和饕餐不同 人是吃不掉那么多食物的 所以这份天道之力 根本没有批用 有等于没有 用不上 当然了 那个得到的严斐 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多了一份天道之力 而且是远古奇寿的天道之力 所以他当场 就从上等金仙 升级到了下等大罗金仙 不说那个运气不错的严斐 就说中间防御大阵中的蔡新 按照夜空的嘱咐 蔡新是不准出来参战的 夜空怕他受到伤害 另外 蔡新本来身体没有康复 也应该休养 不过蔡新倒闲不住 要说杀人 他有点不敢 杀兽 他还是敢的 所以他就哀求 那些看管他的军事 那些卫兵 闷在中央大仗 也是难受啊 于是就答应了 不过只让蔡新 站在防御阵法的边缘 不让他出去 可是夜空后来 放出了奥特曼 震惊全场 英士们看得太过于 全神贯注了 竟然没注意到蔡新出来 蔡新也是有把 不错的仙剑的 作为弃王的关门弟子 怎么能没有好的仙剑呢 所以蔡新也取出仙剑 跟着大军去屠杀那些小妖兽了 战斗进行得激烈 蔡新这一打也就忘记了时间 也不知道杀了多久 就听领队的将官大吼一声 叶大人有令 全力攻击主城方向 率先砍翻敌方招妖翻的 上一万仙玉 这确实是夜空下的命令 因为这一个星球的妖兽 实在太多了 这样杀下去 杀一个月也杀不完 所以夜空决定 公鸡纳敢立在城门口的大帆 只要将那帆砍倒 或者逼迫宋小慧将帆收回 这无休止的妖兽攻击 就可以止住了 蔡新心中一想 不好啊 我出来半天了 如果那些侍卫找我怎么办 不过他想走走不掉了 这是战场 在场都是有执法队的 你未经允许往后撤 那就是逃兵 蔡新不愿意做这个逃兵 他也倚仗自己有仙甲有仙剑 还要打人后脑勺的七彩划光榻 还怕什么 打就打 说不定还能第一个 砍翻招腰翻的人呢 让夜大哥吃一惊呢 第1152集 于是蔡新就跟着大家 冲进妖兽的重重围杀 杀向那面 巴掌巴高大的举翻而去 杀呀 就在前面了 把火变些机呀 杀他娘的 在一个仙将的带领下 他们这一队人马已经孤军深入兽群之中 原先五百人的小队 现在也只有一百人了 不过大家还是很激动 因为他们已经接近了那面举翻 他们是最接近那面举翻的小队 如果说哪个队最有希望第一个砍中举翻 非他们小队莫属 杀 杀他娘的 上百人全部都爆发一声怒吼 到了这里越往前就越艰难 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 当砍杀完一只妖兽 立即就有两只妖兽补上缺口 简直是艰难无比 杀 杀他娘呢 上百万人又爆出一声怒吼 同时向前一步 队伍中蔡新也是埋头苦杀 他可不好意思喊出脏话 不过他也觉得这样喊一声 好像很有气势的样子 距离招妖帆已经不足百步了 蔡新甚至都能看见那举粗的帆杆上 反射出黑色油光 不过百步之遥 却好像万丈鸿沟一般 看似很近 可是跨过去难 这百步整整走了一个时辰 百人的小队 现在仅有五十人了 而这五十人所站之处也高了许多 就像站在一个小山上 脚下全是他们屠杀妖兽的尸体 还有三步 蔡新心中一起还有三步 唾手可得 不过就在此刻 却听周围有人惊呼一声 队长 只见那一直带领大家 前进的先军将官 已经受伤太重 晕倒当场 这位将官修为不错 所以一直是他站在最前方 抵住妖兽洪流 现在他一倒下就比较麻烦 谁带领大家前进呢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蔡新 虽然改成男装的蔡新让人不认识 可是他的修为 他的仙剑都看得出 他是这里最合适的人选 前辈 大家都期待地看向蔡新 毕竟到了这个时候 没有人想后退 就算是死 也要死前砍那大翻一刀 看着周围全部是金仙秀为 蔡新义无反顾 他一声不吭 立即顶上将官原先的位置 开始挥剑斩杀 继续前进 杀 朕人心破的呼喊声又响了起来 最后这三步整整走了半个时辰 当到了最后一步 大家已经快要崩溃了 也不管周围的妖兽 直接大步踏出 挥刀砍向那面黑色大翻 不过却在他们这些人 踏出最后一步时 眼前的景色却是突然一变 只见黑色的大翻没有了 周围成千上万的妖兽没有了 周围的天地大山也没有了 就连身边一起奋战的战友 也没有了 眼前只是一间灰色的 有好几个门的房间 不好 有心症 蔡新顿时心里就是已经 可是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千万岂是个兵士 那就让你们自生自灭吧 冰蓝色的寒玉床上 一个慵懒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正是 炎六星守将宋小慧 他将招魂帆立在城外 当然不会没有防护 原来在城门口 他早已布下了八荒万寿大镇 这八荒万寿大镇 早先并不是困人的 而是远古大仙用来 圈养妖兽的 镇中有数以百万的独立空间 每间房中住着一个牲口 就可以饲养百万妖兽 不过到了后来 谁也不愿意坐着养猪场的厂长 太麻烦了 百万妖兽从哪捉 捉了如何饲养 而且真的和人争斗 也用不上这么多妖兽大军 因此八荒万寿大镇 就没人用了 不过到了玉兔家族 某位前辈大能手中 却有了不一样的用法 他将这阵法中 每个房间都连接起来 相邻的地方有门相连 搞成了无比繁复的迷宫一般 这就成了一个 可以陷困百万大军的巨大阵法 不但如此 大镇中还有捕捉 主城附近的大量利害妖兽 分别关在一些房间中 所以只要有人陷入阵中 不但与朋友分散 无法找到出口 而且会不断遭遇 各个房间猛兽的追伤 最后死路一条 那几十个兵士 看上去都是修为不高 而且各个全身欲血 所以大镇中央的宋小慧 根本不需要出手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让宋小慧烦恼的是 南宫家的小公主小影突然失踪了 那个丫头平日里虽然贪玩 可是也没有过这么久不回家 整个玉兔家族都急死了 可是把小城里找翻过来 也没有找到小影 正在这时 中仆老婆婆进来说道 南宫家的族长 请小姐出去商谈 宋小慧叹道 肯定又是他们想出城寻找 可是外面正打仗呢 出去被夜空勤去不是更麻烦 而且这阵法我也要看看 我哪有时间啊 老婆婆笑道 这阵法有什么 你不再也没有关系 还是去一下比较好 南宫家的人真是急死了 宋小慧只有忧怨地叹了一声 烦死了 老是让我从床上下来 老婆婆微笑道 这一年寒玉床果然奇特 有的人上去堂堂 立即就难受地爬起来 可是有的人呢 越睡越喜欢 百睡不厌 上去就不想下来 宋小慧道 是呀 我就属于后者 不过 像我这样的人可真不多呢 老婆婆又笑了起来道 那就麻烦了 以后啊 若是小姐的夫君属于前辩那一种 那岂不是永远不能同床共枕了 我才不要找什么夫君呢 宋小慧粉脸红了一下 又道 就算找 也要适应我这寒玉床的 想让我为一男人放弃这种宝物 门都没有 最好是啊 找一个跟我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利用 玉床秀链了 老婆婆哈哈大笑道 是呀 据说在上面双修也是事半功倍呢 这下宋小慧却是满脸通红了 催了一声 婆婆你坏死了 接着跳下床来 两人去向阵法后边的小城中 央射 某间独立的房间中 菜心推开小门 就看见面前站立着一只七尾仙壶 那七尾仙壶不知多少年没吃血食了 看见菜心顿时一丝锋利的牙齿 发出羞羞之声 七尾一摆就扑了上来 菜心一个飞退连忙退到后边的房间 猛地关上后室的大门 菜心并没有选择和七尾仙壶打 其实他有能力获胜的 只是他觉得不值得 刚才一路过来 已经碰见了几次妖兽了 都被他杀了 不过杀了以后 后边还是没完没了的房间 菜心知道自己进入了迷宫仙阵 在这样的迷阵中 关键不是杀死多少妖兽 是要保存好自己的体力 小菜心经过最近的历练 倒是成长了不少 他退回后边的一个房间 看着东南西北墙上的六个门 思索了半天 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这迷宫很是宏大骑客 中间也不知有多少房间 有的房间里门多 有的房间里门少 多的有七八个 少的也有四五个 在其中越走越迷糊 让人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 本来菜心是想着 把去过的房间做一个记号 不过房间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还有房间里面会有妖兽 根本无法留下记号 他又思索了一番 决定不再胡乱寻找 而是取出仙剑给夜空 发去了一封仙剑传说 把这里的情况说了 夜空正在外边看着没完没了的妖兽烦恼 收到了菜心的传书顿时已惊 思索一番 连忙下令撤兵 全部进入防御大阵中 第1153集 接到夜空的命令 所有的兵士都缩进了防御大阵 任凭外边妖兽好像潮水一样的聚集 阵中萧勇懊恼道 夜大人 为何突然宣布退兵 我带着人马已经接近那招妖帆 只要夺到了招妖帆 我们的局势立即就会改变 夜空也不回答 只是把菜心发出来的光玉简给他们观看 萧勇一看到 那大旗附近有阵法 夜空点头道 我之前也觉得 那宋小慧不会把自己如此一件宝物 放任在外边不管 只是那阵法巧妙 连我都没看出来 无贵宝道 没看出来 真没看出来 说不定也是哪个前辈高人布置的 这白毛玉上古时期 可是很多高人犯了事以后躲避的所在 留下这些个神奇的阵法和传承 也是说不定的 萧勇突然抬头又倒 可是蔡姑娘怎么办啊 我们总不能看着她陷入地震吧 夜空也是使劲地揉了揉脑袋 怒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不是找你们来商量吗 他们在那儿鸣思苦想 蔡心在阵中也是仔细思索 不过这阵法进去容易 出来难 正在蔡心彷徨之际 突然从她袖子里 跳出一个白色的东西 落地就迈开四条腿奔了起来 小曹 你不要乱跑 这里很危险的 兔子心说 这条路我每天要走三次 哪有什么危险 蔡心可不知道啊 连忙跟在后边狂追 口中还喊道 小曹别跑了 姐姐给你青草吃 兔子听说又吃青草 吓得跑得更加快了 一个在前边跑 一个在后边追 也不知跑了多久 兔子终于消失在一扇门的后边 这是一扇非常普通的门 和蔡心经过的那几百上千个门一样 不过门后的景色却不一样 只见门后仙气缭绕 浓厚的仙气好像薄雾一样浮在地面 踏上去就会向四周荡开 这哪里是迷宫啊 这分明是有人修炼的场所呀 真是可恶 我明明是最坦爱小影的 他们居然这样说我 宋小慧怒气冲冲地回到阵法中 刚才和南宫家的族长吵了一架 心情很不爽 所以独自回来了 让婆婆去应付那些娘娘腔 玉兔家族都是兔子 比脚雷弱 男的也都是细声细语的 不过走进阵法中 宋小慧却是眉头一条 用力吸了吸 好像是小影的气息 莫非他回来了 他心中一喜 连忙跑去阵法的中央 八荒万寿大阵 中央米市 这里光线昏暗 地上有仙气形成的宝物缭绕 在一侧看似没有门的墙壁上 光影一闪 竟然从墙壁中 走出一个颇有些英姿的女将 来人正是送小慧了 而纳敏墙壁 也是这阵法唯一通向小城的通道 消 宋小慧刚想开口呼唤小影 却感觉到一丝不对 他连忙屏息快走两步 来到了自己的寒语床边 他顿时翘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 本姑娘一会儿不在 竟然有不知道哪里来的臭男人霸占本姑娘的床 还在上面呼呼大摔 简直是作死 宋小慧心中暗骂一句 一抬手 一柄古朴的仙剑就放了出来 想要结果这个乱睡别人床的男子 确实 蔡心一路杀进来 一身长衫早已被受血沾染 他也没换 就这样躺在宋小慧的寒语床上睡觉 确实有点不卫生 可是就在宋小慧想要出手之时 却发现蔡心的衣服里一动 竟然爬出一只通体雪白的小兔子 小影 宋小慧顿时心中大喜 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可以形容她的心情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能到处乱跑 我知道大家有多担心啊 宋小慧骂了一声 就把小影抱了起来 她又看看还在沉睡的彩心 心中又想 这人怕是把小影送回来的恩人 我刚才差点取了她性命 那不是恩将仇报了 我宋小慧最讲义气 还没有犯下大错 宋小慧这样想着 又忍不住换了个方位 想看看恩公是啥模样 她这一看 就感觉心脏砰得一跳 好俊的男子 宋小慧常年待在炎六星上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十头八年也不见一个人 一般跟他打交道的男子 要不是南宫家族的那些宫兔 这些家伙个个阳气不足 端茶杯都竖起兰花纸 宋小慧看得倒胃口 要不就是那些腰先变成仙人 这些家伙就是阳气太足了 个个粗犷不羁 下巴上的胡子都是横着长的 衣服也不扣 露出一大排胸毛 要不就是外星过来想做交易 捕捉些兽类当做棋的 这些人都是修为有成 年纪也不小的 一个个别说头发 眉毛都白了 所以宋小慧平日里见的 也就是这三种人 没有一个是他看得顺眼的 更不曾见过今天这英俊的小将 只见得唇红齿白 文雅中不识英气 豪迈中又有书生之气 一身时下最流行的公子长袍 上边带着的兽血 更显他的鹦鹉 而睡梦中微皱的眉头 又让人心疼 如果蔡新知道有人这样描述他 他肯定要问一句 大姐 你说的是我吗 不管蔡新怎么想 宋小慧却是越看越有意思 心中暗想 这小将相貌如此的不凡 又不排斥寒玉床的寒气 怕是天意送来给我做相公呢 可惜就是修为低了点 蔡新也真的是累了 几个时辰的杀戮 加上进入这个阵法中的担惊兽帕 所以他本想在寒玉床上坐一下 最后却睡着了 这一睡也不知过了多少个时辰 等他醒来突然就是已经 赶紧坐起来 心中第一个念头 就是自己怎么在陌生的地方睡着了呢 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不过他又一想 自己有蝶五百花甲 还怕什么坏人呢 这才放心下来 不过随即 他又听见背后一侧 有花花的水声 蔡新回头一看 只见一侧的墙壁上 多了一个小门 蔡新分明记得 这个房间是很特殊的 只有一个进入的门 再无其他门 怎么一下子多了个门呢 他心中疑惑赶紧下床过去一看 只见那门中 却是有一方洁净的室内温泉 其中雾气腾腾 水光波动 其中传来花花的水声 好似有人洗澡一般 蔡新手中一动 已经捏了七彩滑光塔在手 他也顾不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心中猜测 八成是有个坏人男子 想要洗澡以后 对他行非分之事 所以他悄悄地走进去 准备给那无耻贼人 一个厉害看看 却没想到 他一步踏进去 却听水中哗啦一声 温泉里竟然钻出个人 四目相对 蔡新这才看见 水中出来的 竟然是个什么都没穿的女子 宋小慧没想到 小将这么快醒来 吓得赶紧缩进水中 开口怒道 你这人好生无理 为何偷看别人沐浴啊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集 蔡新没想到是个姑娘 赶紧收起凶器七彩塔 抱拳道 不知姑娘蜜月 在下不是故意偷看的 宋小慧又问道 那你可曾看见 如果是夜空这样的男人 就算看见也不会承认 死活不认 不过蔡新是个女孩 又没那么多心思 心说大家都是女人 看见也没什么 于是开口老实道 看 看见了 看见了姑娘的胸脯 这人怎么这样老实啊 还是她故意用言语刺激于我 宋小慧心中大羞 恨此人轻薄 开口怒道 公子 你看了也就是了 为何还有说出这种话 坐进我 蔡新听到公子 连忙辩解道 不是不是 姑娘 你搞错了 不过宋小慧 已经是大羞了 拍起一团泉水 怒吼道 那你还不走 还想看到几时 蔡新也不好分辨 只好躲过拍来的泉水 退到寒玉床边等待 不多时 就看见一个 刚沐浴完的美貌姑娘 从温泉那边走出来 这女子相貌不错 身材也不错 特别是沐浴之后 更加的好看 姑娘 在下蔡新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蔡新刚要说什么 却听那美貌女子道 蔡公子 你看你这一身血尖 哪有到人家家 做客的样子 把人家床都弄脏了 还不赶快去洗洗 那倒确实是 姑娘 抱歉了 只是 快点进去洗洗吧 蔡新迷迷糊糊 又被推进温泉房间 想要解释什么 可又是苦笑一下 还是先换衣服吧 虽然宋小慧让她洗洗 不过蔡新也没有 在别人家洗澡的习惯 所以也没洗 就站在房间的角落里 把沾满鲜血的 书生长衫给脱了 又从乾坤袋里 取出了一件 要说当时逛街也是匆忙 都没买女装 就买了两件 书生长衫 蔡新换衣服的时间 还开口问道 不知姑娘尊姓大名 为何在这镇中修炼 说实话 蔡新倒是把这女子 当成了以前困在镇中的 那宋小慧却没有隐瞒 开口笑道 奴家名叫宋小慧 这八荒万寿镇啊 也是我设下的 蔡新一听这话 顿时心中一震 她没想到自己歪打正着 竟然来到了镇眼的中心 找到敌方首脑 蔡新是和夜空一辆车来的 路上也没少听说夜空 说这个宋小慧的名字 知道她几万年前 就是下等罗天上仙的修为 现在已经更加的高了 不过蔡新并没有担心 她有食品仙甲护身 手中还有专门打人后脑勺的东西 只要打晕宋小慧 搜出阵法控制方法 打开阵法 那夜大哥不是就可以带人进来了 蔡新心中打定主意 换好衣服走了出去 右手垂下 手心向后 手中已经握住了七彩滑光卡 宋小慧却是不知道 她只看见了蔡新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 相貌是更加的嬴俊了 她心中一急忍不住开口问道 蔡公子可否婚配 可有道理 不知心相何处 若是之前 蔡新肯定是要解释一下 不过现在蔡新心中有了想法 想偷袭一个修为远高于她的仙人 她正紧张着呢 所以随口回答道 我原先是阎五星的人 不过现在定居在马尼行 我修为尚浅 目前没有想到婚嫁之事 宋小慧常年待在人际罕至的阎六星 而且更是整天待在这阵中 所以就是个恋爱白痴 对男女之事也不甚了解 她想得很简单 你没老婆 我没老公 你看过我了 总得负责是不是 还有 你不娶老婆 那是因为你修为太低 现在我修为如此之高 我都不嫌弃你 你还能嫌弃我吗 她越想越是如此 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 不过恋爱白痴也是不好意思的 真的让她心挑明 她也难以启齿 她坐在床边上 低头咬着嘴唇扭捏说道 那 那刚才 蔡公子 你看见我习子 你做何打算啊 宋小慧言下之意 就是要你负责了 不过她却没等到回答 抬头看去 竟然看见心中爱郎一身手 放出一个七彩滑光闪烁的东西 做何打算 就是如此打算 蔡新秉承着叶某人的教导 无数次听说 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当然了 她本来是个女子 也无所谓什么怜香惜玉 直接放出七彩滑光塔 口中吐出一字 啄 宋小慧没防备 甚至身上连仙甲也没有 当然了 就算有仙甲也防不住这玩意儿 就听当的一声 塔砸在她后脑勺了 顿时她就趴在了韩玉床上 叶 成了 蔡新一票三尺 大喜过望 却没想到宋小慧本身高过她很多 而且最关键 她还坐在韩玉床上 那韩玉床也是一件非常好的疗伤盛气 更有解除不良状态的特殊功效 所以宋小慧只是简单地昏了一下 顿时就又坐了起来 蔡新吓了一跳 手中七彩滑光塔又一次放出 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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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宋小慧每次刚爬起 后脑勺就又挨一劲 好不容易等到蔡新先缘不够 她这才喘了一口气道 你这无情无义的冤家 非要把我打死你才甘心啊 蔡新怒道 哼 我叶大哥扫荡白猫月 那是上乘天意下顺人心 替天行道之举 你等去善恶不分助纣为虐 我不打你又打谁啊 我告诉你 叶大哥说了 跟人民作对的人 必将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得粉碎 其实在蔡新来说 叶大哥的这句话 他自己都不太明白意思 不过他觉得叶大哥说的就是牛啊 这句话很有气势 感觉说完对方就被撵得粉碎了一半 也不知道宋小慧是不是被吓住了 愣了一下 摆手道 军家 既然你不希望我跟你作对 那么好吧 他说完一摆手 只觉一阵刚风吹来 蔡新竟然被送出了大阵 不但蔡新 就连跟他一起进出的那数十个兵士 全部都出来了 而且随后就看见那高高立志的招妖帆迅速缩小 然后化成巴掌大的一块黑影 收进枕中 招妖帆一收 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各位妖兽大哥该干嘛干嘛 该回家回家 该吃饭吃饭 各回各家各找各马而去 对面山包防御阵法中 夜空等人正在苦恼 不知如何去解救蔡新呢 却没想到他自己却回来了 而且妖兽公鸡也烟齐息鼓了 这让夜空等人百思不得其解 夜空去问蔡新 蔡新也是迷迷糊糊 不知对方那女尖将 是不是被他的七彩华光塔给打傻了 夜空他们想不明白也就不想 安营扎寨 打扫战场收拾妖兽尸体 不过到了第二天一早 对面城中却有一个老婆婆 带着一对人马 吹吹打打送来堆礼物 说是送给贵营蔡新小将 这就让夜空等人看不懂了 怎么仗打得好好的 还送起礼来了 有这样打仗的吗 就连蔡新自己都是迷迷糊糊 按说那宋小慧莫非是欠奏 早知道多打几下才好 不过疑惑并没有维持很久 很快那个老婆婆又来了 说给你们蔡新小将提亲来了 我们这儿有个姑娘如何如何 和你们的蔡新小将很是般配啊 只要你夜大人同意 并说服那小将 严流星是你们的了 蔡新听了当然是使劲摇头 她一个大姑娘也不是曹木晴那样的女同志 她心里还想着嫁人呢 现在好 嫁人不成 却要先娶老婆 这叫什么事啊 不过叶某人却是对那老婆婆说了 此事就包在本将身上 后天就是晃到即日 我们送亲进城 那蔡小将不愿 我们就把她绑去 叶大哥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答应她呢 等那老婆婆开心地离开后 蔡新发出了最后的挣扎 大声抗议道 蔡新妹子 其实这种事呢 是很正常的 男未婚女未嫁 早晚的事嘛 你就不要害羞了 叶某人仿佛觉得 这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正常 蔡新都要晕倒了 一个女人要娶一个女子 还很正常 蔡新真的怀疑 这小子是不是 不知道他真正的性别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当初在小屋中遭遇到袭击 两人可是做过非常亲密的摩擦 是啊 难道你觉得不正常 叶某人仿佛要把装傻 进行到底 不过就连旁边的萧仙将 和吴仙将都看不过眼了 萧勇开口道 蔡姑娘 其实叶大人跟你开玩笑来着 我们已经商议过 这严六星如此难攻 刚巧 现在人家有了和解的打算 所以 蔡新怒道 所以就要我娶一个女人 吴贵宝笑道 蔡姑娘 你确实也别当一回事 等到成亲那一天 我们一起进城中使些小手段 将那宋小慧亲了 也不用你们真的成亲 原来是这样啊 蔡新这才心中烧定 不过随即又皱眉道 可是叶大哥 叶大人是不是太卑鄙了呢 那宋小慧 放我和数十个兵士一次性命 而且又已经开成投降 我若实在那样 我觉得实在有点卑鄙无耻 其实就算是萧勇和吴贵宝 都觉得这样有点卑鄙无耻 不过这个计划 乃是伟大领袖叶大人提出的 谁也不敢说罢了 没错 确实有些卑鄙无耻 所谓爱是没有错的 我们不应该利用人家纯洁的爱情 叶某人仿佛意识到了错误 点点头 思索了一下又等 不如这样 我们改一下 你也是女人 她也是女人 然后两人进入洞房 那肯定是洞房不起来的 不如到时候 用点法术把你换成我 有我跟她送小慧洞房一番 等木已成舟 生米煮成熟饭 嘿嘿 她也只有认了 你们干嘛都要这种眼神 看着本座 是不是觉得这个主意 非常的有创意啊 等叶空说完 萧勇和吴贵宝面无表情 两人掉头就走 出了营仗 萧勇才学着叶空一向的口气 骂道 日你仙人版了 太卑鄙了 而在里面 蔡欣也是定了一下神 这才说道 叶大哥 我看还是别改了 将他擒住也就是了 何必换人家擒白啊 好吧 既然你都强力要求了 那我就把它擒了算了 叶空说着 伸手揽住蔡欣的肩头 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道 我知道你觉得这样做 有些不道义 不过这是打仗 如果能这样解决 不但救了我们 无数兵将的性命 还能让那些 夭手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适 我们有时候 不得不牺牲一下 其实 我真的很想牺牲一下 替你去洞房啊 你心里期待得要命了吧 还牺牲一下 其实我们也很想牺牲一下 站在门口的萧勇和吴贵宝 一阵付费 不过让他们郁闷的 却是蔡欣 这件小蔡欣 低着小脑袋 脸红红的 一月大哥 你真的好伟大呀 萧勇和吴贵宝 听见这一句都要吐血了 按道这叶大人 把妹的手段 确实强横啊 做通了蔡欣的思想工作 事情就更好办了 当天叶某人就派人 也给对方城中 送去大堆的礼物 其中有一个玉匣 来人更是指明说 这是我们蔡小将 专门送给 宋姑娘的定情之物 我们都不知道啥玩意儿 请宋姑娘亲戚 宋小慧本来还怕 那蔡欣小将不愿意 现在一看 定情信物都送过来了 赶紧把玉匣 拿进自己房间一看 只见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东西 中间是两块巴掌大的丝织布片 通过几根带子相连 也不知是何物 不过再一看 里边竟还有说明书 宋小慧这一看顿时大凶 原来这件奇特的物品 竟然是种衣服 名叫文兄 当然了 这种事情其实蔡欣是不知的 都是叶某人的安排 不过那宋小慧也不知道 收到了秦郎的礼物 他还是很开心的 决定在成亲那天穿上 不过要提醒一下的是 叶某人的说明书中 忘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件 让人晕死的事情 又过了几日 终于到了成亲之日 主城之中一片忙碌 那玉兔家族倒也无所谓 投靠那一方神仙 他们只是觉得 好多年没有喜庆的事了 大家开心一下 都是很积极的筹备 而蔡欣和宋小慧 也并没有相见 其实宋小慧 还是想见一下的 不过被夜空婉拒了 根据他说 这是我们家乡的规矩 不过倒是玉兔家族的小主人 就是蔡欣捡到的那只兔子 原来他可以变身成一个小女孩 小影 他倒是经常过来 成亲那天 主城上的阵法终于停下了 城门打开 不过宋小慧还是害怕夜空他们耍花样的 送来请帖 说只准这边派百名随从 等真的成亲以后再谈县城的事情 夜空他们都是一高人胆大 百人就百人 当晚大家都脱了战袍穿上盛装 蔡欣更是一身红袍 骑着一匹纯白的鲜马 跟着大车小车的礼物进入城中 欢迎夜遇点大人入城 出来迎接的是南宫家的族长 南宫家就是玉兔家族了 族长是个女的妖仙 修为不怎么样 中等大罗金仙而已 样子倒是很漂亮 当然了 如果想到他是一只兔子 夜空就不会有想法了 哦 南宫族族长 行了 以后颜六星 还是要你们管理啊 夜空先行谢过 夜空最近也是弄清了情况了 原来南宫家族 很多年前出现了个人物 南宫家族曾经辉煌过一阵 不过后来凋落了 不过烂船也有三金钉 南宫家还是有好些东西的 于是就有人对南宫家族的宝物 虎视眈眈 刚好这时宋小慧 带着老婆婆逃难来了 这宋小慧为人不错 资质也不错 南宫家族便对他大力培养照顾 最后还把一年寒玉给他修炼 招腰番的制作方法 和八荒万寿镇的控制方法 也是南宫家族给的 所以宋小慧受人恩惠 也愿意涌全相报 就常驻在炎六星成为南宫家族的保护长老 不过他毕竟只是长老 南宫家的族长才是主人身份 因此南宫组长出来迎接 这才显得庄重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南宫家族以后一定竭尽全力 帮叶大人把炎六星这处战略要地守护好 请叶大人绝对放心 南宫组长听出夜空的口气 以后还是将炎六星给他们管理 他也很是开心 立即大表忠诚 两人边走边说 夜空又是问道 那宋小慧 趁在家中 不好意思出来 夜空笑道 新娘子嘛 等会儿可一定要的出来敬酒 南宫组长也要多喝几杯 这可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绝对的好酒 女组长不好意思道 奴家不会饮酒 夜空笑道 嘿 大喜的日子和谐无访 夜空来到城中大殿 经过一番琐碎的仪式 终于到了拜堂的时间 那个地方也不兴什么红盖头 夜空等人终于看见了新娘子 发现这宋小慧相貌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修为也不错 已经达到了中等罗天赏鲜了 说实话 如果蔡新是个男人 被这样的女人看上 那就是她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萧永和吴贵宝 更是不断地低声道 夜大人 不如临时更换第二套方案 小将愿意牺牲一次 拜蔡姑娘圆房啊 是你新人版吧 这种牺牲本做都没有机会 又何况是你们 夜空堵住了两人的嘴 这才点头道 时间不早 让大家畅饮起来吧 我们这可真的是好酒哦 夜空说完 命令手下去把新郎一同来的几辆大车上的货物卸下来 想不到原来都是一坛坛的美酒 对于夜空如此推销他的酒 南宫家人等多了一个心眼 悄悄地测试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成分 既然没毒 那大家也就痛快地开始喝了 这一喝 发现味道真的不错 这酒够劲儿 好喝 宴席上那些赴宴的宾客们纷纷大赞 就连南宫家的组长和几大长老都破裂喝了不少 好酒 再来 个把时辰以后 已经有不少宾客趴在桌子上了 萧勇左右一看 不由地苦笑 原来这妖仙就是没有任何变成仙人的仙界之妖 虽然他们化成人形 可是在一定的情况下 就会不由自主地露出本形 所以当他们喝醉以后就都露出了本体 可以看见一屋子都是兔子 都在呼呼大睡 那情景 那情景实在是让夜空等人看着很不舒服 夜空叹道 想不到我夜空跑来兔子窝里 跟一群兔子喝酒 真是让人情和一堪啊 吴贵宝哈哈笑道 我也感觉有些啼笑皆非呢 夜空这才白手 行动 那南宫家族的女组长喝得脸红红的过来说道 夜大人 我们真是失礼了 不过你们行动是什么意思呀 夜空微微一笑道 南宫组长 行动的代号叫做猎兔 行动的目标就是接管岩六星组成 南宫组长这才明白 感情这火人不是好人 他当即大怒道 你们太过分了 我们都已经愿意投降 却为何还要如此 还有 那些倒在地上的南宫族人 你们下了什么毒药 夜空道 毒药倒是没有 他们只是醉倒了而已 不瞒你说 这些酒乃是夜某在夏季 弄到的绝佳酿酒方法 又用来自魔界最顶层 靠近神界药园中 所采果实酿制 虽然酒力很足 可是对人没有伤害 反而有好处 南宫组长这一听说 这才放松下来 又道 可是我们真的想投靠你 叶大人 你何必呢 夜空却是回头 看着洞房的方向 冷横道 等会儿你就会知道了 说完 夜空又已扬首到 夺取城门 迎接大军进城 房中大红喜字高挂 红竹摇曳 倒确实很有鲜昏的味道 宋小慧坐在床边 心中甜蜜 独身了多少万年 终于要结束这种孤单的生活了 心里比较混乱 他自己都不知是什么滋味 不过大半还是开心的 新郎官来了 那你们好好谈谈 忠仆婆婆迎进菜心 对宋小慧又道了一声 就按我说的做啊 说完叽叽眼走了 宋小慧脸上一红 婆婆跟他说 那男人和女人的事 你呢也不要太懂 反正到时候只要躺那 认他失为也就是了 他不好意思低头不语 菜心进来以后也是低头不语 菜心本来就是个小丫头 他自己还要人安慰呢 哪经过这种事啊 于是场面就比较诡异了 两人一个在床边 一个在门口 都低头看着蚂蚁 也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新娘子憋不住了 心说这菜小将就是老实 还是我来吧 相公辛苦了 呃还好 不辛苦 菜心有种想逃跑的感觉 他活了这么大 何曾遇到过这种事 宋小慧还以为他腼腆 又道 相公啊 不如把外套脱了 很不方便的 菜心穿的大红洗袍 上边有大红花 确实有些累赘 他连忙点头 哦 你那衣服比我还辛苦 也脱了就是 都挺相公的 宋小慧眼嘴一笑 也脱了红色大袍子 不过宋小慧这一脱 菜心却要晕倒了 宋小慧袍子里 是一套很英气的 紧身兽皮衣裙 那衣裙乃是兔子皮毛制成 制作精细 而且非常合身 刚好将女人的曲线 展露出来 不过让菜心晕倒的是 在这身兽皮衣裙外 居然紧紧地勒着一只 大红门胸 这宋小慧不知不觉中 开创了仙界 那衣外穿的仙盒 不过这样的搭配 实在是太不搭调了 宋姑娘啊 这衣服不是这样穿的 菜心忍住笑开口道 不过她心中也有些疑惑 这种样式 不是叶大哥家乡的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啊 不是这样穿 宋小慧祈祷 那难道是当裤子一样穿 你送来的说明书 不是说就是这么穿的吗 我送来的说明书 菜心这才明白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这个东西了 菜心本来是个不太会骗人的丫头 事到如今骗不下去了 突然开口道 宋姑娘 你还是赶紧逃吧 宋小慧虽然恋爱白痴 可其他方面不白痴 顿时起身冷道 你这块是什么意思啊 我都已经准备将城池拱手送上了 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这样对我呀 不过这时房门却是已开 走进一个男子 来人正是夜空 看见宋小慧的内衣穿法 他扼然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道 理由是你内衣外穿影响风化 所以本玉典决定逮捕你 说完 一副金质罪线索已经飞了出去 拿下了宋小慧彻底控制了炎六星 而宋小慧也明白了 原来自己竟然雌雄不分 把菜心一个大姑娘当成了男子汉 这实在是一件太糗的事情了 明白了事情的原因 宋小慧倒也没有怪罪菜心 毕竟两人认识的时间实在太短 菜心也没有机会告诉他详情 当然了 菜心更不会怪罪宋小慧 而且菜心上次被苏四蒙所伤 也多亏了宋小慧的韩玉床置好 两人反而成了好朋友 虽然宋小慧给夜空的前进造成了麻烦 也伤亡了不少兵士 不过打仗就是这样 对方也算是投诚人士 不能太过苛责 不过宋小慧想继续留在炎六星的要求 夜空没有答应他 想拿宋小慧万一真的怀恨在心 等夜空走了他控制了八荒万寿镇如果返了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免了宋小慧的罪责 但是炎六星的首将肯定不会给他了 而是任命他做个主将 带上几万兵士跟随在夜空的左右 其实这对宋小慧倒也是件好事 别看他岁数不小 可是对外边的事情也是很茫然 而且没有道理 这一出去日后倒是有一番成就 占了炎六星 下一步就是去炎五星 跟吴勇大狱会合了 夜空留下一个仙将 自己则带上大队人马奔向炎五星 苍鸣之中苍茫无际 长长的一粒人马正在其中行走 虽然说起来六十万大军 可是在那么辽阔的苍鸣中 也是并不觉得有如何的多 而且这长长的 好像蚂蚁一样的长龙之中 最醒目的就是中部的一辆大车 车上放的正是奎牛大鼓 而大鼓前边的一辆飞车 却正是夜空的车架 启约无依 鱼子同袍 亡于兴时 修我鸽毛 军歌声中 队伍整齐的前进 虽然黄婆婆并没有继续再吹来读炎雪 可是这首来自地球的古诗歌 却成了这支队伍的军歌 在飞车中夜空正对着一夜 暗金色的纸业发呆 这正是他临走时 男公家的女组长送出的礼物 一夜十万天到惊 车里还有两人 正是吴贵宝和蔡新 吴贵宝笑道 想不到男公家都积入了这么多年 却还有不少好东西 当然你也是心地太善良了 若是我呀 必定要炸他一炸 说不定还有更加值钱的东西呢 第1157集 蔡新却是好心说道 算了 我看那些兔子也很可怜的 吴贵宝看出夜大人 跟着蔡姑娘关系也不一般 所以立即改口道 确实 能拿出一夜十万天到惊 已经不简单了 而且这上面记载的 还是一种很不错的天到之力 狂猛之力 应该可以满足了 一夜空拿着的是狂猛之力的书页 心中想的却不是一夜十万天到惊的事 他沉思一会儿突然开口道 吴仙将 这十万天到惊 到底详细情况如何 你给我说说 我经常听人说起 可是至今 却还是很多地方都搞不清楚 吴贵宝却不知道 他心中羡慕这一夜十万天到惊的时候 一夜空的打算 却是整整一本 吴贵宝开口道 根据外界传说 实际上这十万天到惊 总共有两本 一本是远古时 仙界白晓生编著的 这一本我没有看过 传说在红仙主的手中 不过后来又说已失了 总之这一本 乃是正宗的原版十万天到惊 而且根据我听说 那原版的十万天到惊 相当难懂 一定要有大机缘的人 才能得到那上边强大的天到之力 哦 是这样啊 一夜空点点头 又举起手中的那书页问道 那我这张肯定不是正版的了 不错 吴贵宝点头道 外间流传的这种书页型的十万天到惊 乃是上古一位不知姓名的仙界大能编著 传说这位仙界大能偶然得到了十万天到惊的原版 爱不释手 不过他却有发现 那本经书中所记载的天到之力描述的不够详细 而且太过含糊 不利于仙人学习和修炼啊 于是他选取了其中三种天到之力 制成了三千叶大二版天到惊 就是叶大人你手里拿的这种 叶大人请看 这天到经上不但记载了天到的由来 下边更有修炼和感悟的方法 这些方法就是那位仙界大能凭着自己的理解 自己加上的标注 叶空这才明白 微微点头 看来红伯让自己找的肯定是第一版的了 这是蔡新说道 这位仙界大能既然能记下如此详细的标注 那么他一定是学会了这种天到之力了 如果他制成三千叶的十万天到精 那就说明他懂这三千种天到之力 吴贵宝点头道 不错不错 正是三千种 不过三千种不算多 我听说过有位仙人 懂了三万种天到之力呢 蔡新听了都要晕倒了 惊呼道 天哪 三万种 我再懂两种天到之力 吴贵宝笑道 这又何妨 刚才没说 那个懂得三万种天到之力的 最后没能飞升 反而在渡神节的时候挂了 叶空奇道 我听说渡神节不会死人 就是打落境界 然后让你重新修炼 吴贵宝笑了起来说道 哼 是啊 别人是不会死 可是他确实死了 我听说就是因为他懂得天到之力 实在太多太过复杂 当神节打下来 却不知道到底什么天到之力对抗好 最后竟然隐生生急死在了当场 还有这种事啊 蔡新听了恶然 夜空道 我看这人不是急死的 他是蠢死的 吴贵宝道 所以自此以后 大家都知道 懂得再多的天到之力 和自身的修为 以及将来的飞升 那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想当初 一目大师 只凭着一个人爱之力 就飞升神界 那是何等的霸道啊 夜空暗自点头 就听吴贵宝诱道 大人若是学习了这狂猛之力 修为必定大进一步 小将攻住夜大人了 夜空却是白手道 不是 不是我用 这狂猛之力 乃是一种突发的蛮力 像我这种斯文有理的年轻人 是不会那么粗鲁的 给大狱那个野蛮小孩 还是很不错的 马上演五星就快到了 蔡新 你很快就能看见大狱了 吴贵宝义一听苦笑 原来是给大狱的 在雪橙星掰手腕 他就已经天下无敌了 这次又有了狂猛之力 嘿 真是野蛮的小孩 他们已经到达了演五星 上午演首星宅家大殿中 一众宅家的将官们 听见这个消息 都是惊慌不已 按照这种速度 没有多久夜空 就会挺进到演首星 那么他就距离大祸 临头不远了 像皇帝一样 坐在殿内高台上的宅东亮 却是脸色不惊 淡淡地看着下边 慌乱的手下们 他们倒没有怪罪 这些属下胆小未战 说实话 就算他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吓得心里惶惶不安 不过现在宅东亮 却是定心得很 等下边众人议论够了 他才开口说道 诸位不用担心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黄婆婆已经愿意出手了 黄婆婆愿意出手了 下边刚才还惊慌失措的人群 顿时就好像打了一针机械 全都来劲了 黄婆婆出手 这下不用担心了 那夜空能不能离开白毛玉 都是个问题 黄婆婆终于出手了 那可是感悟到天地法则的 半神级线人 就算先帝都不是他的对手 听着下边议论纷纷 宅东亮微微一笑 这个消息也算是给他们手下 打了一股气 不至于让那些投降的言论 太过盛行 不过宅东亮 却是并没有说实话 其实黄婆婆并没有亲自出手 只是派遣她手下的童子出手 不过在宅东亮看来 童子出手也就足以对付野空了 因为据说那童子 带去了一只 非常神奇厉害的古仙兽 当然了 具体是什么仙兽 有多神奇 那就不得而知了 宅家后院 一栋到处都是黄颜色的屋子里 穿着鹅黄衫子的年轻女子 正在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说话 如果不认识 谁也想不到 这个美丽动人的黄衣女子 就是心狠手辣 手段高超的黄婆婆了 小飞 你跟着我也有不少年了 这次如果差事办得利索 我便赐你自由 等我飞升神剑 我手上这些仙器宝物 包括这敌仙玉如意 也都是赐给你的 黄婆婆清冷的声音传出来 那个小男童名叫包小飞 乃是一个仙界孤儿 被黄婆婆收养 别看她外表是个小小童子 不过她的年纪比那些胡子拉叉的仙人可大多了 她是被黄婆婆用艺术封印住了 不许她成长了 包小飞心说 等你飞升神界不知猴年马月了 你当初算计别人失误 最后算中自己 所以修为不能提升 在天神训练营永远是垫底 你何时能夺得神格呀 不过若是能得到自由 那就不错了 她虽然才是下等罗天上仙的修为 不过她在天神训练营里那么久 可谓是见多识广 如果在仙界生活 肯定是可以作为作福的 弟子 只愿永远伺候婆婆 以报婆婆收养之恩 包小飞不敢表露心中的想法 连忙跪倒磕头 好了好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离开我 长大 可以找女人 黄雨瑶开始说这话 还不见怎样 可是说着却怒了 哼了一声 说道 世间最可恨的就是女人 哼 争来争去 非要跟我争 比我好看的都死光才好 黄雨瑶骂完还觉得不解恨 又骂道 明武好看的也死光 跟着的包小飞心里咯噔一下 心说 这世上的女人都死光 怕是黄婆婆你应付不下来啊 黄雨瑶堵了下气 大概觉得自己也是够好笑了 笑了一下 御长拍在红檀木木桌上 又道 其实呀 别人都算 把那个女人死了才好 包小飞当然知道她说的是谁 赶紧开口道 弟子觉得 这世上最好看的 还是婆婆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集 听了这样的话 黄婆婆脸色好了很多 叹了一声 你是没看过那个女人啊 包小飞道 可我听说那女人脸上跟乌莲叶差一半 就连上级神王都显得丑 不让她做神 这样的女人 婆婆其实不用放在心上 包小飞本来是安慰的话 可是黄婆婆却又大怒道 你懂个屁 那个女人啊 巴不得自己变丑 这样大家就会晓得是我害了她 是个可恶的女人 心机深得你晓不到 若是叶空听见 肯定会大骂一句 你害了人家居然还这样说 你无可救药 不过包小飞却不是叶空 她开口说道 活活啊 那就永绝后患 干掉她 黄语摇冷横一声 这才说道 好了 总之这次去 你要拖住那心叶的脚步 不让她前进 就不能杀死那叶空 引那女人出来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知道没有 包小飞磕头道 婆婆 我知道了 只要逼得叶空无法前进 她就会去求 那个女人出来帮忙 等那女人出来 那婆婆 就有了对那女人出手的理由 然后 将她们都弄死 婆婆 您真是太聪明了 黄语摇不免有些得意 坐下淡淡道 真正聪明的人 要知道有些话 是放在心里 不用说出来的 婆婆 小飞错了 不过小飞会将功补过的 包小飞常年跟着黄婆婆 这拍马奉承 讨人喜欢的功夫 倒真是一流 黄语摇也不再斥责 开口道 那夜空本事也不算小 各种乱七八糟的手段也多 所以 你将我那只通灵地母给带上吧 黄语摇说完又瞪眼道 记住 你可以死 通灵地母不可以死 包小飞又连忙磕头道 弟子知道 那通灵地母乃是荒谷仙兽 在这一界早就灭绝了 价值可比弟子贵重多了 知道就好 黄语摇摆了包小飞一眼 摆了摆手道 那你即刻出发吧 而此刻夜空已经来到了炎五星上 想当初夜空偷渡仙界 第一个来到的就是炎五星 这里是他仙界的起点 不知不觉中 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回来了 叶大人 阳泉山寨的高文鹏和你与秦夫妻 看见带着大军回来的夜空 也是心中大有感触 百年之前 他们还想着吸收夜空入火 让夜空跟他们一起做山贼 却没想到百年之后 夜空竟然成为了仙界 屈指可数的大人物 带着百万的仙兵 最厉害的是 夜空竟然只花费了百年时间 就已经达到了上等罗天上仙的境界 距离仙君一步之遥 而他们的修为却是低得可怕 不值一提 不过让他们欣慰的却是 还好当初没有得罪这个家伙 大当家 二当家 在阳泉山上待过一段时间的彩星 率先钻出人群 高道友 你道友 当初夜空出到仙界 就得罪了那宅家矿的仙人 多亏二位出手相助 夜空一直铭记在心 来到仙界的第一把仙剑 还是高大哥送我的呢 听夜空这一说 高文鹏夫妇心中大定 你语情直爽 开口笑道 那不过是一百亿品仙剑 想不到夜代人居然还记得 高文鹏苦笑道 别说了丢人呢 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夜空道 你们那时也不富裕 一品仙剑对当时的我来说 就已经不错了 一众人等又是大笑 夜空随手递出两个乾坤袋 送给这两人 说道 滴水针当涌泉相报 这点小礼物 还请二位收下 那你与情接过其中一个 顿时面色一惊 就想开口说什么 却是被旁边高文鹏一瞪眼 夜空看见也只是微微一笑 确实 两把七品仙剑 数万仙玉 加上不少外边难得一见的好丹药 这些东西对夜空不算什么 可是对高文鹏他们这样的修饰来说 那就是了不得的好东西 而且周围都是严匪 若是大大咧咧地说出 保不准会有居心颇挫的家伙 会动坏脑筋 高文鹏对夜空一拱手 公声道 夜大人 我等必定竭尽全力 夜空点头 这才抱起大欲 对吴勇说道 你们也辛苦了 吴勇还是老样子 他是外憨里不憨 憨是一笑道 我们还好 哪有公子你们辛苦啊 他说完又开始介绍道 这是李瑞恩老前辈 我们能躲避毒严血 李老先功不可没 这是大家推举的义军将军 李四辉大先 这是 吴勇一番介绍 身边一堆人 都是来自各星的严匪 虽然这些人修为不怎么样 可是不能小看 这些家伙在各自星球都有一定的威望 他们揭竿而起 就省了夜空派出大军征讨和助手 所以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这些严匪修为不高 素质也不高 看见夜空高文鹏夫妇 他们目中都有贪婪之色 夜空哈哈笑道 赏大家都赏 只要投诚于我夜空的 我绝对不会让大家白干 那些严匪首领 听说大家都有赏 顿时全部欢呼起来 纷纷表示忠心于夜空 还有人说要去策反更多星球的严匪投诚 夜空表示了赞许 接着大家走进这边临时的大仗 大家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进攻的计划 吴勇道 大人您别操心了 严四星我们快解决了 大人你的大军在严五星休整几日 应该就得到消息了 夜空好奇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旁边那个临时推举出来的严匪主将 李四辉走出来孝道 他人 那严四星镇守的仙将乃是我远方表亲 之前我已经和他联系过 他倒是有意投诚夜大人 只是他之前一直担心被宅家征讨 所以也没有最后决定 不过现在好了 夜大人带着这么多兵马 相信他也有胆子投降了 我这就出发 去严四星劝他投入我方 夜空大喜 李四辉 若能兵不血刃取下严四星 我祭你一大功 谢谢大人 李四辉这就兴高采烈地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 夜空就待在严五星 先兵们要休整一下 他也正好故地重游一番 夜空在严五星上待的时间不久 去过的地方也不怎么多 不过有几个地方是必须去的 首先就是蔡新的小村子 这是夜空刚到仙界的地方 蔡新一个孤零零的孤儿 平日里没少得到村里人的资助 现在蔡新有出息了 当然要回去报答一下他们 跟夜空他们一起去的 还有宋小慧先将 他现在跟蔡新是好姐妹 大玉本来也是想去的 不过他得了狂妄之力 就在军营中闭关参悟了 去了蔡新家的小村子 夜空的车队又从另一个小村里经过 那个小村正是夜空被人追杀 陆雨担忘 后来得到天道之刃的地方 不过夜空没有在这里很久 因为夜空对这里的人并不熟悉 而且这里人也都不知道 那个给人医病疗伤的老仙人 到底去哪了 夜空来到白茅狱 倒是有寻找丹王的想法 不过没找到 想必丹王老人家 目前也不想出山吧 最后夜空又来到了 当时爆发以朝的那一座岩山 只见这里已经改变了模样 岩山已经被翟东亮派人挖得千疮百孔 夜空本想这里既然是古神尸体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宝物 想要探索一番 不过看这里现在的景象 夜空还是摇头作罢了 这山已经挖得不成样子 若是有宝物早被人取了 回去的路上 夜空在车里探道 为何人的仙石 无法探进地下深处呢 若是可以 不知道多少宝物都得到了 无贵宝笑道 若是仙人有这个本事 那也等不到你来取这个宝 泥土是个很奇特的东西 人的仙石可以探进水中深处 可是泥土中却不能深入很远 我估计啊 这和泥土中含有的各种矿物有关 像在这种被毒眼血侵透的土地上 我们的仙石竟然能深入不到一尺 第1159集 夜空点头笑道 我觉得这和史神有关系 他肯定想 如果那样什么宝物矿脉 那就太容易找到了 他这是给修仙增加难度呢 无贵宝知道他开玩笑 哈哈一笑道 这倒是也有可能 不过这地下的矿脉什么的 说难找也难找 可是说好找呢就好找 据说远古时候啊 就有人饲养瑞兽通灵地母 在地上寻找矿脉呢 夜空和蔡新等人 都没有听说过通灵地母 宋小慧也没听说过 问道 通灵地母是什么东西 我在严流星见过的仙兽 妖兽太多了 可就是没听过通灵地母 无贵宝笑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曾经在一文典籍中看过 这是一种非常和善 喜欢亲近人类的东西 据说他的特长 就是精通 土中炖法 在土中行走 他就跟水中鱿鱼一般 非常的灵活 正是用来在土中寻找宝物 和矿卖的好东西 不过遗憾的是 远古就很珍惜 上古就几乎没有 而现在彻底灭绝了 炎四星主城 战争时期 整个繁华的城市 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匆忙 大中午街道上的行人 不过三三两两 而两侧九家店铺 也是大多关门打烊 没有了以前奇声吆喝的景象 这是街道的一侧 沿着街边走过来三个男子 领头的四方脸 红脸堂 一经口敞开 披着一件大披风 远一看 颇有一股江湖的彪悍气息 白毛玉的居民 看见这号人 基本都明白 这是炎匪 而且看派头 还不是一般的炎匪 确实 这个炎匪 就是已经被夜空封为 义军总指挥官的主将 李自辉 不过此刻 李自辉却是心中极其不爽 他主动请英前来炎四星 那是因为炎四星的镇守先将 是他的远亲 他这个远亲 是个优柔寡断之辈 虽然早就看好夜空这边 可就是不敢扯其造反 不过人家想的也对 炎四星距离炎首星不远 如果这边刚反 炎首星出来征讨 那就麻烦了 但是夜空的大军一到 李自辉觉得东风已经来了 万事俱备 准备造反吧 等策反了炎四星 叶大人肯定大肆夹奖 等自己有了仙玉 有了足够的修炼资源 自己也要把境界提升个几十层 再不被人家看成没本事的炎匪 可谁知李自辉充满信心地来到炎四星 却发现事情有变 他已经来到这里五天了 竟然还没有见到自己那个远亲 每天去仙将府 得到的回复 要不就是仙将大人在闭关 仙将大人去打猎了 不巧仙将大人还有一个会 李自辉就纳闷了 这眼看要打仗了 你却忙着闭关打猎 你这仙将怎么当的 不过李自辉觉得之前谈得好好的 理应不会变卦 所以还是一次次地来 直到今天第五次 他才发现事情真的有变化 卧槽 那个守门的兵士竟然回答我们说 仙将大人说了他不在府中 真把我们当猴耍吗 跟在李自辉后边的一个小弟 突然开口怒骂 仙将大人说了他不在府中 李自辉听见这种话 顿时心中就是一凉 这谎说得太没有水平了 大家都是亲戚 你就算是不愿投诚 你至于这么糊弄我吗 李自辉没说话 怒恨了一声闷投继续行走 不过他心中想的却是 继续留在严四星 还是立即返回严五星 可这个时候 后边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小弟 却迟疑地说道 大哥 那个守门仙将乃是一个老仙将 一看就是精明之急的老狐狸 按说 他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呀 听见手下这句话 李自辉脚下猛地一停 难道说 李自辉也不是蠢人 立即就想到 难道是自己那亲戚 实在不便与自己见面 这才通过说错话的方式 来提醒自己 走 马上离开这里 李自辉立即有了决断 严四星城门口 这里已经挤满了出城的人群 这种战争时期 进出城那是相当麻烦的 城门口排成了一条长龙 李自辉等三人虽然有先将府的牌子 不过现在他们却不敢太过张扬 而是混在队伍中 缓缓地向外行进 李自辉低着头 耳朵里却充斥着前边两个妇女 叙叙叨叨的对话 马大姐 你也出城了 你不是说打仗和咱们没关系的吗 白家妹子你不知道呀 打仗跟我们没关系 可是变态杀手跟我们有关系 变态杀手 是啊 你还不知道 最近这几天啊 城里出了一个变态杀手 串门在半夜 钻入姑娘家的房间 杀人还不算 还把姑娘家的裤子撕开 可吓人了 现在城里有点门路的人家 就把家中女子往外牵呢 这名女子说完 旁边立即有几个女子 也叽叽喳喳地开口说道 是啊是啊 我也听说了 听说把房门关得再紧也没有用 那杀手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可能是厉害的大尖吧 不过你说这大尖干嘛要杀凡人家的女子呀 变态呗 还有啊 听说死掉的十几个女子都穿着黄衣服呢 哎呀 脏了 我今天就穿着黄衣服 听见这些女子叽叽喳喳地对话 李四辉发出一声痴笑 按说这些女子就是喜欢以鹅传鹅 听风就是雨 从地下钻出杀人 怎么可能嘛 再说了 仙人若是想搞凡人女子 要多少有多少 何必这样费劲呢 李四辉的驰声 被前边那个黄衣女子听见 她顿时不满地打量了一下李四辉 接着远离了一步 却没想到 就在此时 就在此刻 莫的 从地面下竟然钻出一道耀眼的剑光 蹭 所有人都惊呆了 李四辉更是任何反应都没有来得及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些女人说的竟然是真的 疯的一声 李四辉的身体外 一只紫色巨蟹的光影一闪 随后碎成一片星星点点 在场的仙人都明白这代表着 李四辉的四品先讲 仔些讲 连人家一击都没能挡下 就这样崩溃了 李四辉到现在都没明白怎么回事 他茫然地看看眼前一片惊恐的眼睛 再低头看看自己 突然 呼的一声 鲜血四射 李四辉身体从中一分两半 在场那些女人都尖叫了起来 太恐怖了 刚才还在谈论变态杀手 却没想到变态杀手就在身边杀人 而那个穿黄色衣衫的女子 更是瘫痪在地 口中喃喃道 大姐 别 别杀我 我以后永远不穿黄衣服了 显然 李四辉不是因为穿黄衣服被杀的 他没穿黄衣服 后边两个小弟下的腿都软了 看看那一点没变的地面 又对视一眼 甚至都顾不上给李四辉收尸 两人就吓得匆匆离去 一出城两人就放出脚踩银 生怕地上再冒出个什么玩意儿 三日以后 当夜空故地重游返回 也终于听到了这一消息 什么 李四辉死了 被地下突然出现的一道剪光杀死 竟然还有这种事 莫非有人提前埋伏在地下 等人经过时再突然出手袭击 夜空又皱起了眉头 这时中等罗天上仙 忠服平处列说道 李四辉可能是恰巧遇到 不一定和我们的事有关系 而且他的修为太低了 刚好我也认识严四星守将 不如让我去找他谈谈 第1160集 那好吧 这次就请中先将出马试试 如若他还是明瞒不灵 那我只有大兵压境了 夜空思索了一下 最后决定让中服平去试试 毕竟中服平已经是中等罗天上仙的修为了 而对方那仙将才是上等大罗金仙而已 相差两层的境界 想必那镇守仙将就想偷袭也是不太可能的 夜空对中服平的安全还是很放心的 等中服平一行离开 夜空也进入了短暂的修炼一下 毕竟像他们这样的仙人 还是要经常修炼提升自己的 几日后 夜空在境势里突然感觉到隔壁阵法中 一阵微弱的仙力搏斗 正在静修的夜空眉头一皱 醒了过来 这行军杖中的仙阵布置并不致密 所以会有轻微的气息渗透出来 像夜空这么高的修为 还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气息的微弱变动 难道是大禹突破了 夜空微微一笑 隔壁静视的正是大禹 想不到这丫头只花了十天 就已经参悟了狂妄之力 还尽急提升了 夜空也不在修炼 而是在外边等着大禹出来 没一会儿大禹出来了 他可不知道夜空已经提前知道 看见夜空他却是故意苦着脸 假装参悟失败的样子 夜空倒是没想到他会这样 祈祷 你怎么了 为何如此表情啊 大禹苦道 没参悟出狂妄之力 夜空这回可不信 怒道 你这丫头 我记得你很诚实的呀 怎么现在越来越会撒谎了 大禹委屈道 本来就没参悟出狂妄之力 不可能 我感觉到你突破了 而且你自己看 你已经是上等大罗金仙了呀 大禹这才咯咯一笑道 突破是突破了 不过并没有感悟狂妄之力 那是感悟的什么 我感悟的是狂龙之力 还有这种事 夜空恶然 没想到大禹参悟狂妄之力的天道精 最后竟然弄出一个狂龙之力 不过想想也是可能的 大禹本来就是水龙之身 按照天道精上的感悟方法 修炼出相类似的狂龙之力 也是并不意外的 公子 狂龙之力好 还是狂龙之力好啊 我就觉得一使用以后 我的力气更加大了 大禹又问道 夜空哈哈一笑抱起大禹道 当然是狂龙之力更好了 听名字都霸气得多 大禹道 公子 要不我们掰手腕吧 附近听见他们声音 而走出来的吴贵宝开口笑道 好啊好啊 我还没见过大禹 和一夜大人掰手腕呢 吴贵宝在雪橙兴 早就被大禹虐过 所以他就掺夺着 一夜空和大禹掰手腕 不过一夜空又不傻 早就听说大禹在雪橙兴 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又怎么敢尝试 联盟掰手道 哎免了免了 论力气啊 我可不是大禹的对手 我认输就是 大禹撅嘴道 真没意思 你们都不敢跟我掰手腕了 正在说话间 却有一架飞车 从星球外飞奔而来 速度惊人的快 仿佛逃命一般 夜空等人抬头去看 却顿时面色严肃起来 原来这飞车正是中复平仙将的 看着情况好像是中复平遇上了不好的事 莫非中仙将和李思辉一样了 夜空眉头一皱放下大禹 大步走向营帐的方向 那飞车一下停在大帐中 从车上跳下两名小将 对着夜空等人开口喊道 夜大人 快来救救中仙将 夜空等人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飞速奔来 一掀车帘 只见中复平情况还真是很惨 只见他下半身子整个被轰杀成一堆碎肉 两条腿整个都没有了 腹部以下一片血肉模糊 快 流声丹药 输入仙缘力 守护住他的元神 夜空顾不上询问 连忙失救 中复平的修为不错 中等罗天上仙 不过就算是他这样的修为 受这么重的伤 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而且仙人虽然有肢体再生的能力 不过若是处置不当 也会长出畸形 当然了 如果救治不力 也可能体质受损 修为掉落或者无法继续修炼 等大家一番忙碌 中复平终于缓了一口气 双目睁开了 看见夜空开口道 叶大人 这次任务 听见此人受伤如此严重 开口却是任务 夜空暗自点头 这人倒是干事的人 以后可以留在身边 不过夜空并没有让他多说 而是止住他道 你先静养一下 不着急 正在这时 宋小慧赶来了 说道 叶大人 我那一年寒玉床对疗伤很有功效 只是那床 有人适应 有人不适应 我想让中大人试一下 如果有用 他还没说完 中复平喊道 还有此物有用 大大有用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寒玉床 寒气实在太大 一般人吃不消 所以这才不适应 宋小慧适应 那是因为他身体是天然火属性 可以对抗寒气 而蔡新是因为他常年帮汽王炼气 吸收了炼气炉中之火 也算是个后天火属性 而中复平并不是火属性的身体 不过他有一个天道之力和火有关 所以只能勉强放出椅子天道之力 对抗寒气 他就可以享受寒玉床疗伤的功效了 大帐中 寒玉床放在中间 只有半个身子的中复平闭目静养 旁边夜空等人坐下 本来是让中复平闭关疗伤的 不过他说他还有话说 所以也就让他参加了 那和中复平一起去的小将开口说道 义大人 是这样 我们三人来到银寺行 主城已经封锁 禁止任何人出入 中仙将给那镇守仙将送去了一封信 意思就是请他认清刑事 早点投降 我等在城外等待 很快就有御剑送来 那御剑中话语倒是委婉 说他不想投降 要效忠宅家 请老友见谅 萧勇点头道 此人既然如此说话 倒是还顾念旧情的样子 小将又道 是 中仙将也是这样想 觉得还是有努力的希望 决定去不远处的一个小城先落脚 等回头有机会 面见那镇守仙将 大家当面谈谈 可是却没想到 我们刚到了小城 中仙将刚从飞车上下来 就在这时 地上却突然射出一道剑光 一下轰在中仙将的身上 好在中仙将最后一刻感觉到危险 向上飞起 否则就会当场殒命 又是从地上射出的剑光 夜空等人都皱眉起来 莫非是有土盾功能的仙剑 吴贵宝听了那小将的介绍 开口问道 不是 这是中浮瓶睁开眼睛 略微回忆了一下说道 不是仙剑 而是有修饰在底下 以我的修为 现实能够感应到底下不到一尺的距离 我分明感觉到有一个人的脑袋 也正是因此 我才能提前以吸把底而起 躲过他必杀一击 地下有人 那就是土盾了 吴贵宝问道 夜空却是摇头 不对 土盾之法别说仙剑 就连下剑也有 不过土盾之法 那是用来逃命使用 一般是认清一个方向盾走 不可能让人长时间躲在地下 更不可能 如此精准地盾到中浮瓶脚下 不是土盾说 中浮瓶也道 土盾之术 并不能进入地下身处 而袭击我的那人 一击以后 就又进入了土中身处 其法术要比土盾高明不知多少倍 夜空点头接着又道 不一定是法术 也可能是仙器 我在下界曾经杀过一只地震灾寿 然后将其可炼制成可钻地的法器 很是好用 只是那东西我没有带上来 而且就算带上来了 以仙界紧密的土质 怕谁也用不上 吴贵宝道 都有可能 那天我和叶大人说的通灵地母 也是很有可能 听说缘故有人将其驯化以后 躲在其身体中 入土行走如飞 日行万里 萧勇孝道 不可能 那东西早就绝肿了 若真是那东西啊 我们可倒霉了 相传通灵地母 光耳朵就生长了十八个 想捉他 太难了 第1161起 耳朵就有十八个 夜空听见也是大为的吃惊 如果对方真的是弄了一只通灵地母 那可就麻烦了 这时中府平开口道 大人 我要说的是 那袭击我之人使用的仙剑 至少也是九品仙剑 不瞒各位 在下的仙甲乃是八品铁木甲 中府平没说完 吴贵宝就是大精 指着他道 八品铁木甲 难道那事是真的 夜空等人不明 所以只听躺在韩玉床上的中府平点头道 不错 当初我一时糊涂 偷了北帝陛下 准备赏赐给谬仙将的八品铁木甲 遭到陛下的责罚 这才被迫离开北帝府 不过北帝当时说了 如果我前来白毛雨 做千年卧底 就将铁木甲赏赐于我 原来是这样 吴贵宝点头 本来他以为中府平离开北帝府是苦肉计 却原来是中府平真的犯错 后来为了将功补过 这才来到了白毛雨座卧底 中府平又道 我是中等罗天上线 又穿着八品铁木甲 所以能一击击破防御 将我伤成这样 非九品仙剑不可 而且事件之人修为 至少是下等罗天上线 否则他这一剑的威力 不可能如此之大 是这样 夜空和众人都低头思索 根据之前的情报 整个白毛雨也不过宅东亮有一把九品仙剑 宅东亮是不可能跑出来客串杀手的 显然敌方又有了新的帮手 萧永思索一下道 之前就有消息 黄婆婆到了严守兴 不过她一直没出手 莫非是黄婆婆 夜空摇头 那黄婆婆乃是自重身份的前辈高人 如果她要出手 直接来找我就是 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猜要么是宅东亮有了新的帮手 要么就是黄婆婆的后辈子执 无贵宝咒没倒 可是这就麻烦了 有这样的杀手 我们劝降的人去一个他就杀一个 这样的局势也不用劝降了 夜空冷横一声 杀手之道 不过是小伎俩小阴谋 我们大兵压境 看他如何杀 看他杀哪一个 萧永点头 不错 那人畏首畏围 想必修为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之位 我们百万大军杀到严四星 怕这点小聪明 又有屁用 夜空当即站起身 拍板道 发兵 严四星 数日之后 严四星 最近局势紧张起来 严四星的主城完全封闭 远远可以看见一个半圆发亮的光照 就好像半个鸭蛋壳一样的照在一片绿色的平原上 透过半透明的阵法 可以看见里边 巍峨高大的城墙 主城数百里外 有一座高大岩山 这座岩山是岩四星主要采岩矿场之一 阳光下反射着耀眼金属光泽的岩山上 布满一个又一个 大大小小深不见底的采岩洞口 而在岩山脚下有一个小城 这里正是岩厂数万矿工居住的小城 不过因为即将要打仗 所以矿工都闲着 坐在家门口吹牛打屁 快看快看 那边 不知是哪个矿工先注意到 他立即大喊起来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蔚蓝色的天空顶端 目立的尽头 出现一片金点 那金点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来到半空中 矿工们才发现那一个个金色光点 竟然是一个个穿着金甲的仙兵 这些仙兵训练有速排列整齐 他们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可是那密林一样发出森寒光芒的仙级 却散发出恐怖的威势 那些矿工吓得不敢再待在家门口 纷纷躲进家中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些仙兵在短暂的停滞过后 进行的方向竟然是自己所在的小城 现在城中驻扎 所有军营建立以后 必须立即布置仙阵 防止地面下的袭击 占领矿工小城 宵禁 禁止任何人出入 城中巡查 赤侯兵士五人为一组 密切注意地面攻击 全部以脚踩云飞行巡逻 当一个又一个命令发布下去 小城很快被占领 不过小城太小 夜空带来的百万新兵 大多都住在城外 为了防止地下的神秘杀手 夜空他们准备了很多对策 比如布置仙阵 飞行巡逻 在地面上覆盖防御 百炼 铁板等等 当夜空的百万先兵 全部驻扎以后 天空突然飘起了 细碎的毒眼血 而就在此时 在地下数百米的深处 一个十多岁的黄山童子 正坐在一个好像黑色水母的 不过因为夜空大军的来到 还是撑起了一个简单的阵法 不过这个阵法确实太过简单 具有的也不过是防御和照明的功能 并不能有防御毒眼血的功能 小城上方半空中 一队穿着披风 裹着金色仙甲的先兵 正在小心的警戒 为了防止来自地下的攻击 所以今天所有的巡递先兵 全部都是踩着脚踩云 不在半空中巡逻 而在城外 也搭建了好几个下方中空的高台 这样放哨的兵士 就可以站在高台上 以防地下的攻击 总之这样的一系列措施 夜空感觉到 就算那杀手骑着通灵地母 也无法对自己的兵士构成威胁了 不过显然不是这样 那包小飞可是爱动脑筋的童子 这鬼天气 还是你们舒服 踩着脚踩云 从城中飞出五个巡逻兵士 他们巡逻路线的尽头 就是城外一座放哨的高台 虽然只是小雪 可是还是有些毒眼血 会钻进大披风的缝隙中 损坏内部的仙架 而高台上放哨的仙兵 就显得安逸了许多 他们站在有屋顶的高台下 大部分的毒眼血都被遮挡了 听见战友的抱怨 那站在高台上放哨的士兵们 也苦笑道 我还羡慕你们呢 军察一圈就可以换岗回去休息了 我们至少要占足一个半时辰 别看我们现在淋不到毒眼血 可是马上入夜风一荡 更多毒眼血会被吹进来 他这么一说 那五个踩着脚踩云的仙将开心了 领头的笑道 这倒确实 你们继续忙吧 我们往回走了 不过就在这个头领 先兵回头的时刻 他突然发出了疑的一声 此刻正是战备状态 他这一声顿时引得周围 所有人的注意 大家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小城后边 寸草不生的岩山上 那些窟窿口中 竟然好像有 丝丝缕缕的雾气 挣腾而出 这是什么情况 兵士们都是一愣 随后立即有人 把情况给汇报了上去 等夜空知道已经是小半个时辰以后了 因为那雾气刚开始只是很少一点 而且若有若无 所以放少首领也不敢瞎汇报 直到后来雾气越来越大 好像有什么东西往外喷发一样 少兵首领这才慌忙汇报来 夜空和吴贵宝等人走出营帐 一眼就看见那岩山往外喷吐的雾气 骁涌道 这不会是还有人在岩山上开采吧 身边有个白毛玉的岩匪 降降摇头道 不可能 我们这这么大动静 就算待在里边的人也知道了呀 这时候怎么还会开采呢 夜空沉吟片刻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 通知所有营寨做好战斗准备 他说完 驾着七彩云飞身而上 口中道 你们跟我上来看看 第1162级 众人都腾空飞起 悬在岩山上方 从这里看 更是可以看见那些发青的雾气 正在不断地从岩山的各个窟窿口中喷出 而且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 跟着夜空的有几个 都是常年生活在白毛玉的岩匪 他们熙熙鼻子纷纷一道 这好像是凝露草燃烧的味道啊 凝露草 夜空和吴桂宝他们并不熟悉 一个岩匪道 这凝露草是白毛玉一种很普通的仙草 没什么药用价值 不过却是生命力顽强 就连毒岩雪的雪地经岩上都能生长 夜空他们听了都是大皱眉头 不明白这洞里为什么会突然有焚烧这种 无用小草的烟雾 吴永开口道 大人 不如我下去看看 吴桂宝却是阻拦道 不可 此刻正是夜晚 这采矿洞窟里崎岖不平 你又不熟悉地形 若是有敌人故意在下边焚烧野草 救我们探寻 那就上当了 吴永道 没关系 不小心一点就是 你不要太过谨慎了 正在这时 又一个老严匪突然说了一声不好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他 只见他目中闪着惊恐说道 这惊鲁草生命力顽强 却没什么用处 可是却是一种东西的食物 夜空心中一惊 突然也想到了什么 惊到 莫非是 旁边又一个严匪惊呼出口 毒烟磊 没错 就是毒烟磊 毒烟磊爱吃这玩意儿 而且吃了以后更加的凶猛 汗不为此 此刻这山下大肆焚烧凝鹿草 怕是毒烟磊闻到这种气味 就会疯狂起来 就会发生乙巢 乙巢 这一说出 在场人所有人都惊到了 骁勇 吴贵宝等人还并不了解乙巢的厉害 可是那些严匪 却是白毛玉土生土长的人 他们太了解乙巢的恐怖了 夜空也是亲身经历过 那成片成片 漫天遍野的毒烟磊 好像潮水一样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那种杀伤历实在太强大了 就连一般的罗天上仙 也不敢让毒烟磊沾沾身呢 或许是为了证明 他们猜测的正确 只见一个大窟窿的边眼 突然冒出一个小小的黑影 可以看见那黑影 是一个圆圆的头 上面两根短天线一样的竖起 随后 这个小小身影爬出了窟窿 而在他身后 却是一只又一只地爬出来 渐渐地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 仿佛大堤绝了一半 潮水汹涌喷出一半 乙巢 所有士兵注意 立即放弃嬴政 放弃小城 升空三只 回去高台 注意 我再说一次 那乙巢来得煞是快 闻到了凝露草的气味 独眼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比当初一夜空经历的蚁巢 还要疯狂 转眼只见 那反射着金属光泽的岩山 就变了模样 整座山都是一片漆黑 上边覆盖了层层叠叠的黑色蚂蚁 这些贪婪的家伙 使劲地咬着他们凶猛的口气 咔嚓咔嚓地涌下岩山 冲向小城 又像潮水一样 把整座小城变成一片黑色的海洋 而得到命令升空的百万仙将 都毛骨悚然地 看着脚下发生的这一幕 一轮朗月 发散出清幽的月光 空气中又有星星点点 飘零雪花 此刻的景色意境 倒是非常的不错 不过如果你低头再看脚下 相信任何一个人 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夜空的百万大军 都悬停在空中 一个个低着头看着脚下 都是毛骨悚然之感 只见那数十丈高的巨大岩山上 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色 蠕动的黑色 而在那岩山的各个大小窟窿中 依然仿佛泉水一样的 在往外喷涌黑色的潮水 那些潮水无疑就是可怕的 亿万毒烟蚁 夜空感觉这座岩山下边的 毒烟蚁数量 竟然比当初自己躲在洞中的还多 仿佛没完没了了 无穷无尽一般 看来毒烟蚁的繁殖能力惊人 黑色的潮水可不止覆盖了岩山 而且将整个小城和小城旁边的军营 全部淹没 全部吞没 一眼望下去 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 入眼所见除了黑色 还是黑色 营帐 城墙 房屋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黑色的毒烟蚁 到处都覆盖上了黑色的毒烟蚁 让人厚己发寒的是 天地间充斥着沙沙的声音 那声音是毒烟蚁挥动大鳄 咔嚓咔嚓大吃大嚼的声音 大军筑扎的营帐全部被吃了个干净 小城里的房屋也全部被吞吃一空 小城里的矿工更加凄惨 上万的仙界凡人 他们无处可逃 被毒烟蚁吞没 吃得连渣都不剩 看着那逃跑的矿工 被黑油一样的乙巢覆盖 挣扎着死去 夜空大脑怒道 今天晚上 看守小城仙阵的仙兵何在 为何不开启防兽群攻击的法阵 要说夜空他们在小城上方布置的阵法 是有防兽群的功能 虽然就算开启了防兽群的功能 也不能挡住带有腐蚀先例作用的毒烟蚁 可是总能抵挡一番 让矿工们逃生 不过那仙兵听说乙巢来了 早就吓得呆了 哪顾得上开启什么阵法呀 立即就扶空飞起 这就造成了上万凡人矿工来不及逃走 被毒烟蚁吞噬的惨状 夜空一声令下 那仙兵被军阀从事了 那仙兵是西秦军的兵士 骁勇怒道 一时胆怯 忘记职责 害死上万凡人 真是该杀 我西秦军中竟有如此败类 可恶 可恨 夜空却是看着那阎山 墓中有寒芒一点道 更可恶更可恨的 却是那故意激发乙巢的人 这人才该死 众人这时才想到 那乙巢中传出焚烧凝鹿草的味道 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激发乙巢攻击夜空大军 吴贵宝也是点头道 此人歹毒凶狠 竟然想出这种损兆 确实是该死 吴勇一向是面憨心不憨 他平时不爱动脑 可是一动脑 却能想到别人所想不到的 只听他开口怒道 此人如此歹毒 吴某必将其随时万断 此人可以无声无息 潜入乙巢中 燃烧宁鹿草 想必就是之前袭击李思辉 和忠服平二位仙将的地下杀手 夜空他们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现在听吴勇一说 顿时都感觉有道理 想到地下杀手无比仇恨夜空这一方 而且他在土中任意顿走的本事 也让他做这种事显得得心应手 夜空点头咬牙切齿道 大有可能就是此人所为 看来我们遇到了一个 狡猾又凶狠的家伙了 这时一个女仙将走出来 说道 大人 这些毒炎仪也是妖兽 属下想用招魂帆试试 能不能引走这些毒炎仪 说不定还能救一下 躲在房中的矿工 夜空一听大喜道 好 你快去试试 吴贵宝却身面色一动 连忙开口道 宋小慧先将 你不如去炎四星主城大阵外释放 控制毒炎仪 攻击主城大阵 说不定就能一举成功 坏事变成好事 第1163集 宋小慧开始只是想引走毒炎仪 现在听吴贵宝义说也是连忙点头 这倒是个好主意 那毒炎仪既然能腐蚀我们小城的防阵 相信主城的防阵也是可以对付的 夜空连忙叮嘱了一句 宋先将 毕竟我们不是那心思歹毒之人 所以请宋先将 见好就收 如果攻城有效 尽量少伤害城中凡人 虽然来仙界世界这么久了 可是夜空还是做不到对无辜者无情杀戮 或许对这个世界很多仙人来说 这只是妇人之人 或是姬小楼说的假人假意 不过夜空还是不想改变 这是他做人的原则 宋小慧也点点头 取出招妖帆飞去主城方向 他一走 蔡新跟他是好朋友也跟着飞去 宋小慧中等罗天上仙倒不用担心 可蔡新的修为毕竟不高 夜空怕他出事 立即命令一对西秦兵跟上保护 我也去看看 大狱这丫头之前就听说招妖帆厉害 可惜没见识过 所以也连忙跟上 不多时 一杆高达巴掌巴的黑色举帆 已经树立在主城的前方 巨大的黑色巨帆之下 又挂着六只小帆 而在这杆招妖帆下 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子正在施法 此女正是宋小慧先将 他并不太确定招妖帆会有效 因为读妖帆是属于虫的范畴 颜六星妖兽很多 却没有读妖帆 以往他也没有试过用招妖帆招来读妖帆 颜六星没有读妖帆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星球上各种妖兽太多 可能有不少喜食读妖帆的妖兽 把这些毒妖帆给吃光了 而这些星球妖兽都灭绝了 才造成毒妖蚁一家独大 不过让宋小慧开心的是 他将高大的招妖帆竖起 就有不少毒妖蚁改变方向 奔了过来 让人好奇的是 奔过来的毒妖蚁 竟然全部都是蚁群中 个头比较大的老蚁和蚂蚁手里 很显然这些年头较久 比较厉害的毒妖蚁 受了招妖帆的影响 而在他们的带动之下 那些没受影响的低级妖蚁 也跟着涌了过来 没一会儿 大片的毒妖蚁汹涌而来 不但如此 就连其他几个方向 没有爆发以潮的地方 也有无数毒妖蚁奔来 远远望去这黑压压的一片 比刚才还要可怕 就连历经百战的西秦兵士 也是看得惊心动魄 虽然今天没有干掉你几人 可是这就当给你们一个下马威吧 让你在炎死星的第一个夜 有一个不错的开始 镜头透过厚厚的泥土和岩石层 来到地下的深处 可以看见一个黄衣童子 正坐在一只黑色水母样的东西的大脑袋上 这正是被黄婆婆派出的包小飞和通灵帝母 当看见外边百万大军全部被毒炎蚁吓得扶飞半空时 包小飞哈哈大笑 虽然今天的蚁巢并不理想 因为今天的雪不够大 在包小飞看来 最理想的效果就是地下满是毒炎蚁 然后天上大雪纷飞 让夜空的百万大军上下两难 不过遗憾的是天气不受他控制 所以今天的效果只能打60分 不过包小飞并没有着急 因为来日方长嘛 只要夜空再炎死星一天 他就有办法再次发动这毒炎蚁的攻击 哼 小子 我就要用毒炎蚁拖住你 这东西防不胜防 就算你知道是我搞的鬼 你也对付不了我 包小飞又是得意的一笑 心中想到 既然毒炎蚁如此好用 对方又没有什么克制的手段 那我今天说不得要经常这么做了 反正宁鹿草到处有的事 不过正当包小飞得意洋洋的时候 突然那稚嫩的脸上就变色了 目中闪出和年纪不符的阴冷 口中怒气冲冲地吐出一句 该死的 原来他看见宋小慧 站在炎四星的主城方向 巴掌巴地招腰大翻迎风摆动 在招腰翻下 又有无数毒炎蚁爬来 随后岩山上大量毒炎蚁全部改变了方向 更让包小飞瞠目结舌的是 不但他搞出来的毒炎蚁 更有远方其他巢穴的毒炎蚁也倾囊相出 全部汹涌而来 想不到他们还有如此心悸 包小飞心中大脑 感觉好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 本来夜空的大军没想到毒炎蚁攻城 这不是提醒了他们 炎四星的防御先阵本来就不行 不像炎九星上是上古防阵 也不像炎六星有八荒万寿阵 炎四星的防御阵法非常的普通 如果这一下来亿万只具有腐蚀功能的毒炎蚁攻击 怕是很快就吃不消 这个蠢人 包小飞心中大怒 立即大喝一声 通灵地母 给我上 只见那黑色的水母一样 大脑袋中间立即仿佛伞一样 向上倒翻过来 将包小飞包入其中 而经此一弄 通灵地母的外形也从一只水母的模样 变成了乌贼鱼的模样 本来通灵地母是水母那样 上边一个大脑袋 下边有无数的储须 而当他准备在土中穿行时 他就成了乌贼鱼的模样 储须向前 储须后边有一个水滴形的身体 地面之上炎四星煮成钟 此刻也是一片忙碌 镇兽仙将本来倒是真的有投降夜空的打算 不过就在他准备投降的时候 却迎来了黄婆婆派来的童子 那仙将不过是上等大罗金仙修为 可人家那童子就已经有个下等罗天上仙的修为 另一个 黄婆婆的童子 从功法和仙气宝物上就远超普通人 那镇守仙将改变了主意 一是他怕包小飞对他不利 二是他对翟东亮这边又有了希望 快 这些毒炎蚁虽然数量多 可是每只毒炎蚁的腐蚀能力 也不过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毒炎血血花 我们的防御阵法再强的毒炎血都能撑过去 又何惧这些毒炎蚁呢 这个仙将倒是并没有太担心 如此防御大阵全靠仙力支撑 而仙力的来源就是仙玉 颜色星算不上有钱 不过支撑大阵的仙玉还是有的 镇守仙将这样想着 不过显然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没一会儿就有老仙兵飞了进来 并告道 将军 短短一战茶的时间 已经花费三万仙玉之举 是不是继续支撑 请大人示下 什么 这一会儿就花了三万仙玉 镇守仙将 吓得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怒吼道 去年毒炎雪 暴雪成灾的时候 一天也不过花一万仙玉 一战茶时间 相当于地球一刻钟 一炷香相当于地球半小时 一刻钟就三万 一个小时十二万 一天十二个时辰 二十四个小时 就要二百八十八万的仙玉 这个数字已经把镇守仙将吓死了 要知道就算是炎山是金山 二百万的仙玉也不是好来的 像炎色星这样的星球 赚到的钱大多都被搜刮上缴 留下的只是极少数 镇守仙将只是上等大罗金仙 他手头的仙玉也可怜得很 那老仙兵苦笑道 当然 毒炎蚁和毒炎雪是不同的 毒炎雪落下就会化掉 毒炎蚁不会 毒炎雪再大中间也有缝隙 毒炎蚁却是密密麻麻 最重要的 毒炎雪最多只是 俯视一下大阵的仙力 可毒炎蚁不但俯视 而且他们还在大肆啃着仙镇 啃着仙镇外围的泥土 啊 镇守仙将 这才意识到问题的棘手 当然 小后如此巨大 要不要继续支撑 老仙兵又问 当然要支撑 难道任由毒炎 已将阵法攻破吗 守镇仙将怒吼一声 可是老仙兵苦笑道 可是 我们流动资金 只有五万仙玉 那就打开副库 镇守仙将又吼了一声 不过他很快想到 库中也不过只有四十万仙玉 他不由得又吼道 如果再不够 就命令仙兵们去城中抢 百万居民 也是该他们做贡献的时候了 第1164期 城中一片混乱 城门外三里之外 一处空地上 却是安全得很 这是一个小山头 宋晓慧施法完毕 和蔡新大狱 站在坟丘一样的小山包上 看着山包下 好像黑色潮水一样的 倚潮流过 宋晓慧的手中 有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毒炎椅 他手指一动 指尖发出白光 中等罗天上线的力量发出 那只大号的毒炎椅 已经被他捏死 他的手指又是一撮 再看他的食指肚上 仅剩了一个 黑芝麻大小的亮晶黑点 他这才点头道 我知道为什么 张魂帆可以招来毒炎椅了 蔡新点头一笑道 嗯 这是毒炎椅的腰间 他们已经修成了妖兽 不再是虫了 自然要受到 张魂帆的起义 宋晓慧点头道 想不到 毒炎椅也有先例 你如此充沛的妖精啊 不过就是太小 要不可以给你做 炎炎器材料 蔡新笑道 是啊 不过正在这时 旁边没开口的小丫头大玉 突然眉头一跳 翠声声喊道 姐姐小心 姐姐小心啊 等大玉这一声喊出 宋晓慧也有了感应 其实宋晓慧的修为比大玉高 也应该先有感应 不过他刚才打完一套仙诀 催动招妖番 所以先力不足 感应也慢了一步 不过他毕竟也是个中等螺天上仙 感应到危险立即脚尖一点 整个人影如同炮弹一样的飞气 要说就算如此 宋晓慧的反应还是迟了 那地下杀手有备而来 发动突然袭击 根本是防不胜防 想之前中浮瓶也是中等螺天上仙 不照样被他轰掉半个身体 宋晓慧眼看在劫难逃 不死也要残废 可是谁知关键时刻 却又有了变故 让人奇怪的是 那地下杀手一剑斩出 竟然在最后的关头改变了目标 本来是杀宋晓慧的 却临时改变 剑光方向微调 直刺旁边的蔡新 在场几人战斗经验 最不丰富的救赎蔡新了 所以这电光火时间 蔡新竟然动都没动 一双眸子就那么吃惊地 看着璀璨的剑光 劈在他的身上 蔡新 已经跃上半空的宋晓慧心头大惊 恨自己刚才怎么没拉着蔡新呢 夜晚的小山包上瞬间被照亮了 包小飞这次偷袭造成的爆裂光线 是以往没有过的 要说动静为什么这么大 那是因为蔡新的食品仙甲 九品仙剑撞上食品仙甲 可以说这样的碰撞 发出的光滑是恐怖的 食品仙甲 包小飞偷袭不成 心中就是一惊 他没想到 这个很普通修为也很低的小丫头 竟然身穿食品仙甲 他到底是什么人 包小飞不敢多想 一击不成 钻进土中赶紧逃走 熊子 没忙 大鱼要揍你 旁边的大鱼 已经对着他消失的地面 就是一圈 狂龙之力 大鱼得了狂龙之力 还没机会用呢 今天刚好有了 出事提升的机会 别看他圆滚滚的 肉肉小拳头 这一拳打下来 简直是唯力惊人 轰的一声 小山包上就被扔了一颗 航空炸弹 泥土飞溅 松软的地面 顿时被打出一个大窟窿 不但如此 全劲打出的冲击力 还在泥土中传递 直追潜下去的包小飞 包小飞心头大振 暗自叫苦 心说 妈这 这世道怎么看不懂了 一个修为不高的小丫头 穿着食品仙甲也就算了 旁边还有个屁大倒霉孩子 打出的一拳力量 竟然有这么大 还要不要人活了 眼看这一拳就要轰在包小飞身上 如果硬接下来 怕是要受点小伤了 不过好在通灵帝母赢了上来 用她那软软身子 硬接了一下 别看通灵帝母表面和善 性子胆小 可是别忘了 她是荒谷妖兽 乃是这个世界最早期的生物 她的实力也是不错的 大御全禁的威势主要在这里 打现地面的力量只占她这一拳很小的部分 大部分力量化成全是追进土中 而这一拳几乎全部打在通灵帝母身上 巨大的力量碰撞在土中发生 从外边看 就看见那块地面 突然猛地一下就鼓出一个大包 这是力量在地下撞击发出的杖力 其实一般来说 通灵帝母是异常和善的 不会掺和仙人打架 不过今天她有不同 因为宋小慧的招妖帆她有点暴躁 宋小慧的招妖帆虽然厉害 什么奇兽古兽远古巨兽都能招来 不过很遗憾 荒谷妖兽确实招不来 另外还有限制 因为制造此番的南宫家前辈 当年她自己不过仙军期的修为 所以超过仙军期实力的妖兽 招妖帆也是招不来的 招妖帆招不来通灵帝母 但是对其有影响 使其心性大变 所以通灵帝母今天特别的烦躁 见人就想打一架 不过大狱这一拳也彻底让她清醒了 大狱这一拳威力太大 就算荒谷妖兽也被打疼了 通灵帝母本来发红的小眼睛顿时回归正常 像小老鼠一样左右看了一眼 国企包小飞匆匆逃走 怎么样没事吧 这时夜空等人也匆忙飞了过来 蔡新心有余悸 她已经飞了起来 蝶舞百花甲已经浮现出来 浮在半空 花香蝶舞煞是好看 还好 蔡新检查一下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看来食品仙甲果然是强横 九品仙剑都能挡住 这里要说一下 其实这蝶舞百花甲威力如此大 那是因为弃王庄老头 在甲内部安装了一个外挂的仙玉能量块 否则像蔡新这样的下等大罗金仙 就算穿着食品仙甲 起到的防护作用 也是挡不住包小飞一击的 所以包小飞再厉害 也无法突破全力开启的食品仙甲 恐怕能对蔡新构成危害的 真的也只有老牌的仙君仙帝了 看见蔡新安然无恙 大家放心了一下 再把目光又投向大狱 大家的目光又疑惑了 因为大狱施展狂龙之力以后 所有人都看见他头上 黑油油光滑的发丝中 竟然伸出了两只金灿灿的小短脚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消退 大狱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他也感觉到不对 用手一摸 小丫头顿时急了 公子 大狱以后不说谎了 大狱很乖的 我不要变成怪物 夜空倒是跟大狱讲过 匹诺曹的故事 抱起大狱道 不是不是 这跟说谎没关系 说谎是长长的鼻子 不是长脚的 众人听完汗了一下 偷偷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看来这些货没少说谎 接着吴贵宝才开口笑道 他遇啊 你不用担心 这不是变成怪物 也不是飞声化形的不干净 而是叫法相外露 就好像有些强大的天刀之力 使用时会有光影一样 这说明你天刀之力的强大 跟你飞声前的龙体 没有关系 你看你头上又不是龙脚 倒像是恶魔的小鸡脚 这样一说 大狱这才松了一口气 挥着小泉怒道 你才是恶魔的小鸡脚 要不然我们掰手腕 吴贵宝吓得脸上变色 尴尬道 险盲正事 险盲正事 那个地下杀手 为什么进攻的是蔡新 而不是宋小辉呢 第1165集 看着众人都围过来 蔡新穿得如此豪华 就显得有些醒目 她本来就是个腼腆的姑娘 所以也就将身体外的蝴蝶百花甲 给引进了身体 这时候宋小慧 也是从高空中降落 连忙询问道 蔡新你没事吧 我真的没想到 她进攻的是你 可是 我一开始真的感觉到 她是想袭袭我的 宋小慧的语音有些焦急 她可不想被好朋友认为 她是那种只顾自己逃生的人 蔡新笑了一下道 小慧姐姐你别急 我也是一样的感觉 好像开始 她是冲着你去的 不过 临时改主意袭击我了 夜空等人听了都是大旗 如果杀手去杀宋小慧 想阻止她施法 那倒是好理解 可是突然改变目标 去杀蔡新 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不过 这时突然走出一个仙将说道 大人 在下之前和中复平仙将 一起来过严四星 在这里听见一些传闻 说最近城中有杀手变态 半夜钻入女子房中 专杀那些喜多黄山的女子 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众人都回头看去 果然看见蔡新 今天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衫子 啊 蔡新惊到了 她没想到 就是这件黄颜色的衣裙 给她惹祸了 搞得宋小慧看错阴阳 所以她学乖了 不再穿着男装 而是穿上了 很女人化的衫裙 却没想到又出事了 不过蔡新也是挺郁闷的 懊恼道 我怎么老是因为穿衣服惹祸 上次穿男装惹祸 这次穿女装也惹祸 倒是让人无所适从了 周围众人都觉得有趣 纷纷忍不住发笑 夜空倒 你也别太过担心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就说明这杀手 实在变态得很 只要我们尽量不要落地 它就无忌可施了 众人都纷纷点头 夜空倒 杀手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们先把主城给打下来吧 主城之中 镇守仙将正在焦头烂额 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转来转去 现在俯库中的仙玉 已经全部用完 本想让兵士 去跟城中的住户讨要 不过城中那些住户 其中有不少的修为 都是不错的 甚至比他还要高 那些兵士也是混蛋 竟然把好几个 厉害的角色都得罪了 现在那些家伙 居然聚集起来 要自己开城 向外面的夜空等人投降 否则他们就夺取 主城控制权了 此刻对镇守仙将来说 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正在此刻 那个老仙兵又奔进来说道 不好了 不好了将军 不好了 镇守仙将的脑门上 又多了几道黑线 不耐烦导 又怎么了 老仙兵苦笑道 将军 现在夜空带着百万仙兵 已经全部出动 就准备全力进攻 护城大阵呢 听见这样的消息 就算早有准备 镇守仙将 还是一屁股呆 坐在了大椅上 本来独眼蚁的攻击 就已经让大阵 镇眼中的仙玉 大量的消耗 现在夜空他们 这些仙兵仙将 如果再一起出手 那更是雪上加霜 怕是大阵 不被他们给攻破了 自己也要因为 没有仙玉 而关闭大阵 正在此刻 外边传来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 镇守仙将连忙奔出去 只见主城上空的 阵法穹顶上 一个头上 有金色小脚的姑娘 正一拳打在护城大阵上 刚才那一声巨响 就是由此而来 再看主城四周 夜空的百万大军 已经开始进攻 他们使用的是 专门的攻城仙器 跟凡人攻城的 冲车有些像 不过这冲车 却可以吸收 上千仙人的仙力 发动撞击 而在前后城门 亿万毒烟蚁还在增加 两边的护城镇法上 一大片蠕动的黑色 看得人头皮发麻 那个老仙兵叹了一声 大人 这不是打仗 这是打钱呢 我们的仙玉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要是再不想办法 我们就撑不下去了 这是城中 有几个光影飞出 正是城中 几个大家族的老不死 比镇守仙将修为还高 显然这些人 不是来帮助作战 对于这些家族来说 谁统治还不是一样 在内忧外患走投无路之下 镇守仙将只好开城投降 迎接夜空大军进城 宋小慧接到夜空的命令 收起招妖番 那些毒烟蚁中的首领 也恢复了正常 自然也就爬回了 各自洞窟 洗洗睡吧 而那些低等的毒烟蚁 却还有好多没吃饱 不过夜空的百万大军 也没闲着 毫不留情将这些 曾经的盟友干掉 夜空等人进了城 接收了主城 看不出这城中 还是规模很大的 城中几大家族的老不死 居然有一个达到 上等罗天上仙的地步了 不过这些大家族 还是很给面子的 不但亲自上门求见 还送上大量的咸鱼 那个镇守仙将都要吐血了 守城的时候 你们这些家伙一毛不拔 现在给夜空送礼 倒是一个比一个后世 而夜空此刻 却是一脸兴奋地 观看整理着礼物 和其他仙人一样 每次得到收获 就最开心了 这是六品仙器纳宝袋 高级乾坤袋 可比一般乾坤袋 空间大多了 仙界人比较喜欢使用乾坤袋 觉得比较方便 在袖子里 抬手就可以放出来 不过乾坤袋也有好坏 其中能装的物品数量和重量 都有不同 宋小慧先将立了大功 这纳宝袋就赏它了 这是远古浮金 珍惜炼起材料 本届是极少 浮金是一种好东西 这种金属古修士 用一种早已失传的修炼方法炼制的金属材料 一般炼制材料都是用火炼 也有水炼 用一些特殊的腐蚀药水炼化成金属 不过浮金却是古修士以远古符纹来炼制 任何仙器在炼制成功以前 加入一点点浮金 就可以大幅度提高仙器的威力 非常有效 这种炼器的宝物那就给蔡新了 怕挨了杀手一下 这就给它压惊了 另外还有些宝物都是不错的仙器仙奖 这些东西夜空用不上 就给骁勇吴贵宝和其他几个仙奖纷纷了 最后夜空又被一个小瓷瓶给吸引了 打开一看 里边是两颗丹药 一颗漆黑油亮 还有一颗冰晶玉洁 两颗丹药一黑一白煞是奇特 夜空笑道 是他仙人板板 你们怎么连这个都送来了 这个我认识 这是白加黑感冒片 白天吃白片 晚上吃黑片 白加黑感冒片 过来送礼的那位老不死迷糊了半赏 也没弄清楚夜大人说的这是啥玩意儿 不过显然 小瓷瓶中的一黑一白两颗丹药 并不是治疗感冒的 那位老不死姐姐一笑 就想要凑到夜空耳边说话 不过看见老不死的笑容 夜某人马上就明白这是什么丹药了 再一看老不死一嘴黄牙 还要往自己耳边凑 夜某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反正把这老东西推开 点头道 嘿 别家 我知道了 其实没有什么神秘 就是春天的药呗 吃下去干儿童不宜的事 不过夜空也郁闷 你这不正经啊 别人都是送宝物高档材料 你没钱送孙女来也可以啊 干嘛送这种丹药呢 要知道 先借这种壮阳的丹药 根本就不值钱 不过旁边无贵宝拿过来一看 又用鼻子一吸 面上竟有惊讶之色 然后还不敢相信地问道 这是俘虏寿喜丹 那老货才一刺黄牙 点头笑道 老朽本来想用冲击仙军镜的 不过找不到合适的女修 而且老朽进入上等罗天上仙 以后修为就一点进展都没有 就算是用了这丹药 也肯定是无法进到仙军镜的 倒不如送给叶大人 希望祝叶大人以彼之礼 叶空听了迷迷糊糊 觉得这丹药肯定是用来双修的没错了 可是这和冲击仙军镜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1166纪 吴贵宝看出叶空的不解 传音说道 大人这福禄寿喜丹可是好东西啊 九品丹药 男人吃白片 女人吃黑片 吃完以后双修 不但爽到极点 而且最大的功效 是让男女双方的修为 全部都有大幅度提升 提升的幅度 要看双方的修为 像叶大人这样 如果女方是大罗金仙 大人可以提升四分之一的实力 如果女方是罗天上线 大人就可以提升一半的实力 同时女方也有大幅提升 这可是境界突破的质宝啊 而且此丹药吃下去 行事还可以疗伤 还能消除各种不良情况 还有脆炼肉体 下几人吃了 还能大幅提升首元 总之福禄寿喜丹 让你吃下去 就是福禄寿喜全有啊 竟然是这种好东西 叶空双眼一亮 要知道叶某人的修为 现在已经是上等罗天上线了 而且他上等罗天上线的修为 已经修炼了八成 也就是说只要吃下这丹药 跟一个大罗金仙以上的 女仙人那个一番 就可以晋升仙君了 心头大喜 口中连忙推辞道 这位前辈 您如此厚礼 叶某都不好意思收了 您还是收回去自己服用吧 叶空虽然这样说 可是说话间 已经将丹药纳入储戒了 那黄崖老仙人精明的一笑 摆手道 我这样的老人家早不行了 这种东西啊 还是你们年轻人 使用比较合适 叶大人啊 您就收下吧 既然前辈如此台爱 那叶某确实不恭了 叶空心中明白 这老东西送上如此大礼 不会是想见面拜山这样简单 于是开口道 叶某喜欢直来直去 前辈送上如此宝物 没有索图是不可能的吧 那老者点点头道 老朽只想得到 严死心所有盐矿的开采权 当然了 该交的费用还是要交的 而且等叶大人 把整个白毛玉得到以后 也尽量照顾一家在家家族 严四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盐产地 整个星球的盐矿开采权 这老头图谋不小啊 不过人家送的礼物也实在啊 能如此幅度增加修为的丹药 谁拿得出 谁又舍得拿出 反正给谁开采不是采 夜空点头道 好 看在前辈一向秉承正义 忠勇 可家乐善好施的份上 叶某就先答应你了 呃 前辈 你贵姓 旁边吴贵宝 憨了一下 心说大哥 你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 就知道他忠勇 可家乐善好施了 不过那老家伙也是场面上混的人 对夜空的无耻一点都没有意外 反而更加无耻地笑道 叶大人 老朽姓罗明灿 家中罗氏家族 确实是一向忠勇可家乐善好施 为严死刑的建设与发展多做贡献呢 夜空微笑点头 这罗灿倒是有点意思 若是在地球上 这货肯定也能混个市长县长当当 大人 老朽就先回去了 公主夜大人早日成就先军 老朽姓罗 罗灿生怕这家伙忘记了 又叮嘱了一句 这才笑着离开 接下来还有几家来送礼 都没什么特色 夜空也就让吴贵宝 萧勇等人 取了奖励下边的先将 和英勇的先兵 萧勇是受南地的指派来打仗 可是夜空这边也给了他好处 他当然也兴高采烈 等他们一走 夜空就琢磨了 现在这丹药有了 可是女人在哪呢 福禄受洗丹 必须得一男一女服用了 以后双修才行啊 宋小慧 中等罗天上仙 修为不错 姿色也不错 事后可以提升一半的修为 吻生先君了 不过 大家不熟 不好意思啊 虽然对男女双方都有好处 不过这种事还是难以启齿的呀 蔡金 修为低了点 不过也勉强够自己达到先君境了 不过大家太熟了 也不好意思 熟了不好 不熟也不好 叶大人倒是挺麻烦 不过也没办法 谁叫老婆不在身边 叶某人大概是在下界风流太多了 搞到仙界反成了孤家寡人 想双修一下都找不到对象 不过接下来的一件事 却让叶空暂时顾不上福禄受洗丹了 叶空占了主城得到严四星 不过还是要做一下仪式的 搞了一个开城接管的仪式 这就明白告诉整个星球 这是我叶某人的地方了 这个仪式就是宣告一下 就像皇帝登基一般 你不登基就算权力再大 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是 不过就在这个仪式上 那位原先的镇守仙将 竟然当众被地下冲出的杀手 劈成了两半 这简直就是当众打叶空的脸呢 不但如此 那杀手还更加疯狂地暗杀黄衣女 到最后连黄衣男都杀 导致西情兵士出门都不敢穿金甲 看来要先把这个来自地下的威胁解除了 叶空咬牙切齿道 妈的事你听说没有啊 刘家妹子就是因为不小心穿了一条黄裤子 当晚就被杀了 那个杀手好变态啊 还把死人的裤子扒下来 哎呀那叫一个惨哪 那也是也是呀 就刘家妹子那样的女人一般男人是看不上的 那杀手居然还扒她裤子 我看哪 死人肯定是疯了 谁说不是呢 听说啊 就是男人都没幸免 成东那个卖肉的 据说他老婆怕他着凉 给他送出一件黄裤子 当晚他卖肉的就死在一条无人小巷中呢 哼 我看啊 一定是他老婆想偷人 故意害他的 哎 总之大家都小心点 现在没人敢穿黄色的 就怕接着是其他颜色 这该怎么活呀 听说 都是那个叶大人引来的麻烦 要不是一信叶的攻打岩四行 我们哪有这些事啊 路边一家小店中 几个大婶正在议论纷纷 最近城中基本无处不在讨论这个事 刚巧 在店外观望的两个女子也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其中那个穿着紧身皮甲的女仙人开口怒斥道 你们在这里胡乱议论 莫非想死了不成 议论的都是凡人大妈 看见一个女仙人呵斥都吓得不敢再说 女仙人旁边一个小巧的女子却是劝道 小慧姐 算了 都是些烦人而已 这两个女子正是出来逛街的宋小慧和蔡新 两人听她们把矛头指向夜空当然不满 宋小慧怒横一声 你们再敢胡言乱语 就把你们送进镇守仙将府 其中有个大妈低声嘀咕了一句 镇守仙将都被人杀了 宋小慧大怒 你们真的想死不成 哎呀 好了好了算了 蔡新脾气好 赶紧拉着宋小慧离开 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蔡新知道 这些大妈也就是喜欢八卦一下 心不坏的 再说了 抓不住杀手 你总不能去堵人家的嘴巴 离开那个店铺 宋小慧愚怒未消 咬牙切齿道 那个变态杀手实在太可恨了 若是抓住他 我一定取他性命 还要把他尸首上的裤子也拔了 小慧家 我们都是姑娘家 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蔡新不由地笑道 再说 扒了他的裤子 吃亏的是我们 污了我们的眼 宋小慧也扑吃一声 笑出声来 没好气到 都是那个可恶的杀手 我都不敢穿黄裙子了 我也是啊 蔡新想到上次 先有余悸又倒 现在街上都看不到一点黄颜色 还挺单调的 宋小慧倒 因为大家都怕死呗 话说还真有不怕死的 只见对面走过来一个窈窕的身影 那女子穿着一件黄衫 非常的合体 她的身材也是非常的动人 个头高挑 杨柳细腰 不过当视线移到她脸上 众人都感觉是吃了个苍羊 原来如此完美动人的身材和背影 竟然有一张满是皱皮的老脸 此人竟然是个老玉 一个老婆婆 干嘛穿得这么花哨啊 哼 走路还跟狐狸巾一样扭来扭去 宋小慧不爽地说了一声 本来她还准备去提醒一下不要穿黄衣服 现在也没了兴趣 不过蔡新心眼好呀 她还是跑上去说道 前辈请留步 第1167集 那黄衣老玉看见别人失望的眼神心中得意 本姑娘的易容技术就是好啊 你们都看不出来 傻子 本姑娘露出真容 吓死你们了 听见蔡新的声音 她停下脚步 她倒是没见过蔡新 一道 这位妹子 叫姐姐有事吗 宋小慧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心说这老玉真不要脸 你看你脸上的麻痹 你怎么好意思自称姐姐 你太恶心了 蔡新也是被这老婆婆一样的姐姐给恶寒到了 不过她强撑着说道 姐姐 那个最近城中闹变态杀手 只要穿着黄衫的都会被杀 就连中等罗天上仙都没能幸免 还请前辈小心些才是 变态杀手 好玩 那老玉精亮的毛子一闪 连忙道 这位妹妹 快点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玩 蔡新没想到这位婆婆竟然玩心如此之中 又被恶寒了一把 不过还是很礼貌地把这事说了 甚至连镇守仙将北沙 她都没有隐瞒 本来以为这老玉听完要重视起来 却没想到她听完眼睛更亮了 击掌的 抓变态杀手 这个我喜欢 听你口气 是夜空军中的吧 快带我去找夜空那小子 本姑娘 帮她捉着个傻手 宋小慧更是恶寒了 这种姑娘真是吓死人哪 不过她和蔡新也看出来了 这女子好像跟夜大人关系很熟的样子 不过最让宋小慧晕倒的是 那婆婆随后竟然很开心地抱着蔡新的胳膊 走向仙将府 宋小慧心中无力地呻吟一声 你这么软这么大这么弹压在我胳膊上 你一个婆婆这样 你让我们这些姑娘情何以堪呢 镇守仙将府现在已经成为了夜大人的驻地 此刻夜空正是焦头烂额 刚刚站下严四星就遇到这种事 实在对她的权利是个挑战 现在外边人心惶惶草木结冰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更重要的是 就连手下军中也是个个谈黄变色 西秦军都不敢穿仙甲出门了 这对士气也是一件很大的损伤 不过现在已经有苗头了 死去的镇守仙将曾经跟夜空说了些情况 夜空知道那个杀手是一个少年 是黄婆婆的跟班童子 大约下等罗天上仙的修为 带了一头通灵帝母 名叫包小飞 这包小飞来到严四经和镇守仙将见了一面 所以知道这些 不过更多的就不知道了 而现在镇守仙将挂了 更是没有头绪 包小飞 我该怎么样才能逮住你呢 夜空口中嘀咕来回思索 就听外边有人说话 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夜大人 夜空听这声音 苦笑道 依依婆婆 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这黄依婆婆正是楚依依 进屋怒道 天什么乱呀 本姑娘自有妙计 下午刚吃过晚饭的时刻 阳光晴朗 一条不知哪来的野狗 溜达过安静的街道 这是严四心上难得的好天气 镇守仙将府门外 如同往日一样的安静 两个守门的仙兵 都快要站着睡着了 而在不远处的地面上 一米左右 却有一个黄衣少年的一双眼睛 正在注视着地面上的情况 这个少年正是黄婆婆的童子包小飞 其实包小飞虽然外表是童子 不过年纪已经不小了 仙界就是这样 你看不出年纪 一个老头一个小孩 说不定小孩反是老头的爷爷 这种事很正常 仙界的人都是见怪不怪 包小飞的年纪和身体 严重不般配 也就是说 她有着老家伙的心理年龄 也有着儿童的生理年龄 这势必就会产生矛盾了 最重要的矛盾就是 她还没发育 这问题就来了 从包小飞的心理来讲 她是想女人的 正常人十多岁就想了 她这样的老家伙就是开销在迟也早该想了 不过问题是 她想 但是不能变成实际行动 这就悲催了 这是黄婆婆给她下的一个法术 禁止她生长发育 因为黄婆婆需要一个人畜无害的童子 而不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帅哥 所以包小飞一直这样无奈又压抑地活着 按道理她心里最恨的是黄婆婆 确实她也挺恨黄婆婆 不过恨的同时 她又喜欢黄婆婆 虽然这是一个凶狠毒辣 嫉妒心爆棚的女人 不过黄婆婆很漂亮 曾经先界双叔之一 大美女谁不喜欢呢 何况包小飞整天跟她在一起 所以压抑的包小飞在爱恨中交织着 这就更加的变态了 她想战友黄羽瑶 却又想杀死黄羽瑶 不过郁闷的是 这两点她都做不到 想战友她没那个功能 想杀死她没那个本事 甚至她都不敢让黄羽瑶婆婆 知道她的想法 否则她就死定了 时间日久 包小飞心里越来越扭曲 渐渐的 她就把对黄婆婆这种念头 转到其他黄羽女子身上 所以她每次单独在先界办事 她总要弄一两个漂亮的黄羽女子杀上 杀完了还不算 这就成为了包小飞的习惯 而这次来到严四星 为了阻止夜空 她更是毫无顾忌 把自己的不正常习惯 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现在不但杀女人 还杀男人 故意让这个星球的人心惶惶 拖住夜空的脚步 不过她也知道 这样的效果并不大 如果夜空不受影响 继续去进攻颜三星 那她杀的再多的人也没用 所以包小飞琢磨着 这次再弄个重要的人物杀上 这两天她都在镇守先将府门前蹲点呢 就准备物色一个暗杀目标 这个铁塔一样的大个子 还叫无用 听说一双杀生斧厉害 算了 这个小姑娘 算了 通灵弟母看见她都哆嗦 这个骑着白色豹子都不错 看样子是西秦军的首领 杀掉此人 西秦军肯定打乱 就在包小飞即将确定目标的时候 她的双眼顿时一亮 双目痴痴地看着上方 只见从镇守先将府中 走出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 她兴眼陶灾 阴口通红 雇盼之间却有一种动人的风味 最动人的还是这女子的身材 个头高挑 细细的小腰不堪以握 好美啊 重要的是 这个貌美的女子 她还穿着鹅蛋黄色的紧身裙 包小飞倒是不认识楚依依 只觉得这女子又好看 又穿黄衣 又是镇守府先将府里走出来的 有这几点没理由不出手啊 她每杀一个黄衣女子 都要幻想对方是黄婆婆 然后一吟想 如果对方越漂亮 她心里的爽感就越大 所以楚依依这么漂亮 她简直是受不了了 躲在地下很安全 她就这样跟着黄衣女子后边 跟踪了一会儿 包小飞发现这女子只是在到处逛 四处购物 她并没有下手 因为她并不是只想杀死对方 她需要一段时间来幻想 最好的出手时机 还是在晚上 当然了 包小飞也是警惕得很 现在全城女子都没人穿黄衣 为什么镇守府先将会出现这样一个黄衣女子 叶空 转了一天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我看哪 那个姓包的小子肯定是怕了 傍晚时分 楚依依终于回到了仙将府 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 实在是无聊得很 叶空倒 我看你还是算了 你这样很危险的 万一你出个什么意外 我真的没办法对北帝陛下交代 楚依依道 没关系 我才不怕那个家伙呢 听说她有通灵地母 我有杀手锏 地下包小飞凭借着通灵地母的十八只耳朵 把这些话全部都听得清楚 第1168集 她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北帝楚小鱼的女儿 如果把这女子杀掉 那很可能就造成夜空和北帝的瓦解 这不是正合自己心意 不过让她担心的是 楚依依竟然说有对付通灵地母的杀手锏 很快 她就知道了楚依依的杀手锏 只见楚依依去了仙将府的一个小院 小院里种着一株很大的古松 楚依依就住在院中的一个屋子里 这屋子中有阵法 但是楚依依没开 而是抬手往地下打了两道劲制 接着又用剑光在地面上刺下两米 扔进一颗小小的丹药 再接着楚依依这才打开阵法 盘腿打坐 包小飞一看几乎要笑出声 楚依依打得禁止 那是有警告作用的金灵仙术 如果有人经过 就会发生警报之声 这种仙术是很好解除的 另外是一颗无品的仙手丹 妖兽什么的文件就会忍不住想要吞吃 显然这丹药中大概另外加了料 不过这对包小飞来说 也是没有一点作用 通灵地母可不是一般的妖兽啊 这种丹药就想引诱她 真是异想天开 包小飞冷横一声就等着夜深时 夜席一一房 夜已深 无月也无光 城外正在下着好大的毒眼雪 城里虽然有阵法的覆盖 不过因为大部分力量都用来对抗毒眼雪 阵法上的光滑也暗淡到了极限 这就显得小院里更加的黑暗 只有那颗鼓松静静的站立 到时间了 包小飞一阵欣喜 等了大半天了 终于到了出手的梁姬 包小飞的两只儿童才有的小手 咔擦咔擦空抓了几把 虽然她身体没有发育 不过抓抓亲戚 她还是可以干的 通灵地母 走 地下深处 通灵地母又听话得 好像一把伞一样地把包小飞裹住 然后慢慢地前向地面 通灵地母在地下行走非常的快 根本不受泥土的影响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 楚依依扔下丹药的面前 很显然 通灵地母不是一般的兽类 她闻了闻丹药并没有吃 而是伞口一张 把包小飞的半截身子露了出来 包小飞伸手取来丹药用手指捏碎 这才可以看见仙手丹内部 竟然还有一个水银颜色的小丹药 看见没有 这是势心丹 如果你吃了就会失去心智 听平丹药的主人摆布 让你干什么你都无法反抗 包小飞恐吓了一句 把势心丹收了起来 那通灵地母竟然能听懂人话 一双小眼睛顿时吓得眨了眨 里边露出惊恐的神色 所以那些都是坏人 你也不要怕 发挥出你的实力 万一我有不测 你记得救我 知道没 你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包小飞忍不住叮嘱了一句 潜入夜空府中杀人 他也不太有底 不过他那变态的心思实在是强烈 当时他宁可放弃袭击宋小慧 转而攻击蔡新 就可以看出他变态的心思一起 他自己都无法克制 所以今天一定要对楚依依下手的 收了丹药 眼前就是两道精灵禁止了 这种法术没有了攻击力 也没有了防御力 就是报警所用非常的隐蔽 不触及上去都不会发现 不过对于包小飞确实没什么 他亲眼看见楚依依不下 所以他仔细探查了一番 还是清楚感觉到那两层屏隐 凭这就想拦住小爷我 包小飞冷横一声又一抬手 掌心已经有一个小小的烛台 这金灵禁止难以发现 又难以破掉 若是换其他没见识的仙人 还是就要掉头离去了 不过我包小飞 可不是那种没见识的人 包小飞心中想着 先例一催 烛台上突然亮起一道火红的火苗 对付这金灵禁止 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强大的火力 烧得关进阵眼 可以瞬间将其炼化 我这个可以吸收太阳真火的烛台 刚好有此功能 太阳真火确实厉害 只是火苗的苗头一熏 一层金灵禁止立即就缩成了一团 随后将火苗再次靠近 金灵禁止就像是一张油纸 呼得一下烧了个干净 成了 包小飞心中一喜 如法炮制 第二层金灵禁止也被解除 这就距离上边不到一米了 看着那盘腿坐下的动人黄影 她心中不由地隐隐有些兴奋 最后一层就是小型的防阵了 楚依依用的防阵 可不是街面上的大路货 她这种防阵那是相当强大的 不过这依然难不倒包小飞 因为她曾经早就听说过那些高手 这种阵法最薄弱的地方在于下方 而且有一个位置堪称薄弱中的薄弱 一击就破 包小飞真的要感谢楚依依 居然布下这种地下薄弱的仙阵 难道你不知道 我正是从地下发动攻击的吗 好了 到我出手的时候 包小飞心中狂喊一声 手中九品仙剑应声放出 作为黄婆婆这种高人的弟子 手中的装备都是很不错的 果然 那阵法下方某处确实脆弱无比 不堪一击 在锋利的九品仙剑面前 仿佛纸糊的一般 一捅就破 小型防阵瞬间崩溃 小美人 我来了 包小飞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冲动 从通灵地母的身体中一钻而出 仿佛一条鲤鱼月出了水面一般跳了上来 与此同时 她又一抬手放出一个隔音禁止 她可不想自己的好事被人打扰 不过却在这时 打坐中的楚依依竟然双目一睁 清亮的眼睛得意一笑 看着面前的小孩子得意道 恐后多时了 长不大的小筋道 包小飞最恨自己长不大 更怕人这样说 她顿时大怒 咬牙道 长不长大 跟你没关系 我只要能上你就行 楚依依哈哈大笑说道 听说那些被你杀掉的女子 虽然个个衣不遮体 可是都却还是完毕之身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包小飞被一个女人耻笑 心中更是恼火 开口怒道 你在笑 难道你不怕吗 楚依依笑道 看见一个白痴落在我的陷阱里 我当然要想 我有杀手剪的 就是中间 那个放着试心丹的贤手丹吗 包小飞讥讽一声 你才是白痴 就凭那东西 就想捉到我同龄帝母 你真是凶打无脑 那个不过是用你上钩而已 看我先吧 楚依依说动就动 一仰手 洁白的玉手中出现了一只小小的短鞭 那短鞭煞是奇特 扔出以后竟然仿佛渔夫打鱼一般 变成一张大鱼网 兜头往包小飞照去 这短鞭鱼网是夜空给楚依依的 正是当初下界寻找紫金波鱼杨科所留 却被夜空得了 现在用来对付包小飞倒是不错 这就是你所说的杀手锏吗 包小飞不屑地冷横一声 竟然并不后退 而是放出手中仙剑 砍杀鱼网中央 这鱼网应声而劣 不过奇异的是 被劈开的鱼网竟然瞬间又自行恢复 继续往包小飞照去 这宝贝倒是奇特 包小飞也是一惊 不过他并没有担心 他九品仙剑在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给我打 只见那九品仙剑立即飞旋在他的头顶 然后从剑体上射出无数道仙剑的光 就好像机枪一样 射出一条条的剑锅 不断轰衣在鱼网上 那鱼网修复毕竟没有那么快 被这样连续不停地攻击 鱼网中间的大洞竟然无法聚拢 就好像一张合不上的大嘴 第1169集 美人 现在看你往哪儿逃 包小飞又是得意一笑 向前走了几步 抬腿跨过被劈开的鱼网 从鱼网中间的窟窿钻了过来 啊 楚依依花容失色 没想到鱼网竟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吓得后退了一步 连忙喊道 喂 没良心的你怎么还不出来啊 包小飞面子一变开口怒道 果然你们这对肩腹淫腹是故意要我上钩 真是可恶 夜空 出来吧 这时房门一打开 夜空走了出来 抬手打上隔音结界 淡淡笑道 是吗 你很想见我吗 变态的小孩 包小飞冷笑两声 我的年纪比你大 小孩 年纪大有毛用啊 你年纪再大也是一个长不开的小精豆啊 夜空大大咧咧地说道 跟着夜空进来的还有吴贵宝等人 他们都恶寒了一下 夜大人果然是什么都敢说呀 而楚依依却也听懂了 粉脸飞红远远地砸了一个白眼 包小飞脸色也是很红 不过她不是害羞的红 而是被怒火仗红 红到发黑 夜空 你不要太得意了 我包小飞发誓 一定会好好跟你做对的 让你无法前进一步 包小飞怒声说道 夜空等人却是相视一笑 问道 包小飞 你还想走吗 嘿 包小飞也是哈哈大笑说道 那你们能留得住我吗 就凭这个破鱼网 那加上这个行不行呢 夜空一抬手 手中多了一个青灰色的葫芦 奇杀葫芦 看见这只顶级仙器包小飞心中大惊 目中闪着阴狠的寒道 翟文风 果然是你杀的 婆婆不会放过你 如果你肯交出葫芦 再将这个女子交给我处置 我就答应你回去帮你在婆婆面前好好地说话 夜空恶然 哼 小孩 你不但是身体没发育 你智商也没发育啊 现在是我站上风你搞清楚状况没有 包小飞哈哈大笑道 那又有什么用 你真能捉到我吗 我只要回去把婆婆给请来 你还能站上风吗 包小飞已经想好了 今天想再对楚依依出手已经不可能了 准备逃走 可是这时 夜空却又拿出一件东西 微笑道 那我再加上这个 还留不住你吗 只见夜空手中玉光一闪 一条项铃一样的东西飞到空中 立即变大 变成一个带着粗铁链的夹锁 预知最线索 包小飞吓得脸色大变扭头就想逃 不过夜空的预知最线索一出 怎么可能抓不到人 只见玉光一闪 伴随着咔的一声 夹锁已经牢牢地套在了包小飞的脖梗中 与此同时 夹锁中猛地伸出数根锋利的刺毛 准准地刺进包小飞的后梗 控制住她的脖梗 阻隔她仙石和仙力的沟通 失去仙石控制的仙剑顿时跌落地面 不过失去的修为和行动能力的包小飞依然立声吼道 夜空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一定会杀死你 夜空冷横一声 你都这样了 还想杀死我 你做梦啊 不过包小飞却是哈哈一笑 我自有办法 说完 她大喝一声 快来救啊 顿时就看见包小飞的脚下出现了一个黑色的 好像特打洋葱头一样的脑袋 夜空和在场人等都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儿 楚依依惊叫一声 通灵地母原来是这个样啊 好好玩啊 确实 这个东西顶着一个圆形的大脑袋 好像一个黑色的大水母 不过不同的是 她脑袋中间还有一个小尖角 又有点像洋葱 她有一双小眼睛 很灵活 不过看上去又很胆小的样子 她没有鼻子也看不见嘴 不过头顶独角周围 却生长着一圈共有十八个小耳朵 这是个很奇特的生物 那通灵地母速度也是飞快 头钻出地面以后立即好像一把伞翻过来了一样 将包小飞整个包起 最后扭头就走顿入地下 空气中只有包小飞的狂笑声 夜空 你能奈我何 放心吧 王婆婆会给我取下嘴线索的 我丢了一把九品仙剑 换你一个预知罪线索 我不亏 看见此景 吴贵宝 萧勇等人都是面上色变 要知道 预知罪线索可比九品仙剑要值钱多了 仙界九品仙剑多的是 可预知罪线索却是独此一个 还有 预知罪线索可以锁拿仙帝 若是被别人得到 那娄子可就大了 更重要的是 这预知罪线索就好像夜空的观印 没有这玩意儿 谁承认你是铁玉山的玉点 也当然 吴贵宝和萧勇面面相去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不过意外的是 夜空却没着急 而是淡淡的一笑 对楚依依道 怎么 你还不出手 楚依依咯咯咯笑道 楚依有什么好处 夜空愕然 没想到这丫头竟然这个时候拿捏她 她咧嘴一笑 当然有好处 送你一颗早已失传的古丹药 楚依依也是开玩笑 听说她真有礼物倒是吃惊了 祈祝 古丹药 你什么时候这么大方啊 夜空道 别人送的 你一颗 我一颗 听见此言 吴贵宝和萧勇顿时抬头看着屋顶 我们都在想问题 什么都没听见 好 楚依依大喜 也没问丹药功效 直接取出一个小铃铛 抬手一摇 听见这铃声 屋外那棵种着的古树顿时有了动静 当然了 主要动静在她的根系 吴贵宝等人就看见面前的地面之下 仿佛有一条钻地土龙一般 地面一会儿鼓起来 一会儿沉下去 来回翻动 看得人目瞪口呆 愣了一会儿 吴贵宝这才想起什么 吃惊道 大小姐 你是已经收了仙光湖的守护骨藤 楚依依点头道 不过 屋外种着的那棵 好像松树一样的古树就是 吴贵宝恶然 也不怪包小飞上当 就连她都没有注意 那守护骨藤早已成精 只是没有化人形而已 它的根系是相当发达 没一会儿 地面的泥土翻开 出现一个黑色根枝构成的笼子 而笼子里通灵地母正在使劲挣扎 想要挤开守护骨藤的根系 而包小飞却是一脸愿毒地看着外边 楚依依笑道 说了我有扇手锏呢 那通灵地母力气还真不小 把守护骨藤的根须撑得发出刺耳的声音 所谓狗鸡跳墙 兔子急了也咬人 通灵地母急了也会发飙 可惜他没有嘴也发不出声音 就看见他的脑袋下的处须勒住骨藤的根须 想拉开一个口子让他逃跑 不过骨藤也不是吃素的 在仙光湖下几十万年也不是白呆的 就看见根须一条条的沽上把笼子弄得跟一个铁桶似的 包小飞却是淡淡道 别白费劲了 你逃不出去的 包小飞说完又道 不过你要记得 这些都是坏人 不要和他们好 要杀死他们 不要帮助他们 不行你就在笼子上撞死 也别让他们得到 眼看通灵地母要到手 包小飞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楚依依大怒 小金盗 我不会要问你的 大不了一死 包小飞不屑地横了一声 又对通灵地母道 他们要害你 要折磨你 你要不撞破笼子 要不就折磨死 第1170集 通灵地母智商很低 只是几岁小孩一半 听了包小飞的话 她就更害怕了 真的用脑袋去撞笼子 看见通灵地母脑袋上撞的遍体鳞伤 楚依依急到 小飞怎么办啊 我早要通灵地母 要不把她放出来 一夜空摇头 不行 那东西好像发狂了一般 放出来恐怕她会对我们不利 我倒是不怕她 而是万一马上打起来 刀剑无眼 楚依依觉得又有道理 可是看见通灵地母大脑袋上到处是血 她又急得一脑门黑线 而包小飞却是在暗自得意 你们就算抓到我 也别想得到通灵地母 不过却在此时 外边却走进一个白嫩嫩的小姑娘 进来的正是大玉 她一眼看见通灵地母 大玉是小孩子献献 圆圆的小脸顿时乐开了花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好玩 让人意外的是 看见大玉进来 通灵地母竟然吓得已哆嗦 别人不知道她自己知道 那天就是这个小女孩 一拳把她打得好疼啊 她心里就害怕大玉 所以看见大玉进来 她立即老实了 包小飞心中大怒 吼道 撞啊 撞啊 这不撞他们也会捉住你的 让你去跟肮脏下进的水母那个 众人听了一阵恶喊 这包小飞吓唬人真是没水准 也不知道水母是怎么那个 大玉却是站在笼子前 一仰小肉拳头道 小子 别以为比我大一两岁 就有什么了不起 有种啊 我们掰手腕 包小飞吃倒 哪来的小屁孩 大玉顿时大怒 就看那两只白白的小手 拉住守护骨疼的根须 用力一拉 通灵地母撞了半天也没撞开 大玉这双手一拉 却轻松地拉开了 众人都暗自心惊 这丫头得有多大的力气啊 大玉拉开笼子 一把拉出包小飞 就是一顿狠揍 把这脚子揍得连连求饶 抓到了包小飞 通灵地母也放出来了 不过这东西胆小得很 缩在大玉脚下一动不动 但是那两只黑色的小眼睛 却是在不停地乱转 月空 我要通灵地母 我要那个东西 楚依依把她爹经常用的那一套 又用在夜空身上 夜空就感觉自己的胳膊 有些吃不消了 而旁边的吴贵宝和骁勇 则是又开始看屋顶 这个通灵地母 给你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夜空指着大玉 只见那个通灵地母 被大玉一拳打得心悦诚服 就跟在大玉后边 大玉也是很开心 这通灵地母圆圆的肉肉的 很可爱 小孩子当然喜欢 楚依依不爽了 说道 大玉 把她拿过来给我玩玩 这是我抓到的 大玉可不怕这个大小姐 一仰小拳头道 干嘛 你想要 有种我们掰手腕啊 众人全都晕倒 这里一票大男人 都不是你对手 楚依依怎么掰得过你啊 这下楚依依不乐意了 又抱着夜空胳膊 闹了起来 说道 这是我抓到的 大玉太不讲理了 夜空苦笑道 可是那东西 求人大玉啊 这仙人带仙宠 也讲究缘分的 强扭得瓜不甜 等大玉将她驯服 你可以出去玩玩 以后如果有了咋儿 也可以送你一个 你就别跟小孩子争了 楚依依依依是大小姐脾气 吃不得亏 不过郁闷的是 通灵帝母就认准大玉了 所以楚依依没辙了 只能怒横一声 白干了 气死我了 夜空笑道 怎么会是白干呢 我还有丹药送给你 难道你忘了 楚依依这才眼前一亮说道 是啊 已经绝技的古丹药 快拿来 叶大人啊 我们把这个混蛋带下去审问 吴贵宝连忙开口 心说丹药这种事 不是我能掺和量 这夜大人把妹手段太强大了 骁勇也笑道 我那儿还有些夭壽爱吃的丹丸 大玉 快跟我来 看着他们都找借口逃走 楚依依莫名其妙 夜空却是大赞这些家伙 有眼力见 不错 话说宋小慧不熟 菜心太熟 楚依依半生不熟刚刚好 这是福禄寿喜丹 黑的是给女仙人吃的 白色的是给男仙人吃的 两人吃完双修 就可以提升本人一半的修为 你现在是下等罗天上仙 吃完和男人快活一饭 就可以升级到中等罗天上仙了 而且这东西啊 还有其他的好处 夜空还没说完 却听楚依依脑道 谁要这种下流弹药啊 夜空郁闷道 你爹还吃呢 怎么就下流了 这可是提升等级的宝贝弹药啊 反正我不要 你给我 我去哪找男仙人双凶啊 楚依依依气苦地吼着一声扭头就走 夜空郁闷 这丫头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坏啊 愣了好一会儿才喊道 喂 什么找男人啊 是你一例 我一例 楚依依依开始领会错了 以为夜空让她拿着这玩意儿找男人双修呢 楚依依依旧不爽了 我这么差劲吗 你就看不入眼吗 不过听见最后一句 她知道自己误会了 不过她现在也不好意思跑回去 只好骂了一声 无耻 红着脸跑开了 有的事情第一遍好意思说 第二遍就不好意思了 夜空也弄不清楚楚依依的心思 总不能老找人家姑娘 说我们那个吧 夜空也不好意思说 另一个 炼若兰的事情还没解决 夜空也真的不太想弄出什么节外生枝的事 所以这一耽误就把这事给彻底的耽误了 包小飞送去铁玉山审判 九品仙器被夜空收进七煞葫芦 而包小飞那个搜集太阳真火的宝贝 就送给蔡新将来炼器使用 接着夜空又继续踏上征程 什么 包小飞被夜空捉了送去铁玉山审判 严守兴上 当黄婆婆收到这个消息 顿时勃然大怒 心中既恨包小飞没用 又恨夜空可恶 不过她最关心的却是那只通灵地母 通灵地母可是好东西 绝对的好东西 仙人的修为再高 也难以看透地底深处 可是有个通灵地母就不同了 比如出门寻宝 或者勘察地下的卖矿 这些方面 通灵地母那都是有大用的 而且通灵地母脾草肉厚 关键时刻还能救主 可以说是居家旅行 赚钱发财必备之物 现在被夜空弄了去 她又如何甘心 和黄婆婆关心的不同 宅东亮则是关心夜空的大军 婆婆 最新消息传来 那夜空已经出发了 无日就会到岩三星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像这种速度 很快就会达到岩首星 那我们宅家就危险了 请婆婆你亲自出手吧 宅东亮焦急地说完 害怕黄婆婆翻脸 赶紧扑通跪下 请黄婆婆出手 不过黄雨瑶来到 岩首星最主要的目的 可不是帮助宅东亮 杀死夜空对她 也没什么好处 那个女人不出现 她也绝对不会出手 事到如今 黄婆婆心中 也是恨极了夜空 而且如果不给夜空一点压力 估计那女人也不会出手 所以黄婆婆决定 虽然自己不出手 可是还是帮着宅东亮 请了一个重量级的朋友 你且起来说话 黄婆婆淡淡说道 宅东亮也是豁出去了 跪地道 婆婆不答应 宅某救不起 这么大的男人耍无赖 我最看不起你这种男人 黄婆婆说完 阴冷道 不起来 就永远躺着如何 宅东亮下了一跳 赶紧站起来 苦笑道 婆婆 宅家实在是没辙了呀 那这样吧 黄婆婆口气松了一下 说道 我这次下来 刚好在你们白毛玉 遇到了一个往日的朋友 好像他和那夜空 也有什么旧院 我知道他现在隐居的地点 你去找他帮忙 想必他应该会出手相助 第1171级 宅东亮这才开心起来 婆婆的朋友 想必一定是今天 懂地的人物 那是当然 请他出山 危机能解 不过 就怕这老小子不肯出来 黄婆婆并没有和那人 有过先见传书 所以只好取了一份 空白的玉剑 贴在额头 印入几句话 交给宅东亮 又说了那人 目前可能暂住的地方 宅东亮一听 此人的称号 立即喜道 原来是那位前辈 这下不用担心 他不肯来了 前辈 您是不知道 那位前辈的一个寡名弟子 就是我手下 黑狼军的统领 前段时间 刚刚死在夜空手中 他当时还心中嘀咕 如果知道 那位前辈的先驹 我早就去把消息告诉他了 黄婆婆一听 也微笑点头道 那你们就快去请他吧 想必辛仇旧恨 加上我的书信 他肯定会出马的 一日后 严守兴某个偏僻的角落 荒山 一道滑光闪过 三个人影站定在山前 这三人是一对年轻的男女仙人 加上一个胡须雪白的老仙人 三人正是宅东亮派出送信之人 真是没想到 那位大名鼎鼎的前辈 就隐居在我们严守兴啊 一个年轻的女仙人 开口道 另一个男仙人 点点头 又疑道 按说 那位前辈 住在我们严守兴 其辈分又那么的高 为什么宅家主 不亲的出马 以示尊重呢 老仙人倒是知道 不少典故 开口苦笑道 那是因为外间传说 这位前辈的脾气 非常之不好 一言不合就杀人 甚至看你不顺眼 你就得死 所以宅家主 也是怕惹祸上身呢 那我们岂不是 男仙人吓得一缩脑袋 那个女仙人 却是惊道 不会吧 我们只是纵性而已 又没有打扰她 老仙人倒 总之马上 见到那位前辈之后 你们都不要随便说话 一对年轻仙人 都是点头 三人不敢飞行 迈步往山上走 走着走着 那女仙人觉得 有些不对 开口道 前面上路上 挺有意思的 好像有光影重叠 就好像有白色光条 不过再仔细看 又好像不见了 其他两个仙人 都没感觉到什么 开口道 管得呢 我们只要上山 送信就好了呀 没一会儿 三人就走到 女修说的 光影重叠的地方 女子倒是性子活泼 先行几步 笑道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好玩的东西 她大步奔了上去 当她的身影 经过那道光影重叠的地方 就看见 雪光一闪 再看那个活泼的姑娘 竟然已经失分两万 那个姑娘还没有死 一只眼睛瞪得老大 仿佛不相信 这里竟然隐藏如此的危险 这是 那个男仙人 吓得腿脚都软了 怎么也想不通 一个好好的姑娘 怎么眨眼就死了呢 没有飞剑 没有敌人 没有武器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动静 为什么一个人的身体 好像被什么东西 劈成两半了呢 那个老仙人 也是吓得半死 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到 这恐怕是空间裂缝 这个地方 怎么会有空间裂缝呢 男仙人怎么想 也想不明白 老仙人心说 怕是这要和请的 那位前辈有关系吧 那位前辈可真是 因人不眨眼呢 太可怕了 一不小心就挂了 怪不得翟家主都不敢来 两人在山道口 愣了好一会儿 女仙人的尸体 都不敢去收 不过没办法 总要把信送到吧 最后 只好在山下开口呼喊 没一会儿 一个瘦手高高的 马杆一样的老者出现 他面色阴冷 开口道 不知道我正在练丹吗 你们知道 我练的什么丹吗 你们知道 那丹药需要的材料 多珍贵吗 除了问题 杀了你们一个星球的人 都不够 那俩送信的仙人心说 我们哪知道这些呀 腿一软 都跪下磕头道 前辈 别杀我们 我们是送信的 损就走 绝不耽误你练丹 瘦高个儿面色阴冷 阵 结果欲捡一看 顿时勃然打怒 好你个夜空 心仇旧恨也该算算了 不过他随即又想起 自己练的丹药快要出来了 不过他这人脾气非常的暴躁 有仇不能隔夜 如果这种心情继续练丹 怕是不会成功 也罢 我就将这一炉 五道仙丹 带去阎三星继续练 阎三星 一个天气不错的上午 阳光灿烂 照得满山绿树 都放出油亮的光 绿油油的 让夜空手下那些 见惯了白色阎山的将士 都为之眼前一亮 绿油油的青山 这种景象在白毛玉比较罕见 因为白毛玉的星球 都常年受毒眼血的侵袭 土地也变成了贫瘠的盐碱地 所以最多生长一些凝露草 其他的植物 基本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 而阎三星 却有一座这样郁郁葱葱的青山 而更奇怪的 阎三星的主城 竟然就在这座青山之地 一般来说 主城这种地方 理应建在交通发达的平原 或者是四通八达的河流边 很少有人把星球 主城建设在高山之上 这也太不方便了 不过阎三星 就是这样不方便 当然 对于夜空他们进攻来说 倒是无畏 大家都是仙人 你在山上又能如何 遥看前方那座青色山头 夜空又回头看看后方 密密麻麻 正在忙碌扎营的兵士 他心中暗自欣慰 已经到了阎三星 很快就要推进到阎首星 到时候也终于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地界 北帝虽然对他不错 可是他总要有自己的领域 这样才踏实 正在夜空心中 大有感触之时 后边传来大狱的声音 却让他有点愕然 小黑 告诉你不要乱钻 你一点都不听话 通灵帝母现在改名字了 被大狱叫做小黑 小黑听见主人训话 也不敢顶嘴 当然 他不会说话 只好黑色大眼睛往下看 表示知错了 大狱这才点点小脑袋 教训说道 下次你再这样 我就让你去跟 肮脏地剑的水母 叉叉哦哦 众人听了 全都要晕死 感情这一句 从包小飞那儿继承来了 楚依依吃不得亏 还记得通灵帝母 被大狱抢走这事 开口没好气到 哼 都把小黑带坏了 大狱听见了 却是一扬小拳头 说道 怎么样 有种掰手腕 大狱现在多了一句口头禅 遇到别人不服 就让人掰手腕 这一招百事百灵 从无失手 楚依依依跺脚 任凭她是北地府的公主 在这一招之下 也是无计可施 只好抱住 叶某人的胳膊 使劲咬着 娇声道 叶空你看啊 叶空感受一下 胳膊上的柔软 却是开口劝道 你咬我也没用啊 因为我也不敢 跟他掰手腕的 楚依依倒是现实 立即甩开 叶空的胳膊 怒道 别以为力气大了不起 总有一天 还会有力气更大的 叶空笑道 好了好了 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要不我送你一颗蛋药 你一颗我一颗 去死吧 楚依依听见这话 顿时脸上通红 不说话了 而叶空也回头对大狱说道 你就算教训小黑 你也别学包小飞那边 什么跟水母那个 你这是一个姑娘家说出的话吗 大狱却是不敢跟夜夜空顶嘴 低头道 哦 与此同时 巍峨的青山之巅 主城城墙上 正站着一个干瘦的老者 他遥望着山下那连绵的营寨 飘舞的旗帜 浑浊的双目中 有阴晴不定的光滑 后边几个仙将都是低头不语 若不是早有仙剑传书过来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 这个受到一阵风就能吹走一般的高兽老者 就是传说中四大人亡之一的丽王 第1172集 其实丽王出现在白毛玉是有原因的 想当初他的大力马之莫名其妙地丢了 虽然他不知道被大玉得到 不过他的心中还是狠狠野空的 要不是野空当时整出那么多事 他也不会弄丢大力马之不是 不过丽王也知道 一夜空有丹王中帝等人帮助 所以也只能将此仇记下 接着丽王就开始另外寻找提升力量的保护了 像他这样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地步 再前进一步万分艰难 所以他就必须服以绝顶的灵药 或者得到什么惊天的机遇 他才能更进一步 机遇他是没有遇到 所以他只有寻找那传说中强大的宝物和丹药 以此来突破目前的境界 还别说 丢了大力马之一百年以后 他竟然又得到了一件宝物 一百年对凡人来说很长 可是对仙人来说是很快的 丽王只用了一百年 就又一次找到了新的宝物 那说明他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遗憾的是他非要来掺和这里的事 丽王得到的是一张远古丹方 丹方上记载是一种叫做五道仙丹的食品仙丹 这可是种了不得的丹药 吃了以后可以大幅度提升修为 甚至来说可以一次将本身的力量提高好几倍 一般来说仙人的实力每增加一倍就会升层 如果一下提升好几倍 那就是一下升几层 而丽王已经是先军顶级的实力 如果这丹药已吃 怕是可以直接感悟法则飞升神迹 不过问题来了 食品丹药需要的材料那也是非同凡响 丽王一看需要的材料心凉了半截 其中至少有五样材料 这一届都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也有办法解决 一般顶级的炼丹师 对天才地宝属性比较了解 就会找到可以代替的材料 当然了 用代替的材料肯定不如原方中的材料 所以只能炼出低几个品质的唯武道仙丹 唯武道仙丹大约八品仙丹 可以一次性永久提升人的力量三倍 只在第一次吃有效 虽然比起真正的武道仙丹 提升的少了很多 不过对于丽王来说 三倍力量的增加 也足够他感悟天地法则飞升神界了 不过丹方有了材料有了 现在就需要找人炼制了 要知道丽王这人是不爱学习的 炼丹炼器都是门外汉 看看他炼制的唯药母猪就可以看出他的水平 他炼制三品丹药都是磕磕碰碰 又怎么炼得出八品丹药 因此他只有来严守兴请丹王帮忙 丹王虽然跟他不对付 可是他相信自己可以出一个丹王能接受的价格 再不行 来试一试总是可以的吧 不过遗憾的是 他来到严守兴没有找到丹王 但是运气好的是 他却找到了丹王的徒弟 于是他立即将此人掳走 开掳炼丹 丽王在白毛玉找丹王期间 还收了一个徒弟 借给其药母猪 所以这次听说徒弟被杀 丽王心仇旧恨 就把丹炉和炼丹的人 也一起带来了严三星 连绵树里的白色营帐 包围在严三星主城的山下 将四周团团地围住 封锁地面上所有出入口 在青山的东侧 有一座规模最大 覆盖着金色阵法的营寨 这就是夜空大军的主营了 此刻迎寨正中的大帐中 夜空和诸位仙将 正在商量着攻城事宜 萧勇指着大帐中央的沙盘说道 丹三星镇守仙将 莫金宝 下等罗天上仙修为 和翟东亮是远亲 忠于翟家 无法策反 看来我们这一次 只有强攻一条路了 吴贵宝道 根据我们北地府人员打听 这座主城位于高山之上 城中商户寥寥 大多是驻扎在柴家仙俱 不过修为最高的 莫过鱼莫金宝 论实力离我们差远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他们闭门不战呢 闭门不战也没关系吧 说话的却是一名女将 只见一个穿着紧身皮甲的女人 走出来抱拳道 叶大人 让我打头针吧 初列请战的正是中等 罗天上仙宋晓慧 虽然他是被夜空俘虏才加入的 不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倒是死心塌地起来 而且对于夜空 他不准他待在阎五星的决定 他也不再抵触了 因为他发现 外边的世界更加精彩 宋晓慧请战 最不爽的是西勤军先锋张绍宇 暗道 让别人打头针 我这个先锋还叫什么先锋呢 不过他也不好站出来说话 因为人家宋晓慧手中有重宝 招妖番 这东西一出 功成略地无所不能 他张绍宇可没这么大的本事 所以也只有缩着脑袋了 但是让他开心的是夜空摇头道 宋先将 你这招妖番动静太大 你一出手就不是打头阵了 那就是强行攻城了 我看还是先锋后兵 让张绍宇去打头阵 顺便确降一番 张绍宇大喜 连忙领命而去 没一刻功夫 张绍宇已经踩着脚踩云 带着数百号的先兵 飞服在青山主城之外 开始骂朕 其实这仙人打仗和凡人打仗也是差不多 就是互相叫朕 然后骂娘 骂几眼了就出来PK 所以说一般先锋官那也是有要求的 手底下利索还不行 不够 嘴皮子还要利索 要会骂人 骂得对面蹊跷生烟 骂得乌龟都不缩头出来咬人 这才是一个很优秀的先锋官 否则人家不和你打 那算什么先锋官哪 张绍宇带着手下几百先兵一阵乱骂 一夜空都听不下去了 心说大狱也不知道去哪了 别把这孩子带坏了 正在夜空想要询问大狱的时候 颜三星的主城门口光影一闪 阵法中飞出一票人马 领头的是一个个子不高 无短身材的壮汉 我就是墨金宝 你这撕骂得也太难听了 墨某这就是来撕你这张臭嘴的 无短身材的汉子开口大喝道 张绍宇插着腰 对着下边飞起的墨金宝远远的吐唾嘛 开口道 姓墨歹子 我是铁玉山夜空夜大人挥下 急先锋张绍宇 夜大人念在你修行不义 可让我来转告你 请你速速开城投降 夜大人绝不会亏待于你 若是早前 墨金宝或许心中没底 可是现在城中有强垣坐镇 怕个毛啊 墨金宝当下冷横一声 在我们白毛玉 我只听过翟东亮 翟大人 没听过什么土鸡挖狗的夜大人 既如此 那我也只有八个字送你 张绍宇一字一句道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那就看看到底谁先死 墨金宝也不甘示弱 给我去死 张绍宇手中一杆先挤 威力不错 那是缴获得多宝先人的 顿时挤放金光 对着对面云头的墨金宝就劈了 不过墨金宝倒也不怕 一拍手 已经由一柄七柄先剑放出 两人在半空中 各自控制先气 轻轻方方打得不亦乐无 打了一会儿 张绍宇冷笑道 原来你就这点本事 看我疾风之力 这张绍宇的天道之力是风系的 不但可以换来疾风 最重要的 把疾风之力附在身体或者仙气上 可以大大的加快速度 疾风之力 煞时 张绍宇那把长脊速度快到极限 修为低的根本看不清长脊在那儿 只看见长脊幻化出的金色残影 第1173集 当当的声音顿时就猛烈起来 那墨金宝一把先剑有些难以支撑 不过他也有点本事 开口怒道 你有疾风之力 我有打云剑阵 看看谁更厉害 墨金宝说完又一台手 从他的袖中不停地射出一把把的绿色小剑 一共竟然有64把 这些三寸长的小剑出来就变大 立即化成三尺清风 而且这么多仙剑 立即形成了一个神秘的圆形 分成内中外三层 将张绍宇的三脊团团地围住 剑阵 夜空看见有些兴趣 在下届他就有五行剑阵 不过仙剑大家都是热衷于天道之力 对剑阵的研究很少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使用剑阵 那64口仙剑形成的大圆剑阵 果然威力不错 一下就将张绍宇的金色长脊困住 任那长脊速度再快 也无法突破64口仙剑的围困 夜空暗自心说张绍宇怕是斗不过了 墨金宝虽然只是下等罗天 可是这大圆剑阵一放 实力增大了一截 早知道刚才把七煞葫芦借给张绍宇了 果然张绍宇不敌 就连他那长脊都困在剑阵中 无法收回 墨金宝哈哈大笑 你就这点本事 也想在我这逞能 无耻小儿 想要你的仙气吗 给爷爷磕几个响头 我就还给你 张绍宇脸色一变 头一场自己就把武器丢了 实在是丢人 不过他也知道对方厉害 如果是自己的人困在剑阵中 怕是要有性命之勇 他倒是能伸能缩横道 孙子 爷爷的宝物多的是 看在你那么穷的份上 送给你玩了 说完 踏着脚踩云掉头离去 墨金宝轻松地抢了对方的仙气 手下兵士一阵喧嚣 他心中得意 喊道 姓叶的那边的 还有谁想要和我对战呢 我 这时竟然飘上一个娇小的姑娘 正是蔡新 看见叶大哥对此人有兴趣 这才主动出手 墨金宝看见是个柔弱的小姑娘 修为之友下等大罗金仙 他不由地哈哈大笑 叶空啊 你是真没人了 这样的都被你派上战场 你要不要脸 说完又对蔡新道 小丫头 你看好你的仙气哦 别像刚才那位仙气都丢了 墨金宝一下夺了张绍宇的仙气 心中得意 看见又出来一个小姑娘应战 不由地得意道 小丫头 看好你的仙气 却没想到那小丫头不温不火的微微一笑 手掌一番 开口道 那么这位仙教 我也要提醒你一句 看好你的后脑勺 墨金宝定神一看 对方小丫头手中拿着的是一个表面闪着流光溢彩的七彩宝塔 墨金宝这一看 顿时眼中就有贪婪之色 这宝贝一看就是非凡之物 现在又出现在一个财下等大罗金仙的小姑娘手中 这可比刚才张绍宇的仙气要好了好多个档次 一定要夺过来 不过墨金宝心眼还没动完 就听对面蔡金将手掌对着他 口中脆脆的吐出一个字 啄 眨眼之间 蔡金手中的七彩华光塔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墨金宝的后脑勺上方 一个幻化着明亮的七彩光线的东西 正在快速的砸路 将军 看见墨金宝还不知道危险 那些他的手下先兵都是大声喊道 将军小心哪 不过他们的喊话根本来不及 那七彩华光塔出现在头顶三尺 本来就是不高 这样落下来需要的时间非常少的 要想及时做出反应非常的艰难 眼见墨金宝就要中枪 可是没想到 这时炎三星主城中却传来一声冷横 接着竟然从主城的阵法中 飞出一个泛着白光的拳头 这个拳头并不是仙气 也不是宝物 而是一团气流 纯粹就是打拳者以气力 将空气打出形状 随后这拳行在空气被全进发出 好像仙气一样的飞了出来 将空气打出形状 全进的速度快似闪电 这足以让在场仙人全部都倒吸一口凉气 能打出这一拳的人 手上得有多大的劲力 看见此拳 夜空也立即大喝一声 索性那空气拳头并不是对菜心而去 而是直接打向墨金堡的头顶 那拳进如此了得 竟然后发先智 一拳将勘勘落在墨金堡头上的七彩滑光塔 给打飞 墨金堡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刚才就差点被人偷袭了 不过在刚才那一拳的刚猛之下 他已经吓得双腿打软 短暂的愣了一下 都顾不上收张绍宇的仙气 带着他的六十四口仙剑逃回主城之中 回去主城 墨金堡赶紧跪谢救他回来的丽王 又奉承道 丽王大人 只要您亲自出面 恐怕那夜空就会望风而逃了 那丽王虽然不喜欢学习 但是他心眼却多得很 冷横道 愚蠢 我若是出面 他立即就会回去找帮手 哼 我就是不出面 让他摸不到头脑 又不敢进攻 等他等不及或者出现错误的时候 我们再一举杀之 墨金堡心中一阵 暗道这高寿的老家伙果然阴狠啊 当然了 丽王没有出手 一是忌惮夜空身边会有丹王中帝之类的人 二是等自己的武道仙丹成功 只要那玩意儿成功了 他感悟到天地法则快要飞升成神 那就可以不怕任何人 杀死夜空以后 也不怕日后被红仙主责罚 到时候大家都是天神了 还怕个毛啊 好了 不让将我在这里的消息泄露 也不要在此出战 我还有点事 丽王这人看谁都是一副死脸 墨金堡也不敢多说 连忙恭送他离开 正如丽王所说 夜空他们摸不准城中情况 也不敢继续挑战 确实城中飞出的那一拳 威力实在是太过惊人 夜空当下命令众人收回兵营 大家都做些商议 谁也猜不透城中发出那霸道的一拳 到底是何人 当下只有发动各种关系查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等大家商量了好一会儿 夜空才想起来一个事 大狱不知道去哪儿了呀 夜空一问 在场众人全都摇头 都说没见到大狱 到了颜三星就没有见到大狱 正在这时 却听见外边一阵喧哗 没一会儿 就有几个仙兵 压着一个穿着宅家仙甲的兵士 走了进来 跟在后边的 还有小脸带着得意的大狱 当然了 大狱身边还有一个同样小眼中 带着得意的通灵地母 夜空再一问 感情这小丫头刚到颜三星就琢磨着立功 随后让通灵地母带着她钻到主城之下 不过主城之下的地面也是有阵法的 所以她就等着 终于大阵松开一线 就是墨金堡出来的时候 他却潜了进去 进去以后抓了一个宅家仙兵带了回来 虽然夜空很不赞成大狱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不过话说回来 大狱这还真的立了大功 所以大狱粉嘟嘟的小脸上也不由的洋洋得意起来 连带着那通灵地母也觉得自己跟仙将似的 耀武扬威起来 绿豆大的黑色小眼睛都抬得老高 夜空等人把那宅家仙兵当众一身 顿时明白了 原来城中的是老对手 立王 第1174纪 当时在垃圾星夜空等人不是对手 后来多亏了丹王和中帝曹小天出面 而现在一百多年过去 夜空还不是立王的对手 话说人家立王都进入仙君境几十万年了 你夜空才进入仙界几年呢 怎么可能是立王的对手 不知道立王的时候 大家还心存侥幸 现在知道是立王了 那更加的烦恼起来 要知道立王的实力已经不逊于先帝 要搞定立王这实在是一个难题 大仗中顿时陷入一片死气沉沉 不过此刻大仗后编的一个黑暗的小角落里 一个小小的小身影正在对着一个黑黑的大脑袋说道 早黑听说公子对那个墨金宝的仙剑阵法有兴趣 不如我们再去一次把那个墨金宝给抓来 看着这个小小身影一扬小拳头 那个黑黑的大脑袋也是频频点头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 趁着夜色 通灵帝母带上大玉 又一次钻入土中 消失了踪迹 而等一会儿夜空又响起大玉以后 才发现这小丫头又失踪了 夜空怒道 这孩子 血来越不听话了 经过漫长的黑暗通道 脚下踩出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 一个瘦高的身影从石阶上走下 那石阶也不知道多少年没人走过了 上面落满了灰尘 不过那个瘦高身影的脚步走过的地方 却是片灰不扬 一般仙人完全可以做到这样 比如他们可以扶空行走 眼看踩在台阶上 可其实脚底却是距离地面 有着细微的距离 这样就可以不见起灰尘 不过这个瘦高的身影 却并不是这样 阴暗中 可以看见石阶上的一排脚印 说明他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 不但如此 而且他每一步传出的声音 都可以感觉到 他每一步都是带着强大的力量 仿佛他的两只脚都是大锤一样敲打地面 这么大的力气走过 却不见起一点点的灰尘 显然此人对力量的控制 已经达到了举重若轻的绝佳境界 高瘦身影不知道走了多少阶向下的石阶 这才来到了石阶的尽头 可以看见他的面前是一片泛着绿光的光门 光门上发出的绿色暗光 映在瘦高身影的脸上 可以看见这是阴险残忍的力王 不过从来都不会笑的力王 此刻竟然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自言自语开口道 本来还以为阎三星没有脸丹的地方 却没想到这主城下的山腹中 竟然有一处仙域矿脉 而矿脉之中竟然还有火焰猛烈的地脉之火 真是天助我也 地脉之火 一条矿脉形成初期会有地火汹涌 一般来说 等矿脉形成 地火也就彻底的熄灭 经过亿万年 矿脉附近就会生出相应的矿石 工人开采 不过也有很少的矿脉很特殊 他们从形成至今 其中的地火竟然没有熄灭 反而因为这火焰和矿脉半生亿万年 造成这地火中含有大量的矿脉属性 这种火对炼丹炼气都是大有好处 而地脉之火也有三六九等 其中对炼丹最好的 要属仙域矿脉脉中的火焰 其他矿脉大多是金属矿石 所以里边发现的地脉火焰金属性太强 适合炼气 而仙域矿脉中的地脉之火 却完全没有属性 而是强大的仙气 所以这种地脉之火 不管用来炼气和炼丹 都是好上加好 可以大大提高成功率 因此丽王才会如此喜不自禁 丽王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 取出一块玉牌 对着绿色的光门一照 随后大踏步走了进去 瘦高的身影消失在光门之中 那高高的石头台阶上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不过短短的一会儿之后 从石阶的右侧一处墙壁上 却钻出一个黑色的大脑袋 随后又跳出一个粉兜兜 穿着欠白毛边红花小袄的小姑娘 这正是大玉 他本想去城中把那墨金宝给捉来 不过主城已经彻底和外界隔绝了联系 就算从地面下 他也钻不进去 不过歪打正着 他没想到误打误撞之下 居然发现这山腹之中 还有一个往下的通道 你往那个老家伙 大玉脑门上扶起几道黑线 皱眉思索 地脉之火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不过看那老家伙兴奋的样子 好像是什么丹药就快炼成了 虽然大玉还是个孩子心性 不过他很清楚这个道理 敌人想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让他去做 敌人要成功的事情 他也不能让他成功 不过想要破坏 貌似不那么简单 上边主城被阵法包围 下边那个绿色光门 显然也是阵法 而且那阵法的防御力 超过上边的主城 恐怕还是古尽质 大玉唯一能进入的 就是这个连接上下 两个阵法的通道 难道在这通道中袭击立亡 大玉小拳头捏紧了 乌溜溜的大眼睛都发亮了 不过想想他还是放弃了 以他的修为跟立亡差得远了 就算偷袭他都没有一点把握 思索了一下 大玉决定还是先去上边 主城门口等着 先混进主城中 找到那个墨金宝 听口气 立亡也是刚知道 这里地脉之火 可是墨金宝常年镇守在这里 应该有进入的方法 想到这里 大玉的小身影 又钻进通灵蒂姆的黑色脑袋中 消失在巨石披城的城墙里 大玉一走就是几天 发出的仙剑传书 都如同石沉大海 夜空不由地交集了起来 大玉失踪了 对夜空这边所有人来说 都是心中沉重 虽然大家都挺害怕 跟大玉比试掰手腕 可是不得不说 这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大家的开心宝 就连跟大玉 争通灵蒂姆的楚依依 都觉得好几天 没看见大玉而不适应 工程吧 对 工程 只有工程才能救回大玉 没错 只有工程才能看出 大玉到底有没有被切 虽然大部分人都不赞成工程 不过也有人担心到 可是那个丽王 夜空咬牙道 等不及了 工程 宋小慧何在 主席在 宋小慧听说大玉可能被擒了 心中也是焦急 立即拱手走出 现在令你担任工程先锋 负责城门正面 得令 张绍瑜 你不协同送小慧 仙将 进攻正门 不过要小心 他招来的 妖手炎翼 得令 此刻正是一天的 清晨时分 几个蓝散的身影 正在 阎三星主城的 城头上巡逻 主城大阵 已经关闭好几天了 这些城中先兵 看来 主城还是很安全的 城外虽然集结了 夜空的百万大军 那又有什么用呢 城外这些家伙被 立王大人一声震退 至今不敢攻城 真是笑话 还不如早点退兵回去 巡逻的先兵 小头领心里这样想着 不过却在这时 旁边一个先兵 突然开口说道 队长 有人来了 巡逻小队长 连忙扭头看去 只见山下 已经飞上来 一个身材不错的女将 那女将踩着脚踩云 穿着一件紧身皮甲 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 这娘们可真不错呀 那领兵的巡逻队长 隔着阵法流下了口水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 他就不觉得不错了 只见那女先将 抬手就放出一杆 八正八的巨囊 黑帆放出 下边的六面小帆迎风招展 那些巡逻兵看着好奇 突然有一个先兵惊倒 那是什么 领队先兵再一看 只见山下有一片黑色 好像潮水一样涌向山上 不好 立即去禀告墨先将 第1175集 这是 墨金宝站在城楼上 看着阵法外边 爬满密密麻麻大片的黑色 也是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毒岩椅 外边攻城的竟然是 数以亿计的毒岩椅 这种个头小小的生物 无疑是这个星球上 最恐怖和最凶残的生物 别看墨金宝是下等罗天上先 在那些毒岩椅面前 根本不够看 若是被毒岩椅爬满全身 就算你是先军 也要被吃个渣都不留 想不到他们竟然有能控制 毒岩椅的高人 墨金宝不由地开口叹道 旁边一个仙将也是说道 听说颜四星 就是被毒岩椅 加上野空的攻击部队 一举拿下 据说当时那边的镇守仙将 把仙库中的仙域 全部拿了出来 最后淡尽粮绝 内外交困 实在没钱啊 这才不得已开城投降 将付库中的仙域拿出 最后没有仙域了才投降 墨金宝失笑 随后又开口大笑 那是颜四星的事 如果在我们颜三星这一切 还有可能重演吗 墨金宝问完 旁边副将们都是一愣 随后全都会心大笑 刚才那个说颜四星事情的副将 开口笑道 当然不可能 因为我们颜三星不缺钱 众人都是哈哈大笑 确实 颜三星不缺钱 颜三星主城之所以坐落在山顶上 就是因为这山下有一处仙域矿脉 而主城的护城大阵的先例来源 就是这仙域矿脉 这整个矿脉作为防阵的力量来源 这防阵还愁什么仙域不足 随着主城正面被毒眼影和各种妖兽攻击 主城背面另一个城门也开始遭受 先兵们的攻城车的冲撞 看着主城父辈受敌 墨金宝冷横道 这样的攻击力道不够 远远不够 索性引那夜空全力攻城 等他发现本城绝不可能攻破 说不定自己就散去了 行边副将连忙道 墨将军果然厉害 就要让那夜空知道 此城是绝无可能攻下的 不过墨将军 您出城可要小心的 墨金宝怒道 我哪有时间去 你们出去叫马一番也就是了 其他几个副将暗自叫苦 对方实在太厉害 特别是那个打人后脑勺的仙气 也太诡异了 今天丽王大人可不在啊 不过也没办法 两个仙将也只好各带一路人马 从左右两个小门出去 贺骂一番 不过这两人也是胆小鼠辈 一看见对面军中有人飞起 他们就立即缩回城中 可就是他们这一进一出之间 躲在阵法下边的土地之中 某个乌贼鱼一样的东西 就从泥土中也跟了进去 大狱这几天都等得鸡眼了 几天以来上下两个阵法都是没有开启一次 都跟铁桶似的 上边主城阵法锁城至今 下边力王进了绿色光门就没出来 不过越是这样 大狱越怕错过进去的良机 所以这几天他就不时地两边跑 为怕给力王发现 他把仙剑什么的都锁死了 防止万一关键时刻来个仙剑传书 那就露馅了 所以夜空的仙剑传书他也没收到 就这样耐心地等 终于今天阵法一开 他就从一个副将的脚下溜了进去 城墙上墨金宝转了一圈 感觉也没啥事 叮嘱几个副将小心守着 他就下了城墙 准备回去祭连仙剑 要知道剑阵这种东西是非常耗时耗力的 那么多把仙剑 每一把都要熟悉他们 都要好好祭练和温养 这样使用起来 才能灵活调动各把仙剑 不过莫金宝刚下城墙就眼睛一亮 只见不远处地上有块仙玉 这仙玉自然是大玉放的 上次大玉抓到那个小兵 就是这样用仙玉将其引到无人之处 神不知鬼不觉 所以这次大玉又顾忌重演 不过大玉错了 莫金宝是这一城的镇守仙将 口袋里鼓鼓的大佬 怎么会被一块仙玉吸引呢 莫金宝看见仙玉只是一愣 很快就收回目光 心说老子分分钟几十万上下 去捡一块仙玉多丢份 所以他仿佛没看见一样 继续往前走 可没走多远又看见地上有一块仙玉 莫金宝心里郁闷啊 难道这年头仙玉不值钱啊 满大街都是 大玉的心里更郁闷 没想到这家伙不贪 哼 我就不信你不贪 大玉小脸得意一笑 莫金宝一路上看见几块仙玉 心里已经在想 莫非是什么人遗落 哎 怎么都是一块两块仙玉啊 你一件好东西 什么六品仙夹七品仙剑什么的多好啊 那本将宁可丢份也要去捡 虽然他这样想可是也觉得不可能 可谁知没走两步 地上出现了一个紫色的东西 紫语仙草 莫金宝吃了一惊 这可是一件好东西 服用以后强化肉身的 莫金宝终于动心了 左右看了一下 还守一招 就把那珠紫语仙草给收到手中 这一看还真是 莫金宝心中大喜 发了笔小财呀 这下他更加注意观看了 又看见远处一处巷口有光线闪动 他连忙又奔了过去 不过这次东西先例波动实在太大 也吸引了好几个人也奔了过去 莫金宝和那几个人凝神一看 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随后所有人都双眼放光 地上竟然躺着一把八品仙剑 八品哪 莫金宝觉得自己心跳都加速了 在八品仙剑面前所有人都可以疯狂了 一个上等大罗金仙心说你镇守又如何 我只比你低一级 只要我抢到仙剑就可以弥补这一级的差距 只见此人化成一道乌清光电射而去 此人一动旁边几个修为略高的也奔了上去 不过莫金宝确实没动 口中冷横一声 本心将丢的东西 你们也敢抢 找死 说完他一抬手臂 袖中嗖嗖嗖 接连射出六十四四贤眼 将几个抢夺之人全部整上 可怜那个上等大罗金仙刚要抓到仙剑 却发现那仙剑向前挪动了一寸 他伸手再抓 后边青色的小剑已经到达 瞬间将其绞杀成了几段 杀了这几个抢夺的莫金宝才冷横道 还有人想抢本仙将丢失的仙剑吗 莫金宝杀人 眨眼之间那几人就成了尸块 剩下几个没动的 修为更是低劣 当然更不敢和他争抢 既然是莫将军丢失的 那我们当然不敢抢 恭喜莫将军找回失误 虽然那些仙人死也不信 八品仙剑是莫金宝丢失的 可是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他们只能选择放弃 哼 就凭你们也想得到八品仙器 莫金宝并没有收回六十四口仙剑 而是让仙剑悬浮着 口中摆着关架子道 既然知道是本将丢失的 你们还处在这干嘛呢 那些人连忙点头 是是是我们这就走 巷口人等一下坐鸟收散 远处其他的仙人看见此景 也不敢过来 莫金宝这才收回六十四口仙剑 夺着关部 走向那把仙剑 看动作 仿佛那剑真的是他丢失的一半 哼 发财了 我那大元剑阵 就是缺一把高阶的祝仙骨 如果练化这把仙剑 那我的剑阵威力 必定强大数量 莫金宝心中大爽 便想去将那仙剑捡起 不过他一捡 那仙剑却好像有灵性一般的逃走树村 莫金宝大惊 没想到此剑还有灵性 恐怕弄不好 还不止八品 说不定已经接近九品 传说九品以上就有灵性了 第1176集 正在这时 那仙剑竟然快速逃走 莫金宝不急思索 跟在后边狂追几步 拐了个弯 终于看见那仙剑 掉在一个死胡同尽头的地面上 宝贝 看你往哪儿逃啊 莫金宝大喜搓搓手 上前几步 不过这时 他眉头却是一皱 感觉背后有人猛回头 只见后边路口 已经被一个穿着白毛边小红袄的小姑娘给堵上 谁家倒霉孩子 快回家玩去 莫金宝恼火的一摆手 你才是倒霉孩子呢 大鱼一扬拳头道 矮子 大鱼不喜欢你 大鱼要揍你 莫金宝吃了一声没当回事 白手道 小孩 你给我滚蛋啊 耽误了本将大使 我杀了你全家 说完 他又去拿地上的仙剑 却没想到后边的小姑娘只是抬手一招 仙剑就飞到了她的手中 这仙剑是你的 莫金宝瞪大了眼 此刻他就是傻子也明白了 怒道 你竟敢戏耍本将 你死定了 你全家都死定了 我看你才死定了 小玉皱皱小眉头 小孩 你妈来了 莫金宝突然对大鱼背后一指 大鱼条件反射地回头去看 可莫金宝却是眼中杀鸡一闪 一举一袖 一把把绿色仙剑放出 想将大鱼斩杀当场 大鱼一回头就知道不对 心中打怒 没想到这矮子竟然如此无耻 连小孩都骗 狂龙之力 被搞到震怒的大鱼 全身狂龙气息猛地荡开 头顶上两个金色的小短脚出现 对着莫金宝猛冲上去 啥 莫金宝也是眼中一灵 虽然他六十四把仙剑才射出十把 可是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只见十把绿色的仙剑排成笔直的一条线 而莫金宝的衣袖中还在射出 这些仙剑手尾相连 倒像是一根绿色的长矛 刺想冲过来的大鱼 大鱼要揍你 冲上来的大鱼圆圆的小拳头上 戴着白色的纱手套 那手套也是了不得的仙气 看得莫金宝心中又是贪念大气 不过下一秒 他心中的贪念就荡然无存 只见大鱼那小拳头 仿佛带着开山断河的力量 大鱼一拳轰出 就对着仙剑排列成的绿色长矛 拳头对仙剑 拳头和仙剑哪个更硬 这个问题立即有了答案 大鱼的小拳头 化成一团白色的光团 所到之处无可抵挡 大鱼势如破竹 当当的脆响之中 那一把把的仙剑 仿佛一根根绿色的筷子一样弹开 根本不堪一击 大鱼这一拳 竟然将墨金宝的十多把仙剑击飞 而这一拳还没有结束 大鱼这一拳最后轰中墨金宝的手腕 好大的力气啊 墨金宝大惊失色 想要收回手 却已经来不及了 一声巨响 墨金宝身体外闪出一条独角蜥蜴的光影 这正是他的六品仙剑 膝背甲崩溃了 接着墨金宝就感觉到右手手臂一阵钻心的疼痛 整条手臂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一半 墨金宝没想到 这小女孩的一拳 竟然打飞了他十多把仙剑 打破他的仙甲 又把他整条胳膊打得寸寸骨碎 只是一拳这是多大的力道 恐怕世间比他力气大的只有丽王前辈了 想到这里墨金宝想到什么 连忙跪下磕头道 小前辈 小祖子 在下下了狗眼 在下敢问一句 你是丽王前辈的徒弟吧 墨金宝想得倒是不错 那丽王玩的就是力气大 这女孩力气这么大 丽王正在城中 女孩也是以前没见过 而且这女孩身上好几件重宝 明显有丽王这种后台才能拥有的 墨金宝自作聪明 大玉也不准立即点头道 不错呀 我就是来找我爷爷的 大玉虽然嘴上说爷爷 不过心里却道 老坏蛋先认你一回 等以后一定揍你 墨金宝一听这是李王的孙女 当然了 谁也不知道李王有没有孙女 墨金宝也不知道 她也没怀疑连忙大喜磕头道 小姑奶奶 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打了自家人呢 你爷爷李王前辈就在城中山府中炼丹呢 我说我找不到爷爷 原来是这样 还以为被你抓了呢 大玉顿时开心了起来 墨金宝心说 我抓他 我连你都打不过还抓他 我不是耗得给猫拜年吗 墨金宝苦笑道 小姑奶奶 您是真打错人了 他真的在山府中炼丹 也不知道是什么丹药 他压了一个炼丹师在下面 因为山中有地脉之火 所以他这才去炼丹 他也不隐瞒 有些语无伦次地把该讲的都讲了 不该讲的也讲了 对此大玉只回了一句 我也要去 墨金宝心说 历王说了 不准任何人打扰 否则有你好看 他也顾不上了 若是不允 面前这小祖宗眼下就能要他的命 他也只是无奈 只好从乾坤代理取出一个玉牌道 这就是进入山府古尽之的玉牌 大玉拿过来一看 小脸一重 他发现这玉牌 好像跟自己看见历王使用的玉牌不一样 这块玉牌 为何跟历王手中的玉牌不一样呢 大玉开口问道 墨金宝心说 你不是来找你爷爷的吗 怎么好像又看过你爷爷手中的玉牌呢 要知道 玉牌是你爷爷从来到主城以后 从我这里得到的呀 这主城都封城好几天了 你怎么进来的 看见墨金宝疑惑的眼神 大玉感觉说漏了 用圆嘟嘟的小手摸摸自己头上的金色短角道 其实我是跟我爷爷一起进城的 他怕我惹事让我不要出来 大玉说了一半怒道 喂 小子 还要我给你解释什么吗 墨金宝被吓得一哆嗦连忙磕头道 小赌子 属下不敢 说完又解释道 那山府的古禁止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前辈大能社里 当年有人在禁止门前枯骨的身上发现了两块 这两块玉牌就是打开禁止的门符 不过这两块玉牌一块为公一块为母 公玉牌可以控制古禁止的开关 还能限制母玉牌的进出 不过母玉牌就没有这些功能了 只能进出之用 粉装玉琢的小脸上一喜连忙问道 牌子还有公母之粉 那这块是公是母啊 这块是公 墨金宝话没说完 就听大玉脱口而出 兴奋道 这么说 我岂不是可以把离王锁在里边 梦中卓憋 墨金宝听见都要吐血了 心说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你爷爷是憋 大玉是小孩子心性沉不住气 发现有失言了 赶紧笑道 其实呢 就想跟我爷爷开个玩笑 我爷爷很喜欢我开玩笑的 墨金宝几乎咬晕死 他从来没觉得 丽王会开玩笑 就那铁板一样欠揍的脸 还喜欢开玩笑 跟他开玩笑 老兽星吃披霜 嫌命长吗 大玉说完又怒道 不用得着跟你解释吗 快点 把玉牌的控制方法交给我 我 我饶你一秒 本来大玉是想把墨金宝 擒出城的 不过现在他也没时间 如果杀了呢 怕是叶公子就问不到他需要的东西 所以大玉只好暂时放过墨金宝 反正墨金宝也不知道他是哪边的人 第1177集 小巷外的远处聚着一些仙人 这些人都知道墨仙将捡到宝了 不过他们修为低 也不敢靠近 只好站在远处看热闹 八品仙剑 听说是八品仙剑的 是八品仙剑的 也不知是何人遗失啊 肯定不是什么厉害人物 一定是家道中落的哪些二世祖 空有宝贝 却没本事使用 不错 若是哪个仙人的宝物 一定认住激烈 自己使用 建立心神联系 又怎么会丢失呢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无短身材的家伙 从巷子里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 看那模样不像是捡到宝 倒像是踩到狗屎了 一脸沮丧 墨仙剑不是捡到宝了吗 为何如此模样啊 肯定是重宝在山 怕人觊觎 假装没捡到 那墨仙剑不会杀人灭口吧 不过我怎么觉得 他一脸倒霉样啊 是啊是啊 你看他那脸 好像刚被人揍过呀 墨金宝胳膊被打废了 又得罪了李王 心中正是憋屈 听见这些人议论 顿时大吼道 看看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希望你们个个捡到八品仙剑 你们天天捡八品仙剑 我保你们捡得很开心啊 众人吓得四散奔逃 心说这墨仙将捡了把八品仙剑 脑子却病了 得不偿失啊 墨金宝开口骂了人心情好了不少 心中暗想 也罢 虽然受了伤 不过休养几个月也能恢复 而且自己貌似也没太得罪 李王的小孙女 不过那孩子还真是让人头疼啊 宁可面对李王也不要对付他孙女啊 墨金宝摇摇头 心说以后还是不要那么贪财了 他一路回到仙将府 刚准备找一个静士闭关休养 却有几个先兵奔来禀告 说不好了 护城大阵的一处阵眼被人破坏了 现在大量的毒眼已进来了 墨金宝都要急死了 不明白护城大阵的阵眼怎么会坏呢 没办法 他只有带伤前去视察 像一般现在的大阵 不像古阵法只有一个中央阵眼就行 那种大神通的布阵方法早就失传 现在的护城大阵都是由数个小阵法组合而成 像这座主城就有三十二个阵眼 分别分散在城中每个角落 而现在有一个阵眼被人破坏 就好像护城大阵上开了一个门 让人进出 而且这门还不小 本来墨金宝还想找人维修阵眼 不过一看吸了口凉气 整个阵眼下的地面都被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阵眼完全毁了 要重建也不是三天两头就能完成的 再去看大阵的破口 已经有无数的毒眼蚁 好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涌进来 很多仙将浑身爬满黑色的毒眼蚁 挣扎着倒在蚁群中 接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 最后被毒眼蚁吃光 渣都不留 不过主城的兵士对付这些毒眼蚁 还是有些惊艳的 没一会儿就有火烧 水冲 沙埋等一系列的攻击方法 只见有水属性天道之力的仙人 凝出大片的水流 将冲进来的盐蚁冲下山头 而对付那些落单的盐蚁 就会有飞在空中的仙兵 倒下早已准备好的沙石 将毒眼蚁掩埋 另有一些仙人 则是放出火焰 将靠近的毒眼蚁烧死 虽然毒眼蚁的攻势被暂时压制住 不过墨金宝的心头却更加沉重起来 因为可怕的道不是毒眼蚁的攻击 而是毒眼蚁以后的攻击 现在护城大阵已经出现了一个任人进出的大门 也就是说对方那些高级线人 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杀进来 墨金宝不过是一个下等罗天上仙 虽然他有先见先阵 可是对面夜空却有好多个中等罗天上仙 甚至还有上等罗天上仙 就连一个大罗金县的小姑娘 也有七彩滑光塔那种宝物 那墨金宝如何抵挡得住这样的攻击呢 如果现在那个小姑娘来就好了 墨金宝也是脑子糊涂得很 他居然希望大禹来帮他挡住缺口 其实他不知道 这个阵眼就是大禹破坏的 不过那小姑娘找爷爷去了 墨金宝想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 给丽王大人发一封仙剑传书吧 宽达百丈的大殿 精美雕花的横梁和立柱 沿着四壁分布的玉纸塑像 一块又一块明亮如镜的地面玉砖 让人以为这里是什么帝王的宫殿 谁能知道这是一座大山的山腹中 山腹中有一条仙玉矿脉 而仙玉矿脉的中央有地脉之火 于是这条仙玉矿脉并没有被发掘 谁也舍不得破坏这地脉之火 也不知那位前辈大能为了方便使用地脉之火 炼丹炼气 便布置了一个强大的禁制 将地脉之火和仙玉矿脉的中心包围在内 这样的好处不但可以防止打扰 更是可以保住这里有地脉之火的秘密 所以翟东亮得到这里的秘密也没有声张 所以外边也不知道 不过遗憾的是 翟家没有什么炼丹炼气的高手 这么多年此处基本在闲置 直到丽王发现了这里 当然了 丽王对炼丹炼气是无碍的 他目前唯一的想法就是炼出五道仙丹 感悟天地法则 其实别人不知道 丽王一直暗恋一个女子 他就想着自己牛叉起来 让那女子高看自己一眼 站在巨大的比一个人还大的丹炼前 大殿下方巨大孔洞中 跳动着熊熊火光 映着翟王铁板一样的脸 显得他的脸有一些殷勤不定 这就让旁边的一个白胡子老头 更加忐忑不安 宗客 这一炼丹药还要多久出炉 翟王殷勤不定的脸上 终于挤出一丝和善的笑意 不过叫宗客的老头 却并没有感觉到安慰 而是低头道 翟王前辈 小的猜测快则一两天 满则三五个月 一两天三五个月 翟王重复这两句话的时候 目中的阴狠和杀意 绝对能让很多人尿裤子 宗客虽然没尿 不过也差不多了 赶紧跪下 前辈 小的并不是丹王老人家的弟子 只是他当初化名处在我家 指点了小的两招而已 小的字号写着丹王弟子 不过就是想招揽生意 其实小的最多只练过五品仙丹 求前辈放过我全家吧 前辈 这宗客也是倒霉 很多年前一个老者 借助在他家一段时间 然后那老者教了他一些炼丹的窍门 宗客的炼丹水平提高了不少 后来老者离开了他才知道 那老者是丹王 于是后来宗客就开了一个炼丹铺子 挂名为丹王徒弟 话说这年头炼丹高手少 宗客这样技术的就算不错了 于是一来二去 宗家铺子也变成了字号 在阎首经倒是挺出名 谁知却把丽王给招来了 宗客开始不愿意给丽王炼丹 确实 他最多只炼过五品丹药 还是失败多成功少 现在让他炼八品丹药 这不是扯淡吗 不过丽王说了 你不炼那行 你全家就等着灭门吧 我要一圈一圈 把你全家的脑袋打成烂西瓜 不但你全家 还有你店里所有的伙计 甚至你家养的宠物 全部都得死 宗客后悔不迭 早知道不挂丹王的名号了 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也罢 你让我练那我就给你练 我竭尽所能 说不定还有成功的可能 第1178集 看见宗客下的屁滚尿流 丽王觉得自己逼他也没有办法 逼得太紧 说不定是得其反 于是丽王终于和颜悦色起来 说道 宗丹师你也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只要你好好练 我也不会为难你 再说了 现在有地脉之火 成功率大大提高 你上次不是说成功率有一成五吗 那还是很不错的了 成功率一成五 就是百分之十五 对一个没练过八品单药的人来说 就很不错了 不过宗客暗自较苦 当初怕丽王杀他 他才说有一成的把握 事实上 他只有不到一分的把握 也就是说 他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一 还差一点点 地脉之火 可以固定提高成功率百分之五 所以现在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六不到 宗客估计自己说出实话 当场就要被暴力的竹竿打成肉酱 所以他只有点头道 我尽量 我一定努力 丽王也是没办法 这年头能练出八品单药的 全世界都没有 除了单王 当然 心中暗恋的女子练单技术也不错 不过丽王不愿意去 所以丽王看来看去 只有让宗客来干 正在此刻 丽王却是眉头一动 眼前浮现出一把绿色仙剑的光影 他把干枯的手掌 在其中一捞取出光玉剑 顿时阴沉的脸上 有怒意闪动 叶空纳斯竟然大胆攻城 真是不把老夫放在眼里 本来想让你多活几天 现在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丽王怒横着一声 对宗客道 你在下边给我安心的炼丹 我出去有点事 看着丽王高手的身影离开 宗客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失神落魄道 六分的成功率 一成都不到 太渺茫了 太渺茫了 确实 百分之六的成功率 机会非常的渺茫 而且就算现在是唯武道先丹 其中需要的材料 大多也是这一届难寻的宝物 丽王也没那么大的资本 让他练很多炉 当这丽王的面 阴沉地离开禁止 那条通道上 这才钻出一个粉嘟嘟的小女孩 和一个黑色的洋葱头大脑袋 小黑 那个老家伙走掉了 我们刚好去砸烂他的炼丹炉吧 大玉一扬圆滚滚的小胳膊说道 通灵地母的小眼睛转了两圈 连忙点头 大玉这才取出一个玉牌子 带着通灵地母进入禁止 同时怕丽王回来 他还限制了母牌子的进入 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破坏了 哇 好浓郁的仙气啊 大玉走进静止中 顿时感觉到仙玉矿脉散发出的仙气 再看两侧石壁 上边竟然满是一块块不规则的仙玉 小黑 发财了呀 大玉大喜立即戴上白纱手套 扒拉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自己今天不是来发财的 算了 等会儿来玩 先去砸扁那老头的丹炉 大玉收了挖到的仙玉 这才继续往里走 没走多远 就发现两侧的石壁 开始变成了墙壁 出现了柱子 出现了雕塑 出现了大殿 最后大玉来到了主殿之中 只见这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大厅 在大厅的中间 有一个大窟窿 大窟窿下边 熊熊火焰正在跳动 而在火焰上方 有一个比一人还高的黄铜大丹炉 悬空漂浮着 此刻大丹炉中 有寥寥雾气散出 雾气中有着一种诱人的清香 大玉使劲一吸鼻子 小脸上一脸陶醉 真是太好闻了 都给我滚出去 一个巨大无比的大拳突的光影 从护城大阵的缺口中飞射而出 剧烈的爆炸声中 不知有多少先兵先将的仙甲崩溃 丧命在这一拳之下 滚 不过就死 丽王咆哮着又是一拳发出 他一拳接着一拳 他一拳打在地上 身体炮弹一样飞起 在半空中 又击出数道带着 极速和强力的拳风 每一拳打在地上 将整座山头都打得地震一般 丽王 四大人亡之一 有着丝毫不逊于先帝的力量 当丽王出现 局势立即改观 本来攻进城中的先军 死伤惨重 充当丽王的西秦军 更是创造了死伤的新记录 这些人全部死在丽王的铁拳之下 撤 扶在城外空中指挥的 萧勇大吼一声 头领 丽王冷目一抬 眼角青筋跳了两跳 抬手抓起两个西秦军士 一把捏碎了 他们身上的三品仙甲 对着萧勇猛地指出 口中阴森倒 我的 那两仙兵被高速指出 心中早已惶恐 口中大喊 萧将军 救我 萧勇看见大朕缺口中 丽王阴险的脸 他就知道这些人 肯定有阴谋诡计 不过丽王口中 又故意喊出活的 就看萧勇揭是不揭 萧勇若是不揭 下边正在玩命的西秦军兵 是何等寒心 丽王此人脑子一向好使 当然了 他就是不爱学习 当然不能让兄弟们狠心 本想撤退的萧勇立即转身 咬牙曲接人 当萧勇接住那两个仙兵 丽王铁板的脸上 青筋又跳了跳 抬手一指 全进岩石 这全进岩石倒并不是时间法则 而是对力量控制的精妙 已经可以控制全进的快慢 其实当他扔出两个仙兵 就已经在仙兵身体后带上了两道全境 当萧勇接住仙兵 后边的全进顿时压迫而来 这可是丽王的一拳 两个仙兵的身体顿时被打得四分五裂 随后两道全进全部轰在萧勇的身上 嗡的一声 中等罗天上仙 穿着六品仙甲的萧勇仙将 竟然扛不住丽王一拳 他眼前一A在空中就晕死过去 直接栽倒了下来 好在他坐下百报机灵 半空中接住主人回头逃顿 畜生好胆 老夫眼前也想救人 丽王眼角又是一跳 他就想跟上去杀暴杀人 老匹夫 你别撑过 突然对面一声打喝 夜空还没来得及起飞 就祭出了七煞葫芦 顿时飞沙走时 几个煞气龙卷被放了出来 而煞气中又有无数道仙剑光影 在其中飞绕 之前七煞葫芦里边的九品仙剑 被狂鹏和楚衣一分了 所以威力受损 夜空一直没用 这次夜空收了包小杯的仙剑 七煞葫芦威力恢复不少 他就拿出来试试 七煞葫芦到底是食品仙器 规模和威力确实不错 一把就把丽王围困其中 这边人等赶紧上去接过萧勇 一看还好人还没死 只有一口气那就好安 这边刚就回萧勇 那边煞气中轰轰一阵乍响 山崩地裂的巨像中 一个瘦高的老头 如同炮弹一般的飞了出来 气上葫芦 好东西 可惜里边仙剑太少了 太少了 困不住老夫 丽王站在树梢上方开口说道 今夜的小子 我们又见面了 当日在垃圾星有人保你 今天恐怕就没人了吧 夜空知道 他是在试探丹王和中帝在不在 抬手悠闲地收掉七煞葫芦 说道 有没有人 你可以试试看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第1179集 丽王一皱眉 若是中帝在 他倒是无所谓 得罪就得罪了 可是万一丹王 他还指望丹王帮帮他炼丹呢 夜小子 这样吧 丽王温和道 你杀了我徒弟陈海平 取了他的药木珠 那东西本是老夫借他 只要你将药木珠归还 并且把炼丹的老不死叫来 那我们就扯平 我也不管这里的破事了 其实夜空也不愿意对上 如此强劲的对手 虽然夜空对此人很没有好感 不过如果可能 夜空并不想现在惹他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丽王的两个条件 他一个都做不到 药木珠里边的神光 已经被光神之光吞噬 而丹王 夜空哪里知道 其在何处 反正肯定不在 他夜某人的身边 但是夜空脸上 却是一喜 笑道 前辈 真的这样 你就可以离开吗 前辈 我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前辈 不知道什么条件 可以让您帮我 其实我一直很敬仰前辈 每天把前辈的画像 挂在床头膜拜呢 对面主城中的 墨金宝一听 无耻啊 这人嫩的无耻 当着百万大军 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 丽王的铁板脸 终于浮上些笑意 说道 只要你交还药木珠 并让炼药的老不死 帮我炼一种丹药 一切都是可能的 好呀 在下这就将宝物 还给前辈 夜空伸手去怀里掏 倒是有点像掏药木珠 可最后夜空却是 掏出一个项链一样的东西 猛地扔出口中骂道 老不死的 还你保护 你给哥们接好了 只见那东西 飞到空中立即变大 好像一个闪着 洁白玉光的巨大枷锁 对着丽王的脑袋 就扣了下来 好小子 你敢骗老夫 丽王发现被耍 勃然大怒 不过当他看见 玉智罪线索 却是一惊 没想到 红仙主竟然把此物 传给了夜空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丽王队能够 擒拿先帝的 玉智罪线索 却并不惊慌 而是抬手 放出一道金光 那金光挡在 玉智罪线索面前 猛然炸开 竟然在天空中 惊现一个 巨大的金色大字 射 这个大字一放出 仿佛戴上 无上的威严 好像帝王一般 看着罪纤索 而那罪纤索 竟然转了一圈 飞回到 夜空的手中 这是什么东西 心地以下 一体擒拿的 玉智罪纤索 居然被挡了回来 现场已经 惊掉了一地眼珠 看着现场 所有吃惊的目光 立王不由地得意道 这是大赦天赋 想当初老夫 出生入死 帮助红仙主 坐上大位 仙主看在我 劳苦功高 特赐下大赦天赋 保我不受 罪线索抓捕 铁玉山玉点 你没有罪线索 你算个屁 大赦天赋 竟然还有这种东西啊 不但在场人等 就连夜空 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 本来他以为 有玉智罪纤索 就可以天下无敌 一索在首 天下我有 可谁知并不是这样 还有大赦天赋 这大赦天赋 整个就是 以免死金牌 单书铁卷啊 再想想 也不知道红仙主 发出了多少 大赦天赋 如果每个先帝 人王手中 都有一张的话 那玉智罪纤索 岂不是跟 金智罪纤索 一样的档次了 看见夜空发愣的表情 丽王眼中 闪过一丝得意 眼角又跳了跳 争铃道 景夜的 你竟敢耍我 不过我看出来了 你今天没有保镖 死吧 随即 丽王猛地飞扑过来 手中铁拳高高举起 不过这时 楚依依却是一声娇斥 老贼 羞得成狂 就看见阵底前方的空地上 突然冒出一株 古老苍穹的古藤 那古藤也不知有多少年头 枝干上便不斑稳 枝干的顶端 长满松针一样的枝意 守护古藤 吴贵宝眼中闪过一丝金色 这古藤在仙光湖下不知生长了多少万年 上次捕捉包小飞的时候就展示过身手 今天还能对付丽王吗 这守护古藤确实非同凡响 否则楚依依也不会用一百年来收服他 什么东西 鼠妖 飞在半空的丽王眼中轻蔑的一瞥 不过就这一眼 顿时让丽王面色吃惊 只见那守护古藤 竟然仿佛一条苍老的巨龙 冲天而起 而那枝干发疯一样 飞快地往天空中生长 而最前端 竟然好像是一条灵巧的蛇一般 对他猛地扑去 有点意思啊 丽王冷横了一声 身形一顿 铁拳迎着扑来的古藤轰去 那好像刺猬一样 满是尖刺的古藤 并不是丽王的对手 一拳之下 墨绿色的针刺向死防飞射 古藤的顶端 已经被轰掉了一截 断掉的树干 好像没有骨头的手臂 无力地垂倒下来 不堪一击 丽王轻蔑地骂了一句 继续飞过来 不过楚依依却并不起内 又一抬手 白白的掌心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铃铛 他口中轻吐四个字 心生之力啊 铃铛一摇 顿时就看见那守护古藤 又有了惊人的变化 刚才被丽王轰断的地方 突然猛地又冒出两条心枝 那心枝长得也是飞快 就好像一条双头蛇 过来缠住丽王的双脚 可恶 丽王怒骂一声 双脚被缠住 让他无法继续前进 那两根藤条 牢牢牢缠住丽王双脚 然后飞速往两侧拉开 想要将丽王就地分尸撕成两半 你做梦 你这束腰我是丽王 我的力气无人能及 跟我比力气 丽王冷横一声 你不配 只见丽王干瘦的身影 站在空中 双腿略微分开 可是任凭守护骨藤 如何使劲 他两腿打开的角度 都不能增加分号 丽王果然满力惊人 看我的了 看守护骨藤不能奈何他 丽王大鹤一声 站在空中 双脚猛地病拢 一声闷响 绿色的松针鸡舍中 缠绕在丽王双脚上的骨藤 顿时被震得粉碎 不但如此 丽王还冷横了一句道 书妖 既然你找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说完他从空中旋风一般的扑下 双手拒拳 仿佛急风暴雨一样的砸下 一拳一拳又一拳 拳拳轰在守护骨藤的身体上 没一会儿 偌大的守护骨藤就这样被打得七零八落 就连最下步的巨大粗感都被打得稀烂 方圆几百米内 不满的是断枝和松针 取死 丽王怒吼一声 对着守护骨藤的根部泥土一拳洪去 想要立即结束这场战斗 泥土四箭其中夹杂着无数守护骨藤的根须 地面一个大窟窿 可以看见骨藤的大根须触目惊心地交错在泥土中 属妖而已 我可是这一届力气最大的人 丽王轻蔑地吐了口口水进大洞 回身往夜空这边走去 可是楚依依竟然没有担心 又一次祭出新生之力 手中铃铛一摇 那被打得稀烂的守护骨藤竟然又活了过来 从地面大洞中又迅速生长出一株守护骨藤 猛地向丽王腰间缠去 不但如此 那些被打断的根须 居然也长出新的守护骨藤 缠住丽王的手脚 转眼之间 那一片都是墨绿色的守护骨藤 把丽王的身体重重包裹 第1180集 看见丽王被守护骨藤缠住 夜空大喝一声 大家一起上 把这老家伙搞死 众人都被丽王的彪悍 和守护骨藤的顽强给惊到了 听丽王这一喊 才都醒悟过来 纷纷放出自己最厉害的仙气宝物 轰向丽王 一时间不知道多少仙剑轰杀 那一片各种光芒闪耀 不但有仙剑 还有刀光 电闪 火焰 冰柱 就算丽王再厉害 也被这一片吓了一跳 更何况还有讨厌的守护骨藤 这玩意儿简直是没完没了 越打越多烦到要死 哼 老夫先饶了你们一回 丽王嚣张地喊了一句 猛地拉断缠住他手脚的守护骨藤 不敢怠慢 赶紧一拳轰向地面 借着反弹之力 如同一颗炮弹一样飞向山顶大阵 丽王逃了 夜空也没有下令追赶 毕竟这家伙还是很有实力的 免得他狗急跳墙 只能看着他逃走 丽王逃进大阵缺口 又在缺口外对着空中打了一阵乱泉 这才摇摇对着山下野空倒 小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能把炼药的老不死 给我找来炼药 那我就不管这里 否则 你攻进来试试 丽王说完回头走进阵中 这老东西这么嚣张 楚依依怒道 我们又不怕他 不如我继续用守护骨藤缠住他 然后你们从大阵的缺口冲进去 看他能有什么办法 夜空却是摇头道 你们刚才看他凭空打拳没 他不是活动身体 他刚才那一阵拳 已经将大阵缺口那一片空间 打出了很多空间力缝 谁要是不小心走过去 立即身受益处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老家伙不知道有多阴险 墨金宝 赶紧找人 把这个大阵缺口给堵上 修好 快 丽王走回城中 面色阴寒地说道 看见立王一个人震撼百万先兵 墨金宝也是心中得意 连忙笑道 立王前辈 其实不急 前辈您有大赦天赋 那夜空不能对你怎么样 您不去吵他麻烦 他就谢天谢地了 又怎么敢继续攻城呢 墨金宝这话倒是恭为立王 却没想到立王双眼露出杀人的光 怒吼道 老夫的话 你敢为康 想死不成 墨金宝吓了一跳 先说这什么人呢 怎么听不出好类话呢 不过他嘴上可不敢这么说 赶紧一低头 说道 暑假这就去找人重新修剪 大约两天的 快去 丽王又是一声吼 墨金宝吓得掉头就跑 其实本来墨金宝还想问一下 前辈看见您孙女没有 不过此刻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赶紧去找人重建那个阵野 把护城大阵给撑起来 要说丽王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 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大赦天赋 虽然可以对抗预制罪线索 不过确实有时间限制的 大赦天赋有效的时间是三天 也就是说 只保证三天之内 预制罪线索对他无效 等三天一过 夜空的预制罪线索 还是能锁拿他 这也是当初 红定方弄出大赦天赋的原因 如果你是无罪的 你可以用三天时间去找人 去找证据 或者去求情 可是如果我非抓你不可 三天之后我还会抓你 你就无处可逃了 所以大赦天赋并不能救命 只能起个缓冲作用 因此立王才如此的紧张 不过立王心中又想 等到大赦修好 这主城还能支撑好久 然后自己把五道仙丹给练出来 到时候感悟天地法则 那是接近于神的力量 到时候就不一定怕夜空 怕那个什么最先锁了 想到这里 立王阴冷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此刻他最想做的 就是回到山腹中 看着他那宝贝丹药 等他成功 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不过他此刻确实不行 因为护城大阵还没有修好 他打出的空间裂缝 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他隔一会儿 就会去检查一下 防止被夜空破坏 与此同时 山腹地宫中 你是何人 宗客看见面前的小姑娘 有些好奇 他没想到这里会出现一个 如此可爱的小姑娘 还带着一顶黑色的 大脑袋的小跟班 不过显然能进到这里的 绝不是普通人 宗客虽然是个老头 可也不敢倚老卖老 又问了一句 这位前辈 您是 大狱看见这人 也是心里一惊 他本来就是来捣乱 做坏事的 当然怕人 不过 不过当他看见面前的老者 才下等大裸金 先修为 和毕恭毕敬的动作 他还是松了一口气 开口反问 老爷爷 你又是谁 只要不是确定的敌人 大狱这孩子 还是很讲礼貌的 宗客赶紧道 老朽是严守兴的钥匙 是来帮丽王前辈 炼制丹药的 大狱小拳头捏紧 心说这个原来是坏人啊 帮丽王那个老坏蛋炼丹的 当然也是坏人 他开口问道 这里面炼的是什么丹药啊 五道仙丹 八品仙丹 可以永久性提高 仙人力量三倍 宗客说到这里 又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不到那个老坏蛋 竟然在炼如此逆天的丹药 他本来力气就那么大 如果让他炼出来 公子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 我是丽王他老人家的孙女 大狱继续冒充 哦 是丽王前辈的孙女啊 宗客心里觉得 大狱称丽王为他老人家 有些不对劲儿 可是却又说不出什么 只好点点头 却没想到 下一刻他就看见大狱迈开小腿 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用脑袋和圆滚滚的小胳膊 顶在巨大丹炉的一条腿上 那黄铜丹炉很是巨大 下边一条丹炉的腿就比大狱的身子粗 也比大狱还要高 虽然宗客相信这小丫头根本推不动这丹炉 不过他还是赶紧跑过去苦笑道 我的小祖宗你别闹了 万一有个好歹 李王前辈可是要杀我全家的呀 没关系 我这是来帮爷爷一把 大狱很是勤快地说道 说完用小肩膀顶住巨大的丹炉腿 咬牙用力 嘿 那丹炉竟然被移动了数寸 巨大的黄铜丹炉远看是悬空的 实际是三条腿下边都有一个阵法构成的悬浮方块 丹炉的腿就搁在这方块上 被大狱这一推 丹炉的一条腿已经悬空了 嘿嘿 小祖宗你个别呀 你这是帮倒忙啊 宗客急的都快要哭了 可又不敢对大狱出手 只好苦苦哀求 没关系 我想爷爷回来肯定会开心的 我的小祖宗姑奶奶 求求你了 别推了呀 你爷爷回来真的会发疯的 好啊 那就再推一下 嘿 大狱咬牙又是一推 终于 那座巨大的黄铜丹炉的一个脚被推卸平台 三角尸起一 偌大的丹炉顿时轰的一声 仿佛一座大山一般轰然翻倒 古奶奶 你 你不是开玩笑啊 第1181集 看见黄铜大丹炉翻倒 宗客觉得自己整个傻眼了 他本来以为大狱是开玩笑 现在看来 这小女孩是真故意做坏事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在宗客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那个黄铜丹炉没有掉下去 丹炉的一条腿还挂在上边的阵法平台上 显然当初设计这个透明平台的前辈 就有了防止丹炉不小心掉下去的措施 还有救 宗客大喜连忙扑过去 不过大狱怎么能容他救下丹药 当即小腿一蹬 跳上那个小平台 对着黄铜丹炉就是一拳 鞋挂着的黄铜丹炉被这一拳轰重 就仿佛一口水缸 被三十二磅的大锤子砸在上面 哗啦一声 碎成了好多块 稀里哗啦掉进下边的地脉之火中 很快化成灰烬 不过在碎裂的碎片中 竟然有一个金灿灿的小丹炉也掉了出来 其实这个丹炉才是真正的五道仙丹的所在 放在大丹炉里炼 就是为了防止下边的火太猛 而现在大炉被砸 小丹炉滚了出来 宗客大吼一声 你稳定 他竟然打出了一个仙诀 将小丹炉悬在了地脉之火中间 你 你不是丽王前辈的孙女 宗客终于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事到如今大狱也不再隐瞒 脆生生地说道 我乃是铁玉山夜空大人麾下的仙教龙铃儿 今天来 就是回去丽王那老混蛋的丹药 让他无法再与我家公子作对 老爷爷 念在你只是一个普通丹师的份上 请你不要阻挡我 我就知道你不是李王的孙女 宗客苦笑道 龙铃儿先家 我也求你不要回去这丹药 我一家老小都在严守经 他们还不知道危险悬在他们头顶 如若这一炉丹药毁了 那李王就要杀我全家呀 全族 甚至就连我家的宠物都没有活路 为了我一家几百口性命 我求先将手下留情 大狱听着一说笑道 老爷爷 这你不用担心 我家公子是铁玉山的玉典大人 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 应该可以帮你的 宗客倒是听过铁玉山夜空 不过外间传说 这叶大人飞升仙界并没有多久 根基不稳 修为不够 所以宗客连忙问道 那叶大人可能杀掉丽王 大狱摇摇头 不能 宗客立即道 那我就不能让你回去这五道仙丹 正在两人说话间 突然那巨大的火窟窿里 一股浓烈的异箱传来 两个人都是条件反射的低头去看 只见那金灿灿的小丹炉的镂空花盖上 突然溢出一阵浓厚的雾气 与此同时 小丹炉的各个缝隙中金光四射 丹药成了 无客顿时狂喜 他喜悦倒并不一定说丹药成了 自家都可以活命了 他如此喜悦更多的是因为他是一个丹师 对一个丹师来说 最大的欣慰就是炼出了更高阶的丹药 可以不断地超越自己 宗客以前成功炼过一颗五品仙丹 现在一下炼出了八品仙丹 让他如何不惊喜发狂 而在这一瞬间 宗客也立即领悟出了一个道理 丹药能否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丹药也是有个性的 根据丹药的个性 合理地调整四周的环境 会大幅度提高成功率 五道仙丹本来就是一种远古的霸道丹药 它的性格就是强劲霸道 所以它在炉中有炉的环境下 始终无法成熟 就好像温吞水 始终烧不开 可是现在脱离了大炉 它被地脉之火猛烈得烘烤 这种霸道强劲的环境中 竟然立即促成了丹药的成熟 五道仙丹到底有多么霸道 看看大狱就知道了 大狱正站在那地脉之火的窟窿上方 透明的小平台上 所以丹成一颗涌出的大量丹药香物 刚好全涌上来 把它包围 这丹药的香气中 也是含有不少药力 顿时就看见大狱头上 一对金色的小脚亮起 它觉得自己的狂龙之力 竟然自动激活 它全身上下充满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力量在它身体里激荡 好像洪流 在经脉四肢中冲撞 冲刷 又好像一只发疯的捆兽 到处冲击 想要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 终于 大狱感觉到力量的出口 那就是拳头 双拳 他的口中沉声一鹤 对着下方那堪堪悬浮的 汹涌地火上的金色小炉 猛地飞去 大狱的小拳头 在他面前的空气都放出巨响 这和力王一样 是拳头打破空气的声音 同样和力王一样 他这一拳竟然也把一团空气给枕肥了出去 而那团空气泛着白光 保持着大狱肉拳的模样 无比地接近光的速度 打向那金色的小担炉 以先例幻化成一个拳头 打出这是小儿科的手段 可是凭着力量将空气打出形状 这是力量巅峰 而大狱这一拳正是十打十的力气 巨大的力量造就惊人的速度 不过就是这么快的速度 宗客的脑中还来得及闪现两个字 完了 确实 宗客不过是一个下等大罗金仙 打出的定子仙决 也是最基本的低阶仙决 面对大狱这无比霸道刚猛的一拳 他如何能够定得住 匡刚一声 这金色小炉 也不知道是丹王从哪里抢来的 倒是件宝物 在大狱这样的一拳之下 竟然没碎 就看见小丹炉好像子弹被击发 被距离打飞 直落下边的地脉之火了 那地脉之火倒也是奇特 火中竟然遍布坚硬的黑色石头 别小看这些石头 这些可是这座仙玉矿的矿脉精华 把这些黑色石头放在那里 就会生长出仙玉 当然了 那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所以这些黑色石头是非常坚硬的 当金色小丹炉在黑色的石头上 立即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金色小丹炉竟然还没坏 而是又猛地弹起 这样的撞击非常地激烈 小丹炉的炉盖一下子被撞飞 而三颗洁白如玉的光点 竟然也脱离了丹炉飞了出来 五道仙丹 宗客狂吼一声 他终于看见了成品的五道仙丹 他炼出了八品丹药 洁白如玉散发着诱人的光运 就好像无瑕的明珠 而且竟然一炉三颗全部成功了 不过很遗憾的是 因为丹炉的撞击 三颗仙丹的命运也各自不同 一颗垂直往上弹飞 刚好被上方的大鱼一把接住 另一颗划出一条抛物线 冲进汹涌的地脉火焰 眨眨眼被烧成灰烬 而最后一颗竟然以飞快的速度弹出 在大火窟窿里东撞西撞 最后很诡异地不知道掉哪儿去了 而那小丹炉最后则是落入熊熊地脉之火中 很快就被烧化 烧成了液体 流进黑色石头缝隙中 再看大狱 他一双眼睛都直了 看着手中一叶明珠一样的丹药 猛地吞了一口唾沫 他感觉到这颗丹药仿佛有一种非常强的吸引力 让他口水直流忍不住想要立即吞下 不过大狱乌溜溜地眼珠定了一下 还是眨了眨说道 公子说病从口入或从口出不要乱吃东西 大狱还是要做听话的孩子 说完 一把把五道仙丹收入了乾坤袋 又从腰间拉出一根捆线索 对宗客道 洛爷爷 我要捆了你 让小黑把你送出去 然后我再出去 宗客到了此刻 也只有叹了一声 说道 希望你家公子 真的可以救我全家吧 第1182集 正是夜晚天气不错 并没有下毒眼雪 天空一轮圆圆的朗月正在散发着青灰 岩三星主城的山上依旧在忙碌着重建大阵缺口 而山下连绵的白色军杖中 却是一片的平静 经过白天的激战 晚上双方终于都安静了下来 山下大仗中 叶大人不用担心了 萧勇仙将秀为不错 又有仙甲抵挡 倒是没有生命之友 现在又有依依仙子给他施展新生之力 帮他恢复受损的躯体 再加上服用丹药疗伤 他的身体应该会很快恢复的 萧勇受伤 西秦军的指挥权 暂时交到了张绍瑜手中 现在正是张绍瑜 在给夜空汇报萧勇的伤情 既然如此 那就让萧勇仙将好好休息 不要急着作战 夜空点点头说道 其实他之前已经去看过萧勇 他的伤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说完萧勇 夜空心中若有所思 眉头不由的有些紧皱 吴贵宝知道夜空想法开口道 夜大人 有些奇怪 如果大狱被历王他们锁禁 刚才他们落于下风的时候 定要将大狱作为人质 可是并没有 我看大狱目前还是安全的 这些关键夜空早就想到 点头到 你说得不错 我也觉得大狱应该还是安全的 只是这么久 他怎么连个仙剑传书都没有呢 大人多虑了 吴贵宝笑道 你总不能把大狱当个孩子 他到仙界已经百年了 我猜他肯定是因为某种原因 不便于发传书而已 而且大人 您没觉得这护城大镇 突然出现一个缺口 这事太过蹊跷 不错 吴贵宝不说夜空差点忘了 今天攻城攻得好好的 突然就发现 护城大镇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显然是内部阵眼被破坏 此事八成倒是跟大狱有关 想到这里夜空心中烧鞍 苦笑道 这丫头以前很听话的 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 吴贵宝笑道 那时大人还是把他当成 一个孩子看的原因 他开口说完 又想起什么问道 大人 我觉得当务之急 还是查探一下 那大赦天赋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限制 又在哪些人手中 这些都是重重之重啊 吴贵宝提醒的不错 现在对夜空来说 大赦天赋就是对他权威的挑战 如果外边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夜空的铁玉山玉点之位就坐得不太稳了 夜空倒是第一时间就给铁玉山发去询问 已经知道详情了 他点头道 这大赦天赋其实并不是一种仙福 之前也没有 是红先主发明创举 当初他借助各方力量 推翻老先主 期间很多人为了帮他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比如那立王的家族 就是曾经为了掩护红先主等人逃走 导致全家被屠杀大半 后来红先主坐上大位 依旧念着这些旧日恩情 所以给那些出大力帮助过他的人 每人发了一张大赦天赋 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不受冤枉 同时在一些小罪小则上 作为抵消之用 吴贵宝听了点头道 想不到那立王当初倒是有功之臣 夜空也点点头 不过想想却是说道 立王有恩于红先主 而红先主却是有恩于我 照此算来 我倒是要对他网开一面 吴贵宝听完面色一变 不过他刚要开口 却听夜空有说道 不过人无伤虎意 虎有痴人心 我念旧他不念旧 我可以放他 他不会放我 而且此人心机狡诈 刚毕自用 又残忍无道 杀人如麻 两次与我为敌 说到这里 夜空脸色一领道 夜空我向来秉承的宗旨是 人如何待我 我便如何待人 这立王想取我的性命 我当取他性命了结后患 不过念在红先主的份上 若是这次他主动认识错误 我还能饶他一次 吴贵宝笑道 照我看 那立王是不可能对我们认输投降的 不过现在关键是 我们根本干不过他的问题 夜空哈哈笑道 放心吧 铁玉山已经给我回信了 这大赦天赋的效果时间为三十六个时辰 也就是整整三天 三天一到 我的最线索就能派上用场 三天 吴贵宝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上边的连夜修建护城大阵 原来那老家伙也怕了呀 吴贵宝说完又道 可是万一他有两张呢 还有其他人手中 是不是还有这大赦天赋呢 铁玉山有没有记录 夜空摇头道 这大赦天赋 乃是红先主手书的一个社字 当时红先主写了几个 都给了谁人 并没有专门的记录 虽然先帝起居中有记载 不过那本起居录 已经在当初的天庭大阵中毁掉了 怎么会这样 吴贵宝怒道 最怕这种我们在明 别人在暗的事 到了关键时刻 人家拿出来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夜空也点头道 那我们以后还是要多个心眼 把这点也防备着 正在他们说话间 帐外却是一阵喧哗 好像有不少人说话 一个先兵进来禀告道 大人 龙灵儿先叫回来了 这次又抓了一个俘虏 龙灵儿就是大狱了 一般关系比较亲近的 才敢喊大狱 那些小兵小虾 还是得尊称大号的 听说大狱回来了 夜空不由的微微一笑 吴贵宝也是微笑道 又抓了一个俘虏 看来又要离工了 没想到我们这么多人 还不如他一个孩子 夜空开口笑道 你可别小看他 要不然你跟他掰手腕就是了 吴贵宝心说 你怎么不跟他掰手腕 没一会儿 大狱就带着几个小兵 压着一个老头进来了 夜空和吴贵宝等人 都是有些奇怪 这次大狱怎么抓了一个老头回来 老头修为又不高 这是什么情况呢 那老头进入大帐中 顿时跪下磕头道 小人宗客 乃是丹王大人 他老人家的寡名弟子 请叶大人救救小人全家 夜空听见这句 突然想起一个事 当初在清平行 那天元宗一帮下棋的 有个老祖得到了金莲偶身 不是给丹王带去烧火了吗 不过那人好像不叫宗客 不过这事倒不急 还是先问眼前的事 夜空挥手让兵士扶起宗客 这才听他把这件事情 前因后果说了 吴贵宝听完 不由的心中感慨 这大狱还真有立功了 山副地宫 此刻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非常的安静 只有大殿中央的圆形火窟窿里 传出呼呼的火苗声 那妖异的火苗 因为没有了上边单炉的遮挡 所以时不时 有些调皮的火苗冲出火窟 那火色的精灵映在大殿白色玉石地面上 更显得这里的静谧和神秘 大狱和宗客走了 丽王还没有回来 这里非常的安静 镜头移动到火窟中 从上边看可以看见 这是一个很深的道圆痘形的大窟窿 上小下大 整个窟窿里燃烧着火焰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底部的黑色鲜玉矿脉 因为这个火窟窿上下大小的形状 所以站在大殿的地面上 根本无法看见火窟窿的四壁 而此刻 在火窟窿的某一处石壁上 竟然有淡淡的青色光木一扇 如果有些人看见 一定会吃惊地发现 想不到这个石壁上 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禁制阵法 穿过这层薄薄的 挡住地火的阵法 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小小的洞窟 只有几个平方 石窟里什么都没有 最醒目的是略高出地面的平台 台上盘腿坐着一具 不知死去多久的枯骨 而在枯骨的面前的地上 却有一颗灰黑色的丹药 这颗烧壶的丹药 正是三颗五道仙丹之一 被火烧着 最后竟然掉进了这个小山洞里 第1183集 唉 一颗唯五道仙丹 被火烧糊了 让人吃惊的是 那陈年枯骨中 竟然传出一声悠悠的叹息 仔细看 那枯骨并没有动静 而是在枯骨的脑门里 闪动着悠悠的壁火 那声音竟然就是悠悠闭火发出 看来是这老家伙人死 魂魄没死 一直到了今天 我都记不清多少万年了 想不到 不但我的是魂魔线的身体残破了 就连我的魂魄也要消散 那个悠悠的声音叹息了一句 听得出 当初他也是个不简单的大仙 不过再不简单的大仙身体死了 魂魄又有何用 连这个洞窟的禁止都无法穿透 他又继续自言自语道 如果百日之内 再没有人来让我吞噬他的原神 我就真的要彻底消亡了 与此同时 山下大仗中 夜空却是惊喜地听着宗客和大狱 把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 舞蹈仙丹 可以永久提升力气三倍 吴贵宝听了 倒吸了一口冷气 惊道 如果此物让丽王附庸 那他要有多大的力气 夜空道 怕是可以肉身成神 感悟天体法则了 他要是有那么大的力气 仙界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后来过来的各部尖将 也都是大吃一惊 现在丽王就如此的厉害 如果一下再厉害三倍 再感悟法则 那大家可以说是必死无疑了 这次还多亏了大狱啊 最后走进帐中的楚依依 竟然都不得不点头称事 他也终于不计较大狱 抢走他通灵帝母的事情了 因为他若是得到了通灵帝母 他肯定不会像大狱这样 以身犯陷 救大家于危难之中 现在看来 大狱得到通灵帝母 也是不错的 楚依依说完 权杖的仙将 都是点头纷纷倒 还好龙灵二仙将 发现了秘密 更是抢来丹药 否则我等威仪啊 不过也有不少仙将 听说五道仙丹 都是双眼放光 能一下提升三倍力量的 八品丹药 这绝对是一颗宝丹啊 夜空眼睛一扫 知道这些人的心思 为防止有人有贪念 他从大狱手中 接过五道仙丹 又递给大狱道 这次你立了大功 而且你本身 就是力量型仙人 所以这颗丹药 理应给你 你这就吃下吧 其实大狱早就馋了 这颗仙丹 仿佛对他 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能拿回来 已经是非常克制自己了 现在听夜空的话 他也不客气 小肉手直接抓过来 就塞进嘴里 咔嚓咔嚓地吃了 夜空本以为大狱 吃了这逆天的玩意又要突破 不过显然没有 大狱之前修炼狂龙之力 刚突破没几天 现在虽然力量打增 可是仙石方面还是不足 所以无法突破 不过大狱的力气 这回真的变大了许多 之前他曾经一拳打爆空气 只是因为被药力气味激发 而现在像这种拳法 他已经可以和力王一样 随手打出 看着大狱打出的空气全影 不少仙将都是惊呼道 龙灵尔仙将竟然有了和力王一样的力量 不过也有人摇头 还差很多 至少力王可以以拳头打出空间裂缝 夜空也是暗自点头 让大狱和力王比 那实在是抢人所难了 大狱才上仙界几天 人家力王都成名多少万年了 不过照目前这种速度 大狱超越力王也是迟早的 当然了 等大狱超力王来不及了 眼下大家就要找出对付力王的方法 否则等力王发现武道仙滩没了 疯狂的力王绝对会干出疯狂的事 好了 现在大家商量一下对付力王的方法 本座论功行上 对于有功之人 绝对会送上合适你的奖励 所以大家不要极度大狱 一夜空说完 大家都送上各自的计策 第二天中午 山顶主城中 朕首仙将墨金宝用白纱吊着一只胳膊 看着眼前已经铜箭进半的朕眼 终于封了一口气 开口叹道 再有一整天时间 这个朕眼就可以建成了 到时候 大朕借助咸玉地脉的力量 防守了三年五载 也是没有问题的呀 听他这样说 后边的力王也是略感欣慰 力王已经下定决心在这里打持久战了 因为这山下地府中有地脉之祸 这就是他留下的理由 他倒并不是指望宗客一次性就能将八品仙丹炼成 所以他准备在这里尝住 多练几次 当然了 材料也是麻烦的很 不过凭他多少万年来的积累 凑出个三四炉的材料还是可以的 听说可以支持三五年 力王也是心情不错 竟然难得的开口笑了起来 说道 等老夫列出仙丹 到时候仙界何人是对手 夜空小儿到时候不战自退 你们放心就是 墨金宝看力王的铁板脸竟然笑了 他一直压抑的心情也是一松 陪笑道 力王前辈 将门胡女 你尊女可真是不得了啊 力王一听脸色一变 一道 孙女 是啊 就昨日上午 我还把底弓禁止牌给他 让他亲自去找您了 您没看见 蠢货 勿我大事 力王暴怒一声 甚至都顾不上拍死墨金宝 他就一头奔向山腹通道的方向 他专心力量之道 截然一身 至今也只有一个暗恋目标而已 根本没有老婆 没有儿女 又怎么会有孙女 力王本就是精明狡诈之人 所以听见墨金宝的一句话啊 立即就知道不好了 当然了 墨金宝虽然不是力王那么聪明 可是看见力王的表情 他也明白了什么 他顿时面如土色 口中难难道 难道您没有孙女 如果丹药有了意外 墨金宝看得出力王对那一炉丹药的重视 对于力王来说 丹药比他们一成 甚至一个星球的人还要重要 如果那女孩不是力王的孙女 那就肯定是夜空的人 女孩此刻已经得到雨牌整整一天 力王老人家的丹药恐怕是 早就 墨金宝轰动一声坐在地上 愣了好一会儿 这才突然开口大喊道 别修了 都别修了 修好了也是个死 我的丹药 我的丹药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力王失魂落魄地奔下一层层的时间 上次守候大力马之几千年 就在最后要成熟的时候出事了 大力马之不知去向 而这次 眼看五道仙丹就要出炉 如果再来一次 力王觉得自己真的会承受不了 他下来的速度非常之快 没一会儿就已经奔到了那光门之前 他想都没想 就一步踏进了门中 等他的身影刚消失 高高的使劫上方 竟然浮出了一个大圆脑袋 他已经来了 地宫中一个隐秘 障眼阵法中 传出大狱的声音 通灵帝母已经认他为主 主宠之间的心神联系 告诉他外边的情况 大家小心点 夜空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知道 知道 第1184集 夜空此次下定决心必杀力王 所以把精兵强将都带了出来 由于通灵帝母一次次的运来 并提前在宫中设下埋伏 准备在这里一举坑杀力王 千万不要出事 力王一阵风一般 扑进光门之中 不过一进门 他的脚步就是猛的一挺 力王活了这么大 绝对称得上是老奸巨化 所以当他一踏进去 心中就突然想到 既然有人进来了 又会不会设下埋伏呢 不过念头一闪 他却是冷横一声 夜空小儿 就还不来呢 确实 今天还在大赦天福的时效内 他根本不用担心夜空 可就算如此 力王也谨慎了起来 他走路的速度慢了许多 一路上注意着眼前路上的先例波动 是不是有变化 力王所担心的 唯一就是夜空在他经过的路上 设下什么阴毒的阵法 不过并没有这样 力王一路往里走 没一会儿就看见地宫的外围 那地宫中有奇特的禁制 先时无法放进去 所以必须走进去 才能看见里边的情况 力王受高的身影转了个弯 就已经站在地宫不远处 站在这里可以看见地宫大殿里的 与时地面反射出的明亮的光 但是因为角度 却看不见中央丹炉 而力王竟然站在那里不动了 确实 力王竟然隐约感觉到危险 瘦高的力王站在黑暗的通道中 面色阴晴不定 丹药固然重要 可是性命更加重要 隐在暗中的大玉屏住呼吸 其实他们就站在力王两侧的墙壁中 距离不过几尺 大玉心里嘀咕 快进去 老家伙快进去 进去我们就出手了 不知力王是不是知道了他们的心思 竟然站在那儿好一会儿不动 半赏才突然开口怒吼道 别躲了 我都看见你了 楚依依心中也是紧张 被这一生下的腿肚子一抖 心说不好 被他发现了 不过就在这时 一只手却悄然握住了他的小手 楚依依知道是夜空 顿时心中一松 也明白了夜空的意思 这老家伙虚张声势 果然力王吼了一声以后就再没动作 顿了一会儿运足力气 喊道 总科 你在里边吗 丹药怎么样了 没有回音 力王双目一鳞 不过就在这时 大殿里边却突然传出有些兴奋的声音 力王前辈来了 快了 快出丹了 快出丹了 力王这才目中一喜 完全放心 大步走进地宫大殿 而在黑暗中 吴贵宝却是暗自看看夜空的方向 心中不由地感叹 之前下来的时刻 夜空把宗客带上 他还感觉夜空太过谨慎多此一举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宗客 力王说不定就不会上当了 我的丹药 力王奔进了殿中 双目发出热切的光 牢牢锁定火窟窿上放的黄铜大丹炉 只要服用丹药 那就是半神了 他太兴奋了 甚至连现在的丹炉比以前粗糙许多他都没有发现 我要干无法则 我要飞升神迹 力王三步并坐两步走过去 可是在下一秒 突然丹炉传来咔嚓一声 怎么了 力王一惊 短暂的平静忽然轰的一声 那好好的丹炉竟然突然碎成了几十片 稀里哗啦地掉进火窟窿中 力王眼看丹药就要到手了 却没想到关键时刻出了这种事 所有希望瞬间破碎 心情从云端掉落深谷 他顾不上想发生了什么 眼前的景象太让他伤心了 不 悲催的力王狂吼一声 飞向那些掉落的残渣 想要抓住最后一点希望 沉稳的力王背影在蹒跚 脚步已经凌乱 只转眼之间 他就已经冲到了火窟窿附近 不过此刻他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停不下来了 他脚下地面不知道被什么人 抹了一层油滑得要命 他直冲冲滑像大嘴一样张开的火窟窿 下边可是熊熊地脉之火 就算他是力王 掉下去也是烧成灰烬 不过力王终究是力王 他不会被这种雕虫小技而害死 他口中大喝一声 严毙 他脚下猛地陷下半寸 稳稳停在火窟窿的面前 随后他阴沉着脸转过身来 冷横道 果然毒辣 果然无耻 不过凭着一点点小伎俩 以为就可以暗算老夫 你做梦 你给我出来 老夫给你一个痛快 力王此刻已经完全从悲伤中清醒过来 虽然他的丹药已经毁了 可是他却不能把命丢了 而且 他对这个回去他担要 并且暗算他的人 深恶痛绝 他背对着巨大的火窟窿 双目警惕地看着地宫大门的方向 回答他的是一串清脆的铃声 听见这个铃声 力王感觉有些头疼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这灵荡是北地女儿楚依依的 他这一摇 就会出现一根打也打不死 拔也拔不出 死缠烂打到极点的骨藤 果然 不待他躲避 一根骨藤突然从他的背后的火窟窿的边缘 飞速伸出 一下缠住力王的双脚 使劲把他拖向火焰洞中 原来楚依依依事先把守护骨藤 种在了火窟窿口的内壁之上 在那里 骨藤也会受到下方的地脉火焰的伤害 不过有楚依依带着心生之力的铃声 骨藤不会有危险 任凭力王惊死鬼 也没想到守护骨藤竟然从后边的火窟窿里伸出来 力王一下措手不及 双脚被缠了个实在 不过就算守护骨藤缠住了力王的脚 可想把他拉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嘿 力王目光光滑一闪 双脚猛的一沉 只见他的脚又下陷半寸 生生将地面铺就的玉石踩裂 那可不是玉石面砖 而是正经的玉石调食 这样一来 力王的双脚陷在玉石调食里 就好像落地生根了一般 任后边守护骨藤再拉 他都纹丝不动 五只小辈 本来看在北地份上不想为难你 却没想到你自己找死 力王看着楚依依 目中有杀鸡闪动 这时夜空也不再隐瞒呼喊一声 大家都出来 把那老东西轰下去 顿时 呼呼拉拉从墙壁障眼阵法中 跑出一大条人 这么多人 力王先是已惊 不过随后却是眼中杀鸡连连 冷道 既然你们来了 那就都死吧 你这个老家伙 你死吧 仙剑太危险 回你的火星去吧 夜空一声招呼 一起来的十多个好手 全部都放出仙剑仙气 狂轰过去 力王没想到这些家伙 这么无耻 上来就玩群殴 顿时大怒 吼道 那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 力王吼完身体猛的一震 身上的衣衫 全部被一强大的力量给震碎 衣服的碎片 就好像蝴蝶一样漫天飞舞 而力王身上 全部赤裸裸地露了出来 第1185集 看着干瘦的力王排骨 夜空冷横一声 恶好不死的 打不过人 你耍流氓啊 你才耍流氓 力王气得要死 大巴掌把他的排骨胸 拍得啪啪小 口中吼道 来 打这里 夜空手下的人等 吴贵宝等人的仙剑 全部放出 就连炼丹师宗客都破 也放出一把不错的仙剑 一下十多把仙剑 都击打在力王 一直在心 仙剑击打在力王身体上 竟然发出金铁之声 最惊人的 不但有金铁之声 还有火花四剑 仿佛力王的身体 真的是仙铁铸就 坚不可摧 楚依依想到什么 吃惊道 肉身成圣 要知道 肉身成圣 那就是修炼体力的 最高境界 到了这一境界 那就可以感悟天地法则 只缺神格 就能成神了 夜空摇头道 还没到 力王接口道 虽然没到 亦不原意 吴贵宝等人 都是吃惊 力王虽然没到 肉身成圣 可是也不远了 达到这种地步 一般的仙剑仙气 已经对他无效了 有人确实不信 死缠着要来的菜心 脱手放出七彩华光塔 口中脆脆一声 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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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彩华光塔连打数十下 不过对于力王 却是根本无效 力王狂笑道 你们这些小辈 真是愚蠢之计 老夫四十万年前 就进入了贤军境 二十多万年前 就被这一介人 尊称为力王 就凭你们这些小杂鱼 也想对老夫构成威胁 你们真是找死 你们今天都得死 宗客心中惊恐 他心说 就知道小流氓 玩不过老流氓 现在好了 站错阵营了 后悔莫及呀 不过这个时候 却从黑暗的通道中 又走出一个铁塔一样的身影 口中说道 老杂鱼 你才是找死 这么大年纪 也不知道性命 出来跟年轻人抢 你才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吴勇最看不惯你这种人 力王看见吴勇 轻蔑的一笑 吴勇 你不自称一下 我真的不会记得 你这卑贱之人的名字 不过我却记得 在垃圾行见过你 那时你连屁都不敢出一声 现在有点本事 就出来狂吠 真是无知小儿 那就让你见见 我的杀生之福 吴勇说完 双手抡起两片大幅 带起一阵旋风 豪笑将力王而去 在场所有人都觉得眼前一花 根本看不见吴勇的动作 只看见一片浮影 乒乒乓乓打在力王身上 火星似箭 惊险无比 而看见这一景 宗客也安心不少 心说这个大个子倒是霸气 这斧头够劲啊 不过下一秒 他就不这样想了 本来一直在被动挨打的力王 却是身体一动 冷横道 可以习人先利的答复 倒是不错 只可惜老夫我只用蛮力 不用先利 你习再多也是枉然 滚 力王说完 猛的一拳击出 他竟然用他的拳头 击向吴勇杀生之斧的斧刃 要知道吴勇这一斧下来 斧头的刀刃口上 具有多大的力道 就算百围的巨木 或者八品的仙剑 被吴勇这一斧也要劈成两段 可是力王却是赤手空拳 一声震天响的碰撞 弹飞出去的 竟然是吴勇的斧头 力王拳头毫发无伤 不过这一拳打出 力王却是一愣 目中竟然好像有柔情一闪 开口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 是他炼制的 夜空也是一愣 夜打官人是多么机灵的人呢 瞬间脑海不知道有多少信息闪过 只是短暂的一秒 夜空就目中一亮 视线对着力王身后惊倒 小婆婆 你怎么来了 都没有想到 力王绝对想都不想 瞬间就扭回了头 不过也在瞬间 力王就明白过来 上当了 这个混蛋太无耻了 竟然利用自己的感情 弱点欺骗自己 力王都要疯了 不过在这时 夜空已经掐出一个手印 独来掌 只见一个金色巨长猛地轰出 一掌将力王打得扳倒出去 不过就算这样 力王也没有掉下去 而是堪堪站在了火窟窿的边野 太无耻 太可恶了 老夫一定要杀死你 夜空 力王咬牙切齿地疯狂怒吼 他简直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竟然利用他心中暗恋女人的名义 来欺骗他 而且这家伙竟然猜到了 自己暗恋的女人是谁 不行 他一定得死 力王暴怒之下 面目猙獰 双目喷火 口中居然发出一声 近似受累的吼叫 也不知力王当初是什么 妖仙恋出来的 不过此刻他真的是很有威胁 在场人等 全部都生出心惊肉跳之感 楚依依甚至都忘记了 让守护骨藤趁机把力王拖下去 吴贵宝等人吓得都忘记了攻击 吴勇一双杀生斧被震飞 不过这个时候 却有一个同志的声音响起 某家伙 他没有救你 话音一落 一个小小的身影从空中跃起 炮弹一样砸向力王 出手的正是大跃 他的小拳头猛地扬起 力王只瞄了一眼大玉就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大声怒吼道 你哪来的力气 你偷了我的五道仙丹 你这个小偷 小偷 力王气得发狂 本来他想五道仙丹毁了 当然也可能没回就在夜空等人的身上 可谁知道五道仙丹炼出来了 可是却便宜了别人 你说他气不气 不过让他更气的却是 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老家伙 说话客气点 小孩子运气好 捡到的 不是偷的 就好像上次他捡到了一个大力马之一样 什么 大力马之 你也是被他偷的 你 力王血气翻涌 胸中有一口气 一下就顶了上来 他太生气了 想他力王从来都是经脚过人 一向都是他占别人的便宜 可是在这个小女孩的面前 却吃了两次大亏 自己辛辛苦苦守候等待 不知道花费多少时间和代价 最后确实为别人做了嫁衣 更何况两次还是一个人 想到这里 力王口中竟然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可怜不可疑似的力王竟然被他们气到吐血 气傻老夫 力王一口鲜血吐出 情绪倒是稳定下来 目光凌厉地看着跳过来的大雨森燃倒 那你就去死 说完 力王干瘦的身体竟然快速膨胀起来 变成了一个肌肉男 倒是比吴勇还壮实 这是老夫的本来面目 老夫干瘦的身体 那是因为收敛了一定的实力 而现在我已经放入全部的实力 你们都得死 力王说完放声大笑 确实 就算是大雨吃了大力马之 吃了五道仙丹 可实力距离力王还是差得多 力王没有理由不孝 第1186集 大雨冲来简直就是送死 他根本无法挡住力王全部力量的暴怒一拳 不过大雨并不傻 也不疯 他清楚知道自己和力王的巨大差距 所以他以抛物线的轨迹下落之时 却是突然小身体灵活一番 改变了方向 然后小拳头举起 猛地打出 他这全部力量更带着惯性杂落的拳力一击 竟然打在力王前方的地面上 一拳好像锯锤 轰在雨时地面上 石屑冰块一样的飞散 大雨单腿蹲地低着头 却是有声音传出 我这一拳是打不坏你 可是我却可以打坏地面 力王的狂笑戛然而至 他本来做好准备和大雨对轰一拳 把大雨轰死 却没想到大雨没有攻击他 却是一拳打向地面 可恶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没有人敢跟我打 你们 力王怒及吼叫 以大雨这一拳为中心 地面寸寸军裂 大雨吃了五道仙丹 对力量的控制也是精妙的很 地面的裂痕竟然全是裂想力王的方向 力王本来就站在火窟窿的边缘 这地面一碎 他立即就跟着巨大的玉石碎片掉落下去 夜空一开始就没想打死力王 而是想把他打进火坑把他烧死 不 力王嘶吼一声像要飞起来 却有铃声一响 他脚下的守护骨疼猛地把他拉向深渊 火海那是地脉之火 他下去必死 火焰灼人力王已经感觉到了危机 他强提一口力气 就算在半空中无处借力 力王也不会被一根守护骨疼任意拖走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掉下去吗 做梦 力王吼道 不过夜空无勇无贵宝 还有几个南仙人都已经站到了火窟窿的边缘上 力王仰头看着上方 他心里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就听叶某人极其郁闷地叹了一口气 唉 看来以后早晨还是不要喝粥了 尿多呀 旁边黑丝无涌道 我昨晚喝多了 到现在还没尿呢 吴贵宝道 隔夜尿够骚的啊 不过不如我啊 我一年多没尿了 甚至就连宗客都鼓起勇气走上来 解开裤子道 我一领单就忘记了上茅房 这泡尿憋了百八十年了 骚不骚我也不知道 力王前伴 您尝尝 听见这一票人无耻的话语 力王放声嘶吼 你们是不是人 我都这样了 太没有天理了 十几条水龙中 力王被守护骨藤猛地向下甩出 他绝望地撕叫着带着回音传来 太无耻了 看着力王被熊熊火焰吞噬 大家也没有多想 这样掉下去 多半当场就死 力王再是厉害 也是血肉之躯 比那些练起材料不会坚硬太多 可怜一代枭雄四大人亡之一的力王 就这样被尿给嚼死了 当然了 最高兴的是宗克 力王一死 再也没有人灭他满门了 而他更是成功炼出了一炉八品丹药 炼丹的本事大有增加 所以他也愿意跟着夜空 为夜空的大军炼制丹药疗伤 作为感谢 唯一有遗憾的却是夜空 其实他本想夺过力王的乾坤代 这样就可以得到力王的财产 这家伙不会很穷的 而且乾坤代里肯定有大狱 可以用的先决功法 不过能干掉力王就已经不错了 想抢过他的乾坤代 这难度就太大了 夜空也只有作罢 这一战里受伤最重的是 楚依依的守护骨藤 在火里烧了那么久 虽然有楚依依的心生之力 可守护骨藤也是受伤严重 很长时间恐怕都无法使用了 随后夜空等人离开山腹地宫 出来以后 大狱还用公寓牌 将古禁止锁死 大狱隐隐感觉力王不会那么容易死 所以这样一弄 就算力王不死也永远出不来了 而等到夜空一行回去迎战 却发现墨金宝已经开城投降了 当墨金宝听说四大人王之一的力王被一群小角色用尿浇死的时候 他不由的心中大叹 还是自己时时务早早来投降夜空了 否则自己真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了 墨金宝这家伙倒也是精明 知道坏了力王大事绝对不会饶他 所以开城投降夜空 这倒是省去夜空的事 轻轻松松就把颜三星占据了 当然了 墨金宝听说夜大人对他的剑阵感兴趣 他立即送上了剑阵的炼制方法 夜空参想了一番 觉得用处并不是很大 这剑阵非常的麻烦 大元剑阵 最佳的组合是七十二口仙剑 首先这仙剑得按照他的要求炼制 需要同属性的材料 不过每练成一把 下一把就要同属性 但是更高阶的材料 比如说练第一把需要一品金金 练第二把就要二品金金 以此类推 到了练制第七十二把的时候 那需要的材料就已经精是害俗了 所以墨金宝只练了六十四把 后边就没钱练了 不过就算你练出第七十二把 你也不到休息的时候 因为预检上边记载了 这个时候你必须从第一把开始 把前面的七十一把依次重练 把前面的七十一把练成最后一把同样的品质 这够烧钱的 不但烧钱还烧时间 根据预检记载 每月必须单独温养一口仙剑一个时辰 沟通仙剑 以保证使用时人剑的配合 不会因为剑多而混乱 这个要求让野空郁闷了 每月单独温养一个时辰 也就是说 拥有七十二把仙剑以后 每个月就要七十二个时辰来温养仙剑 换成小时 就要一百四十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 每天都要四点八个小时 得消耗在这件事上 这样一来 其他啥事也别干了 虽然这剑阵最后说 等真正炼成可以举手毁灭仙剑星球之位 可是野空还是摇头放弃了 这剑阵就跟老祖宗一样 吃好喝好还不行 还得宠着供阵 费时费力 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有那么大威力 谁也不知道 这不是野空想要的东西 不过 这预检却是被蔡星看见了 这丫头是弃王的弟子 他倒是拿回去研究 却不知多少年以后 蔡星竟然真的练出一套大元剑阵 纵横仙剑 把预检给了蔡星 夜空又去了军中炼丹之处寻找宗客 去问那刘洪斌的事 当初清平星天元宗的老祖宗刘洪斌 被丹王收作童子 既然夜空当初答应天元宗的太上长老 现在自然是要去打听一下 不过宗客却是苦笑道 叶大人 我并不是真正的丹王弟子 只是当初丹王来到严守卿 赞助我家 随手交了我几手 我哪知道他有没有童子啊 宗客说完又想起什么 说道 哦 当时丹王带着一个很小的小女孩 不过不是他的烧火童子 丹王带的肯定不是刘洪斌了 但是夜空却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又问 多少年前 那个小孩是不是洪梦妮 第1187集 宗客当然知道洪梦妮 不过他却不知道丹王和洪梦妮的关系 愣了一下摇头道 丹王是五万年前带着女孩在我家赞助 他口中称呼少主 不过赞助的时间并不是很久 后来他们就离开了 而洪梦妮却是这几百年才出名 小老儿就实在不知道那小女孩 是不是洪梦妮了 不过当初那小女孩不拢也不养 我觉得不会是洪梦妮 哦 夜空也是迷迷糊糊的 总觉得洪梦妮跟洪顶方留下的先主条件有关系 可是又把握不到重点 现在想洪梦妮倒是有点像洪顶方的女儿 不过没听说过洪顶方有后代啊 连洪顶方有没有老婆夜空都不知道 只是听北帝说洪顶方跟黄婆婆有点故事 想到黄婆婆夜空又头疼 丽王死了 前边还有一个黄婆婆 延二星一过 那就是延首星 就要跟黄婆婆对上了 据说黄婆婆感悟法则已经几十万年了 她距离神界 不过是就差了一个神格 现在已经是半神了 在仙界可以说黄婆婆这样的半神 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夜空想到这个事就头疼 不知如何过黄婆婆这一关 其实目前能干翻黄婆婆的 那也只有瑶婆婆 黄玉瑶多半是半神 可瑶慧已经是神 当然了 是一个弄丢神格的神 不过她肯定比黄婆婆要厉害不少 不过虽然如此 夜空也不好去请瑶婆婆出手 毕竟大家没有这份交情 当初夜大官人求人家救黄鹏 她还欠瑶婆婆一个约定呢 现在约定没实现 再去求她帮忙 夜空也不好意思 再说了 据说瑶婆婆并不恨黄婆婆 去求她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正当夜空烦恼地从炼丹房走出 却遇到了前来找她的楚依依 夜空 我的守护骨藤受损太严重 尤其是她的根须部分 已经是永久性坏似 我的心生之力都对她的根须无效 费经之际 只有把她种回仙光湖下 让仙光湖的仙力给她滋养 这样才有可能让她恢复 楚依依的俏脸大昼 看得出为了守护骨藤费尽了心思 夜空看得这样也是心有歉意道 依依 你花费了一百五十年 才收服守护骨藤 却是为了我几乎将其毁于一旦 夜空我心中真是不好意思 说到这里 夜空更加愧疚 痛心疾首道 你这样对我 而我却不辞回报 经常让你便宜 还引你 还用现实偷看你换衣服 最让我惭愧的是 是你这样帮助我 我到现在都没送你什么东西 楚依依没想到这小子良心发现 居然说出如此掏心窝子的话 也是心中感动 一双妙目看着夜空悠悠说道 想不到你这人倒有良心 本姑娘也没帮错 算了 既然你已经有所感触 那你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我就不计较了 至于送什么东西 那就罢了吧 可是夜空却固执道 不 我太感动了 我太愧疚了 我一定要送你要东西 算了吧 他的守护骨藤回转仙光山 冬去春来 没开雪残 一年又过去了 不过对于炎二星居住的仙界凡人来说 雪残的机会不少 可梅花开的机会 他们就难以见到了 盖阴这星球下的不是一般的雪 而是能腐蚀一切 带有仙气物品的毒岩雪 有了毒岩雪的肆虐 仙界那些带有仙气的仙草仙木 几乎是寸草不生 除非是宁禄草那些比较顽强的草类 不过在炎二星更有不同 在这里就连宁禄草都难以存活 那是因为炎二星的环境实在太过恶劣了 炎二星是最接近炎首星的星球了 不过两颗星球相比 那差别可以说是一个天堂 一个地狱 炎首星是一年四季都不会下毒岩雪 而炎二星却是一年四季都不停下毒岩雪 炎首星上正常是天气晴朗 而炎二星却几乎每天都在风雪中 总之炎二星不是一个好地方 并不是一人居住 当然了 最不适应的就是仙人 因为凡人还无所谓毒岩雪 仙人特别怕这个 不过仙人最不爱来这儿 可是还是有人必须来这儿 仙将龚叶飞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他可并不是宅家仙将 而是西地府的二品仙将 中等罗天上仙 龚叶飞 在西地领域和西领星 那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过此刻他却正是赶往那个神仙也不愿意去的炎二星 他是接受西地鹏霸天的命令而来 来帮助翟东亮抵抗一夜空大军的攻击 跟随龚叶飞来的 还有他手下西地府的五万仙军 西地府的仙军 无论是装备还是气势上 都远超宅家军队 确实 就算是裹着厚厚的防雪披风 飞行在让人睁不开眼的大风雪中 这些西地府军事也都是一句埋怨没有 低头苦行 偶尔有一两个人抬起头来 竟然可以看见他们双目中的狠辣劲 正是这样 西领星的仙军也不一般 虽然比不上西秦星军事出名 可是西领星兵士的凶狠 却是整个仙界有目共睹的 一阵猛烈的大风扑紧飞车 把一堆密集的毒盐雪吹进车内 龚叶飞厌恶地放下车帘 挥手胆去落在身上脸上的雪片 口中自言自语道 哼 夜空都是因为你 当老子来这个鬼地方 龚叶飞是西地派来支援宅东亮的 不过他们一路兵马来了以后 一直没派上用场 直到夜空攻下了盐三星 这才被派来了颜二星镇兽 龚叶飞能做到西地手下的二品仙将 那也不是无能之辈 他从开始就没有小看过夜空 所以就算他带着手下五万仙军 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胜算 毕竟夜空一路攻城掠地 整合盐飞和降军已经有了百万之众 加上西秦军还有十万仙军参战 他攻夜飞的胜算不大 不过此刻的龚叶飞却是并没有太过担心了 他嘴角浮起一抹笑意 冷道 夜空 你让我难受 我也让你难受 只要我龚叶飞在银二星一天 你和你的百万仙冰 就别想经过银二星 龚叶飞说着 手中已经浮现了一块有着耀眼光芒的光玉剑 取出光玉剑 他不由地又把仙石沉浸了进去 当他的仙石沉浸入光玉剑 眼前出现的几个字 顿时让他信心百倍 冷峻的嘴角又一次浮起几分笑意 只见那几个发着白光的大字 正是周天星斗大阵 这份玉剑记载的是一份阵法 非常强大的阵法 乃是上古早已失传的强大阵法 而这份玉剑正是出发之前 黄婆婆赠送给他的 因为丽王被夜空干掉 所以黄婆婆也不得不开始正眼看待夜空起来 他实在是没想到 那个姓业的小子竟然真的已经强大到了这种程度 已经可以轻松解决和他同时期的丽王了 所以黄婆婆紧张了起来 不过黄婆婆主要目的还是对付某个女子 她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不屑于放写身份出手对付夜空 因此她把自己珍藏的一套上古法阵临时送给了龚叶飞 让她去布阵对付夜空 而龚叶飞有了这一个强大的阵法 也不再害怕夜空和她的百万大军了 第1188集 相传在多少万年前 仙界有十四位大佬 号称十四天地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紫薇 天机 太阳 无曲 天同 连针 天府 太阴 贪狼 巨蚊 天相 天良 奇杀 破均 而这周天星斗大阵 就是排名第二的天机大地研究设立的阵法 此阵精妙无比 威力无穷 奇尽妙之处 便在于 它和周围环境空间完美集合 借以周天苍鸣之力 召唤一万星辰之为 威力之强 足可以毁天灭地 进入阵中 被星光锁地 就算你是上等罗天圣仙 也逃不过星光陨落的命运 不过 这周天星斗大阵 固执起来也是极其的繁琐 需要的场面也是非常广阔 此阵中 有三百六十五处总阵眼 对应天空三百六十五颗主星辰 再有一万四千八百个分阵眼 对应一万四千八百个小星辰 占地面积达到千里 夜空已经占领 阎三行 所以势不宜迟 清宫将军 赶在夜空之前到达阎二行 在最短时间内 不只好周天星斗大阵 挡住夜空前进的方向 想到黄婆婆这些话 宫夜飞行中 又是底气十足起来 不多时飞车一阵 显然已经到了地点 停了下来 宫夜飞车才一排手 将光玉简收进乾坤袋 掀开车帘一看 发现已经来到了一处 气势恢弘的主城之中 青色的光照下一座铁青色的巨大城池 正在等待着他这个新来的镇守仙将 属下等见过宫先将 那些原先在炎二行主城镇守的 先将副将都已经提前接到消息 此刻都跪在车前 宫夜飞走下车来 带着一股甜微说道 都起来吧 本将要实行安排你们 现在就出城 将城外千里之内的人处 妖兽全不赶雷 刚站起来的袁镇守惊道 将军 是现在吗 现在正在下大雪 怕是 不走就杀光 宫夜飞冷横一声 一抖披风 走进仙将府中 大雪纷飞 寒风如刀 在这样的天气下 那些炎二行生存的仙界凡人 唯一所求的 不过是一个房屋 这房屋并不求如何的 富丽堂皇 只要可以栖身足矣 不过就算这样的小小要求 目前看来也是奢望 炎二行数百里外的 一个小城中 此刻正在发生着 一场人间浩劫一般 生活在城中的十多万人 此刻却在风雪中 突然失去了家园 城中那些富户 那些商骨 那些有修为的仙人 都已经得到了 来自主城的消息 纷纷脱家带口地离开 匆匆搬往主城中居住 不过对于城中 大部分仙界凡人来说 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首先他们没有修为 步行赶去主城 需要三天时间 而宫夜飞给的时间 却只有两天 也就是说 走到半路就会被杀 其次 主城以下收了那么多人 已经人满为患 除非那些富户先人 其他人就算到了主城门口 恐怕也只能忘成星探 最后一点 他们唯一的离开方向 就是主城的千里之外 不过这炎二行气候恶劣无比 而且更有不少不怕毒眼血的黑狼狼群肆虐 让他们逃进野地里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葬身受负 本来你们宣传的是夜空无恶不作 可是夜空还没来 你们就要我们离开家园 逼我们去死 我们绝不离开 进退两难的城中凡人们 发出最后的怒吼 坚决不离开城市 城中的守军大多都是小城中人 对于这些人都是抱着同情的态度 所以这一拖就是一天 等到第二天 龚叶飞终于接到了原来镇守先将的报告 主城千里之内 有三个小城 城中各有几万先界凡人 他们若是离开小城 势必无法藏身 葬身受负 恳请龚先将宽限几天 龚叶飞冷横一声 我宽限他们几天 可夜空不会宽限我 龚叶飞轻蔑地看了那先将一眼 淡淡道 我知道你和你的先军 常年驻扎在这边 不方便出手 龚叶飞说完又换道 龚叶飞 那龚叶飞是他祖中家将 也是他军中副将 个头高大 面目阴冷 一看就是一个杀伐果断之人 龚叶飞开口道 去把事情解决一下 是 龚叶飞一抱拳 转身大踏步离开 原来的镇守先将心中疑惑 这龚叶飞大人就让手下去解决 也没说如何解决呀 莫非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不过等他也走出先将府 却听见那龚叶飞正在对手下小将吩咐道 第一二三万人队 没人去一个小城 务必杀尽 留一个活口 第四万人队 分散巡查 今晚子时开始 主城四周方云千里 不可见一个活人活物 第五万人队 准备布阵材料 那镇守先将听了心中打惊 没想到这些家伙 解决办法就是杀光 这西陵军的人果然个个都是凶狠毒辣 公武先将使不得呀 公武却是冷横一声 理都不理 扔出脚踩云带队离去 那镇守先将回头看看先将府 最后也只有叹出一口气 默然离开 不多时 三个小城上方就已经出现了一片 黑压压的光影 一个带着强大威势的声音 在风雪中回荡 城中百姓听着 我们是西陵军 现在要求你们撤离小城 离开到主城的千里之外 否则格杀勿论 底下那些凡人百姓也有胆大的 开口喊道 这风雪交价 我们向哪边走都不知道 你们不是逼我们死吗 是啊 我们平儿们离开 你们西陵军凭什么赶走我 你们比夜空更坏 听着这些呱躁 半空中那人冷横一声 既然你们求死 就怪不得我们了 都熟 一声令下 那些空中的西陵军 就像是恶虎下山一样 个个提着仙剑长脊 见人就杀 城中百姓大多都是凡人 有些仙人也是第一阶的仙人 看见这些乡亲被杀 城中原先守军也是不忍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竟然帮助百姓抵抗西陵军 半空中那声音不屑地横了一声 愚蠢的东西 给我杀 全部杀光 不管是守军还是百姓 不管有没有抵抗 我要此城中没有一个活口 天空中毒眼雪仍然在静静地飘飞 城中却是一片血色 而在这时 三座小城中的一座 却有一个穿着洁白衫裙的女子 轻一连步走进小城 她一身衣衫洁白如雪 仿佛是开在雪中的一朵莲花般动人 她走在城中 此刻杀戮已过 满地都是死尸 鲜血淋漓 地上略有凹陷的地方 都可以看见一汪汪的血水聚集 触目惊心 来迟一波 那女子完美无瑕的脸上 满是不忍和自责 看见此情景 她已是高耸的胸脯 不断地起伏 看来心中意识气氛难平 她们怎么会这样 女子翘脸上竟然很难得地浮现起了杀鸡 正在她行走 却从不远处的房屋中传出女子的哀求声 白衣女子眉头一挑 走进那房屋之中 只见小院 只见院中已经倒闭了几具百姓尸体 她再往前走 就听见有女子哀求 大仙 你们已经杀了我的父母丈夫 就放了我的孩儿吧 君爷 你们说 只要我把你们伺候爽了 就饶了我和孩儿 不过却又有一个声音嘎嘎笑道 我们系灵星人讲的就是心狠手辣 不讲道义 我们说的话能信吗 接着又有一个男人声音笑道 我们就说话不算数 又能奈我何 龚仙将已经下令杀光你们 我们也是看你好看 才让你多活一时半会儿的 现在我们也快活过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呢 还是安心的去死吧 这时那女子发疯一样的喊道 不要 我可以服侍你们 留下我的孩子 和这女子一起发出声音的 还有一个婴儿咕咕的哭声 不过在下一秒 就听吃拉 刀锋划破步驳的声音 接着 所有声音都戛然而止 混蛋 门外的白衣女子勃然大怒 挥开幕门 看见里边一个光着身子的女子 已经伸手异出 而在旁边站着三个衣衫不整的西陵军兵士 何人 那三人刚想开口怒吓 一看此女全部都惊呆 一个个赶紧整理衣服道 林公主 那白衣女子咬牙切齿道 西陵新人 不是人人心狠手拉不讲道义 你们该死 第1189集 大小姐 这不是我要这样啊 这是因为夜空他们进攻白毛玉 然后陛下派我来抵抗夜空 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白毛玉的真正主任 保护这里的凡人和低级仙人 我之所以驾领图成 那是因为夜空攻下炎三星 不日将来到炎二星 若是速度慢上一步 让夜空抢战先机 那么炎二星微矣 炎手星微矣啊 如若被夜空占领白毛玉 这是陛下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见的情况 之所以发生如此惨剧 究其根本 那是因为夜空贪心不足 只顾死里 招来祸端 独坛圣灵 那龚叶飞倒是口齿伶俐之辈 一番话竟然说得义正言辞 仿佛下令图成的是夜空一般 不过显然 七零连也并不是什么好糊弄的人 他冷声怒道 我不管你们之间的战事 我只是要求你们不要再屠杀平民残害凡人了 龚叶飞笑道 大小姐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做 好吧 我再多放一天 只要他们离开主城千里 我绝不为难他们 西零林怒视龚叶飞倒 那三个残害无辜的仙兵 我已经刺他们死 若是再有 我还会一一杀之 他说完 一袖一甩回身走出仙将府 背后传来龚叶飞的声音 大小姐 这白毛玉 这白毛玉对陛下很重要 我觉得大小姐 你此刻应该 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见西零林猛回过身 又道 记住我的话 继续残害无辜 你们就是我的敌人 我可不会留情 西零林说完 直接走出仙将府 仿佛一朵白莲花一样 行走在风雪之中 看着西零林的背影 龚叶飞目中阴晴不定 等她的身影消失不见 龚叶飞才呸了一声 说道 敌人 你有什么了不起 若不是你是陛下的女儿 你以为我怕你 确实 西零林这些年修为 一直都停滞不前 始终滞留在 中等罗天上线的修为 没有寸境 而龚叶飞也是中等 罗天上线修为 所以两人修为一样 若是两人对战 龚叶飞相信 凭借着自己的战斗经验 好勇斗狠 一定会轻易胜了西零仙子 虽然龚叶飞很不满 西零仙子今天吃里爬外的行为 不过很快 龚叶飞还是又摇摇头 说道 算了 干嘛和他计较呢 真正的明智之举 是取得他的好感一举拿下呀 其实龚叶飞对西零仙子 也是很有好感 话说西零林这种 明动天下的美貌仙子 哪个男人不想得到 整个仙界 不知道多少男人 都把他当作梦中情人 把见到他一面 当成毕生的追求 不过对于西地府里边的重要人物 二品仙将龚叶飞来说 见到西零仙子 那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龚叶飞经常都能看见西零林 不过美丽的西零仙子身上好像有一种魔力 越是经常见到 你就越是想见 好像就看不够 加上彭霸天经常对手下暗示 只要你好好感 我可能把女儿嫁给你 虽然大家都知道 那老东西口中没有真话 可是在老东西的常年忽悠下 西地府的一干男仙将 心里都有那么点幻想 来人 大小姐来闫二星了 你们派几个人跟上 要机灵点的 还有 如果大小姐有任何需要 只要不影响我们周天星斗大阵 你们就全力配合 记得 说是我叮嘱的 手下得到了龚叶飞的命令 立即带着先兵去追西零林 又是几天过去 这一天炎二星终于云开雾散 持续了整整半个月的毒炎雪 天气暂时结束 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大晴天 天气放晴 人们的心情也好像好了许多 穿着冰铁仙甲的龚叶飞 站在城墙之上 耳中听着手下兵将 对布置大阵的汇报 眼中却是遥望着千里之外的 一处黑影 不过龚叶飞确实知道 那是一个难民营 是西零林收容了很多失去家园的百姓 住在里边 给他们食物 为他们疗伤 其实女人还是要心底善良 让人喜欢 龚叶飞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旁边一种仙将都是西零林的暗恋者 这些家伙个个都是残忍凶狠 不过唯独西零仙子让他们生不出邪恶的念头 有的只是很单纯的爱慕 他们都纷纷道 是啊是啊 龚叶飞这才发现自己失态了 尴尬一笑道 不过我们西零星的男人 却是要凶残一些的 不然如何挡住夜空那思 这次我们不但要挡住夜空 还要打出声势 让全仙界的人都知道 仙界并不是只有一个西情星 正在说话间 龚叶飞的眉头就是一条 猛地抬头看向天宇 只见天空的尽头已经多出了一片密集的黑点 夜空你终于来了 那就让你尝尝早已失传的周天星斗大针 龚叶飞冷横一声 猛地一举手 喝道 传我命令 开针 天空中的小黑点正是夜空仙军的仙头部队 本来他们出发前已经计划好落地的地点 就是主城旁边的某一个小城 像上次一样 先占小城 再占大城 不过仙头部队一看 不行了 小城没有了 在主城周围是一个方圆千里的浩大阵法 带领仙头部队的张绍宇征战多年 也没有见过如此浩大的阵法 也不敢落地 连忙去禀告后队的夜空等人 等夜空等大部队来到 只见天空中那黑压压的一片 全是人 百万仙军 绝对没有半分虚言 这里绝对有百万人 只多不少 其实夜空早就该到炎二星了 只是因为担心骁勇先将 楚一一去了咸光山 没有人给萧勇施展心生之力 夜空怕萧勇伤势难以恢复 所以这才耽搁了几天 等萧勇完全稳定 这才留下萧勇在炎三星 然后他带着大队人马 杀奔炎二星 接到了张绍宇的禀告 夜空离开飞车踏上七彩云 加速飞入炎二星的大气层之中 低头往下一看 目中顿时有了惊异之色 果然浩大的阵法 这是什么阵法 不但在场所有先兵 就连夜空也是目中流露出惊异之色 站在天空只见下边方圆千里 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模样 没有山河 没有草原 没有城市 什么都没有 有的只是一片浩瀚的星空 只见脚下方圆千里的巨大圆形中 群星闪耀 星光灿烂 不知道有多少颗星辰 好像散落的珠宝钻石 点缀在黑色的幕布上 而那些星辰有的明亮 有的暗淡 有的发出白光 有的发黄光 甚至偶然还有流星一跳 滑破夜空 场面无比的真实 仿佛脚下那一片是真真正正的苍明星空一般 站在天空中 夜空感觉非常的怪异 平时都是抬头仰望天空 而今日 却是低头看星空在自己的脚下 好像是自己倒立了一半 这是什么真法 又或者是什么仙法 随后跟来的吴勇大狱等人 全部都惊讶莫名 夜空也是只有摇头 不知道是何选须 不过我已经收到线报 说镇守颜二星的是西地府二品仙教 龚叶飞 手下还有五万战斗力 非同一般的西陵仙军 我们可不能轻敌 西陵军先狠手辣 对付普通凡人有本事 可遇上我们西秦兴的兵 他们就怂了 张绍宇开口骂了一声 又道 不过他们并不出城战斗 而是摆出一个神奇的打阵 我们西秦军没有办法 大人 我们现在如何是好 第1190几 现在不着急想破阵的事 先赶紧在阵外寻找一个安全妥当之处 让百万大军驻扎下来 夜空想想说道 是 张绍宇要比夜空早到炎耳星 所以早就考察过星空大阵的四周 他开口道 在这千里大阵的西北角 有一处难民营地 里边住的都是一些仙界凡人 夜空道 那就住扎在那里 其实夜空住扎在那里 倒并不是要害死凡人 或者奴役凡人 而是这样比较方便打听消息 另外方便使用一些怀柔手段 得到这个星球居民的一些好感 不过等仙头部队飞过去没一会儿 就有人汇报了 说请夜大人过去 有新的情况 夜空心里纳闷 什么新的情况 还得他去解决啊 占领一个难民营又不是大事 飞过去一看 只见乱七八糟 高高低低的帐篷之间 正站着一个白衣女子 静静地站在阳光下 如此从容 如此美丽 仿佛是阳光盛开的一朵洁白水帘 是西陵仙子 在场所有的兵士 所有的仙将 只要是男性 或者是公的 全部都目中流露出爱慕之色 虽然仙界五大仙子 是如此的有号召力 能做到老少男女通吃 没有男人不爱慕的 也只有西陵仙子 没有人会对他生出邪念 有的只有爱慕 还有自残行贿 就算是从小混迹风月场的老鸟 在他面前 也会像初恋的小男生一样 永远觉得配不上 不敢表白爱慕之情 当然了 对于那些没惊人士的 初歌鲁男来说 此刻他们都是大脑一片空白 呆呆地看着西陵仙子 口水打了脚面都不知道 不过叶某人可是老流氓 不是纯情少男 更不是初歌鲁男子 看见西陵林也只是因为 没想到而呆了一待 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原来是西陵仙子 您这是观光来了 叶某人赶紧架云飞了下去 其实每次看见野空 西陵林也是觉得意外 因为每次见到野空都有不同 每次都可以看见他修为提升 想当年在严守行初见 野空不过是个最低阶的小小金仙 而西陵林已经是中等罗天上仙了 那时候西陵林想取野空的性命 不过是抬手之间 而现在西陵仙子还是中等罗天上仙 但野空已经是上等罗天上仙了 距离仙君只有一不知要 西陵仙子真的是好奇 这小子怎么修炼得这么快呢 不过听见叶某人第一句话 西陵仙子就心里不爽 心说 你看我像观光来了吗 不过西陵仙子一向淡漠 仿佛什么事他都不关心 他精致如同玉石雕琢的面容不变 开口道 叶大人 这里赞助的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仙界凡人 我想请叶大人高抬贵手 不要再为难这些已经很苦的无辜的人吗 西陵仙子冷冰冰的话让叶空不爽 如果他说你不要驻扎在这里 叶空肯定掉头离去 可他分明话里带话 叶空一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情绪 开口怒道 西陵仙子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心怀善意 拯救无辜百姓 可你不能胡言乱语 我叶空何时为难他们 我本想扎营在附近 也并非为难之一 西陵陵面色不变道 若不是你妄动刀兵 白毛玉哪有如今乱象 这些凡人怎么会流离失所 众多仙兵又如何会死杀丧命 秋气根源无非是为你一人之私 叫得心结不得太平 西陵仙子说完 那些百姓凡人面上全部有愤然之色 怒是叶空 仿佛都在说这一切都是叶空带来的 而甚至就连叶空手下的先兵先将都若有所思 不过叶空却是淡淡摇头道 不对 西陵仙子 你错了 大好江山 忍者得知 这仙界已经是乱了 我可没本事弄乱仙界 你高看了我叶空了 你看这仙界 各方先帝割据一方 互相倾压 民不聊相倾压 更有些仙帝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治下仙人凡人全部被其奴役 不知道多少死在他手中 难道这些人就该死的 一夜空说完 副手说道 曾经 这仙界并不是人类的仙界 这里有古神 有古仙 有古魔 这是他们的世界 人类在这里被奴役 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没有平等 他们被任意的残杀 而在这个时候 有人类的前辈大能 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 挺身而出 对抗强大的其他族类 我们这些前辈抛头颅洒热训 带着无数的人类慷慨赴死 难道你要说他们错了吗 难道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不应该反抗 你们弄乱了仙界 其实被奴役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样可以少死几个人 你能这样说吗 面对夜空的责问 西灵灵无语地回答道 这个 不能 夜空却是自己回答 他上前一步大声道 为了争取自由和尊严 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 西灵仙子顿了一下 反问道 你做了白毛玉之主 这里就成为一片自由平等的天堂了 仙人 凡人 永远没有平等 夜空眼睛扫过那些带伤的人 总开口道 至少我不会让人随意残杀无辜的百姓 西灵灵绝世容颜上终于有所动容 顿了一下转身离开 哼 姑且信你 周天星斗大阵远古时期 十四天地中排名第二的天机 在感悟天地法则之星空法则后创设 此阵创设后 开创了数个之集 首先 其阵繁复之集 有总阵演365处 分阵演14800处 非常的繁琐复杂 其次 此阵占地面积极大 最小的布置范围也要方圆千里 若是时间允许 人员允许 最好是布置更加强大的方圆万里 最后 此阵的威力极大 那漫天的星光 堪称仙人的噩梦 浪漫的点点星辰 沾满仙人的血腥 只要有一点流星划过 必有一名仙人陨落其中 看着从铁玉山出发过来的 这些情况 夜空皱眉不语 如果那周天星斗大阵 果然如此厉害的话 自己还真是遇上了大麻烦了 这种阵法乃是远古天地 所创设出来的 而且是排列第二的 要知道 夜空手中的天道之刃 不过是排列第四的五驱使用 而那个七煞葫芦 更是排列倒数第二的七煞物品 所以看排名就知道 这周天星斗大阵的强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阵法还不是天机随随便便弄出来的 是他感悟了星辰法则以后才创设的 也就是这个阵法已经不是仙阵了 它其中蕴含着法则的力量 也就是说 这是介于仙阵和神阵之间了 神阵 那是何等的强大 岂是仙人随便能闯的 夜空 听说你做人如何的精明 如何的了得 本事如何的超群 我龚叶飞今日布写此阵 你可有胆闯一闯 你这个胆小鬼 你若是不敢 你不如赶紧撤兵 滚回你的铁鱼山去吧 夜空 你冲击量就是个老头 你算个屁 打仗你不懂 如果你在阵前 给我磕十八个响头 我龚叶飞就守你为土 教教你打仗到底怎么打 听着周天星斗大阵中传出的叫骂 夜空回应 就是让人把魁牛骨抬出去 一阵敲打 没办法 周天星斗大阵实在太强大 夜空不能让手下百万兵士去冒险 那龚叶飞每次听见魁牛骨响起 他就闭口不言 魁牛骨一停 他就接着叫骂 两边这一来二去又对峙了七八天 有关 是 Gee 今 Arri 以样 不管是你 是东西的 我们不见到你的 或者便宜